杜长泽面色古怪 听你这么说 我更担心了 阿三 0631号标记点 天药特战小队经常驻扎的大楼内 现在队员们也在热切一轮着 今天傍晚的时候 乾隆特战小队向他们通报了一则消息 竟然是关于青妖藤的 可把天药众人惊得够呛 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听到青妖藤的消息 上次听到 还是在好多年前 在秘境里 无数聚灵进强者和妖王厮杀争夺 老薛 这次和上次还有点不太一样 上次秘境里争夺的是青妖藤的种子 这次高队长不是说了吗 是九级妖兽层次的青妖藤 很恐怖的 确实 九级妖兽层次的青妖藤 就连聚灵一层进强者 都奈何不了他 幸亏我们没遇上 不然咱们天药可能得团灭 是啊 不过现在 我们不用担心了 高队长也说了 青妖藤已经被斩杀了 说起这个 高队长和乾隆的人都认为 斩杀青妖藤的 是在0631追赶五百多万凶兽 妖兽的神秘大佬 现在0631 好像能斩杀青妖藤的 也只有他了 可我们知道 并不是啊 锅炉也到 对 当时高队长这么说的时候 我差点就告诉他了 他们认知中的神秘大佬 是比高队长更强的聚灵镜 甚至更高的存在 可我们知道 这神秘大佬 其实是陈凡 才八脉镜 杨科 青妖藤向来同皆无敌 月计五五开 别说陈凡是八脉镜了 就算是九脉镜 也不是他的对手 乾隆的人不知道 神秘大佬的具体身份 以为他很强 只有我们知道 并不是 这击杀青妖藤的 应该另有其人 吕文成 如果这是一颗野生的青妖藤 那么镇压他的 也可能是妖族 妖王 或者更高的存在 方如 是有这个可能的 冯斌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是我们人类斩杀的青妖藤 不然落在妖族手里 今后我们的压力会更大 听闻此话 郭露等人都是深沉地点了点头 这真不是杞人忧天 青妖藤成长没有上限 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终将有一天 会影响现有的战局 咦 刚才我们说到陈凡弟弟 这都晚上十点了 他还没回来吗 这时候方如道 陈老弟 薛志刚试探地喊了声 没有回应 看来是还没回 而且以前陈老弟回来的时候 都会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灵铁山道 陈老弟还从来没这么晚回来过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卢天瑞不免担心起来 众人心头也是一紧 薛志刚道 要不出去找找 怎么找 忘了陈老弟的隐身了 他就算站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发现不了他 也是 就在这里等着吧 应该不会有事 最后郭露说道 时间慢慢流逝 而随着时间的持续 众人不免越来越担心起来 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 队长 我回来了 虚空中传出陈帆的声音 郭露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 方如 杨柯等人 这才气气松了一口气 陈老弟 今天什么情况 回来的比平时晚了这么久 陈帆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让大家担心了 今天遇到一些危险 让我意识到 自己还是太弱了 所以就加了回班 危险 陈老弟 你遇到危险了 现在人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老杨 快给治疗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等 都不由地担心起来 大家不用担心 我人没事 也没受伤 陈帆有些感动 连忙道 对了 队长 薛哥 吕哥 你们见多识过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说着 那颗菠萝样子的种子 凭空出现 就悬浮在那里 其实也不是悬浮 是陈帆在拖着 不过陈帆本体是隐身的 菠萝上散发着精英的光芒 周围都被照亮了 在陈帆将这种子 拿出来的一瞬间 现场为之一静 不管是薛志刚 吕文成 还是林铁山 杨柯 方如 冯冰 卢天瑞 以及天耀其他队友 全都是像是种了石化树一样 一个个目瞪口呆 毛子里还透着浓浓的不可思议 以及震撼 清 清 清 郭露是队长 他的反应相对好一些 不过此时 他指着菠萝样子的种子 也是惊颤地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陈帆也有些惊讶 他没想到 一个不起眼的种子而已 队友们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不过 看来队长应该是认识的 好一会儿 薛志刚强压下心中的滔天巨浪 颤声问道 陈 陈老弟 这是你杀的 嗯 他的本体是一颗藤蔓 很难缠 我斩杀他本体之后 他就留下一颗 这像菠萝一样的种子 我本来是要斩草除根的 不过这玩意坚硬得很 我根本劈不开它 所以带回来 问问大家 看怎么毁灭它 陈帆道 听到陈帆的话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一下炸开了锅 难缠 清腰藤 何止是难缠 陈老弟 你竟然斩杀了清腰藤 天哪 你才霸卖尽啊 你还要斩草除根 毁灭它 哎呦我去 我的小心脏 看到队友的反应 陈帆大概回过未来 怎么 这东西 难道还真是什么宝贝 陈老弟 何止是宝贝啊 清腰藤 天地其珠 质宝 绝对的质宝啊 你还劈它 换做谁 不得好好地保护起来 生怕磕着碰着 你竟然还劈它 暴殿天物 真是暴殿天物啊 之前高队长给我们说 是神秘大佬斩杀的清腰藤 我们还觉得他错了 万万没想到 高队长歪打正着 还真是神秘大佬杀的 陈帆弟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乾隆特战小队的高队长 去过清腰藤厮杀的战场 那可是一颗九级妖兽层次的清腰藤啊 你可能不知道清腰藤的恐怖 清腰藤在同级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就算是月级 和距林一层镜 也能五五开 而你才八卖镜啊 清腰藤 天地其诛 至宝 九级妖兽层次的生命 同级无敌 连距林一层镜都奈何不了他 听到这些字眼 陈帆不由的惊恶 这叫清腰藤的藤蔓 这么厉害 何止是厉害 方如情绪有些激动得到 在我们刚得到这消息的时候 队长还说呢 九级妖兽层次的清腰藤 幸亏没让我们遇上 不然咱们整个天要多少团面 只是万万没想到 最后竟然被你一个人给解决了 团面 陈帆惊呼 他可是非常清楚 天要特战小队的实力 除了自己之外 全员九脉进 全员觉醒者 有着各种各样的能力 就这样的阵容 遇到九级妖兽层次的清腰藤 都要团面 是的呀 薛志刚 吕文成等人 回答的一口同声 这想都不用想啊 没有任何悬念 陈帆 你和清腰藤厮杀过 有没有发现 不管你斩杀多少 清腰藤的藤蔓都没用 郭璐问道 是的队长 斩断藤蔓之后 藤蔓很快就会生长出来 陈帆回答道 嗯 清腰藤战里极为恐怖 而且 他靠藤蔓战斗 藤蔓斩断了 还会生长 只要威胁不到他的本体 他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郭璐道 而清腰藤的本体 往往都隐藏得极好 是几乎找不到的 如果就这样熬战下去 别说单纯我们一个天药特战小队了 就算加上其他几只特战小队 最多也就是两败俱伤 最后 估计也只有像高队长那样的 聚灵一层进强者 才能活命 吕哥的精神念力 难道探查不到他吗 陈帆不可思议到 吕文成摇摇头 探查不到 植物系生命 有着天然的隐秘优势 只要他本体不动 那和其他植物就没什么区别 陈帆则舌 现在他似乎才明白 自己斩杀了一个多么变态的存在 陈老弟 快点说说 你到底是 怎么一个人斩杀青腰藤的 灵铁山像是白爪挠心 他好奇得很 对对对 杨科等人也是跟着狂点头 陈帆道 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我像往常那样 在追杀凶兽和妖兽 忽然脚下一根不起眼的藤蔓 缠住了我的双腿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又一根藤蔓急速攻杀过来 那速度太快了 陈帆心有余悸 我完全反应不过来 那种情况 正常来说 我应该已经死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那致命一击 好像被什么阻挡了 就那么一瞬间 给我争取到了反应的机会 方如等人都惊得张了张嘴 他们似乎已经想象到了 当时的惊心动魄 瞬间袭杀 千军一发 危在旦夕 尤其听到陈帆说 好像有东西 帮他阻挡了致命一击的时候 众人瞳孔都是一缩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陈帆不知道 他们可是知道的 替身傀儡 已经触发了替身傀儡的保护机制 看来确实凶险 如果没有替身傀儡的话 那么 在陈帆和清妖藤刚一照面的刹那 他就已经死了 然后呢 郭鲁身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震撼 然后 有了反应的机会 我第一时间就绷断了缠住双腿的藤蔓 就和妖藤厮杀起来 清妖藤攻势 确实猛烈 铺天盖地的藤蔓 疯狂攻杀 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有刀劲 而且能够加持天地之力 在我三米范围内 就是绝对进去 当时的战斗太激烈了 一个眨眼的功夫 就是上百次的攻杀 正如队长您刚才说的 斩断再多的藤蔓都没用 必须得找到妖藤的本体才行 我也意识到了这点 然后就在铺天盖地的藤蔓中 疯狂向前冲杀 想要找到清妖藤的本体 不过没用 根本找不到 另外一边 妖藤也奈何不了我 一时间战斗好像僵持住了 接下来 妖藤可能是看九宫不下 他很果断 直接撤退 不过 他差点害得我丢了性命 我岂能就这么放过他 就跟着追杀了过去 陈凡讲解着当时的情况 杨柯 冯斌 卢天瑞等人 一个个听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太紧张 太刺激了 他们都暗暗为陈凡捏了一把汗 陈凡弟弟 清妖藤的速度是极快的 你能追得上他 方如忍不住道 就算他是速度领域的觉醒者 如果和清妖藤比的话 他也要逊色一些 清妖藤为什么敢撤回藤蔓 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速度 有着绝对的自信 方姐 我能追得上 陈凡道 我一路隐身 就跟在藤蔓的后面 听到这话 方如是有些震惊的 那看来你的速度已经超过姐姐了 真是可惜了 之前姐姐还说过 要带你兜风呢 没想到这么快 就要让你带我了 郭露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 杨柯等人 也都是震惊 他们可是太清楚方如的速度 有多恐怖了 真不敢想象 在速度上 陈凡已经超过了方如 陈凡接着道 接下来 我顺藤摸瓜 终于找到了腰藤的本体 腰藤之前偷袭过我一次 那我也得偷袭他一次 腰藤本体 被我一刀斩杀 然后就留下这么一颗种子 最后这些 陈凡说的风轻云淡 不过整个过程讲下来 依旧让人惊心动魄 叹为观止 只能说 世间万物 一物降一物 轻腰藤同级无敌 咱们陈老弟 更夸张 竟然越级无敌 太强了 忽然感觉 在陈老弟的衬托下 我像是个废物一样 加一 俺也一样 老杨 自信点 把相识的相去掉 陈凡弟弟 这次你能化险为夷 回去之后 可得好好谢谢人家钟小姐 方如鱷鱼地笑着 钟情 陈凡有些惊讶 更多的是疑惑 这是 怎么还和自己女朋友 钟情牵扯上了 看出陈凡的疑惑 天药众人 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队友们这么一笑 陈凡更有点摸不到头脑了 好像有什么事 大家都知道 就自己还蒙在鼓里的感觉 陈老弟 你确实要感谢人家钟小姐 因为 人家救了你一条命 这时候 薛志刚说道 而队长郭露 吕文成等人 也都是身以为然的点头 救了我一命 陈凡一愣 他不傻 大脑快速运转起来 救了一命 那他肯定是遇到了生死危机 陈凡一下就想到了 今天遭遇青腰疼 偷袭的事情 当时也确实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现象 不过 钟情人没到 是怎么救自己的呢? 陈凡心思急转 各种已知的信息在他脑海中快速掠过 钟情 钟家 他忽然灵光一闪 钟家掌控着替身傀儡 替身傀儡 再联想到 钟情送自己的挂坠 把这些联系在一起 一切都刚刚好 陈凡心神一震 是了 一定是替身傀儡 这时他才算明误过来 怪不得当时钟情送自己挂坠的时候 一再嘱咐自己 任何时候都不要摘下挂坠 还说他会经常检查的 原来深层的含义是这 陈凡心头一暖 又很感动 自从知道有替身傀儡这种宝贝之后 他就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购买一个 也在一直为了这存钱 让他没想到的是 其实他早就有了 只是让陈凡有些心疼的是 这傻丫头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还要编一个和躲躲逛夜市的大谎言 不过 想想也是 如果当时钟情直接告诉他 挂坠是替身傀儡的话 那他肯定是不会有的 陈凡太了解自己了 自尊心很重 要强 假设 就算最后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在以后的相处中 也会让陈凡总感觉欠钟情的 这丫头 不仅关心自己的安全 还照顾到自己的自尊心 良苦用心 真是良苦用心啊 陈凡忍不住长叹一声 自己是何等的荣幸 竟然拥有这样一个好的女朋友 怎么 想明白了 薛志刚笑着问道 嗯 替身傀儡 陈凡点头 然后苦笑道 薛哥 怪不得那天在舞者大厦 你对我的挂针那么感兴趣 你是早就知道了吧 为什么不告诉我 人家钟小姐一番良苦用心 可不能坏在我这张嘴上 薛志刚哈哈笑着 这时候 吕文成道 陈老弟 你替身傀儡的事 老薛都给我们说了 如果你以为钟小姐为你做的只有这些 那你就错了 陈凡一正 吕哥 你们到底还知道什么 快别卖关子了 怎么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现在的他 真是想哭又想笑 这件事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替身傀儡 其实也分等级的 正常我们 说的替身傀儡 都是铜色的 也是最低的 在网上 还有银色和金色 铜傀儡 是一次性的 银傀儡能保两条命 金傀儡最珍贵 能保三条命 不过金傀儡根本不在外流通 是在多钱都买不到的 听到这话 陈凡呆立在原地 没想到 钟晴悄无声息的 为自己做了那么多 而自己 好像什么也没为他做过 这一刻 陈凡一边是感动得想哭 另一边又自责愧疚得很 陈凡弟弟 人家钟小姐对你用情之深 真的没话说 以后你可要好好对人家 你要敢辜负人家 姐姐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确实 杨柯等人也都点头 放心吧 方姐 我明白的 陈凡重重地点头 然后有些动容的道 这次 如果不是钟晴考虑的周到 我绝对已经死了 一条命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了 救命之恩大过天 而且 这不止一条命 相当于还有两条命备用了 还有最为难得的 是钟晴对自己的这份深情 陈凡感觉 就算是自己 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送给他 都不为过 听了这 天药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杨柯道 陈老弟 钟小姐是你女朋友 你们之间客气什么 当然了 你如果想讨女朋友欢心 可以将青妖藤的种子送给他 他肯定喜欢 真的 听了这话 陈凡一下就伤心了 青妖藤是所有植物系绝心者 都梦寐以求的至宝 两者是绝对的最佳搭配 强强联合 如虎添翼 不过陈老弟 我随口一说 你还真送啊 我可事先声明 青妖藤价值连城 以后你后悔了 别怪我 杨柯连忙解释道 杨哥 听你这么一说 那我更要送了 陈凡哈哈一笑 不过语气很认真的道 真送啊 这次连郭露等人 也有些不淡定了 真送 陈凡郑重地道 你对他 也是不慌多让啊 完美的爱情 羡慕死我算了 坏了 晚饭吃撑了 咋突然这么说 现在又被硬塞一嘴狗粮 更撑了 卧槽 老靴 还得是你 这时候郭露道 其实 平心而论 最后将青妖藤的种子 交给一名植物系绝心者 是最好的选择 青妖藤在陈凡手里 最多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 但在植物系绝心者手里 可不是单纯的等于二 或者大于二 而是意味着无限可能 不过青妖藤的种子太贵重了 一般得到 都不会舍得出手 这次比较庆幸的是 陈凡的女朋友 就是一名植物系绝心者 而且能调动草木精华 可以说是能力非常强大的 植物系绝心者了 是的 吕文成等人都是赞同的点头 好的东西 只有在合适的人手中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陈凡弟弟 那你以后要有压力了 钟小姐得到青妖藤后 提升会非常夸张 会追赶上 甚至超越你 你们男人 我太了解了 都想保护自己的女人 不想被自己女人保护 那样会让你们感觉没面子 放如笑着打去的 陈凡不以为意 钟情变强 我没什么压力啊 而且那样才更有意思啊 方姐 你可能不知道 以前在三出的时候 我俩就竞争得厉害 不过我先说明 反正我在上面 她在下面的时候多 一小半的时候 是她在上面 我在下面 众人一愣 什么上面下面 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这是我不开会员 就能听的吗 纯洁的我 表示听不懂 没看出来啊 陈老弟 你竟然还是个老司机 请问 这是去幼儿园的车吗 队友们的起哄 让陈凡回过神来 她不由地 闹了个大红脸 不过还好 隐身 看不见 薛哥 吕哥 你们谁的舞者徽章 能借我用一下 一晃 这已经是出来的 第二十四天了 本来 随着时间的持续 陈凡对钟情的想念 就与日俱增 现在知道她默默地 为自己做了这么多 这种想念 更是一下爆发到了 抑制不住的程度 用我的吧 吕文成将自己的舞者徽章 递给陈凡 谢了吕哥 大楼楼顶 陈凡来到这里 嘟嘟嘟 陈凡怀着激动的心情 等着钟情接听 作为一个合格的男朋友 自然是牢记着女朋友的号码 江南五大 女生宿舍 夜已经很深了 宿舍夜谈会刚刚结束 钟情也正准备睡觉 忽然 她的舞者徽章震动起来 虽然通讯只是舞者徽章的众多功能之一 但这个功能 也要比手机强得多 舞者徽章 都是通过舞者认证绑定的 上面的信息很全面 就好比现在 钟情的舞者徽章屏幕上 就显示着 天药C级特战小队 吕文成 九迈进 请求通话 旁边还有吕文成的头像 钟情一下 从床上坐了起来 之前精英舞者大赛 结束回城的时候 她在城门口 见过吕文成 而且 舞者徽章上 也标注着 天药C级特战小队 是陈凡的队友 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不会是陈凡出什么事了吧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钟情虽然嘴上一直安慰着自己 但她拿着舞者徽章的手 却在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显示出 此刻她心里 好像并不是那么平静 喂 你好 钟情忙不迭地接通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她怕 怕听到自己最不想听到的消息 钟情 是我 陈凡 对面传来她 朝思暮想的声音 钟情本能的一正 然后撬脸上的表情 一下变得极为丰富 有错愕 委屈 惊喜 还有如释重负 下一刻 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眼眶泛红 晶莹的泪珠 啪哒啪哒 掉落下来 你这二十多天 跑哪里去了 我都担心死了 好一会儿后 钟情才控制好情绪 清脆软糯的声音中 有七分响念 两分心疼 最后一分则是忧怨 陈凡柔声笑着 不是给你发信息 让你不要担心了吗 让不担心 就不担心啊 你以为都像你 那么没良心 都这么久了 才想起来给人家打电话 钟情称怪道 听上去是埋怨 实则都是甜蜜 陈凡连忙解释起来 凶兽妖兽还在暗杀陈凡 自己的处境不太好 出于安全考虑 这次出来 舞者徽章和手机都没带 真不是没良心 听到这些 钟情忍不住笑了出来 傻瓜 谁用你解释了 对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现在在哪里呢 他问道 我在0631号标记点呢 陈凡回答道 好 就乖乖在那里等着 明天你女朋友 也就是我 去找你 钟情果断得很 要不是 现在城门已经关闭了 他甚至敢连夜动身 别呀钟情 你来0631干什么 陈凡吓了一跳 干什么 除了你 我还能干什么 钟情笑道 哈 意思是干我 钟情 我怀疑你 又在开车 而且车速太快 都超速了 陈凡故作夸张道 去你的 钟情笑得花枝乱颤 说真的哈 别来 乖 0631对你来说 还是太危险了 在基地市 等着就好了 我也快回去了 就这几天 陈凡温柔地道 可我想你 我也想你啊 那你具体 还有几天回来 再有四天 就是我的生日 这是我们在一起后 我的第一个生日 我想和你一起过 钟情真情流露 四天后 你生日 陈凡亚然 没问题 保证在这之前赶回去 女朋友的生日 我可不能错过 而且得准备一份 贵重的礼物 好好表现表现 这一句话 直接让钟情 像是吃了蜜一样甜 不过他连道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而且我也不缺什么 只要那天你能赶回来 我就很开心了 千万别破费买什么东西 不然我就生气了 哪有女人不喜欢礼物的 不过钟情善解人意 知道体贴人 怕男朋友破费 那可不行 你都送我那么贵重的礼物了 我一定 也得准备一份像样的 陈凡笑道 什么啊 我什么时候 送你贵重礼物了 钟情心虚地道 现在 他还抱着一丝侥幸 不能是替身傀儡 被陈凡发现了吧 还给我装傻是不是 替身傀儡 你瞒得我好辛苦 呀 陈凡 你都知道了 你听我解释 钟情顿时有些紧张 再怎么说 自己都是骗了陈凡 他不会因为这生气吧 而且同桌几年 他还不了解她 自尊心极强 要面子得很 傻丫头 解释什么呀 你一番苦心 我怎么舍得怪你 而且非但不能怪你 还得谢谢你 陈凡道 谢我 钟情拍着胸脯 松了一口气 谢我就不用了 你听话 好好带着就行了 不是 我不是单纯地谢你送我替身傀儡 还有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陈凡郑重地道 啊 钟情的心意下提到了嗓子眼 触发替身傀儡的保护机制了 陈凡 你现在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我想办法连夜出去找你 我能控制草木精气 可以给你疗伤 陈凡心头一暖 傻丫头 你听我这像是有事的样子吗 我很好 你不用担心 不过真是多亏了你 送我的替身傀儡 不然我们真得下辈子再见了 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你的替身傀儡 能保三次 你最近几天多注意安全 等你回来 我再送你一个金傀儡 听到陈凡 触发了替身傀儡的保护机制 钟情心疼得很 当然 他心疼的不是替身傀儡 不用 我不可能老是遭遇生死危机 还有两次 够用了 再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你好好在基地市待着 知道了 钟情有些不舍地挂断了电话 这边刚挂断电话 他又立马给哥哥中伯打过去 哥 我要金傀儡 先拿五个 陈凡的替身傀儡 还剩两次 钟情怎么能放心 而且一想到男朋友差点允命 他就心疼地直掉泪 以至于和钟伯通话的时候 都隐隐带着哭腔 怎么了妹妹 别哭别哭 五个金傀儡是吧 没问题 哥马上就让人给你送过去 某宠妹狂魔如是说 一夜很快过去 次日 清晨 陈凡早早地起来 队长 我今天可能会回来得很晚 你们不用等我 陈凡招呼了声 好 你自己小心一点 郭璐嘱咐道 嗯 陈凡出了大楼 然后就开始奔略 寻找要猎杀的目标 现在他气血是421.33万 450万 每天提升的气血 在15万到20万之间 和之前推算的差不多 突破到九迈境 大概需要两天 钟情的生日 这个肯定是不会耽误 不过陈凡想的是 尽可能地努力 能早回去一天 就早回去一天 陈凡在荒废的城池内奔驰了好一阵子 只见到几只灵星的妖兽 凶兽妖兽很明显 比昨天少了很多 他经常追赶着500多万的凶兽妖兽 在附近几个城池来回跑 倒也见怪不怪了 这种情况 很明显是凶兽妖兽又迁徙了 陈凡也很快出了0631 沿途他一边杀 一边追赶兽群 钉 斩杀九级妖兽 钉 斩杀八级妖兽 钉 斩杀八级妖兽 钉 斩杀九级妖兽 系统提示声不断响起 太阳也从东方天际慢慢升起 然后不知不觉间 升到了正当头 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陈凡从0631 一路追杀到了0612 0612号标记点啊 陈凡对这里太熟悉了 之前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 陈凡可是在这里生活过20多天 第一次踏上这座城池的时候 他还是六星舞者 现在过了还不到两个月 他已经再冲刺久迈进了 提升之快 令人咋舌 时间在持续 陈凡在疯狂厮杀 不知不觉间 夕阳西下 渐渐的夜幕开始笼罩大地 陈凡丝毫没有要停止的 一直杀 杀杀杀 他的气血也在不断攀升 第二天 清晨 0631号标记点 一座大楼内 天药C级特战小队 在收拾行装 昨晚陈凡弟弟 是没回来吗 应该是没回来 陈老弟真是太拼了 可能是青腰藤那次 差点允命 刺激到他了 嘿 老薛 你个大老粗懂什么 最近两天 陈老弟一直念叨着 突破到九脉镜就回去 说不定人家是想女朋友了呢 杨柯怪笑着道 笑得很不纯洁 方如脆了一口 就你知道的多 紧接着大楼内 传出一阵哄笑声 陈凡抬头看着 东方缓缓升起的娇阳 从昨天到现在 他已经厮杀了一天一夜 不过 这对陈凡来说 并不算什么 当初也是在0612 精英舞者大赛的后期 全城的凶兽 邀兽为杀他的时候 他创下的记录 远不止于此 看向面板 静剑 九脉镜 气血 450.6万 1000万 终于突破到了九脉镜 而从九脉镜 到聚灵镜 中间隔着一条红沟 从面板上需要的气血 就能看得出来 直接比九脉镜的气血 翻了一倍还不止 其实 气血和凝脉 都是基础 提升气血 是为了凝聚灵脉 而凝聚灵脉 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聚灵 聚灵镜 是舞者之路上 一个全新的层次 也是一个全新的高度 陈凡突破到九脉镜后 就从0612回到了0631号标记点 按照他的计划 接下来 他要返回江南基地市了 在回去之前 要和队友们说一下 不过 等陈凡来到那栋大楼的时候 队长和队友们都已经外出了 陈凡就从地上捡起一块红砖 在墙上留下一行字 告知队友们 自己回城了 做完这些 陈凡归心四剑 直接朝着江南基地市的方向 奔略而去 0631距离江南基地市 还是挺远的 不过陈凡的速度惊人 全力赶路的话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赶回去 一路风驰电撤 他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废弃城池 现在也刚好是舞者出城 猎杀凶兽妖兽的时间 一路上 陈凡见到了不少舞者 都是气血镜和宁脉镜 在气血镜和宁脉镜 除了陈凡 舞者的气血提升 都是靠资源堆起来的 而资源 就需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 只要不是家里有矿 舞者都得出城 猎杀凶兽妖兽 赚钱购买修炼资源 嗯 正急速赶路的陈凡 忽然停了下来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虽然不知道名字 但却记忆深刻 就是在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 被兽群追杀 结果竟然祸水东营 想拿自己做挡箭牌的 那个九星舞者 这笔账陈凡 可是一直记着呢 算算时间 精英舞者大赛结束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当时的参赛者 大都休息得差不多了 也都开始出城了 真是冤家路窄 既然遇上了 那就有仇报仇 有冤报怨吧 陈凡毫不手软 直接一刀劈杀过去 哄 单纯的刀劲 就一下将其劈杀成血物 余威在地上 还带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果断 干脆 叮 斩杀九星舞者曹鹏飞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曹鹏飞肯定是有些猛逼的 他正在赶路 好端端的人没了 尼玛 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杀掉曹鹏飞 陈凡很平静 他杀的凶兽妖兽太多了 以至于现在斩杀一个九星舞者 感觉和斩杀一头九级凶兽 没啥区别 陈凡继续赶路 自始至终 他都没有现身 也没心情欣赏曹鹏飞看到自己时的惊恐绝望 或者再口嗨几句 当初你在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害我 可曾想过现在 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 下辈子投胎做人 眼睛就放亮点巴拉巴拉 陈凡才不屑于那样做呢 那样感觉好中二 还有点脑残 一般只有小说里才那样写呢 他陈凡的人生可不是小说 也没那么狗血 半个小时后 一座城池出现在陈凡的视野尽头 远远看去 犹如一头巨兽匍匐在地上 磅礴巍威鹅 灰红大气 那就是江南基地市了 现在已经遥遥在望 陈凡眸子里也是难言几分喜意 之前 他还不是舞者的时候 连出城的资格都没有 一直生活在基地市内 也没什么感觉 甚至更像往野外 现在他成了舞者 经常在外厮杀 很多时候一待就是很长时间 现在他对基地市 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基地市 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更是在外舞者的避风港湾 心中永远的归宿 城门口进出 都是要刷舞者徽章的 陈凡根本没待 当时他出城的时候 也是引身出的城 现在也只能引着身进城了 走进城内 大街上繁华喧嚣的声音 顿时扑面而来 让他不免有种 恍如隔世的感觉 在路边的一个角落 陈凡撤掉了隐身术 现在回到了基地市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自己了 走在大街上 感受着人间烟火气 这些天在野外 一直紧绷的心弦 都变得舒缓松弛下来 不过陈凡在街上走着 却是尹德路人纷纷侧目 而且 一个个 还都像是见了鬼一样 卧槽 我是不是眼花了 同问 你也看到陈凡了 你们都看到了 我的天 陈凡还活着 你妈 之前是谁说 陈凡已经GG了 人家只是失踪了 不是死了 陈凡一失踪就是二十多天 你们说他现在是什么境界 大家还记得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吗 也是二十多天 陈凡开始的时候 是六星舞者 到结束的时候 已经是一脉镜的强者了 宁脉镜突破一个境界 需要五十万气血 比气血镜难度要大得多 我猜是二脉镜 二十多天从一脉镜突破到二脉镜 对绝大多数舞者而言 速度算是很快了 但他可是陈凡啊 我猜三脉镜 嗯 三脉镜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也顶一手三脉镜 小了 格局小了兄弟们 其实陈凡现在是五脉镜了 当然 我这可不是胡周周 是有依据的 之前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 陈凡从六星舞者到一脉镜 一共提升了四个境界 这次天数也差不多 直接加四就完事了 卧槽 人中鬼才 这依据 我竟然无言以对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 你错了 陈凡根本不是五脉镜 而是九脉镜 我也不是随便乱说的 也是有依据的 依据就是 我刚刚抓究 抓的就是九脉镜 卧槽 古人成不起我 有卧龙的地方 必有凤楚出没 哈哈 这时候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谁 许文 哈哈 之前一段时间 这家伙在网上蹦跆的厉害 又拿陈凡说事 结果被中家大小姐给收拾了 他之前不是扬言要陈凡活过来 好虐人家吗 现在陈凡还真活过来了 就问他还虐吗 虐个毛 咱就说 打不过会被陈凡虐 打得过 伤了陈凡 会被钟情虐 好惨的一个人 你说许文也真是的 闲着没事 招惹这两口子干什么呀 大家七嘴八舌地谈笑着 与此同时 陈凡归来的消息 也像是长了翅膀一样 快速地从这里传播了出去 某爷们群 号外号外 陈凡还活着 真的假的 空口无凭 就是 没图你说个吉儿 谁说我没图了 陈凡逛街 JPG 照片上还映着时间 就是刚刚 这图片一出 群里顿时炸了 卧槽 卧槽卧槽卧槽 喜大普奔 爷亲回 之前是哪个沙雕瞎船的 我还给陈凡上了几株箱 现在看 尼玛 上早了 江南五大 草场上 钟晴正坐在草地上 他穿着宽松的练功服 盘膝坐着 双目紧闭 气息悠长 一呼一息之间 很有韵律 绿油油的小草 都在跟随着他的节奏 欢快地摇摆着 周遭天地的草木精气 像是受到了召唤 海纳百川般 朝他汇聚过来 晴晴 晴晴 这时候闺蜜 朵朵激动地跑过来 怎么了 朵朵 钟晴睁开了眼睛 笑着问道 陈 陈凡 他回来了 朵朵上 气不接下气的道 真的假的 钟晴一下惊喜起来 我还能骗你 你看 网上有好多刚发的照片 朵朵拿出手机 给钟晴看 钟晴一看 激动地直接尖叫起来 是陈凡 他真的回来了 我去找他 哎 晴晴 别急 朵朵连忙拉住钟晴 你先看看自己 就这么去啊 他一个劲得直摇头 恋爱中的女人 果然是没脑子的 不过 有点羡慕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 我要回去化个妆 然后换身好看的衣服 钟晴一拍小脑袋 一个宽敞的房间里 许文正在大块躲影着 房间里挂着一个电视 上面播放着一些新闻 不过许文根本没工夫看 他只顾着埋头干饭 自从加入追风一级特战小队后 他的待遇就明显提升了不少 之前都是吃凶兽肉 加上一些气血散之类的资源 现在吃的都是高级妖兽肉 偶尔还有一些天才地宝 正是有这样的资源支撑 他的气血才能突飞猛进 短短时间内就突破到了一脉进 当然 许文的野心可不止一脉进 他现在这么努力的干饭 就是准备冲击二脉进 这时候 电视上插播了一条新闻 新晋精英舞者大赛冠军陈凡 在失踪24天后 再度现身 此事引发关注 尤其对于陈凡的境界 引发热议 现在公认的 比较合理的推断是 陈凡三脉进 正在大块躲影的许文 动作不由的一将 陈凡 还活着 他顿时感觉 嘴里的肉不香了 可恶 真是可恶 他怎么不去死 三脉进 我还在冲击二脉进 他都三脉进吗 我不服 许文暴躁地垂着桌子 怎么了温哥 桌子下 马尾笑花忽然探出脑袋来 他下意识地擦了擦嘴角 不知道偷撤什么好东西 万圣格的仓库 刘志安 韩康 和王真三人 正在值班 自从刘志安率先突破到五者后 在接下来的这些天里 借助陈凡之前给他们留下的凶兽肉 韩康和王真也率先突破两百气血大关 成为了五者 现在他们在仓库 身份已经不是之前的理货员了 而是上调到了安保巡逻队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仓库内外转转 不仅工作更轻松了 而且 待遇也更高了 现在他们每个月的薪资是两万 还有其他各种待遇 这对曾经在人才市场讨饭吃的三人来说 简直都不敢想 有朝一日 他们会过上这样的生活 不过 就算过上了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生活 刘志安三人 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多天 但一想到陈凡 他们依旧难掩悲伤 他们能有现在的生活 全靠陈凡的帮助 一直给他们送凶兽肉 从二级凶兽 三级到五级 然后七级八级九级 如果不是陈凡 哪有他们现在 然而 现在他们成武者了 生活也好了 陈凡却分享不到这份喜悦了 已经二十四天了 生还的几率已经很渺茫了 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这些天 刘志安三人醉酒后 不止一次的痛哭 他们忽然好怀念从前 那个时候 他们带着陈凡 在人才市场上谋生活 虽然穷点 累点 但人都在啊 现在呢 成武者了 生活也好了 陈凡却人没了 老天啊 能换吗 拿走吧 都拿走吧 换陈凡回来 这时候 仓库的主管孙海杰 匆匆忙忙地走过来 他激动地道 老刘 老韩 老王 好事 大好事 怎么了 主管 刘志安随口问了句 韩康和王真 也没怎么伤心 现在什么好事 也很难抚平 他们心中的伤痛 陈凡 是陈凡回来了 什么 三人几乎一口同声 你们看 孙海杰拿出手机 上面正是 关于陈凡归来的新闻报道 刘志安 韩康 王真在短暂的愣神后 差点喜极而起 小凡还活着 太好了 太好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谢谢老天爷 谢谢老天爷 世纪小区路对面的饭馆里 山羊湖男子 也看到了同样的新闻报道 他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终于出现了 我早就馋了 他起身 静止走出了餐馆 江南基地是 临时安置点 武基辛正在服案工作 他是距离七层进 少校军衔 统筹负责这所临时安置点的 日常事务报告 静 一名身躯挺拔的士兵 推开门走了进来 报告首长 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陈凡少尉回来了 士兵声音洪亮 什么 武基辛一下劲地站起来 他还活着 是的 好好好 快联系他 已经联系过了 不过他的手机和舞者徽章 还都是关机状态 那你就去跑一趟 是 这时候 陈凡刚刚来到舞者大厦 他先去储物柜 将自己之前存放的东西取了出来 主要是舞者徽章和手机 将两个都开机 好家伙 两个设备顿时叮叮咚咚响得不停 陈凡翻看了下 魏接电话最多 有刘叔 韩叔 王叔他们的 也有天药队友的 还有钟情的 另外 也有很多杜长泽的未接来电 再剩下的 就是一些没有备注的电话了 陈凡也不知道是谁 舞者徽章上的 都是自动备注的 竟然还有军方的电话 除了这些 短信也有一些 比如 杜老板结算了上次的货款 提示到账 至于聊天软件上的消息 更是密密麻麻 几乎所有群都显示 久久加处理这些 可够我忙一阵子的了 先给钟情打个电话吧 陈凡笑着摇头 嘟嘟嘟 电话拨通过去 很快就被接听了 喂 陈凡 你回来了 电话里传来 钟情无比欣喜的声音 陈凡笑着道 是的 回来了 先给你打个电话 晚点再去找你 事情有点多 嗯 好 你先忙你的 钟情也娇笑着 这时候 电话里隐约 还能听到朵朵的声音 他在惊呼 我的天 琴琴 你今天见陈凡穿这个吗 你 你这是要突破自我呀 闺蜜这么多年 我见都没见过 我不管 便宜陈凡之前 得先让我摸摸 呀 闺蜜朵朵应该是上手了 钟情发出交呼声 然后电话 就匆忙挂断了 陈凡摸了摸鼻尖 他很好奇 钟情到底穿了什么 让朵朵那么惊讶 都忍不住上手了 喂喂喂 那可是我女朋友啊 放开她 冲我来 啊不对 让我来 接下来 陈凡又给刘叔他们打过去电话 他们三个在上班 都在一块呢 在接到陈凡电话的时候 他们别提多高兴了 一个个都激动得很 通过聊天 陈凡得知 三位叔现在都已经成了舞者 陈凡很是惊喜 小凡 我们能成为舞者 全都是沾了你的光 晚上下班后 刘继菜馆 咱们不见不散 行 陈凡爽快地答应下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刘志安他们都笑着 刘叔他们都成了舞者 真好 挂断电话后 陈凡还是忍不住地感叹了一句 想当初 他们在人才市场谋生活 多苦啊 现在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杜长泽现在已经确定是觉醒了 他把自己的情况 上报给了江南五大 觉醒者的能力千奇百怪 能窥探未来的当属罕见 对此 江南五大高度重视 给予了杜长泽最好的资源 同时也已经将消息 承送给了军方 不过暂时还没得到回复 完全觉醒之后的杜长泽 也不再像之前那么试睡了 睡眠大概恢复到了 和之前差不多的水平 不过睡着之后 基本上都会做梦 各种各样的梦 和之前一样 醒来之后 绝大多数都是模糊的 偶尔有一两个清晰的 很真实 那就是窥探到的 未来一角 每次都让杜长泽 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不过有一点 窥探的未来 是完全随机的 这个连杜长泽 也掌控不了 他有时候 看到自己未来的某一天 自己在练手艺 好尴尬啊 还见到过阿三在家上厕所 这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是用力过猛 抠烂了厕纸吗 当然也不是都没用 最近这两天 杜长泽在梦里 又看到了陈凡 那时候 陈凡已经回来了 和之前看不到陈凡的面容 只能凭意识认定 那是他不同 这次杜长泽 真切地看到了陈凡的样子 正常来说 在城内很安全了 但对陈凡来说 并不是这样 他又一次遇到了危险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陈凡好好地走在路上 突然 旁边一个身穿宽松练功服 留着山羊湖的中年男人 就冲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那嘴巴 真是大的夸张 里面都是长长的历齿 就像是深海巨兽一样 快 这一切发生得实在太快了 眼看陈凡就要被一口吞下去 那画面 杜长泽身临其境 他直接被吓醒了 现在想起那噩梦 杜长泽还忍不住心有余悸 单从感觉上来说 那山羊湖男子超级强 比之前凡哥在野外遭遇的青腰藤还要强 之前青腰藤那次 凡哥是在野外 我联系不上他 这次梦里看到的 凡哥是在城内 应该能联系得上 最近 我就多关注凡哥的消息 只要他回来 我就第一时间联系他 这次非同小可 比青腰藤那次还凶险 我一定要及时通知到凡哥 杜长泽心里想着 就在这时 嘟嘟嘟 他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 是来电话了 一看 是凡哥 杜长泽顿时喜出望外 连忙接通 唯 凡哥 长泽 陈凡也笑着招呼道 凡哥 你是回来了吗 对 刚回来 之前去了野外 通讯设备都没带 现在才拿到手机 我看到有你的很多 未接来电 真是不好意思了 现在才给你回 陈凡歉意地道 没事凡哥 上次一下 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还是你在野外 遭遇青腰藤那次 我看到你有危险了 就赶紧通知你 不过怎么也联系不上你 可把我急坏了 就在前两天 我看到了青腰藤 被斩杀的新闻 不用说 在和青腰藤的那次交锋中 肯定是凡哥你赢了 我的凡哥啊 你是真的强 那可是青腰藤啊 杜长泽惊叹得到 陈凡一愣 长泽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一番话 可把陈凡惊得够强 他斩杀青腰藤的事 只有自己和天药的队友们知道 连钟情现在都还不知道呢 杜长泽黑黑一笑 凡哥 我觉醒了 觉醒的天赋是做梦 确切来说 就是在梦里 能随机窥探到未来的一角 窥探未来 陈凡忍不住惊呼起来 虽然觉醒者的天赋各种各样 但像杜长泽这样能窥探未来的 还是相当罕见的 是的凡哥 不过都是随机的 而且画面很短暂 青腰藤那次 我看到你在废弃的城池内穿梭 忽然脚下的藤蔓 急速缠住了你的双腿 然后又是一根藤蔓 急速朝你的头部攻杀过来 速度超级快 然后就没了 当时真是太凶险了 我都怕你过不了那一劫 所以就想尽办法联系你 想提醒你一下 杜长泽说道 陈凡心头更是惊了几分 藤蔓绑腿 另外一条攻杀 竟然丝毫不差 这窥探未来的能力 真是牛啊 长泽 你有心了 谢谢你 另外也要恭喜你 觉醒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天赋 以后绝对会有个好的前程 陈凡真诚道 凡哥 咱俩之间还用得着客气 再说了 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杜长泽一副不高兴的口吻 哈哈 好 是我错了 杜长泽这才笑了 顿了顿 他似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凡哥 你现在在城内 也千万别掉以轻信 我这两天梦里又看到你了 就是在城内 你又遇到危险了 而且 这次比青腰藤内侧还凶险 杜长泽语气正中了几分 哦 陈凡心弦一紧 刚才杜长泽说的青腰藤内侧 丝毫不差 对他的能力 陈凡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现在杜长泽说 他在城内遭遇了危险 而且比青腰藤内侧还要凶险 他当然不淡定了 这换谁也淡定不了啊 长泽 你快说说 陈凡连忙道 好的 凡哥 凶手是一个留着山羊湖的中年男人 攻击你的那天 他穿的是宽松的练功服 你可以多留意一下 另外 他应该不是人 我看到他攻击你的时候 嘴巴张得超级大 像是深渊巨兽一样 眼看就要把你吞掉了 可惜画面很短暂 我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总之 你最近一定要多小心一下这个人 杜长泽叮嘱道 留着山羊湖的中年男人 穿着宽松练功服 好的长泽 知道他的这些特征足够了 等我过了这一节 我必须在新潮请你一顿 到时候也叫上钟情 我们两个请你 陈凡正重道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及时 太关键了 哈哈 凡哥 我可不会跟你客气 那我就等着了 不过 我能不能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说 既然钟情也去 能不能把朵朵也叫上 说到这里 尤其提到朵朵的时候 杜长泽忽然变得扭捏起来 陈凡 行 没问题 不过 长泽 我好像 发现了什么秘密 陈凡业余地笑着 一听这 杜长泽立马心虚地跳了起来 凡哥 我没喜欢朵朵 也没暗恋他三年 手里也没有写了 但不敢送出去的几十封情书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陈凡 好家伙 这就是心虚道语无人次吗 行啊 长泽 挺浪啊 啊不对 挺浪嘛 喂 喂喂 凡哥听不到吗 可能信号不太好 喂喂 嘟嘟 电话挂断了 陈凡笑着摇了摇头 长泽这家伙 隐藏得挺深啊 在三出的时候 他一点也没发现 有什么端倪 可能是自己只顾着修炼 和钟情竞争了吧 不过 暂时他得收起八卦的心思了 接下来 可是还有一场 劫难在等着他 身穿宽松练功服 留着山羊湖的男子 长泽说 比青腰疼那次还要凶险 要怎么办呢 比上次还凶险 陈凡思索着 上次遇到的是青腰疼 九级妖兽层次的生命 号称同级无敌 就连聚灵一层镜的强者 都奈何不了他 那这次更凶险 不得至少腰降级 他本能的心头一跳 陈凡感觉都有些不可思议 精英舞者大赛结束的时候 他是一脉镜 这才过了一个月 就算是网络上 对他实力的猜测 一致比较认可的 也就三脉镜 暗杀一个三脉镜 直接动用 比肩聚灵镜的腰架 闹呢 至于吗 这让陈凡忽然想到了 更早的时候 那时候 他刚认证舞者不久 正常来说 刚认证不久 肯定就是个武器 还没练成的一心舞者 结果他遭到了 二级妖兽 力尺虎猫的细杀 天哪 操控这一切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么稳健的吗 陈凡感觉有些头大 之前他还很坚信 只要提升得够快 暗杀就永远慢自己一步 这话是没什么毛病 可这个足够快 有点超乎想象 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老六 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现在能大概率推断出 山羊湖男子是妖将 能命令妖将的 那操控这一切的幕后存在 至少也得是妖王 妖王啊 M 比肩人类林海静的超级存在 最重要的是 还这么稳健 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陈凡长叹了一口气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他将这些思绪抛出脑外 妖王的事以后再说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妖将的问题 怎么办呢 陈凡最先想到的 就是天药的队友 不过也很快就否决了 天药虽然实力不俗 但队员也只是久迈进 对付不了妖将 哪怕是一级妖将 估计也很悬 可能还会出现重大伤亡 好一会儿 陈凡思来想去 现在他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他隐身后 去袭杀对方 能成最好 如果不成的话 接下来在城内的这些天 就苟在武者大厦 武者大厦内 是绝对安全的 这里有下国的超级强者坐镇 别说是妖将 就算是妖王 也不敢在这里撒野 他在武者大厦狗上几天 等陪女朋友 钟情过完生日 立马引申外出 继续厮杀 提升实力 等实力足够了 再回来解决问题 至于另外一个 就是上报给军方 寻求帮助 两个选择 都能解决这次危机 不过 如果能二选一的话 陈凡更倾向于第一个 暗杀无休无止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军方能帮自己一时 帮不了一事 更多的时候 还得靠自己 能自己解决 就自己解决 至于去安置点躲起来 这个陈凡考虑都不考虑 那就是坐以待毙 他更希望 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陈凡将手机和武者徽章收了起来 然后关上了橱柜 接下来 他朝电梯走过去 先去七十七层开的房间 安顿下来再说 此时的一楼大厅 人来人往 很是喧嚣繁忙 因为杜长泽特意提醒过 所以 陈凡行走的时候 目光都下意识地扫过一个个面孔 当然 他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只是下意识地行为而已 正走着 陈凡忽然一正 宽松练功服 留着山羊湖的男子 这要求 他竟然真看到一个 一楼大厅 设着很多公武者休息的长凳 此时一个身穿宽松练功服 留着山羊湖的男子 正在长凳上看手机 陈凡也没表现得太过突兀 目光就像是不经意间地扫过 然后就看向了其他地方 在舞者大厦内 穿着练功服的并不在手术 不过 那搓山羊湖 就有点标新立异了 陈凡认为 至少有七八成的 可能是他 当然 为了保险起见 他决定再验证一下 一楼大厅很大 陈凡朝电梯走过去的时候 刚好路过一个卫生间 他转身走进了卫生间 在推门进去的刹那 直接隐身 然后悄无声息地又走了出来 他朝山羊湖男子看过去 果然 此时山羊湖男子 没在看手机了 而是一直盯着厕所的方向 像是生怕错过什么人一样 错不了 就是他了 陈凡眸子冷冽起来 九级战刀 直接出现在手中 他一步一步 朝山羊湖男子逼近过去 得亏陈凡是隐身 不然被瞧见 一定会有人惊呼 陈凡疯了 舞者大厦是禁止私自动武的 有恩怨的话 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去决斗厅 如果胆敢随意动手的话 那就是挑战舞者大厦的权威 至于后果 啊 不知道 是真不知道 因为从舞者大厦建成衣室 还没有这个先例 从来没谁敢触犯过 陈凡要在一楼大厅里动手 不得不说 这举动确实挺疯狂的 但陈凡不是冲动 也没疯 恰恰相反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甚至 陈凡还感觉 没有比舞者大厦 更适合动手的地方了 想想看 山羊湖男子是妖匠啊 在这里 就问他敢显出本体吗 他敢动用妖匠的手段吗 很明显 不敢 这里可是舞者大厦 有人类的超级强者 还有不知道多少强者 别说显出本体 或者动用妖匠的手段了 哪怕他露出一丁点破绽 可能都得瞬间死上成百上千次 至于私自动武 触犯舞者大厦的法规 陈凡表示 我隐身 我怕什么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你说个吉儿 就一句话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陈凡在距离山羊湖男子三米左右的时候停了下来 没有丝毫犹豫 闪电般斩出一刀 刀镜加持天地之力 顺息而至 出手就是最强一击 快 实在太快了 时间必须放慢上百倍 才能看得清 山羊湖男子本来还正看向卫生间的方向 就在那零点0001秒的间隙 他忽然头皮发麻 眼皮狂跳 心慌得厉害 灵绝预警 这是灵绝预警 山羊湖男子惊骇欲绝 他太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了 之前好多次生死危机的时候 都如现在这般 也正是靠着灵绝预警 他才一次次的死里逃生 不过他有些想不明白 这可是武者大厦呀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这里动武 难道是自己露出破绽了 山羊湖男子想了想 也没有啊 自己在江南基地市都潜伏了十多年了 还从来没犯过错误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那一刀落下的十万分之一个刹那 山羊湖男子靠着灵绝预警 以及妖匠的超强反应能力 显之又显得像一边偏了一下头 无比锋利的气息贴着他的耳朵划过 最后落在了肩膀上 整个肩膀连同手臂被齐齐斩断 顿时血流如注 山羊湖男子毛骨悚然 刚刚那一刹实在太险了 如果他再漫上0.0001秒 被劈开的可能就是脑袋了 现在这样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山羊湖男子顾不得被斩落的手臂 几乎没有丝毫的停顿 一手捂着伤口 一边快速地朝武者大厦外奔略 如果是暴露了 不逃干什么 留下来等死啊 当然 也有可能是单纯的有人在针对自己 又或者有人在武者大厦作乱 自己倒霉 凑巧赶上了 但他不敢赌啊 万一 万一是暴露了呢 另外 从刚才那一击上来看 出手的那人 实力非常不俗 大体和他不插上下 他是一级妖将 对方应该是距离一层近的存在 嗯 错不了 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山羊湖男子肯定是不惧的 可在武者大厦 他的局限性实在太大了 不能显露本体 不能动用妖将的手段 实力大大折扣 这太憋屈了 所以 无论如何 先逃出武者大厦 出城去再说 最好那偷袭 本将的无耻小人也追来 到时候 哼哼 少了一条手臂而已 本将就算 只剩下 123456 15 16 17 就算只剩下17条 照样灭你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从陈凡发动攻击 到山羊湖男子 奔略出武者大厦 都只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 大厅里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只在很小的范围 引起了骚乱 然后消息才 慢慢传播开来 怎么了怎么了 同问 刚才好像有人 在大厅里动手了 卧槽 真的假的 谁这么大的胆子 是真的 凶手是谁不清楚 我倒是看到有人 刚刚捂着伤口 朝外跑了 为什么往外跑 这时候待在舞者大厦 不应该更安全一些吗 还有疗伤救治什么的 也都是在舞者大厦 咦 对啊 出了舞者大厦 就是熙熙攘攘的街道 街道上的人 比舞者大厦一楼大厅的还多 山羊湖男子 在人群中快速地奔略 同时高度戒备着 三分钟 虽然舞者大厦距离城门 是有很长的一段路程 但他是一级妖将 在全力奔驰的情况下 只需要三分钟 就能出城 只要出了城 他就百无禁忌了 他在奔跑的同时 还用余光往后看了看 好像后面没人追来 这让他稍稍松口气的同时 又不免有些可惜 他还想抱 臭呦 卧槽 那一瞬间 他眼皮狂跳 头皮发麻 遍体声寒 灵觉预警 又是灵觉预警 还好他本来就在高度戒备 就在极为短暂的刹那 他双手抬起 手里是有黑的双锤 显之又显得 用双锤隔挡了一下 哄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突然乍响在繁华的街道上 山羊湖男子 一下如炮弹般倒飞出去 体内气血翻涌 一下忍不住 咳出大口鲜血来 卧槽 什么情况 打起来了 只看到有人受伤 没看到谁动手啊 快闪开 别崩身上血了 就是就是 现场引起不小的骚乱 山羊湖男子顾不得伤势 从地上爬起来 就继续朝城外奔略 而且 这次他学聪明了 哪里人多 就往哪里窜 不过 又有谁是傻子呢 他窜到哪里 那里的人群顿时轰的一下就散开了 甚至 他还没冲到前面的人群里 人群就提前闪开了 街道很繁华 人也不少 但山羊湖男子周围 一直都像真空地带 山羊湖男子 都快哭了 你们人类都这么没有正义感吗 救命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呢 拔刀相助呢 人呢 人在拍照 说起来这个 真不是大家冷漠 刚刚街上引起骚乱的时候 还真有不少人路见不平 一声吼了 不过 感受到那一击的威力 好强 对不起 刚才是我说话太大声了 被轰飞出去的 都是距离一层镜的强者啊 再看看自己这群热心人士 三星舞者 六星舞者 二迈镜 一星舞者 九星舞者 四迈镜 最高连个九迈镜都没有 还是安心地 做个吃瓜群众吧 哄 又是一击 山羊湖男子 再次被先飞出去 他在地上一个翻滚 顺势起来 停也不停 继续朝城门的方向赶去 陈凡就紧跟着他 一击击一击地劈杀过去 通过刚才的交锋 他已经摸清了 山羊湖男子的实力 就是一击妖将 甚至这时候在城内 他不敢显露本体 实力还折扣了一些 不过山羊湖男子的警觉极强 不然在舞者大厦的时候 他就已经死了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持续 山羊湖男子 在前面急速奔略 陈凡就跟着疯狂轰杀 山羊湖男子身上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伤口 皮开肉绽 触目惊心 现在 他的宽松练功跑 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 浑身血迹 蓬头垢面 狼狈不堪 他现在是又气又恼 面对同级的距离一层镜 自己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该死的人类 你给老子等着 等出了城 老子要细嚼慢咽的 好好品尝你 甚至 把老子逼急了 在城内也显化本体 拼死也得吃了你 山羊湖男子 还在快速奔略 同时他也高度戒备着后面 小心偷袭 果然 灵爵再次预警 山羊湖男子 反应超级快 直接朝着后方 抬起双锤格挡 这一系列的反应 近乎本能 一气呵成 快 实在太快了 不过 在举锤向后格挡 完成了一刹那 山羊湖男子 脸色忽然巨变 本来他完成格挡 没了性命之忧 灵爵预警就会消失的 但现在 灵爵预警非但没消失 反而更加强烈了 坏了 0.00001的秒的间隙 他只来得及 生出这么一个念头 下一刻 一道无比伶俐的刀劲 加持着尾暗磅礴的力量 从他前方顺息而至 哄 山羊湖男子 身体一僵 双目一下瞪得滚圆 一道血痕从他额头 蔓延到鼻梁 然后嘴巴 生机在快速地流逝 山羊湖男子 毛子里 透着浓浓的不可思议 以及对现实的无法接受 自己可是妖匠啊 就这么死了 还有 尼玛 不是一直都从后面 袭杀过来的吗 自己一直在全速奔略 他什么时候 跑到自己前面去了 大意了 自己大意了 在灵绝预警后 就本能地向后格挡 但当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晚了 真是个老六 山羊湖男子 感觉好憋屈 他甚至连显出 本体的机会都没有 更甚至 连死在谁手里 都不知道 他艰难地扭了下头 似是想寻找 不过这一扭头 头掉了 然后 哐当 身体也失去了力量的支撑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钉 斩杀一级妖将 吞天式地杀虫 气血加一千 果然是妖将 陈凡 按道一声 同时他第一时间 将山羊湖男子的尸体 收入空间戒指中 然后速度全开 极快地就离开了这里 陈凡一直在计算着时间 从他在舞者大厦动手 到现在斩杀山羊湖男子 然后撤离 整个过程看似漫长 实则只过了56秒 各方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一些热心群众 在打报警电话 现在电话都还没挂断呢 陈凡已经撤退出豪远 周围的人群 才像是刚睡醒一样的反应过来 刚才杀人了 是的 一个巨灵异曾经被杀了 卧槽 谁这么猛啊 这可是在基地室内啊 光天化日的就敢杀人 自始至终没看见凶手 看样子是觉醒者了 只有觉醒者才有这样的手段 多少年江南基地市 没出现过这么恶劣的事情了 事情可能比想象中的更严重 刚刚从舞者大厦传出的消息 好像在舞者大厦就动手了 一路追杀到这里 卧槽卧槽 真是不要命了 在舞者大厦也敢动手 这绝对是个大新闻啊 会不会是特战成员 在执行特殊任务 也有这个可能 总之等一手后续 陈凡没回舞者大厦 他刚在舞者大厦惹了事 虽然是隐身 但保险起见 还是先不去的好 来到一个公园 陈凡坐在一个长凳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面对妖将 回想着刚才的战斗 陈凡不得不感叹 妖将确实强 正常情况下 他正面对战 是能够越级斩杀的 如果隐身的话 差不多能越两个等级 之前陈凡七迈进的时候 能正面斩杀八级妖兽 隐身 能杀九级妖兽 刚才的战斗 陈凡是九迈进 在隐身的情况下 才堪堪压制住山羊湖这个不敢完全爆发的一级妖将 宁迈进到巨灵境 妖兽到妖将 这中间都隔着天前 跨过去就是智的飞跃 真是所言非虚 如果山羊湖男子完全爆发 他也没有太大把握对付他 最多五五开 另外 也多亏了速度够快 要说吞天式地杀虫的速度也是极快的 不过陈凡的速度更快 虽然他只是九迈进 但 如果论速度的话 陈凡在神形的加持下 他要比觉醒速度天赋的芳如都恐怖 九迈进的芳如速度比肩普通的巨灵三层进强者 陈凡则大概相当于巨灵四层 一个一级妖将的速度 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这才出气不易 打了吞天式地杀虫一个措手不及 陈凡复盘这场战斗 虽然很短暂 但还是挺凶险的 如果让山羊湖男子 也就是吞天式地杀虫出了城 或者拖的时间太长 让各方反应过来 那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了 同时这一战也让他深刻认识到了 妖兽和妖将 宁脉镜和巨灵镜的差距 好在 最后的结果不错 化解了一场危机 虽然只是短短的56秒 但事情的严重性超乎想象 在舞者大厦动手 当街杀人 消息只是经过短暂的发酵 就一下就引爆了整个江南基地市 真是个狼面 金县法外狂徒 官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知安署联合B级特战小队 正在彻查此事 卧槽 竟然出动了B级特战小队 这事都定性为B级事件了 事情比我想象的还严重啊 现在新闻上到处都是 在报道这件事的 我刚刚看过了 这次出动B级特战小队 是江河特战小队 要知道 江河B级特战小队里 其中一个觉醒者 觉醒的是 强大的时光回溯能力 时光回溯 我想起来了 木然28岁 距离一层镜 觉醒者 觉醒的能力 就是时光回溯 卧槽 楼上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不仅知道名字 竟然连年龄也有 哼哼 我才不会告诉你 木然是个超级大美女 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哦 怪不得 那看来你未来的女朋友 要立功了 哈哈 楼上的兄弟 你会说话就多说点 江南武大 现在一个个班级群里 也炸锅了 一个个叽叽喳喳 争先恐后地说着 秦秦 你说这人也太大胆了吧 朵朵也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嗯 是挺大胆的 钟晴也不胜唏嘘 然后他补充了句 还是我家陈凡乖 喂喂 秦秦 不带你这样的 随时随地赛狗粮啊 这谁受得了 朵朵抗议 另外一个教室 班级里也是喧嚣沸腾 谈论的都是在武者大厦动手 当街杀人这件事 当时不少路人都拍了视频 现在视频已经传到了网上 很多人都看了 包括杜长泽 当看到视频的时候 杜长泽心中就泛起了滔天巨浪 宽松练功夫 山羊湖男子 这要巧 我才刚给凡哥说了 凡哥这么快就动手了 可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在武者大厦动手 当街杀人 他心甘俱惨 只能说一句 凡哥牛逼 江河壁吉特战小队 和治安署已经在行动了 他们第一时间封锁了两个现场 一个是一楼大厅动手的地方 第二个 就是斩杀山羊湖男子的地方 此时 第二现场 周围挤满了人 木然 身材高挑 穿着紧身的 类似瑜伽裤的作战服 更是将他完美的曲线 给勾勒出来 木然 接下来交给你了 江河特战小队的队长 周江河道 是 队长 木然毛子很美 也很明亮 其内更透着一种绝对的自信 之前靠着时光回溯的强大能力 他已经屡见其功 显然 这次也不会例外 往前走了几步 站定 只见他轻松般的手指 掐出玄奥复杂的手绝 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快速地朝周围辐射开来 这时候的木然 缓缓闭上了眼睛 在他的脑海里 周围的一切都浮现了出来 然后他脑海里的画面 时光开始倒流 江河特战小队 和治安署 退着离场 本来消失的尸体 凭空出现 倒在地上的尸体 直立了起来 掉在地上的头颅 又回到了脖子上 一切都像是按下了 十倍后退键 一幅幅画面 在他脑海中快速闪现 回放只是用了 极为短暂的时间 回放完了之后 画面开始像正常那样播放 熙熙攘攘的街道上 山羊湖男子 一手捂着伤口 一边在快速地逃窜 他余光还不时地描向后方 一道道无比锋锐的刀芒 像是凭空出现 急速轰杀向山羊湖男子 山羊湖男子 接连几次被轰飞出去 也有时候反应不及 身上留下一道道 触目惊心的伤口 忽然 山羊湖男子 似是有所警觉 本能地向后格挡 但刀劲却是从前方破空而出 出其不意 瞬息而至 山羊湖男子 双眸一下凳的滚圆 然后伸手一出 尸体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之后就是治安署 和江河特战小队到场 拉起了警戒线 不得不说 时光回溯的能力确实强 完完全全地 回放了当时的情况 不过 这件事有那么多目击者 甚至还有 很多人拍了视频 在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如果时光回溯 只能做到这样 好像意义并不大 那么 时光回溯的能力 只是单纯地如此吗 当然不是的 木然施展的时光回溯 最恐怖的点在于 任何回放的画面场景 都将成为他个人的绝对领域 在这领域中 只要不超过 他一个大的境界 里面的一切 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这种在自己领域中的绝对感知 比精神念诗的探查 还要不讲道理 奔跑的速度 心跳 热成像 呼吸 气流 刀劲的威力 细微到山羊湖男子 遭遇危机时 手臂上的汗毛倒数 还有 哪怕是一些无形的 连精神念诗都探查不到的能量波动 在绝对感知下 都无所遁形 换句话说 只要不超过 他一个大境界 在绝对领域中 他就是无所不知的神 现场一片安静 不管是江河特战小队 还是治安署 亦或者围观人群 都在等待着 他们都认为 有时光回溯的能力 应该马上就能破案了 不过 随着时间的持续 木然秀眉 却微微皱起 又过了好一会儿 木然睁开了眼睛 他有些失落地摇了摇头 队长 没找到凶手 只知道 死者是一名距离一层镜 留着山羊湖的中年男人 凶手的手段可以说非常强 我只能通过他的攻击 大体知道他应该是距离一层镜的修为 而且是刀法领域的高手 都已经能斩出了刀镜 另外 气息锁定 心跳 呼吸 走动的气流 人体的热量等等 我都是过了 根本找不出一点痕迹 听了这话 周江河有些惊讶 木然的能力 他是非常清楚的 基本上没失手过 今天既然找不出凶手的任何痕迹 会不会是对方压制了境界 其实已经高出了 你一个大境界 超出了你的感知极限 周江河推测道 木然想了想到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是距离一层镜 要超出我的感知 对方的境界 就必须在凌海一层镜之上 凶手是有可能故意压制实力 误导我们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这凶手的心思就太缜密了 还有着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这时候 一名江河特战队的队员道 如果超出了木然的感知极限 那至少是在凌海一层镜之上 一个凌海镜的大佬 想要杀一个距离一层镜的人 手段多的是 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吗 对啊 完全没必要 他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虽然是杀了距离一层 但在武者大厦动手 当街杀人 这代价太大了 如果被抓住 他基本上也就完了 嗯 一条凌海镜的命 换一条距离一层镜的命 这买卖不划算 其他队员也纷纷开口 会不会是隔空杀人 周江河又道 一些觉醒者的天赋 是能够隔空杀人的 木然摇了摇头 就算隔空杀人 这中间也是有能量波动的 顺着能量波动 我就能找到他的人 但是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刀镜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 完全没有一点头绪 他挫败地道 周江河深吸了一口气 看来 这次我们是遇到难啃的骨头了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 对方是个刀法领域的高手 能够斩出刀镜 静界这块 还不能太确定 刚才也说了 对方有可能故意压制静界 误导我们 另外 既然在凶手身上找不到突破口 我们就换个思路 让治安署的兄弟 查一下死者的信息 同时 木然你 也用能力回溯一下 死者最近一些天的情况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是 木然硬爆 说完他就离开了 对于时光回溯来说 时间过去的越久 回溯的难度就越大 以木然现在的能力 最多能向前回溯十天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而且需要一些媒介 他要好好准备一下 等来等去 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 围观的群众 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这可是时光回溯啊 连这都没找到凶手 凶手到底是和方神圣啊 消息很快传开 整个江南基地是都炸了 大街小巷 酒楼餐馆 网上论坛 群里 到处都在议论这件事 连时光回溯都没找到人 这有点溜啊 我这该死的好奇心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同问 现在的情况是 隔空杀人基本上被否决了 高出木然一个大境界 可能性也不大 堂堂林海静的大佬 但凡脑子不是有啥大毛病 就不会干出这么蠢的事 楼上 如果脑子有啥大毛病的话 估计也成不了林海静 扑哈哈 有道理 对于这件事 我首先想到的是隐身 可拉倒吧 我觉醒的就是隐身天赋 这么给你们说吧 隐身听着很牛逼 其实也就那样 连精神念师的探查都躲不过去 更别说时光回溯 绝对领域下的绝对感知了 难道是出现了 大家未知的觉醒能力 我也有点想法 你们说 会不会是妖族干的 卧槽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灵光一闪 赶紧查查死者 是不是叫陈凡 最近不是一直在暗杀陈凡吗 也许有没进安置点的 妖族抓住机会 在暗杀他 已经查过了 死者叫宋坤 呃 不叫陈凡啊 那当我没说 已经是中午时分 0631号标记点 清风徐徐 一个废弃的校园操场上 郭璐 薛志刚 吕文成等天药的人 正在这里吃着东西 杨柯一边吃 还一边刷着新闻 卧槽 忽然他惊呼起来 怎么了老杨 冯冰笑着问道 其他队友 也都笑呵呵地看向他 今天江南基地是发生大事了 有人在武者大厦私自动手 而且还一直追杀到街上 当街杀了人 杨柯惊颤的道 什么 听了这 郭璐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 方如等 所有人都是面色一素 在武者大厦动手 当街杀人 真的假的 谁这么大的胆子 众人都感觉不可思议 他们也都连忙查看 一看 还真是 连江河B级特战小队都出动了 木然是巨灵异曾经的强者 他的时光回溯能力 是很恐怖的 我的天 竟然连时光回溯都没找到有用的线索 现在样貌不详 年龄不详 性别不详 境界不详 动机不详 只知道 是个刀法领域的高手 斩出了刀镜 另外 如果不是超出木然一个大境界的话 那隐秘能力也极强 多大仇多大愿啊 竟然在武者大厦动手 还当街杀人 是啊 这影响太恶劣了 胆子真大 江南基地是从建成到现在 都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这下可算是捅破天了 兄弟们 等一等 这时候 吕文成忽然大喊了一声 怎么了老吕 老薛等人都是不解 隐匿能力 刀法领域的高手 还展出了刀镜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怎么说的 那么像陈老弟呢 吕文成的声音再发颤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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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有点 不能吧 陈老弟挺安稳的一个人啊 应该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情 喂喂喂 我说你们在担心什么呢 你们看清楚 死者是聚灵一层镜的强者 宁脉镜到聚灵镜中间 是隔着天欠的 就算陈帆弟弟很强 之前都能越击 但现在久迈镜的他 可越不了这个鸿沟 就算他想杀 也没那个实力啊 再说了 陈帆弟弟还在0631啊 基本上每天夜里都和我们在一起 他根本没在城内啊 方如说道 对对对 陈老弟现在在0631呢 根本不在城内 就是就是 差点把这个给忘了 吓死我了 听了这 薛志刚 吕文成等人 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确实 宁脉镜到聚灵镜 是质得飞跃 就算现在陈帆是九脉镜 但他也对付不了 聚灵一层镜的强者 之前说九级妖兽层次的青妖藤 连聚灵一层镜都奈何不了 那只是青妖藤 藏起了本体 强行和聚灵一层镜误开而已 郭露说着 他说这些话 是在安慰队友 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 江南基地市 公园的长凳上 陈帆一直在关注着网上的报道 时光回溯 绝对感知 好强大的能力 陈帆忍不住的惊叹 觉醒者的能力 真是多种多样 竟然连时光回溯的能力都有 而且还不是单纯的时光倒流 而是回放的场景 会成为他的领域 在这领域内 可以绝对感知 比精神念诗的探查还不讲道理 同时 陈帆也惊异 他的隐身术是真的强 竟然连时光回溯 都感知不到丝毫痕迹 也不枉他当初为了恋它 差点搭上了性命 另外 虽然陈帆知道他做的这些 会引起轰动 但没想到 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现在时光回溯 拿他没办法 是好消息 但并不是说陈帆 就能高枕无忧了 谁知道觉醒者中 还有没有更强的手段 如果东窗事发了 该怎么办 他杀的是妖将 不是人 而且是潜伏在人类基地式的妖将 虽然影响不好 但有过 也有功吧 陈帆想了一会 越想越乱 索性先将这些抛到脑后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男子汉大丈夫 大不了人死鸟朝天 怕个吉儿 时间来到下午两点钟 案发现场 治安署已经查过死亡男子的身份 单从身份上来说 没什么问题 就是正常的距离一层进武者 周江河 以及一些江河特战小队的队员 还在这里 围观的吃瓜群众 比上午要少了一些 队长 这时候 远远传来木然的声音 木然上午的时候就离开了 他要时光回溯十天 这是他的极限 一点也大意不得 街道上太乱 他就去了武者大厦 一直到了现在 这时候 他应该是发现了什么有用的线索 正急切地朝这边赶过来 周江河一喜 也快步迎了上去 怎么样木然 是不是找到重要线索了 队长 错了 我们全错了 木然激动地撬脸通红 错了 什么错了 你看说清楚 周江河恶然 其他队友也都有些不解 就连治安署的人也都看过来 这叫宋坤的死者 有问题 有大问题 他死了才好呢 而击杀他的人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胆凶徒 而是应该称之为 无名英雄 木然激动地 都有些语无伦次 众人 什么情况 这宋坤不是人 木然直接道 周江河 特战队队员 治安署众人 围观群众 刚才说宋坤有问题 有问题 咱就说问题呗 怎么还骂起人来了 木然一看这反应 知道 大家都理解错了 又连忙道 我不是在骂人 这宋坤真不是人 他是妖将 什么 妖将 周江河率先惊呼 其余众人 也都倒吸一口凉气 是的队长 宋坤是潜伏在我们江南基地市的一名妖将 我知道 你们听到这个消息 会感觉非常不可思议 毕竟妖将是没能力划行的 我猜测 这应该是妖王 甚至更高存在的手段 远远超出了我的感知极限 所以上午我在这里时光回溯的时候 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木然说道 妖王或者更高存在的手段 众人惊呼 木然 既然超出了你的感知极限 那你又是怎么发现他有问题的呢 周江河不解地问道 这妖将在江南基地市隐藏得很深 不过百密中有一书 我在时光回溯的时候 看到他在一个仓馆里 突然张开血盆大口 吞掉了一名五脉进的舞者 要不是这样 我还真发现不了他 他的本体 其实是一头杀虫 妖将级的杀虫 木然一口气说完 原来是这样 一头妖将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潜伏在了江南基地市 众人唏嘘 包括周江河在内 他们都是有些后怕 同时又有些庆幸 后怕就不用说了 这可是一头 比较人类领海境强者的妖将啊 而且还隐藏得极深 就像是一颗随时都会引爆的超级炸弹 潜在的威胁 超乎想象 庆幸的是 江南基地市里 有人提前识破了妖将的身份 并且直接解决掉了这个隐患 而且做好事 不留名 现在锅鲁感觉 木然有句话说得很对 击杀者非但不是凶徒 反而是英雄 无名英雄 同时 他们也庆幸 木然及时发现了关键信息 再没酿成大错前 可以拨乱反证 不然 把妖将当成受害者 把无名英雄 当成通缉犯 让英雄蒙冤 那样的情况 他们都不忍想象 还有 队长 这妖将最近的行踪也非常可疑 他不是在舞者大厦 就是在一家小餐馆里 算起来 在小餐馆的时间更多一些 每次都是点一碗面 很多时候还都不吃 一待就是一天 我看他的注意力 一直盯着路对面一个老旧小区 我估计 在那里 他应该是准备有大动作 木然道 哦 那小区叫什么名字 周江和连忙问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说不定能顺藤摸瓜 挖出很多东西 世纪小区 木然道 查 速去查 周江和直接命令道 是 队长 当即有成员领命 世纪小区 这时候 治安署队伍里 忽然有人尖叫起来 陈凡 妖将的目标是陈凡 尖叫的人 是治安署一个小队的队长 张力 他之前负责陈凡的案子 现在这案子 已经转交给军方 陈凡也基本上都进了安置点 他工作就轻松了不少 今天发生了当街杀人的事件 他和他的小队 也被派了过来 陈凡 张队长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快说说 众人都是一愣 然后急切问道 我之前负责陈凡的案子 对一些资料很熟悉 尤其这个世纪小区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世纪小区里有一个陈凡 而且是最大名鼎鼎的陈凡 张力情绪有些激动的道 最大名鼎鼎的陈凡 难道你说的是 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陈凡 有人脱口而出 对 就是他 他也是唯一一个 没有进安置点的陈凡 不过最近这些天 陈凡失踪了 妖将找不到他 就一直在小区附近蹲守 这完全说得通 张力道 众人都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是 完全说得过去 天哪 动用妖将杀陈凡 还真是不惜下血本啊 谁说不是呢 精英舞者大赛 才结束一个月的时间 当时陈凡才一迈进 就算知道他提升很快 现在大家一致地猜测 也就三迈进而已 关键最后陈凡没死 反而妖将死了 对了 陈凡失踪那么多天 今天刚好重回大众视野 你们说这妖将的死 会不会和他有关 你还别说 陈凡就是用刀的 卧槽 我也补充一点 陈凡一下消失二十多天 很多人 全网 甚至军方都在找他 但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完全没有一点音讯 这隐匿的能力 卧槽卧槽卧槽 又对上了 可陈凡最多才三迈进啊 怎么可能杀得掉一级妖将 有人提出了质疑 众人也都有些费解 这是唯一解释不通的 就在这时 人群里 一个看起来很睿智的小个子 推了推眼镜 真相只有一个 陈凡不是三迈进 消息很快传开 网上一下又炸锅了 什么 反转了 猝不及防啊 竟然是潜伏在江南基地市的妖将 这么一个随时都可能 引爆的重磅炸弹 想想都可怕 谁说不是呢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加一 楼上两个马后炮 鉴定完毕 有一说一 这山羊湖男子 我是真见过的 可竟然一点也没看出问题 我要这火眼金睛有何用 没想到楼上觉醒的 竟然是火眼金睛 实名羡慕 而且 你也不用懊恼 就连木然的时光回溯 一开始也没发现 对方有什么异常啊 你的火眼金睛 竟然没看出来 那照我的眼睛 踏点一伞 哦 楼上也是双目领域的 觉醒者吗 是哪种 嘿 我不是觉醒者 就单纯的有一双24K克金狗眼 是不是不皮一下会死 哈哈 你们看最新报道了吗 这妖将最近一直在世纪小区附近蹲守 而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陈凡的家就在世纪小区 看到了 现在一致推断 妖将是冲着陈凡去的 真狠啊 杀陈凡都动用妖将了 说来也巧了 陈凡失踪将近一个月 今天刚好重回大众视野 你们说 妖将的死 会不会和陈凡有关 我现在就在案发现场 刚才木然和特战队 以及治安署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他们说 陈凡刚好是刀法领域的高手 而且同样斩出了刀劲 另外 陈凡一下失踪小一个月的时间 各方都找不到他 这隐匿能力 卧槽 难不成真是陈凡 如果是陈凡斩杀了一级妖将 那他就不是什么三脉镜了 而是要比我们推测的 要恐怖得多 天哪 斩杀一级妖将 不敢想象 在陈凡身上 发生的不敢想象的事 还少吗 是啊 短短二十多天的时间 从六星舞者突破到一脉镜 以六星舞者的身份 参加精英舞者大赛 最后勇夺冠军 在0612遭遇全程凶兽 妖兽围杀 奇迹生还 也是啊 陈凡身上 已经有了那么多传奇 就算再多一个 好像也见怪不怪了 对 我现在坚信 是陈凡 斩杀妖将的 一定是陈凡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从一脉镜成长到 能够击杀一级妖将的程度 太强了 一直拿陈凡对标自己的许文 觉醒的天赋是 吃就变强 可以说也很夸张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也就突破了一脉镜 连二脉镜的门槛还没摸到呢 和陈凡比 他也配 号外号外 最新消息 在世纪小区对面小餐馆里 被妖将吞掉的 那个五脉镜舞者的身份 也已经查出来了 他叫田奎 他也一直在世纪小区附近蹲守 另外 并不是官方的人 看样子 也不是什么好鸟 卧槽 难道也是 去杀陈凡的 到底几方要杀陈凡啊 陈凡 喂 安置点吗 我要进去 外面太可怕了 呜呜 一个大概有两百多平 宽敞奢华的办公室里 陆涛脸色阴沉地 站在落地窗前 该死 真是该死 他咬牙切齿 本来陈凡失踪这么多天 他很笃定地认为 田奎得手了 这让他最近心情都很不错 只是没想到 他高兴得太早了 失踪人口陈凡 今天竟然重回大众视野 陈凡还活着 田奎这么天都干什么吃的 陈凡有些气恼 他当即就打电话给田奎 准备将他臭骂一顿 结果没打通 接下来的时间 他打了好多次电话 都是联系不上田奎 总不能田奎失手了吧 一直到了刚刚 他看了新闻才知道 竟然是被妖匠给吞了 你没啊 这还不如失手了呢 当然 一个死事而已 他家多的是 这还不至于让他这么暴躁 陈凡暴躁的真正原因是 爱眼又碍事的陈凡还活着 而且 好像还变得更强了 甚至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为 是陈凡击杀了一级妖将 击杀一级妖将啊 如果真是陈凡的话 那陈凡就不是什么蝼蚁了 除掉他 可能要更费点事了 另外 陈凡现在回来了 小别圣新婚 今天肯定是炮火连天 钟情早就被陆涛当做了静鸾 一想到钟情一脸娇媚的样子 在陈凡胯下成花 他更暴躁了 一手扯掉领带 来到办公桌前 在座机上摁了一个剑 这是秘书专线 进来一下 公园里 现在陈凡心情轻松了不少 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上午的时候 他还是胆大包天的法外狂徒 现在就成了人人敬佩的无名英雄了 当然 这个无名 可能很快 也要撤掉了 通过妖将 最近大多时候在世纪小区蹲守 结合妖族暗杀陈凡的事情 让世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他身上 现在各种报道 以及论坛上 很多人都越发坚信 是他击杀了妖将 陈凡感觉 估计很快会有官方的人联系自己了 到时候 他能怎么办 只能实话实说了 而一旦实话实说 陈凡的一些底牌 可能就要暴露了 比如隐身术 再比如 真实的境界 其实之前网上猜测 他是三脉境 这就让陈凡感觉很有安全感 陆三脏六 很稳健 底牌都暴露了 相当于和暗杀的赛跑 一下又回到了气跑线上 另外 在新闻报道上 陈凡还注意到 一个叫田奎的人 就是那个 被妖将吞掉的五脉禁武者 他大多数时间 也在世纪小区附近蹲守 而且并不是官方的人 陈凡还特意问了钟晴 看是不是他派来寻找 或者保护自己的 也不是 排除了种种可能之后 那么 真相可能只有一个 这叫田奎的五脉禁武者 也是来杀自己的 陈凡有些头大 到底有几方面势力 要杀自己啊 0631号标记点 因为今天江南基地市 出了大事的缘故 郭露等天药特战队的众人 掏出武者徽章刷新闻的次数 要比之前多得多 现在看到网上的报道 以及推测 他们都惊了 死者竟然是妖将 一个妖将 竟然在江南基地市 潜伏了十多年 隐藏得好身 他一直在世纪小区蹲守 竟然是冲着陈老弟去的 我的天 看更早前的新闻 陈老弟不在0631 他今天已经回城了 现在网上一致认为 是陈凡杀了这个 一级妖将 快 给陈凡弟弟打电话 你傻呀 陈老弟根本没带武者徽章 我看你才傻 他在0631的时候 没带武者徽章 现在他回城了 薛志刚一拍脑门 哎呀 是我糊涂了 嘟嘟嘟 郭露已经在拨打电话了 很快 喂 队长 电话里传来陈凡的声音 陈凡 你真回城了 郭露连问道 是的队长 我回到咱们 驻扎点的时候 你们已经外出了 我就在墙上给你们留了字 陈凡解释道 嗯 这没事 那今天发生在城内的大事 是你干的 郭露有些惊颤地问 听到这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 杨柯 方如 冯冰等 都是把耳朵凑上来 他们都等着陈凡的回答 是我 陈凡很干脆 正如他之前想的那样 这件事影响太大了 而且很多线索都指向了自己 根本瞒不住 听到这简短的两个字 郭露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等人 先是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然后一下沸腾了 陈老爹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突破九脉镜了 可就算你是九脉镜 但那是一级妖将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电话里传出薛志刚的声音 此时他的声音都在发颤 薛哥 我是九脉镜 我也知道 您脉镜和聚灵镜相差悬殊 所以我才选择在城内 甚至舞者大厦动手 对方是妖将 在城内局限性很大 他不敢显出本体 也不敢动用妖族的手段 另外 加上隐身的优势 我才勉强得手 如果妖将完全爆发的话 我肯定杀不了他 陈凡解释道 听到这话 郭露 薛志刚等人 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这确实是个机会 不过 他们扪心自问 如果换作自己 他们绝对不敢 不敢在城内 甚至舞者大厦悍然出手 另外 哪怕妖将有所局限 实力折扣了一些 但妖将毕竟是妖将 那也不是久迈进能比的 别说在城内了 就算是在城外 在妖将不能暴露本体 不能完全爆发的情况下 他们也没动手的勇气 反观陈凡 有勇有谋 胆识过人 这让他们不由地 对陈凡 又是高看一眼 陈凡弟弟 我有一个疑问 连江河B级特战小队 那么强大的时光回溯能力 一开始都没发现妖将 你是怎么知道 他就是妖将的 你就不怕杀错了 万一不是妖将 这篓子可就捅大了 方如抢着问道 是这样的方姐 我有一个朋友 他觉醒的能力 是窥探未来 我刚回来 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我 我确认过后 才动手的 陈凡说道 窥探未来 电话里 激起一阵惊呼声 这是非常罕见的 觉醒天赋了 要说起来 这窥探未来 比时光回溯 还要厉害一些 那肯定的 时光回溯和窥探未来 一个是过去时 一个是将来时 时光回溯 虽然能知道 过去的很多事情 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已经没办法更改了 窥探未来就不同了 羡慕死我算了 竟然有一位这样的朋友 陈老弟 你朋友哪个站队的 没听说过 有这么强大能力的 帮忙看一次未来多少钱 老哥我都单身四十多年了 想看看姻缘 这是薛志刚的声音 说到后面 人都变得有些扭捏起来 老薛 别想了 单着吧 芳如笑得花枝乱颤 滚滚滚 芳如 我还没和你算账呢 要不是你 动不动就拿我发誓 说不定我早就脱单了 薛志刚 幽怨得很 电话里 众人一阵哄笑 就连陈凡 也忍君不惊 薛哥 我那朋友没有站队 他甚至现在 都还不是舞者呢 他这窥探未来的能力 确实强 不过是完全随机的 无法掌控 完全随机也很强了好吧 队长 听到没 陈老弟说 他的那朋友 还没站队 郭露也点点头 可以考虑下 有这能力 是不是舞者无所谓 陈凡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尽可能地拉拢一下 陈凡 亚然 天药是C级特战小队 是不收气血镜的 当初自己进天药的时候 都算破格选拔了 现在连是不是舞者 都无所谓了 常泽这能力 是真吃香啊 行 我知道了队长 他应了声 再说回你吧 你的事实肯定瞒不住了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郭露问道 陈凡道 现在很多线索都指向了我 是瞒不住了 瞒不住就实话实说呗 那你的底牌就要暴露了 那也没办法 也确实 郭露道 军方这次派我们来监视 兽群动向 并且准备随时支援神秘大佬 当我知道神秘大佬就是你的时候 我还想过 要不要上报 不过为了你的安全暂时没有上报 本来打算回城后和你商量一下这个问题呢 现在兜兜不住了 也不用商量了 我们也可以回去 赴命了 另外 军方应该很快会找你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公园里 这时候 陈凡看到不远处 两名身姿挺拔 面容刚毅的军人正朝自己走过来 他笑了一声 队长 不是很快 是已经来了 我先挂了 回头再联系 连忙说了声 就挂断了电话 陈凡少尉你好 两人来到陈凡跟前 站定 敬礼 你们好 陈凡站起来 回应道 我们是奉命前来咨询几个问题 希望少尉配合 一人道 可以 问吧 陈凡配合得很 反正这都是早晚的事 另外一人指了指自己的眼镜提醒道 我会全程录像 而且 视频会直接同步到军方会议室 明白 陈凡点头 通知完陈凡后 那人才在眼镜上按了一下按钮 陈凡少尉 今天城内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斩杀了一头潜伏在我们江南基地市的一级妖将 请问 你知不知道 知道 是不是你 是 双方一问一答 问得很直接 回答得也很干脆 听到陈凡肯定地回答 两名军人有些震惊地对视了一眼 不过他们毕竟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人 很快就冷静下来 少尉 能说下你现在的境界吗 九迈境 陈凡道 两名军人瞳孔同时一说 九迈境 精英舞者大赛结束的时候 陈凡还是一迈境 现在才过去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竟然就突破到了九迈境 这提升速度 简直骇人听闻 另外 九迈境就能击杀一级妖将 这中间可是隔着天剑鸿沟的啊 他们都是极度不可思议 这时候如果陈凡说他是聚灵一层镜 可能他们反而更好接受一些 毕竟聚灵竞杀妖将才合理嘛 这次两名军人平复了好几个呼吸的时间 才算是压下心头的震撼 少尉应该也知道 你当街悍然动手的是 惊动了江河B级特战小队 其中 木然少尉的时光回溯能力非常强大 他在现场都没找到你的任何痕迹 能说下你是怎么做到的吗 我是江南基地市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有一次进入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挑选武技的机会 我在里面挑选了一本隐身术 反正已经知道瞒不住了 陈凡回答的都很干脆 隐身术 连时光回溯的绝对感知 都察觉不到痕迹 这笔觉醒的隐身天赋 还要厉害得多吧 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有这么厉害的武技吗 一名军人惊恶地 看向自己的同伴 另外一名军人 也是满脸诧异 没有吧 要是有这么厉害的武技 早就轰动整个江南基地市了 这时候陈凡道 是我在综合区选的 综合区 这次两人是直接破防了 一个个尖叫起来 综合区 那都是没被破译的啊 难不成你还能自己破译 这本来只是极度震惊下的随口一说 没想到 陈凡竟然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是的 两名军人一个亮呛 然后难以置信地看向陈凡 少 少外 我没听错吧 你还能破译古籍 一名军人经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破译古籍一直是江南基地市 乃至整个下国的重中之重 这是武道的根基 破译方面的人才是非常宝贵的 培养的难度也很大 这需要好多年的积累和沉淀 现在破译上的中间力量 哪个不是上了岁数的老者 陈凡今年才多大 十八呀 竟然破译了一本古籍 而且是专家们筛选过 暂时破译不了 只能放在综合区的古籍 两名军人心惊肉跳 这岂不是说 陈凡比那些古籍破译专家还要厉害 到现在 两名军人和陈凡接触 也就短短两分钟的时间 可就在这两分钟里 他们一次次震惊 而且一次大过一次 这一次 他们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少外 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消失的这些天都去了哪里吗 在城外 能具体一点吗 0631 以及附近的几个标记点 两名军人 心头都是猛的一阵 我忽然想到 最近一段时间 在0631号标记点 追赶着五百多万凶兽 妖兽 到处跑的神秘大佬了 该不会 一个军人心惊肉跳地 看着陈凡 是我 陈凡干脆得很 死 两名军人齐齐 倒吸一口凉气 此时他们看陈凡 就像是在看怪物一样 那 大家一致认为是神秘大佬 镇压了青腰疼 青腰疼那次也是我 嘶嘶嘶 作为军人 心理素质正常来说 是非常过硬的 不过现在两人有种风中 凌乱的感觉 久迈进的是他 久迈进击杀妖将的是他 隐身 连时光回溯都感知不到的是他 破一鼓急的是他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连野外的神秘大佬也是他 镇压青腰疼的也是他 这一个接一个的他们直接被震惊骂了 最近的这些事全都真相大白了 归根结底都是他一个人 又过了好一会儿 少少爱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一名军人津津颤颤的问道 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些担心的 他是真怕陈凡再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 不行了人骂了是真受不了了 我好像没什么要补充的那你们还有要问的吗 如果想问尽管问就是 陈凡说道 没了没了 两名军人连忙摆手 听到陈凡说没有要补充了的时候 他们都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竟然有种如蒙大射的错觉 对了 那妖将的尸体还在我手里 正常妖将是不能化形的 不知道有没有研究的价值 陈凡忽然想起这个来 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 听到陈凡的话 两名军人有些激动地道 好 那就交给你们了 陈凡一个念头 山羊湖男子的尸体和头颅 出现在了地上 谢了少尉 上交妖将的尸体 这也是功劳一份 我们会如实上报的 一名军人郑重地道 嗯 麻烦你们了 对了 少尉 现在只有你没去安置点了 你在外面还是有些危险的 有没有考虑过进安置点 另外一名军人问道 暂时先不去了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陈凡想了想 道 好 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直接联系军方 另外 还请这段时间保持通讯 我们有可能会联系你 嗯 好 陈凡应道 两名军人再次向陈凡敬礼 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离开了 江南基地是军事基地 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 一众军方高层都在这里 连军事基地最高首长徐安也在 刚刚和陈凡交谈的画面 就是直接同步到了这里 现在画面结束 现场鸦雀无声 一个个军方大佬 此时都是难掩震撼 太强了 最近一系列的事情 竟然都和陈凡有关 安静一直在持续 直到良久 有陈凡这样的后起之秀 是我江南基地市之姓 是我下国之姓啊 徐安重重地长叹了一声 我们下国军方向来讲成分明 传令下去 陈凡铲除潜伏在江南基地市的妖将 为基地市解决了巨大隐患 记忆等功一次 陈凡上交妖将尸体 有重大研究价值 记三等功一次 另外 军方机密 这青妖藤 就是很多年前 在秘境中失踪的那颗 实为刚烈妖王所有 陈凡镇压青妖藤 不但无形中解决了巨大隐患 而且 还将青妖藤归为 我方所有 记忆等功一次 同时陈凡的隐身术 连时光回溯的绝对感知 都探查 不到任何痕迹 等级非常高 不管怎样 都破亦有功 记二等功一次 至于陈凡在舞者大厦 和街上动武 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考虑到事情的原委 可以从轻发落 就让他公开道歉吧 徐安雷厉风行 一锤定音 是 会议厅内齐声应道 这时候 一名少将道 首长 现在可把陈凡的牢底给接完了 要不要下令帮着保密一下 徐安有些苦笑 你以为我没考虑到 现在网上都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还怎么保密 既然都这样了 我们军方也别扣扣索索的了 直接大大方方地发通告吧 眼下 也确实需要一个英雄 提振士气 让民众看到希望果不其然 这消息一出 整个江南基地市 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轰动中 惊 我看到了什么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从一脉镜突破到九脉镜 九脉镜击杀一级妖将 破一股级 等级之高 连时光回溯的超神感知 都发现不了任何痕迹 还有还有 在野外追着五百多万凶兽妖兽 到处跑的神秘大佬是他 镇压轻腰疼的也是他 牛逼啊 牛逼666 本来我以为的陈凡就很强了 没想到 他比我想的还要强 我看许文的脑子 多少是有点毛病的 整天拿陈凡对标自己 这得是有多想不开啊 这次把许文衬托得 更加狗屁不是了 哈哈哈哈 许文骂骂咧咧地退出了群聊 陈凡确实牛 失踪了二十多天 就憋了这么一个大招 荣立一等攻两次 二等攻一次 三等攻一次 我在军团六年了 只立过一次三等攻 一次二等攻 从大和平时期 舅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三等攻站着领 二等攻躺着领 一等攻家人领 楼上 你二等攻那次 还好吧 还好 也就抢救了十五天 这就是差距 别说二等攻了 人家陈凡两次一等攻 都跟没事似的 一等攻我就不想了 这玩意真要命 把陈凡破译的那隐身术 送我一份就好了 你脸大 就算你脸大 也肯定没我的大 给我给我 我也要我也要 连时光回溯的绝对感知 都找不到任何痕迹 等级一定非常非常的高 这要是让我练成了 嘿嘿 楼上 你笑得有点下流啊 确认过眼神 是同道中人 咱们都想一块去了 办一些事确实方便 你们这帮家伙 办什么事方便 戏说 不差这点流量 隐身术 我就不和你们抢了 把轻腰藤送给我就行了 这个也要比脸大吗 滑稽 隐身术我所欲也 轻腰藤亦我所欲也 隐身术和轻腰藤不可兼得 胡说 小孩子才做选择 大人我全都要 陈凡 楼上的小梦想 我就帮你实现了 隐身术我有 哎呀 轻腰藤我也有 求你别说了 已经羡慕哭了 原第三出 集武道学院高三九班群 这时候 也像是炸了锅一样 陈凡都是 久迈进的超级大佬了 我们还没成武者 我们还没成武者啊 追不上 根本追不上 人和人的差距 咋这么大呢 两次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 一次三等功 想都不敢想 陈凡本来是少尉 现在有这么多功劳加持 他的军衔 估计也要跟着提一提了 早知道陈凡这么优秀 在三出的时候 我就该早早地 把孩子给他生了 副义 啥也别说了 错失良机啊 警告 警告 钟晴还有三十秒 抵达战场 钟伯这些天 一直在寻找 青腰藤的踪迹 想要找到青腰藤 首先就得找到那位 镇压青腰藤的 神秘强者 不过 始终没有线索 直到今天看到军方的权威发布 才算有了确切的消息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镇压青腰藤的神秘强者 竟然是陈凡 妹妹钟晴的男朋友 在刚知道这消息的时候 钟伯还是有些惊喜的 青腰藤太珍贵了 正常来说 一般在得到之后 基本都不会出手的 钟伯非常清楚这一点 连他老爹钟伴成 也很清楚 这件事的难度 所以 当时钟伴成给钟伯下的命令是 不计一切代价 难度是很有难度 不过现在知道 青腰藤在陈凡手里 那么 有妹妹这层关系 甚至直接让妹妹出面 事情会不会好办一些 当时钟伯本能的 就是这样想的 不过 冷静下来后 他又摇了摇头 他太了解自己的妹妹了 品行很正 别说让他出面了 就算让他知道 自己在打他男朋友 手里青腰藤的主意 他肯定都要阻拦 哪怕这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他 也不行 我这傻妹妹摇 还得我自己来 钟伯宠溺地摇了摇头 然后很快拨打出一个电话 三分钟 给我陈凡的联系方式 他的女秘书 确实很能干 三分钟内 准时地将陈凡的联系方式 送了过来 钟伯清了清嗓子 拨打过去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正忙 请稍后再拨 当然打不通 在军方发布公告后 陈凡的手机就被打爆了 有媒体记者的 还有很多不认识的 他们有的是冲着隐身术来的 有的是想要亲腰疼的 还有问他 腿毛上缺不缺挂件的 反正干什么的都有 陈凡没办法 只能设置了下 只有极个别的电话 能打进来 至于军方发布的公告 他当然也看了 其实 立功什么的 陈凡本来是 没想这么多的 他的初衷就是变强 能比暗杀快上一步 好保命 就这么简单 没想到 最后喜提一等功 二等功三等功 这可不是单纯的功勋 陈凡听薛志刚薛哥说过 积攒功勋 能够兑换很多资源 比如 三次三等功 或者一次二等功 就能兑换一次 进入江南基地 士武技库的机会 当然 也不局限于武技库 还有神兵库 秘宝库等等 至于一等功 这个陈凡 还没怎么了解过 毕竟 获得一等功的 基本上都挂了 回头得找队长薛哥 他们问问 至于公开道歉 嗯 许文一直是很忙的 他要不停地吃 凑控还得兼职通下水道 每次都累到吐 有时候碰到比较狭窄 紧致的下水道 工作更累 一天都能吐七八次 今天潜伏在江南基地市的 一名妖将被杀 这可是一件大事 就在各方 都在往陈凡身上猜的时候 许文站了出来 继续攻击 抹黑陈凡 当然 上次被钟情暴揍之后 他也学聪明了 这次他用的是小号 他言辞凿凿 不是陈凡 根本不可能是陈凡 如果是陈凡 我吃香 现在军方权威发布 许文大大的宽联猛的一呆 九卖镜 陈凡都九卖镜吗 而且 九卖镜 还杀了一级妖将 什么 他还破译了骨骑 连时光回溯的绝对感知 都找不到丝毫痕迹的隐身术 什么什么 青腰疼也在他手里 这一连串的事情 许文直接人妈了 心情更不好了 现在别说吃香了 吃啥都没胃口了 军方安置点 陈凡们的哀嚎声 此起彼伏 同名不同命啊 大家都是叫陈凡的 见半分半不过分吧 谢 一支军方公告上写的是陈凡 同时我就叫陈凡 由此可得 说得正是在下 胡调说 明明是我 你们脸大 可胆一比 有胆咱就别比脸 我解开裤子 掏出来吓死你们 切 在你这么说的时候 你就已经说了 你还在裤子里放着 我都是在腰上缠着 卧槽 大龙哥哥 一步到位 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在看到军方公告的时候 柳燕惊得张了张小嘴 当初陈凡来武技库的时候 就是他接待的 当时他还劝过陈凡 可陈凡一意孤行 他也懒得再说什么了 当时送陈凡出来的时候 柳燕看着陈凡的背影 还一个劲地摇头 这不是白白浪费了一次 来武技库的机会吗 直到这一刻 柳燕才意识到 自己低估了陈凡 他竟然能破一谷籍 而且是专家们筛选过 破一不了 扔在综合区存放的谷籍 这个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甚至比人们想象的 还要厉害 柳燕深吸了一口气 不由自主地赞叹着 傍晚时分 陈凡按时赋约 他已经来到了 刘记菜馆门外 这时候队长郭露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都回来了 同时也恭喜陈凡荣丽 一等功 二等功和三等功 本来队友们 都要为陈凡庆贺的 不过陈凡今天已经有约了 只能换个时间 今天军方发了权威公告 轰动了整个江南基地时 刘志安他们 当然也知道了 当时他们都经得够强 高兴是高兴 但更多的 还是心疼 别人只羡慕陈凡的荣耀 但看不到荣耀背后的艰辛 甚至是凶陈凡才久迈进啊 不管是在城内悍然出手 袭杀一级妖将 还是在城外遭遇 同级无敌的青妖疼 哪次不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 背水一战 一间包厢 刘叔 韩叔 王叔 陈凡笑着推门进来 小凡来了 快快快 坐下 三人都是欣喜 连忙招呼着 你这孩子 现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全城都轰动了 这时候 你根本不适合抛头露面 我就说 先把这顿饭推了 你还非不让 刘志安道 虽然听起来有些责怪 但其实没有一点责怪的意思 而且看到陈凡来 他是打心底里开心的 刘叔 说好的怎么能变卦呢 而且三位叔 都成为舞者好一段时间了 庆祝的是 因为我一拖再拖 现在我回来了 可不能再拖了 别说这点事 就算是天上下刀子 我也得来 陈凡笑着 臭小子 救你嘴甜 刘志安笑骂 韩康 王真也跟着笑起来 接下来的时间 包厢里的欢声笑语 就没断过 也只有和三位叔在一起的时候 陈凡才会这么放松 就像是回到了曾经 有种心灵上的宁静 这顿饭从傍晚六点左右 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 刘志安三人都喝得很高兴 分别时 刘志安还提醒陈凡 别忘了军方公告上还有一条 让他公开道歉 知道了刘叔 陈凡笑着应道 随后和三位叔挥手再见 下一刻 包厢里 陈凡的人影直接消失 然后门自己打开了 又自己关上了 自始至终都没有外人知道 陈凡在刘基菜馆出现过 刘志安三人看得嘖嘖称奇 回到舞者大厦 陈凡直接去了七十七层 钟情早就开好房间了 咚咚咚 找到房间号 陈凡敲了敲门 房间里 钟情一脸欣喜地去开门 此时的他 用浴巾裹着身子 看样子是刚洗过澡 肌肤白皙滑嫩 同时因为他个子高挑 浴巾只能护到下面很小的部分 一双眉腿 毫不吝啬地展示出来 打开门 看到陈凡 钟情就像乳燕归巢般 一下就把自己投入到陈凡的怀抱中 又直又白的长腿 还紧紧地盘在陈凡腰上 粉拳还不停地锤打在陈凡胸膛上 坏蛋 大坏蛋 就知道让我担心 钟情委屈地撅着嘴 眼眶还隐隐泛红 没有人能体会他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那是又想念 又担惊受怕 尤其知道 陈凡都触发了替身傀儡的保护机制后 他更是担心得要命 终于 盼星星盼月亮 陈凡回来了 结果刚回来 就不声不响地干了一件大事 冒险席杀了一头一级妖将 那可是一级妖将啊 就算钟情侍后知道的时候 也是忍不住一阵后怕 之前他还给闺蜜朵朵炫耀 自家陈凡很乖 现在看 这臭家伙 不管 一点也不管 不让人省心 陈凡知道 钟情侍是担心自己 心里面感觉很温暖 看着娇滴滴 一副要哭了的钟情 陈凡大手 捧起钟情的俏脸 狠狠地亲了一口 钟情这才在称怪地 瞪了陈凡一眼后 破体微笑 我先去洗个澡行不行 陈凡温柔地道 嗯 钟情娇羞地点了点头 很快 陈凡就去了卫生间 本来打算洗完澡 再干正事的 谁知道澡还没洗完 正事突然闯了进来 这 还能说啥了 干呗 陈凡是九点多来到房间的 但正事一直干到了凌晨三点多 这时候 正是依偎在 啊不 这时候钟情依偎在陈凡怀里 有些小得意 怎么样 我这次可以吧 没断片 挺可以啊 我女朋友这身体素质 应该有三脉筋了吧 陈凡也是有些惊讶 看得真准 这次换到钟情 有些惊讶了 陈凡嘚瑟一笑 我还不知道你的身浅 钟情不服 昂着小脑袋 我还知道你的长短呢 陈凡 本来他那是很正常的一句话 让钟情这话一衬托 天地良心啊 他真没想开车 却被这个小巫女 硬生生地给带上了快车道 嬉闹了几句 钟情躺在陈凡怀里 静静地听着他讲述最近的经历 杜长泽竟然也觉醒了 钟情有些惊讶 窥探未来 这天赋 有点了不得呀 是很了不得 陈凡也点头 回城之后 我警惕肯定会放松一些 一个一级妖将 突然对我出手的话 绝对食死无声 而且 那妖将是吞天弑地杀虫 是直接就吞掉了 再多的替身傀儡 恐怕也就不了我 就算现在想想 也是一阵后怕 他感叹着 这次长泽可帮了我大忙 我们已经说好了 事后再新潮请他吃饭 到时候你也去 对了 叫上朵朵 嗯 这件事我来安排吧 钟情点头 随后他很是心疼的道 既然你已经确定 对方是妖将 那你为什么不上报给军方 军方那么多强者 很轻松就能帮你解决掉 这件事啊 完全没必要 自己冒那么大的风险 妖将毕竟是妖将啊 而你才久迈进 你说的我也想过 但军方 能帮得了我一时 帮不了我一世 人生漫长 很多事情 还是得靠自己 陈凡感慨着说道 军方能帮你一时 帮不了你一世 那倒是 不过 军方不能 你女朋友我能啊 以后如果再遇到 这样的情况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 别说一级妖将 就算九级妖将 甚至九级妖王 都没问题 你要相信 你女朋友 是有这个能力的 钟情认真的道 相信 怎么不相信呢 我女朋友 可是钟家大小姐 陈凡笑着捏了 捏钟情的俏脸 钟情展颜一笑 这种温馨的时刻 让他感觉很幸福 对了 先不说这些 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给美丽大方 可爱温柔的女朋友 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 希望你喜欢 陈凡道 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不要破费买礼物 我也不缺什么的 钟情秀眉促起 故意板起俏脸 放心 没破费 一分钱没花 陈凡笑道 那还差不多 钟情这才笑了 不过笑着笑着 他的表情突然变得凝固起来 因为陈凡把一个 菠萝样子的东西塞在了他手里 如果是菠萝还好 他也不至于这样 可可 这 这是 钟情不可思议地看着陈凡 这是青腰藤的种子啊 你给我干什么 你自己留着 好好培养 以后他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钟情赶紧把青腰藤的种子 还给陈凡 现在军方公告都发布了 他当然也知道青腰藤在陈凡手里 如果说 之前钟情对青腰藤 还是有些渴望的 但得知青腰藤种子 是自己男朋友的 那他顿时就没了想法 青腰藤在其他任何人手里 他都会争取一下 但唯独在陈凡手里 他不会有一丁点念头 他为陈凡着想 比为自己想的还多 什么植物系觉醒者 就算不是植物系觉醒者 青腰藤照样能成长起来 也照样会成为一个强大的战力 和我见外是不是 你送我提升傀儡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吗 你当然没说 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 呃 我不管 这是生日礼物 我再问你一遍 要不要 不要 我说话不好使了是吧 好使啊 但这件事真不行 还嘴硬是吧 小心我又给你打针了 来啊 钟情高挑的郊区 四仰八叉的在床上一躺 陈凡 看来硬的不行 只能来软的了 陈凡立马细经上身 装出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样子 我亲爱的女朋友 钟情小姐姐啊 其实我是找你救命的啊 这轻腰腾多抢手啊 今天我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他们求而不得 不排除有铤而走险的 我的处境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轻腰腾这个烫手山芋 呜呜 太难了 得了吧你 钟情笑得花枝乱颤 就连身前的风鸾 都荡起了波浪 喂 女朋友女士 你也看到了 我提升很快的 你也不想和我走得越来越远吧 而且 我的处境很不好 你也不想有一天 看到我有危险 自己没能力救我吧 你想失去我吗 陈凡突然指示着钟情的毛子 认真的问 钟情忽然一下笑不出来了 甚至有些愣住了 他确实一直在努力地追赶陈凡 他最怕的 就是和陈凡走得越来越远 而自己强大起来 能够反过来保护陈凡 恰恰是他最希望的 陈凡的这几问 直接问到了他的心坎上 他犹豫了 心里四是有两种声音在争辩 不能要 他可是我们最爱的人 怎么能要他这么珍贵的东西 小了 格局小了 我们是植物系觉醒者 青腰藤在我们手里 可以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到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保护他了 这不是我们最想要的结果吗 青腰藤太珍贵了 对他也很有用 我要保护他 最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大起来 而不是抢了他的青腰藤 别傻了 他多优秀 你不知道吗 单靠自己的努力 别说保护他了 可能追都追不上他 我们和他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他会有更高的舞台 你想成为花瓶吗 你想成为他的累赘吗 我猜 你也不想失去他吧 另外一种声音顿时无言以对 外界 钟情的眸子 渐渐变得坚定起来 他最终接受了青腰藤 他有些感动 又很坚决地道 谢谢你陈凡 我会变得更强大 我一定要保护好你 一定 好 刚好医生也说了 我胃不好 就适合吃点软的 钟情看青腰藤的种子 宝贝得很 小心地抱在怀里 不过他似是想起了什么 从空间戒指里 取了一些东西 这些你都戴上 陈凡一看 是替身傀儡 而且都是金傀儡 夸张的是一根红线上 串了五个 陈凡清楚地记得 薛哥他们说 常说的替身傀儡 都是同傀儡 一百多亿 而且很难买到了 至于银傀儡和金傀儡 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不流通 这一串五个金傀儡 也太毫无人性了吧 一夜很快过去 哥 我回来了 钟晴回到家里 喊了声 今天一大清早 他在陈凡怀里睡得正香呢 结果被哥哥中伯的 一个电话给吵醒了 中伯的声音有些严肃 问他能不能回家一趟 钟晴听得出来 好像有事 所以他就回来了 钟伯早就在客厅里等着了 妹妹 接下来哥哥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先有个准备 千万别生气 听我说完 钟伯沉声说着 钟晴亚然 这一上来就先让自己别生气 恐怕不是好事啊 同时 他也有些疑惑了 什么事啊 哥哥 你直接说吧 钟伯清了清嗓子 我要说的是关于清腰疼的事 现在军方都发公告了 所有人都知道了 清腰疼就在陈凡手里 老爸前段时间给我打过电话 让我不计代价 争取 哥 你喊我回来 该不会是要我帮着购买清腰疼吧 钟晴声音都提高了很多 你看 咱不是说好不生气的吗 我知道你肯定会阻拦 我本来是没打算告诉你这些的 不过昨天我打陈凡的电话 根本打不通 而且 你也知道 陈凡的隐身能力极强 找也找不到他的人 这不没办法了吗 只能找你了 你看能不能把你男朋友约出来 让我和他见个面 清清 哥知道以你的性格 肯定不同一个这样做 是咱爸 对 要怪你就怪咱爸 咱爸要求我这么做的 不过 咱爸这也都是为了你啊 帮帮忙 你只需要帮我约一下陈凡 剩下的 就不用你管了 钟伯双手合十 一副求求了的样子 哥 我知道爸爸和你 都是为了我好 谢谢你们了 不过不用这么麻烦了 钟晴有些感动得到 妹妹 你先别忙着拒绝啊 咱家肯定不会 让陈凡吃亏的 接下来 我跟你说说 咱家给的条件 钟伯急切地道 钟晴哭笑不得 不是帝哥 我说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是拒绝你 是陈凡已经把 清腰藤的种子送给我了 你看 钟晴直接将清腰藤 从空间戒指里取了出来 啊 钟伯瞳孔一缩 送 送给你了 钟伯 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送 是什么意思 陈凡都要什么条件 你告诉我 我们全力满足他 没有条件啊 钟晴看着哥哥震惊的样子 有些好笑的道 啊 没条件 就 就白送啊 钟伯难以置信的道 这可是清腰藤啊 天地其诛 用价值连城来形容都不为过 就 就白送 钟晴点点头 不是马上就我的生日了吗 清腰藤就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死 钟伯倒抽了一口凉气 清腰藤就是生日礼物 这 有点豪横啊 就算他钟家大少都没有这个气魄 哥 怎么样 我男朋友对我好吧 钟晴很是得意地问 钟伯一时间无话可说 只是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本来他以为妹妹只是玩玩 直到有一天 妹妹钟晴给他要一个惊愧了 他忽然感觉 事情好像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妹妹动真心了 钟伯作为情场老手 可是非常清楚 爱情其实就是一场交锋 谁先动真心 谁就输了 妹妹这是书的一败涂地啊 他都有些担心妹妹会受伤 直到现在 他又发现 妹妹在乎陈凡 这陈凡也不遑多让 清腰藤都舍得拿出来给妹妹做生日礼物 这 事情更不简单了 这不是随便玩玩 这是双向奔赴啊 很可能 妹妹这颗水灵的大白菜 最后真的会便宜 陈凡这头猪啊 哥 正好 你帮我对外发布一下消息 大体意思就是 清腰藤已经在我手里了 这些你擅长 我现在也没工夫弄这些 我要去培养小青青去了 钟晴说道 对外发布这消息 这么高调的吗 妹妹 这有点不像你的作风啊 钟伯差一道 让你发你就发呗 钟晴笑着 和哥哥钟伯挥挥手 就回自己房间了 当初陈凡说 清腰藤是烫手山芋 不排除会有人铤而走险的言论 虽然有几分是在玩笑 不过也确实有几分道理的 这事 钟晴就记在了心里 很快 一则消息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我的天 清腰藤 送人了 清腰藤 我做梦都没想到 这辈子我 还能做生日礼物 这两口子 整天花式秀恩爱 啥也别说了 这狗粮 我先吃为敬 能不能消停消停 这狗粮吃得我最近都有点及时了 江中牌见味消食片 斜眼笑 我只想说这样的男朋友 给我来一打 罗上 你是个爷们 给你来一打 你确定吃得消 几美们 还说什么了 回家打男朋友去吧 已经在打了 加一 妥了 黄瓜已经被拍碎了 众人 号外号外 陈凡公开道歉了 奶奶奶呢 陈凡确实道歉了 当时军方的要求是 公开道歉 那五者之家 这场合够公开了吧 只见陈凡发了一个帖子 帖子上 只有三个字 我错了 一下五者之家沸腾了 各家媒体也纷纷跟进 各种转载 全网一下 又掀起了一个小浪潮 就三个字 他甚至连个标点符号都不多给 这操作我是服的 说起来好像也没毛病啊 看军方的要求 要求公开道歉 公开了吗 公开了 道歉了吗 道歉了 哈哈 以后要公开道歉的 知道该抄谁的作业了吧 不 你没错 你哪会错啊 是我错了 卧槽 这句话 我咋这么耳熟呢 贵了 有种被支配的恐惧 哈哈 看来富刚不振的 不止是我自己啊 俺也一样 别说了 都是一把心酸泪 陈凡 如果这叫犯错 麻烦你多做几次 负义 负义加一 负义加10086 最近刚烈妖王都挺慌的 青妖腾被斩杀的消息 前几天他就知道了 那可是天地其诛 他的心头肉啊 刚烈妖王 别提有多心疼了 正常来说 他堂堂妖王 这又是在他的地盘 被抢了至宝 肯定是想也不想地 立马杀过去 把宝贝抢回来 顺带 还得诛杀贼人 出口恶气 刚烈妖王 当时本能的 也是要这么做的 我是妖王我怕什么 不过他忽然一下惊醒 这剧情咋那么熟悉呢 仔细一想 卧槽 话本里就有啊 宝贝被夺 自视实力强大 牛逼轰轰地去灭对方 结果宝贝没夺回来 自己还搭进去了 怪不得那么熟悉 这剧情 他看得多了 而这种剧情 一般又分两种情况 一个是对方看似弱小 其实是个半猪吃虎的老银币 去了当场就镇压你 另外一种就是 对方确实弱小 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 什么高手相助啊 生死危机时的突然顿我 戒指里的老爷爷发威啊 又或者 美女就英雄啊等等 总之 根本不给你讲道理 再看自己面对的的情况 至少现在 和画本里的剧情 不能说像 简直一模一样啊 刚烈妖王 当时就到抽了一口凉气 他一阵后怕 多亏有圣经 不然他就往火坑里跳了 失去了青妖疼 他心疼归心疼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及时止损 稳健才是王道 说到稳 还真不得不佩服 刚烈妖王 堂堂妖王 还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至宝被夺 不去抢回来 也就算了 可就算这样 他还感觉不踏实 因为他又想到了 画本里的一些剧情 如果对方是天命之子 那就不得了了 天命之子眼里 可都是容不下沙子的 牙字必报 你只要惹了他 那你就伤他的小本本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打到你门上来 这样的俄剧情 刚烈妖王也看过很多 无一例外 都是如此 那岂不是说 自己现在也不安全了 你没啊 自己拿的 怎么越看越像反派剧本啊 刚烈妖王越想越气 不过稳健如他 岂会坐以待毙 狡途三窟听说过吧 那么以稳健著称的刚烈妖王 多上那么一点点不过分吧 具体有多少个刚烈妖王 也不太清楚 百八十个肯定是有的 刚烈妖王 换了一个最隐蔽的地方 就算这样 他也不敢大意 时刻注意着风吹草动 以他熟读圣经的阅历来看 这是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 就在今天 他又接到了 从江南基地市传出来的情报 死 死 死 刚烈妖王连着倒抽了三大口凉气 在他地盘上作乱 追赶着五百多万凶兽妖兽到处跑的那人浮出水面了 短短时间从一脉井突破到了九脉井 九脉井击杀同级无敌的青妖藤就已经很匪夷所思了 竟然还斩杀了一级妖将 关键他还叫陈凡 就是他数次安排都击杀未果的那个陈凡 天命之子 这就是画本里的天命之子 实锤了 刚烈妖王惊得哇哇大叫 这个陈凡刚认证舞者 他就派了二级凶兽 精英舞者大赛的时候 0612全程的凶兽妖兽为杀 一迈进的时候 动用一级妖将 这哪次不够稳健 可天命之子根本不给你讲道理啊 不 不能找借口 归根结底 还是不够稳健 刚烈妖王狠狠地反思了一波 反思过后的他认为 想要击杀九迈进的陈凡 妖王已经不行了 妖王之上的妖圣可能马马虎虎 要是妖神出手的话 差不多刚刚好 嗯 看得出来 反思还是卓有成效的 现在这个陈凡 都能斩杀一级妖将了 妖将之上 就是妖王了 自己马上就要 进他的斩杀线了 刚烈妖王叹了一口气 是时候离开了 当初感觉这任务简单 没啥危险 非常符合他稳健的风格 才接下的 现在看 去TM的 换其他妖王来吧 以后自己最好和这天命之子 没有任何交集 别联系了 不熟 刚烈妖王从一个洞府里走出来 他遥望向西方 人类的基地是 大都在下国的东面 而西面辽阔的江域 崇山峻岭 古树参天 那里才是妖族真正的乐园 是时候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了 猪头人身的刚烈妖王 一下完全显出了本体 是一头长着长长獠牙的野猪 野猪庞然大悟 差不多有十几层楼高 它没有丝毫的留恋 快速地朝着西方奔略而去 武者大厦 77层 一个房间里 陈凡也没闲着 他将系在脑子里的隐身术 用键盘敲打成了文档 然后打印了出来 现在没了一点底牌 让陈凡感觉就像光着屁股跑一样 很没安全感 必须赶快弄点底牌才行 而境界上 他现在是九脉镜 九脉镜突破到聚灵镜 中间隔着天嵌鸿沟 短时间内突破并不现实 思来想去 陈凡把目光盯在了隐身术上 隐身术是他破译的 是他的私有财产 可没有追溯码什么的 他想怎么打印 就怎么打印 想打印几份 就打印几份 当然 陈凡也不傻 隐身术珍贵得很 为了防止泄露 他没用外面的打印机 而是自己专门买了一台 上次修炼隐身术 精神损伤严重 灵魂本源都受创了 差点就挂了 不过 穷则思辩 辩则通达 陈凡现在想到了一个办法 之前是一下三十本 所以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 那自己一次少一点 几本 甚至一本一本地来 学习一本就恢复一下 这样累计起来 是不是就能很快把隐身术从小城提升到大城境界 隐身术 小城无恙 大城无形 圆满无相 小城无恙就已经恐怖如斯了 大城的无形 还不得更变态 想想就有些激动 忙碌了好一阵子 陈凡终于将隐身术给打印了出来 一份三十六页 担心这样子系统不识别 陈凡还用订书机给订了起来 一切准备就绪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陈凡新生期待 丁 检测到密法隐身术星号一 是否学习 果然系统提示声响起 学习 陈凡连忙到 然后他如往常那样 闭上眼睛 等着消化记忆和感悟 可结果 没有记忆 也没有感悟 只有一道系统提示声丁 学习成功 累计 一六零 陈凡人傻了 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啊 现在的情况是 学习了 手里的册子也消失了 但没有之前 那样的记忆和感悟 陈凡也没感觉到 隐身术有丝毫的提升 系统给的提示是 学习成功 累计 一六零 累计 再想到学习一本没反应 这是要累计到六十本 再一下子奏效 陈凡吓了一跳 上次三十本 就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这次六十本 还不得直接把他送走了 虽然 陈凡从一脉镜 突破到九脉镜 灵魂也跟着强大了一些 但其实非常有限 他可不认为自己 能受得了六十本的强度 之前在疾风展的时候 是可以一本一本学的呀 M 现在怎么变成累计了 关于这个 陈凡也想了想 难道是因为 隐身术的等级太高了 一本效果微乎其微 不值当 所以才累计 不管怎么说 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 那该怎么快速地弄点底牌呢 陈凡皱眉沉思 就在这时 他的电话响了 陈凡 我们已经到七十九层了 是队长郭露的声音 好的队长 我马上到 陈凡应了声 简单收拾了下 就出了门 昨天军方公告之后 下国武技研究院 第一时间就着手联系陈凡了 不过一直联系不上 然后他们了解到 陈凡是天药特战小队的成员 就转联系到了 天药的队长郭露 郭露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是受宠落惊的 这可是下国武技研究院啊 非常高大上 江南基地市武技库很牛逼吧 就隶属于下国武技研究院 而且 不止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武技研究院 同管下国八大基地市的武技库 他们得知 陈凡破译了一本古籍 而且目前来看 还是等级非常非常高的那种 下国武技研究院 希望能将这破译后的古籍 收录到武技库 当然也不是白拿 他们开出了一系列的补偿方案 郭露就联系了陈凡 征询了下意见 这才有了今天的见面 陈凡坐电梯 很快就来到了79层 79层并不喧嚣 三三两两的舞者 在茶座前或是喝茶 或是小声交谈着 郭露看到了陈凡 挥了挥手示意 陈凡也挥了挥手 朝这边走过来 茶座前 除了郭露 还有一名衣着朴素的老者 他头发灰白 戴着厚厚的眼镜 笑容温和 给人一种浓重的书卷文人气息 陈凡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 是咱们下国武技研究院的 孔文旭孔副院长 孔院长 这位就是我们天药的特战队的成员 陈凡了 郭露卫两边介绍道 陈凡小友 你好 久仰大名 孔文旭温和的伸出手 孔院长你好 陈凡也连忙伸手 和孔文旭握了握手 他没想到 武技研究院的来人 竟然是孔文旭 孔文旭啊 这个人他是知道的 大名鼎鼎 在三出的文化课上 就有关于他的课文 而且是重点 经常要考的那种 陈凡现在都还背得滚瓜烂熟 孔文旭 出自文学世家 下国古籍破译工作领域的中流砥柱 泰山北斗 破译古籍无数 其中包括 三人落座 陈凡 孔院长这次可是为了你 专门从燕京基地是赶过来的 郭露笑着道 陈凡有些受宠落惊 连道 是不大 没必要劳烦孔院长 您亲自跑一趟 我可以把东西 交给江南基地市武技库的 下国武技研究院 统筹负责八大基地市武技库的各项工作 交给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就相当于交给了武技研究院 这都是应该的 陈凡小友愿意将破译的 隐身术上交给国家 这是高义 我当面致谢才好 孔文旭温和地笑着 从容又稳重 像他这样有文化底蕴的人 谈吐很势不凡 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陈凡也没耽误时间 直接将打印好的隐身术递了过去 孔文旭接过 他简单翻看了下 瞳孔不由自主地一缩再缩 虽然孔文旭不是强大的舞者 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武技研究工作 评鉴能力是极强的 甚至武技的等级评定工作 都是他主导的 他心下连连惊叹 这本颖身术的等级之高 当时罕见 孔文旭情绪有些激动 陈凡小友 是我们低估了这本武技的价值 昨天让郭队长代为转述的补偿太低了 现在我当场拍板 在昨天的基础上 翻一背 你看如何 陈凡则舌 昨天说的是一百亿 如果卖给一些财阀 或者其他势力的话 可能会卖得更多一些 虽然价格上有一些差距 但下国舞技研究院 代表的是国家 陈凡是更相信国家的 现在翻背 直接乘两百亿了 行 就以孔院长 您所言 孔文旭办事也很干脆 拨通一个电话 简短地吩咐了句 很快就挂断了 他道 陈凡小友 两百亿很快就会 打到你的账户上 其他条件依然作数 除了再次售卖和赠送他人外 你可以随便使用 陈凡点点头 另外 我还想代表下国舞技研究院 聘请你为特邀研究员 不知陈凡小友 有没有兴趣 孔文旭笑着看向陈凡 如果单纯地 为了一本破译的5技 下国舞技研究院 确实不用派人来 就算5技等级非常高 那也不至于 让他一个堂堂副院长 亲自跑一趟 相比于破译版的隐身术 孔文旭更看重的是 陈凡的个人能力 正常情况下 破译5技 是一个庞大且繁杂的工程 需要一个团队密切合作 耗时许久 比如几个月 甚至几年 都是常有的事 尤其像陈凡上交的隐身术 这样的等级 这样的难度 可能就不单纯的是时间问题了 也许永远都破译不出来 让明珠蒙尘 而陈凡一人 就破译了如此等级的古籍 虽然具体破译 花费的时间不知 但有一点 陈凡从得到古籍 到现在满打满算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 能力之强 让孔文旭都惊叹不已 所以他来了 听到这话 一旁的郭露惊得 都瞪大了眼睛 下国五级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我的天哪 啥也不说了 郭露一个劲地冲陈凡实眼色 那表情就差把答应 快答应给写在脸上了 特邀研究员 这个陈凡还真不太了解 具体工作是什么 需要按时上班什么的吗 这是他比较关心的 因为现在他的重心 还是要在武道修炼上 郭露厚仰 福娥 这臭小子 挑挑拣拣上了 他都不知道 这是多么大的机缘 特邀研究员不用做班 偶尔有紧急破译任务的时候 可能会请你帮忙 其他时间基本不会耽误到你 不过另外特邀研究员 是没有薪酬的 特权倒是有一些 特邀研究员 可以自由出入 咱们下国八大基地市的任意武技库 可以随意翻阅 每年可以获得两次 在里面选取功法的机会 综合区的古籍 如果破译出来 会有非常丰厚的奖励 同时就和这本 隐身术一样 享有非常宽松的使用权 孔文旭耐心地解释道 陈凡 惊得张了张嘴 他忽然明白 队长为什么催着 让自己答应下来了 正常情况下 进入武技库多难啊 要么立功 要么大赛 取得好名次什么的 而有了武技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的身份 可以随便进出武技库 就冲这点 别说不给薪酬了 倒贴再多钱都行啊 另外 每年还有两次 在里面选取武技的机会 两次机会 相当于两次二等功了 除了上面这些 在综合区 如果破译了古籍 还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同时自动获得 该武技的使用权 而且是非常宽松的那种 有些事陈凡不知道 但郭露就太知道了 每年不知道多少人 销尖了脑袋 想成为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不过特邀研究员的选拔太苛刻了 名额极少 最近十年 可能都不超过一手之数 陈凡当然不会拒绝 就这如果拒绝了 那才傻呢 谢谢孔院长的邀请 也希望以后 能为国家在古迹破译方面 做出一些贡献 好 孔文旭笑容更灿烂了 陈凡小友 欢迎你加入下国武技研究院 说实在的 我很看好你 也期待你再见新宫 谢谢 对了 你武技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的身份 很快就会同步到你的武者徽章上 你去武技库的时候 还是刷徽章就行 孔文旭道 明白 陈凡点头 顿了顿 他又道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您 哦 请说 孔文旭看向陈凡 上次 我去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在那里听说 燕京基地是 有精神灵魂方面的武技 而且得知 想要学习这类武技 要求非常高 我想问一下 具体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 才能学习这类武技 陈凡问道 他还一直记着这个 当初他迫切地想学这类武技 是因为他意识到 就算他的钢胶铁柱防御再强 但在精神领域攻击面前 仍旧形同虚设 而现在 陈凡想学这类武技 提升灵魂 或者说精神力 就不再是单纯的因为这些了 现在精神领域 还制约了他学习武技 陈凡壮大灵魂 提升精神力的心情 也比之前更加迫切了 陈凡小友 还是精神念师 孔文旭惊讶地问道 不是 陈凡答道 孔文旭了然 他笑道 燕京基地市武技库 确实有一本精神领域的武技 属SS级 保管等级非常高 需要20次二等功 而且要通过正审 才能接触得到 不过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必须是精神念师 最后 这个倒不是我们设定的门槛 而是这些年来 我们研究发现 那本武技 好像是精神念师的专属武技 我们也选拔过其他一些觉醒者做实验 包括很多像你这样 擅长武技参悟的 但都不行 一点效果都没有 精神念师的专属武技 陈凡亚然 孔文旭点点头 我大体明白 小游你是想壮大灵魂 提升精神防御对吧 其实壮大灵魂有很多办法 比如 魂石 前几年从一出秘境中 出土过魂石 八大基地市的秘宝库里 应该都有 魂石壮大灵魂 更直接 也更快 你有军功在身 可以兑换资格 去看一下 魂石 陈凡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不过他暗暗记下了 这时候 锅鲁问了句 孔院长 我知道5G的等级 在天地玄黄之上 就是S级 刚才我听听说 那本精神类5G 被评定为SS级 那陈凡的 这本隐身术 会是什么等级 陈凡小有的这本隐身术 等级之高 当时罕见 SS级都不止 我估计最低4S 孔文旭认真想了下 道 听得此话 锅鲁嘴角一抽 当天 下国5G研究院 就发布了公告 大体意思是 陈凡将破译的隐身术 和国家完成交接 分别在燕京基第15G库 和江南基第15G库收入 最终评定为SSSS级 同时 聘请陈凡 为5G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这消息一出 全网再度沸腾 陈凡高益啊 最终选择把他的那隐身术 交给了国家 其实拍卖掉 或者卖给一些财阀世家 他能赚得更多 两大基地15G库已经收入 那岂不是我们也能学了 理论上是 但首先看看你的军功够不够吧 12345 卧槽 5S 这应该是下国迄今为止 最高的评级了吧 牛逼 破音 我是小萌星 特邀研究员是什么身份 很厉害吗 不是一般的厉害 有问的这功夫 不如迁度一下 友情提示 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我觉醒的就是隐身天赋 不过我的隐身 和陈凡的比有很大差距 好在这些年 倒也靠着隐身天赋 积攒了不少军功 5S 让我看看怎么个诗 已经提交资料 在正审中了 卧槽 这么快 第一个吃螃蟹的大佬就出现了 等一手后续 我也是隐身天赋的觉醒者 5S 怎么能少得了我 我不是隐身天赋的觉醒者 但我军功多啊 谁规定只能隐身天赋才能学了 陈凡就不是这方面的觉醒者 他能 我也能 冲了 炸出这么多军功大佬 5S 本来我以为大家军功都很少 没想到只是我的军功手 你们冲了 我哭了 兄弟摸摸头 你不是一个人 与此同时 天药特战小队的群里 也炸锅了 虽然他们 在陈凡身上 被震惊的次数太多了 都有些麻木了 但这次 可是下国武器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啊 他们的心 还是忍不住的 狠狠颤了下 我们敢想的 不敢想的 陈老弟 都做到了 哈哈 我没疯 我没疯啊 不 老杨 你疯了 抬走 下国武器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 这身份 谁听了不迷惑 有陈老弟这样的队友 我吹牛逼都吹不过来了 扑 老靴 话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你有考虑过牛的感受吗 哈哈 有画面了 啥也不说了 陈帆弟弟牛逼 这波我只能给陈帆82分 剩下的18分 我以666的形式送给他 这消息很轰动 钟晴当然也看到了 他惊喜地拨通了陈帆的电话 陈帆 你成下国武器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了 陈帆笑着应道 嗯 这个我也挺意外的 我男朋友就是棒棒的 钟晴自豪得很 奴帽 这是奖励给你的 哎呦 感受到了 亲屁不上了 讨厌 钟晴被逗得哥哥直笑 随即他又道 上次说请人家杜长泽吃饭的事情 就在今天晚上吧 我现在就安排 我之前和朵朵说过了 你打电话和杜长泽说一下吧 好 陈帆点头 挂掉电话后 陈帆就给杜长泽打过去了 喂 帆哥 杜长泽接电话速度相当的快 长泽 上次妖匠的是 你帮偶大忙 之前咱们说好的 试了之后 请你去新潮吃饭 今天晚上 你有没有时间 陈帆笑着问道 听到这 杜长泽激动坏了 有 绝对有 必须有啊 他对这顿饭 可是期待得很啊 单纯的吃饭 是次要的 主要是 人 激动过后 杜长泽又支支吾吾起来 那个 帆哥 朵朵 陈帆忍不住笑了出来 放心吧 叫上了 好好好 谢谢藤哥 那不说了 我去准备一下 很快电话 就挂断了 陈帆一脑门的问号 吃晚上的饭 现在中午还没到呢 就开始准备 这准备的 会不会太充分了 他笑着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时间 陈帆也没闲着 今天和孔文旭副院长交谈的时候 知道了浑石这种宝贝 他是非常上心的 现在他壮大灵魂 提升精神力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不单单是精神层面的防御 更重要的是 这还制约了他隐身术的突破 不 不光隐身术 现在 他是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可以自由出入武技库 武技库综合区里 没被破译的古籍 多的是 如果他精神力足够 肯定全都给学了呀 像隐身术 只是随便拿了一本而已 就这么厉害 这要是都给学了 他还用绸眉底牌吗 所以 在得知有魂石这种宝物的时候 这密宝库 他是非去不可的 不过陈凡之前只去过江南基地市的武技库 还没接触过密宝库 所以 他要做做功课 好在有武者之家 上面信息很详细 一下午的时间 很快过去 夕阳染红了半边天际 然后慢慢落山 夜幕悄然降临 江南基地市内 滑灯出上 新潮大酒店 一个非常高档的包厢里 陈凡最先到的 很快 钟晴和朵朵也到了 哈喽 陈凡 你最近老厉害了 朵朵笑着打招呼 哈喽 朵朵 你也越来越可爱了 陈凡也笑着 钟晴则过去 很自然地和陈凡拥抱了下 三人都坐下 晴晴 也真有你的 口口声声地说 请客吃饭 结果跑到我家饭店里来了 朵朵咯咯直笑 那没办法 谁让你家新潮 是江南基地市最高档的呢 那倒也是 不过来都来了 我可不管你们 是感谢胖子还是什么的 在我的地盘上 就得我请客 不然就是打我林朵朵的脸 朵朵掐起腰 不容置疑地道 下次吧 下次一定 咚咚咚 这时候 敲门声响起 敲门后 杜长泽才推门走了进来 看到杜长泽 陈凡眼睛都瞪大了几分 连钟晴和朵朵 也是一呆 只见杜长泽穿着皮鞋 皮鞋上一尘不染 再往上面是西裤 西裤板正的 连一丁点的折痕都没有 上身是得体的白色衬衫 头发更是打理的一丝不苟 应该还用了定型水 油光赠亮的 就这排场 第一眼看上去 精致 第二眼看上去 还是精致 第三眼看上去 太TM精致了 除了自身的打扮 他手里还抱了两束花 凡哥 钟晴 朵朵 杜长泽打着招呼 同时将两束花 分别送给朵朵和钟晴 行啊胖泽 都知道送花了 而且是我最喜欢的百合花 象征着美好纯洁 这品味可以啊 值得表扬 朵朵笑着夸赞道 因为杜长泽的名字 加上又胖胖的 他一直喊他胖泽 和胖子有点谐音 谢谢朵朵夸奖 你们喜欢就好 杜长泽傻乐着 快坐吧 长泽 陈凡招呼道 好的凡哥 杜长泽很自然地 坐在了朵朵旁边 不 看似很自然 实则紧张地一匹 胖子 你这什么情况 打扮得这么讲究 下午去相亲了 还是说 待会吃过晚饭 还得去相亲 朵朵好奇道 啊 杜长泽一时语色 陈凡差点没一口茶水 喷出来 不过杜长泽反应到也快 这不是凡哥请客吃饭吗 我想自己穿的讲究一些 会显得更给凡哥面子 凡哥现在可厉害 我得巴结一下 好抱大腿啊 胖子 你还用抱人家陈凡的大腿 我听清清说了 你现在也是觉醒者了 而且觉醒的能力是窥探未来 这很厉害好吧 以后我们还要抱你的大腿呢 朵朵嬉笑着道 对 钟情和陈凡都点头 好说好说 就凭咱们的关系 我只要梦到了 肯定第一时间就通知你们 杜长泽保证道 那你梦到过吗 朵朵好奇得很 连忙追问道 杜长泽脸刷得一下红了 梦 梦到过 哇 他难以启齿啊 总不能告诉他 没觉醒之前 经常梦到吧 还搞得他天天起床 第一件事都得洗衣服 梦到过就是梦到过 没梦到就是没梦到 你怎么还带个疤啊 朵朵不满得到 梦到过梦到过 杜长泽连忙硬着 那你都梦到我什么了 那时候我有没有交到男朋友啊 我男朋友帅不帅 有没有八块腹肌 朵朵期待地问 青春期 谁不想往爱情 尤其他还天天被钟情狂赛狗粮 杜长泽战术性挠挠头 少儿不移的画面 是肯定不能说的 而且 那是觉醒之前的 现在被逼到这份上 只能开局一张嘴 内容全靠编了 帅倒是挺帅的 不过八块腹肌 没有那么多 有几块 朵朵兴奋地问 呦 一块 一块 朵朵歪着脑袋 想象那样的画面 不行 想象不出来 他问道 一块腹肌是什么样子 杜长泽有些不好意思地 把衬衫撩起来 指着自己的肥肚男 道 就这样子的 咦 朵朵嫌弃 一旁的钟情和陈凡 笑得前仰后合 对了 凡哥 杜长泽赶忙转移话题 昨天我梦到自己加入天药C级特战小队了 我当时还纳闷呢 我还不是舞者呢 怎么加入特战小队了呢 而且还是很夸张的C级 后来我一想 天药C级特战小队 不就是凡哥你在的那个吗 是不是你帮了我 而且 现在我也渐渐摸索出一些规律了 我梦里看到的未来都是最近几天的 到目前还没有超过四天的 我既然梦到了 如果我不强行改变未来的话 那我加入天药 应该就在最近这几天 长泽 那你想加入天药吗 陈凡问道 当然想了 天药可是C级特战小队呢 杜长泽想也不想得到 好 那欢迎你加入天药C级特战小队 陈凡起身 伸出手 啊 杜长泽一脸猛逼 凡哥 你认真的吗 我连舞者都不是啊 天药能要我吗 你说了能算 你梦里不都看到了吗 已经加入天药了呀 你说要不要 我说了不算 不过我们队长说了算 他给我下达了任务 还让我拉拢你 加入天药呢 陈凡笑着道 卧槽 天药的队长 让凡哥你拉拢我 我这还成香波波了 杜长泽惊喜地道 你以为呢 陈凡 钟情 朵朵三人 几乎一口同声 凡哥 我加入天药 明天我就去拜访队长和其他队友们 杜长泽激动地道 长泽 你先别急着做决定 现在你的事情 知道的人还很少 等消息传开 肯定会有很多势力争强你 比天药强的 肯定也有很多 所以 你最好还是 你最好还是再考虑考虑 陈凡当然是欢迎杜长泽加入天药的 不过 该说的话 还是要说轻的 不用考虑了 凡哥你说的情况我都明白 就算再强大 我也不考虑 我连个舞者都不是 还拥有能窥探未来的能力 怀必其罪啊 我和他们又不熟 谁知道他们是人是鬼 他们要是对我不好 欺压我 或者剥削我 我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我为什么选择天药 就是因为 有凡哥你在 与其说我选择的是天药 不如说我选择的是凡哥你 跟着凡哥混 我心里踏实 还有 我老爸也是这么说的 杜长泽认真的到 陈凡亚然 长泽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嘿 凡哥 你不嫌弃 我试了雷坠就好 怎么会呢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别肉麻了 上菜吃饭吧 钟晴和朵朵 都是笑着 好 吃饭 陈凡也到 很快 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摆满了桌子 四人都是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 关系就挺要好的 他们在一起 没什么好拘束的 包厢里欢声笑语 气氛非常热烈 席间 钟晴贴心地给陈凡加菜 朵朵又被塞了一嘴狗粮 他用实际行动抗议 胖泽 你多吃点 杜长泽受宠若惊 一边吃了贼香 一边义正言辞地道 凡哥 钟晴 我不得不批判 你们两个了 你们这是 让我们吃饭呢 还是吃狗粮呢 抗议 必须抗议 有能耐别停 然后他快速地 把碟子递到朵朵那边 吃完了朵朵 他们不停 咱们也不能停 就给他们号 你放心 我能吃 绝对赢他们 好 朵朵也燃起了豆芝 他撸起了袖子 一个多小时后 哥 杜长泽打着宝格 一脸苦笑 行了朵朵 咱认输吧 我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 虽然我能吃 但我还不是舞者啊 凡哥都已经酒迈进了 身体素质 甩我几百条街 不行 给我吃 钟晴和陈凡 终于忍不住 哈哈笑了起来 新潮大酒店门口 凡哥 那我们回学校了 杜长泽道 嗯 你们回吧 接下来我要去干正事了 还有我 长泽 我可把朵朵交给你了 给我好好的 送到宿舍楼下 知道不 钟晴挽着陈凡的手臂 笑着道 晴晴 陈凡说要去干正事 你也跟着啊 嗯 他干的这个正事 需要我 朵朵一脸费解 他想不明白 这是什么样的正事 行 那我们就走了 我保证一定会安全把朵朵送到宿舍楼下的 杜长泽道 好 挥手再见 陈凡和钟晴看着杜长泽和朵朵肩并肩地离开 这时候 杜长泽突然把手伸到背后 给陈凡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好哥们 够意思 看到这一幕 陈凡和钟晴都相视一笑 朵朵如果和杜长泽在一起 也挺好的 钟晴感叹得道 是挺好 不过朵朵的身份也不简单啊 说到这 我最有发言权了 压力好大 陈凡调笑道 少在这里得了便宜 还卖乖了 钟晴笑着挥起粉拳锤打 陈凡抓住他的手臂 顺势将他拉入怀中 那我们也走吧 正是 陈凡野鱼地笑着 讨厌 钟晴娇羞地称了句 第二天清晨 虽然昨天奋战到很晚 但陈凡还是早早地醒来了 叫醒他的 不是梦想 也不是闹钟 是危机感 妖族的暗杀 始终是悬浮在他头顶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间 即便是在基地室内 陈凡也不敢有太多的松懈 虽然迄今为止 依旧不知道 妖族暗杀陈凡 是何原因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场和暗杀的赛跑 还没结束 而且 经历过之前几次暗杀 陈凡也意识到了 他面对的是个非常可怕的对手 其他的不说 刚认证 就派二级凶兽上门 一迈进的时候 就直接动用一级腰将 这个谁谁受得了啊 也幸亏是陈凡 这要换作其他人 早GG了 不过 陈凡心里也苦啊 本来他还很自信 只要提升的速度够快 暗杀就会永远慢自己一步 但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对手 提升多快才是快啊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当然心里苦归苦 陈凡可不认命 既然是赛跑 那总得有个终点吧 等他足够强大 强大到能够摆平这件事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赛城的终点了 到时候 陈凡非得看看 到底是哪个龟孙搞的事 而在这之前 他只能拼命地提升 拼命地跑 旁边的钟晴 现在还睡得很沉 陈凡扯过被子 帮他盖上了路在外面的美背 然后亲手亲脚地穿上衣服 就出了门 在三楼简单吃了早餐后 他就朝江南基地市秘宝库赶去 在江南基地市 五级库 秘宝库和神兵库 乘三足鼎立之势 拱位着中间的舞者大厦 现在街道上的行人还很少 陈凡速度极快 不多时就来到了密宝库大门前 密宝库和五级库 以及神兵库的安保等级都是一样的 军团助手 特战小队 以及超级强者坐镇等等 密宝库大门前也是有两排军人站岗 陈凡来到的时候 其中一名军人做出纸布的手势 和之前五级库的流程差不多 接受检查 私人物品暂存等等 不过有一点 上次陈凡去江南基第十五级库 是通过江南基地市精英舞者大赛 获得的资格 而陈凡这次需要用功勋点 或者军功兑换资格 也不能说是兑换 这功勋点和军功并不是扣除 而是可以在密宝库内 选取对应价值的宝贝 当然 如果你不选 那就作废 功勋点和军功是不退的 这一点陈凡也不难理解 密宝库作为基地市的三大抵运之一 当然有着很高的准入门槛 不然还不得乱的和菜市场一样 其实不只是密宝库 五级库和神兵库也是如此 只不过 上次陈凡去江南基地市五级库的时候 是通过精英舞者大赛 获得的资格 没有功勋点和军功一说 全场任选一本 陈凡昨天做了大量的功课 知道进入密宝库需要一千功勋点 或者一次二等功 包括五级库和神兵库也是这样的 陈凡少尉 请刷五者徽章 军人做出请的手势 好 陈凡刷了下五者徽章 很快 屏幕上显示出陈凡的信息 和上次在五级库显示的差不多 陈凡虽然加入天药C吉特战小队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还没出过任务 所以他的功勋点是零 不过军功上 有两次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 和一次三等功 军人看到这些 心里好一阵羡慕 二等功和三等功 还好说一些 一等功就太难了 少尉 检查通过 请进 里面会有专人接待您 军人冲陈凡敬礼 好 谢谢 陈凡也敬礼回应 来到密宝库入口的时候 已经有一名身穿军装的女兵在等候了 女兵和之前在五级库接待的柳燕差不多 也是短发 干练 英姿撒爽 陈凡少尉你好 我叫班淑婷 欢迎来到密宝库 班淑婷落落大方地招呼道 你好 这次麻烦你了 陈凡回应道 不麻烦 而且能接待陈凡少尉 是我的荣幸呢 回去可得给战友们 好好炫耀炫耀 班淑婷笑着道 陈凡只能笑笑 请吧 陈少尉 很快 两人走进密宝库 密宝库的建筑和五级库差不多 不过五级库里都是成牌的书架 显得拥挤一些 密宝库则不同 密宝库并不是所有的宝物都放在这里 这里有专门的展示区 陈凡近来看到的就是一排排展示台 展示台上有展示的宝物 以及介绍 价格等等 少尉 这次来你是想选什么宝物 班淑婷问道 这里有魂石吗 陈凡问道 有的 魂石 对提升灵魂和精神力 有很好的效果 出自玄月秘境 一千功勋点兑换一颗 班淑婷作为密宝库的接待 业务能力非常强 在陈凡说出魂石的时候 他就如数家真的讲解出来 这些昨天陈凡在五者之家 做功课的时候就知道了 而且 他已经算过了 一次三等功相当于一百功勋点 一次二等功相当于一千功勋点 一次一等功相当于一万功勋点 他有两次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 一次三等功 算起来的话 就是两万一千一百功勋点 能兑换二十一颗魂石 就是不知道 二十一颗魂石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能不能支撑自己 把隐身术突破到大成 少尉 我看你五者徽章上的信息 是没有功勋点的 你是要用军功兑换吗 班淑婷差一道 他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个平板 刚才陈凡在门口刷五者徽章的信息 在平板上是同步的 是的 有什么不妥吗 陈凡看班淑婷那诧异的表情 不禁问了句 也不能说不妥 就是 有点不太划算 班淑婷道 不太划算 陈凡有些不解 魂石的价格是一千功勋点 二等功就相当于一千功勋点 直接用军功和副功勋点有什么不同吗 听到这 班淑婷笑了笑 他大体明白了 少尉是把二等功和一千功勋点 完全化等号了吧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的 班淑婷解释道 如果单论功勋点 那确实 他们都是一千 但二等功 代表的可不是单纯的一千功勋点 少尉有所不知 军功和功勋点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首先 军功不止意味着功勋点 还代表了荣誉 功勋点做一些日常任务 就能获得 早晚能攒到一千 但要想立一个二等功 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其次 功勋点可以交易 军功可不能转让 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 是有更高的兑换门槛的 比如 不允许功勋点兑换 只能军功兑换 这样的情况 咱们密宝库就有很多 我记得武纪库那边也有 燕金基第十五纪库那边 有一本精神念诗的专属武技 就只能军功兑换 这么说 稍微明白吗 没想到是这样 陈凡这才恍然 也就是说 功勋点能兑换的东西 军功也能兑换 但军功能兑换的东西 功勋点不见得能兑换 简单来说 军功要比功勋点珍贵得多 对 班淑婷点头 陈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看来我昨天做的功课 还是不够充分啊 谢谢你给我讲这些 这都是应该的 班淑婷也笑笑 魂石用功勋点就能兑换 如果用军功兑换的话 多少有点浪费 既然知道了这情况 那陈凡还真有点不舍得了 我还没来过秘宝库 能先逛逛吗 如果最后没找到其他合适的 那已经用的二等功 就兑换魂石 陈凡道 他已经想好了 限定军功兑换的 肯定层次更高 如果有合适的他就选 如果没有的话 就兑换魂石 当然 那样的话也不是兑换二十一颗了 就把刷掉的二等功兑换掉 回去之后想办法积攒功勋点 再来兑换更多的魂石 当然可以 少尉请 接下来 陈凡可谓大开眼见 他见到了各种神奇的宝物 有生命之水 能让断枝重生 有血灵果 能短时间内提升三万气血 效果很快 但很温和 没有任何副作用 陈凡在这里 还看到了替身傀儡 他有些亚然 替身傀儡 不是忠家掌控的吗 班淑婷解释了下 大体意思是 忠家和国家是有合作的 而且是优先攻击 不只是忠家 其他的财阀世家 也都是和国家有合作的 毕竟 国事根本 皮质不存 毛浆烟腹 陈凡特意看了下价格 同傀儡 十万功勋点 陈凡则舌 这还只是同傀儡 金傀儡得多少 少说 也得三十万啊 而他身上有五个 这就是一百五十万啊 这还没算 他用过一次 已经退成赢傀儡的那个呢 陈凡继续向前走 他看到了一块两米多高的石头 石头上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其内 盈盈有能量在涌动 他的正面很平整 像是刀削一般 上面龙飞凤舞的 写着三个大字 觉醒石 陈凡呆了呆 这个觉醒石的觉醒 是我们觉醒者的那个觉醒吗 是的 班淑亭笑着点头 竟然还有能让人觉醒的宝物 陈凡下意识地深吸了一口气 很是难以置信 他一直以为 觉醒者都是上天的蠢 得天独厚 没想到 竟然还能人为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能够批量打造觉醒者 甚至 已经觉醒过的 在用觉醒石打造成双觉醒 三觉醒 甚至更多次的觉醒 就陈凡现在接触到的觉醒者 有精神念诗 有雷电 有速度 有超速质语 还有植物清河 虚化 挨打就变强 窥探未来等等 任何一个都像得很啊 这能力 当然是越多越好啊 甚至通过觉醒石 不断觉醒 集合万千能力 那岂不是能打造一个超级战士吗 班淑婷在一旁眼嘴笑着 他一看陈凡的表情 就猜到他在想什么了 少尉 你可能想多了 觉醒石虽然有让人觉醒的能力 但最终还是要看 每个人体内的觉醒种子 觉醒种子 对 正常情况下 每个人体内 都至少有一颗觉醒种子 有的人能够自己觉醒 而有的人可能靠自己 一辈子都觉醒不了 如果体内只有一颗觉醒种子 而且已经觉醒过了 那就算用觉醒石 也没用了 用觉醒石 必须得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体内有没用过的觉醒种子 如果一个人体内有两颗觉醒种子 自己只觉醒了一颗 体内还有一颗没觉醒的种子 那么用觉醒石 才能达到双觉醒的效果 班淑婷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陈凡了然 他下意识地又问了句 有两颗觉醒种子的人 很少吗 为什么很少听到 有双觉醒的觉醒者 非常少 百万中无一 尤其像少尉你这样 不仅有两颗觉醒种子 还全都自己觉醒的双觉醒者 更是少之又少 班淑婷道 听到这话 陈凡本能的错额 我 双觉醒 哦 对对对 差点忘了 之前为了解释成长速度 和恐怖的5G参悟 编了个双觉醒的理由 呀 陈凡忽然激动起来 每个人体内都有觉醒种子 有的能自己觉醒 有的一辈子都觉醒不了 我还没觉醒呢 如果借助觉醒时 岂不是我也能成为觉醒者 觉醒者的能力千奇百怪 神乎其神 简直太香了 谁能不动心 一想到自己 也有希望觉醒 陈凡整个人都亢奋了 他还忍不住畅想 如果觉醒的话 不知道自己会觉醒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不过 看了下价格 陈凡像是被泼了一盆子冷水 用一次觉醒时的价格 那么夸张 他惊呼 觉醒时 就是刚才班淑婷说的 限定军功兑换 而且用一次 足足需要5次一等功 看起来是很夸张 但如果少尉知道 动用一次觉醒时耗费的资源 你就会明白 这一点也不夸张 甚至十字一等功都不夸张 班淑婷道 文言 陈凡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要耗费庞大资源的 他还以为像斗气画马的开篇 斗之力三段那样 手贴一下就完事呢 是自己想得简单了 想想也是 觉醒者可是国家的心头肉 各大基地市都宝贝得不得了 如果真那么简单的话 国家别说设置这么高的门槛了 还巴不得挨个给觉醒一遍呢 陈凡暗暗把这事记下 现在有觉醒的机会 他当然要抓住 别说五次一等功 就算再多次 他也要努力凑齐 觉醒 关乎太重大了 在觉醒者面前 陈凡这个挂逼的优势 都不是那么明显了 如果能觉醒 他也会获得一种能力 手里就相当于又多了一张底牌 今后在应付妖族暗杀上 他也会更有底气一些 觉醒 一定要觉醒 现在陈凡心里是又兴奋 又好奇 不知道自己到底会觉醒什么样的能力 班淑婷看着陈凡的表情 有些诧异 稍微在了解过觉醒时候 很明显是有些激动 可他已经觉醒过了呀 而且是罕见的双觉醒 那还激动什么呢 难道他体内还有第三颗觉醒的种子 想到这里 班淑婷心头一跳 还真不好说 如果是别人 那肯定是不可能 正常一个人体内有两颗觉醒种子 基本上是极限了 再多的话 听都没听说过 可这是陈凡啊 他身上已经有太多传奇了 就算再发生点什么 他也见怪不怪了 陈凡从觉醒时上收回目光 觉醒 是他接下来的奋斗目标 不过 眼下他要认真地考虑下 这次来密宝库选点什么了 陈凡扪心自问 自己需要什么呢 需要浑石 不过用军功兑换 略亏 先作为备选 想觉醒 军功不够 那除了这些 自己还需要什么呢 陈凡一点一点地想着 现在妖族暗杀 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 他想活着 而活着 就得有实力 就得让实力 永远快暗杀一步 不管是想要浑石 提升精神力 冲刺大成隐身术 还是想觉醒 都是为了这 现在他是九脉镜 气血四百五十多万 而聚灵镜的门槛 是一千万气血 足足五百多万的差额 短时间内根本达不到 而他现在 几乎没了底牌 面对的 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 一脉镜 都能直接动用一级腰将的那种 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嗯 不按常理出牌 陈凡忽然灵光一闪 那他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啊 有一说一 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他突破到聚灵一层镜 好像意义也不大 他一迈进的时候 对方就直接动用一级腰将 那等他聚灵一层镜的时候 对方可能敢直接上妖王 所以 对方不按常理出牌 那他 也得想点齐招 你很稳是吧 那我就更稳 你还没出动妖王呢 我先把灭妖王的手段给准备上 陈凡越想越笃定这个想法 不过 灭妖王 那可是妖王啊 说说容易 陈凡才久迈进 正面对抗的话 斩杀一级腰将都有难度 更别说妖王了 不过 自身不行 可以借助外力啊 他现在不就在秘宝库的吗 M 对 就是这么办 而且 优先级非常高 甚至浑石 觉醒什么的 都能往后推一推 陈凡想清楚了这些 心头也明朗了许多 他看向班淑婷 认真的问道 秘宝库里有没有杀伤力很大的宝贝 杀伤力很大的 稍微具体要多大的 最好能轰杀妖王的 陈凡道 班淑婷心头一跳 轰杀妖王 这有点狠啊 妖王比肩人类的林海靖超级强者 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了 就算是正面战场上 也很少有妖王或者林海靖层次的强者陨落 他摇摇头 没有那么恐怖的 目前秘宝库里杀伤力最大的宝物 叫金雷珠 最高能轰杀九级妖将 说着 班淑婷在平板上快速地滑了几下 屏幕上出现了金雷珠的图案 陈凡看过去 金雷珠看起来平平无奇 就像是一个炸弹 有两个拳头大小 上面印着一个雷电的符号 班淑婷介绍道 现代热武器对凶兽妖兽已经失去了效果 别看金雷珠看起来像是炸弹 但它可比炸弹猛得多 金雷珠出自天龙秘境 当时只有一颗 后来的这些都是仿制的 是古武炼器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体 不过本质上还是古武文明的结晶 里面蕴含着极为狂暴的雷霆能量 威力大 制造难度更大 陈凡拖着下巴想着 只能轰杀九级妖将 稍微差点意思 不过也还好了 如果等他靠自身实力轰杀九级妖将 不知道要猴年马月呢 这金雷珠怎么兑换 金雷珠限定军功兑换 需要一次一等功和一次二等功 班淑亭道 陈凡眼皮一跳 珍贵 这是一次性消耗品 听个想就是一次一等功和一次二等功 不过想到九级妖将 陈凡咬了咬牙 买了 以后有这东西傍身 他也能踏实很多 不过消耗了一次一等功 陈凡距离他的觉醒之日更远了一些 班淑亭在送陈凡出来的时候 心情还是没有平静 他没想到陈凡最后购买了一颗金雷珠 这可是一次一等功和一次二等功啊 一般有这样的军功 都是会购买比较重要的修炼资源 像陈凡这样选金雷珠的很少 确切来说是几乎没有 算很奢侈了 陈凡从密宝库回到武者大厦七十七层的时候 钟晴刚起床不久 醒来见陈凡不在 他还有些失落 现在看到陈凡回来 他不禁欣喜起来 一大早的去哪里了 钟晴穿的是陈凡的白色衬衫 白皙修长的美腿露在外面 晃得陈凡眼花缭乱 陈凡抱起来 把玩着道 去了趟密宝库 去密宝库了呀 选了什么宝物 钟晴美眸放光 很感兴趣的样子 金雷珠 陈凡道 金雷珠 不便宜呢 钟晴道 别看他成为武者的时间比陈凡还晚 但他毕竟是中家大小间 见多识广 这点不是陈凡能比的 是挺贵的 一次一等功和一次二等功呢 陈凡道 钟晴笑着 贵有贵的道理 能击杀九级妖将也还不错 陈凡也笑笑 钟晴又道 那金雷珠够不够用 不够用的话 我帮你弄点更厉害的 还有更厉害的 陈凡惊讶 当然有 密宝库说没有 陈凡道 那只是密宝库没有 和金雷珠一块 从天龙秘境出土的 还有一种宝物叫崩天珠 那威力才叫恐怖呢 妖王可怕吧 在崩天珠面前 寻常妖王也得死 不过威力恐怖到一定程度 就是一把双刃剑了 它能灭杀妖王 也有可能对人类基地式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被列为了限制级武器 钟晴说道 限制级武器 陈凡心头一跳 这你也能搞到 我家就有啊 有好几颗呢 要不要 钟晴笑嘻嘻地问道 陈凡果断摇头 限制级武器 很宝贵的吧 就连和下国有合作的钟家 也才只有几颗 钟晴也没多说 行吧 那你有其他需要的吗 密宝库里的东西 不管是需要军工兑换的 还是工薰点兑换的 我都能帮你弄到 陈凡笑道 你这小妖女 一直在瓦解我的道心啊 虽然软饭很香 但我感觉我 还能支冷一下 钟晴哥哥直笑 谁瓦解你的道心了 你就说我这女朋友 做的还算合格吧 合格 必须合格 陈凡道 那需要你奖劲一下 钟晴指着自己一侧粉嫩的脸颊 陈凡轻了一口 还有这边 钟晴又指向另一侧的脸颊 陈凡又轻了一口 还有这脸 钟晴这次指的是性感的小嘴 调皮 陈凡宠溺地笑着 最后在钟晴的央求下 最终还是对了个火 刚才出去了一趟 我去冲得早 陈凡道 行 钟晴硬着 不过他美眸放光 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看起来有点小心奋 是怎么回事 一陈凡朝卫生间走过去的时候 意外发现 桌子上的青腰藤种子 那菠萝的顶端 竟然长出了两片嫩叶 他经意道 这么快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正常需要培育一年才能发芽 你这才几天啊 别说发芽了 连叶子都长出来了 是啊 正常是需要一年 但我是植物系觉醒者啊 而且觉醒的能力是植物清河 可以直接用草木精气培养它 所以就很快了 钟晴不无得意道 厉害 陈凡给钟晴竖起大拇指 他凑上前去瞧瞧 青腰藤那两片叶子 竟然刷得一下收缩起来 然后一个咕噜从桌子上滚下来 然后沿着眉腿 滚到了钟晴怀里 虽然这小青腰藤 是重新诞生了灵智 但它作为凡祖灵珠 脑海里 是储存了历代传承记忆的 其中就包括他的上一人 被陈凡斩杀的那个 所以 即便小青腰藤 现在灵智还很低 但他面对陈凡的时候 还是有种本能的恐惧 小青腰藤在钟晴怀里 两片叶子 一张一张的 好像在委屈巴巴的诉苦 这个人好凶凶 宝宝好怕怕 乖 别怕 哗啦啦 卫生间里 响起水流冲洗的声音 钟晴坐在床上 正在打电话 是打给哥哥钟伯的 一个奢华宽敞的办公室里 什么 钟伯吓了一跳 妹妹啊 哥这个可真做不了主 你等我一下 我打电话给老爸 好 钟晴点头 很快 钟伯拨通他老子中半程的电话 两个人简短聊了几句 嗯 好 我明白了吧 挂断电话 钟伯又给钟晴打过去 妹妹 老爸说没问题 老爸还夸你做得对呢 看来陈凡把青腰藤送给你这件事 让他在老爸那里 增加了不少好感 钟伯笑着说道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选的男朋友 钟晴得意 那你派人给我送来 地址是 好 搞定这件事 钟晴也松了一口气 呀 都快洗完了吧 他手机一扔 有些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卫生间里 中午的时候 钟晴叫了餐 两人在房间里 有说有笑地吃着 很是温馨 这时候 敲门声忽然响起 我去我去 钟晴一下站起来 抢着去开门了 小姐 这是您要的东西 来送东西的 是一支聚灵镜的小队 为首的那人 将一个四方的密码箱 慎重地交给了钟晴 好 辛苦你们了 什么啊 陈凡正吃着饭 见钟晴竟然提着一个四方的密码箱回来了 钟晴一笑 好东西 送给你的 说着 他动手 将密码箱打开 密码箱打开后 是一个封存很严密的金属盒子 金属盒子打开 又一层 再打开 里面的东西 这才露出庐山真面目 是一个篮球大小的圆球 很圆 也很光滑 一点瑕疵都没有 什么 这是 防护得这么好 陈凡并不认识 崩天珠 钟晴道 我累个去 陈凡惊得一下站起来 你咋给弄来了 我不是说不要吗 是啊 我也是这么说的 可我哥和我爸非得给送来 我能怎么办吗 钟晴两手一摊 对不起了哥 对不起了老爸 这个锅 辛苦你俩了 还装 当我傻呀 陈凡捏了捏钟晴粉嫩的脸颊 嘿 我男朋友就是聪明 一眼就看穿了 不过现在 他们送都送来了 还能怎么办 你就拿着吧 闲着没事的时候听个响 钟晴笑道 他直接把崩天珠 往陈凡怀里一塞 慢点慢点 陈凡吓得大叫 这可是限制级武器啊 要是不小心摔地上了 整个江南基地是没不没不确定 但武者大厦肯定是没了 傻瓜 这东西没这么娇贵 我交给你怎么用 钟晴止不住地娇笑 下午的时候 杜长泽给陈凡打来电话 他还心心念念地 等着陈凡 带他去拜会队长和队友们呢 行 正好队长他们也没出任务 那你来吧 来到武者大厦门口 给我打电话 陈凡道 杜长泽还不是武者 自己是进不来武者大厦的 好嘞 杜长泽激动地硬了声 陈凡又打电话 和队长郭露说了下 好 好好 陈凡 这件事办得不错 得知陈凡已经把他之前交代的事情给办成了 郭露还是很激动的 这可是窥探未来的觉醒者啊 半个小时后 凡哥 我到了 武者大厦门口前 杜长泽给陈凡打电话 好 陈凡其实早早就在一楼大厅了 他直接出去 武者大厦 九十九层 队长郭露他们还没到 陈凡和杜长泽随便找了个茶桌坐下 这还是杜长泽第一次来武者大厦的九十九层 他四下张望着 有些兴起 又有些紧张 长泽 放松点 陈凡笑着道 等你以后成了武者 也会经常来这里的 到时候你就习惯了 杜长泽点着头 凡哥 我会努力的 不多时 郭露从电梯口走出来 和他在一起的 有薛志刚 吕文成 杨科 方如 林铁山 和冯冰 其他人应该是再忙 没能赶过来 他们看到了陈凡 直接走过来 陈凡 陈老爹 郭露和薛志刚他们都笑着招呼 陈凡也笑着起身 一一回应 然后他给两边介绍道 队长 这位就是我的同学 杜长泽 觉醒者 觉醒的天赋 是窥探未来 长泽 这位是我们天要C极特战小队的队长 郭露 九脉静 觉醒者 觉醒的天赋是雷电 队长好 杜长泽连忙道 这位是薛哥 薛志刚 九脉静 刀指领域的觉醒者 薛哥好 这位是吕哥 吕文成 九脉静 精神念师 吕哥好 陈凡一一介绍 他每介绍一个 杜长泽都客气的问号 态度很谦卑 介绍完毕 大家这就算认识了 接下来都入座 郭露笑着道 长泽 作为队长 我代表全体队员 欢迎你加入天要C极特战小队 谢谢队长 以后给大家添麻烦了 杜长泽连道 杜老爹 别这么客气 和未来相关的天赋 非常罕见 你可是个香波波呢 也多亏有陈老爹 不然我们可能还请不到你呢 薛之刚爽朗地道 是啊 这天赋能力 有点了不得 杨科等人也道 长泽 我们天要 是归属于军方领导的特种作战小队 你现在还没到六星舞者 还不能获得军级 所以 你加入天要这事 暂时无法在军方登记报备 不过六星舞者而已 很快地 在这之前 并不妨碍 你想有相应的待遇 待遇这一块 你先看一下 郭露取出一个平板 推到杜长泽面前 杜长泽拿起来查看 随着查看 只见他的瞳孔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好一会儿 他心惊肉跳地放下平板 队长 这上面的福利待遇 确定是给我的 杜长泽有些不敢相信 三千万的修炼资源 全都是增加气血的好东西 还有重力觉醒者 灵铁山 灵哥 辅助修炼 轮流教导 武技等等 还有每个月的生活津贴 二十万 培养自己 还得钱 这 天上掉馅饼 也不过如此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六星五者 还真不难 对啊 为你量身定制的 你看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郭露笑问道 补充 杜长泽一呆 然后一个劲地摇头 还补充呢 这都让他感觉自己不配了 好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先这样 等你以后成长起来了 待遇再换 郭露道 方如取了平板 就去打印了 很快 杜长泽在加入 天耀C极特战小队的 确认书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刻 他别提多激动了 对 队长 我想去一趟四层 把这个好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爸 陈凡则在一旁解释 四层的万圣阁 就是长泽家的 我之前也一直在他家 售卖材料 原来是这样 那去吧 郭露道 谢谢队长 杜长泽感谢 然后再和众人告别后 一溜烟地跑了 看着小跑着离开的杜长泽 大家都笑了笑 杨柯道 挺不错的一个小子 不骄不躁 态度也很端正 那是 能和陈老弟玩到一块去的 品性还能差了 人以群分了解一下 宇文成笑道 没错 薛志刚也道 不过随之他 懊恼地直拍脑门 哎呀 忘了忘了 我本来还想让这位杜老弟 多留意一下 未来我对象的事情 方如撇嘴 你就是个木头疙瘩 还想找对象 活该单身 方如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 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了 听到这 郭露 包括陈凡等所有人 都是大笑起来 这话 他们听了太多次了 嬉笑了一会 陈凡突然问了句 队长 咱们天药最近出去执行任务吗 怎么了 想执行任务了 郭露问道 嗯 我今天去了汤秘宝库 才知道军功和功勋点不一样 我现在只有军功 功勋点还是零 想积攒一些功勋点 陈凡道 郭露了然 他道 我们天药是C级特战小队 只有比较重大的任务 才需要我们全员出动 平常的时候 可以单独接一些任务 舞者大厦一楼 有个任务大厅 你不知道 陈凡有些猛 他天天忙得脚手不连定 还真没了解到这块 哈哈 陈老弟一直忙着提升 不知道这些也正常 薛志刚笑着道 其他人也都点头 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忙这边 就顾不了那边 很正常 陈老弟 其实获得功勋点的渠道 有很多 功勋点和钱一样 也是硬通货 售卖一些材料 或者其他东西 除了可以用钱结算之外 也可以要求用功勋点结算 除了这些 比如老杨 帮别人治疗一次 也能获得功勋点作为报酬 对了 在外击杀妖将 也可以获得功勋点 一级妖将有30功勋点 不过这个是要有视频记录的 能证明是你杀的 吕文成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功勋点竟然也是硬通货 击杀妖将也能获得功勋点 那吕哥 击杀妖兽有吗 陈凡问道 吕文成摇摇头 妖将之下都没有 陈凡了然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薛志刚道 我补充一点 陈老弟 你要想赚取功勋点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哦 陈凡见没一条 郭露等人也都看向薛志刚 嘿嘿 薛志刚一笑 竟然还迈起了关子 老薛 你就快说吧 最近又疲养了是吧 郭露等人都笑吗 方如更狠 伸手就要去拧耳朵 别别别 我说我说 薛志刚连忙道 那我问你们 舞者大厦地下 副六层是决斗厅 副五层是什么呢 副五层是直播厅啊 吕文成 杨柯等 想都不用想 脱口答道 嗯哼 那你们有想到什么没有 薛志刚老神在在地问 吕文成率先反应过来 他一拍大腿 对啊 直播厅 付费观看 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佬 指导武技 传授经验什么的 不都这么做的吗 郭露 杨柯 方如 冯冰 也都一下反应过来 确实 一个直播厅对应的 就是一个直播间 有很多大佬入住 有些直播间 还是很有东西的 我也经常付费 受益良多 我来九十九层之前 还正在付费直播间里呢 这都没想到 可恶 让老薛又装到了 就是 老薛今天脑子转得很快啊 大家都打去笑着 薛志刚道 不是我反应快 是我尝到过甜头 之前在没突破刀径之前 我陷入瓶颈 在刀王前辈的直播间 可花费了不少功勋点 虽然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但和陈老弟那一晚上的点播相比 差远了 体验过陈老弟的厉害 我当然整天想着了 不过我也知道 陈老弟要面临妖族的暗杀 压力也挺大的 整天都忙得不行 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向他请教 可奈何心里痒啊 然后我就一直琢磨着事 就想到直播间 就算陈老弟今天不说功勋点的事 我最近也打算鼓动他去直播厅呢 郭璐等人都一笑 行啊老薛 我还原是脑子转得快了 原来是早有预谋 孩子长大了 有自己的小心思了 杨柯爷鱼地笑着 滚滚滚 陈凡道 薛哥 你太见外了 我们这关系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 你是在刀法上 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那待会我们一块交流一下 薛志刚连忙摆手 别 陈老弟 你不用 专门给我开小灶了 听老哥的 你去直播厅 开个直播间 我去你直播间 这样我也能学到东西 你也能赚到功勋点 两不耽误 直播 我行吗 我刚才听你们说 直播传授东西的 都是大佬 我可不是什么大佬 陈凡挠挠头 有些犹豫 吕文成笑笑 道 陈老弟 直播间有大佬 但也不全是大佬 也不全是指导舞技 传授经验什么的 直播间五花八门 做什么的都有 还有跳舞的 聊天的 甚至连直播吃饭的都有 只要你敢播 就会有人看 也就人多人少的问题 跳舞的 还付费 陈凡真想问一句 正规吗 他想到了前世 在地球上这类付费的直播间 可一言难尽啊 见陈凡有些犹豫 薛志刚连忙鼓励道 陈老弟 你绝对行 你现在名气大得很 要名有名 要真东西 有真东西 哪点比刀王差了 刀王一场直播 大概有三万人观看 三万 刀王的直播间算比较贵的 进去要三功勋点 这就是九万功勋点啊 虽然刚开始 人气可能上不去 但我相信 你肯定也能达到他这个程度的 而且 如果你真能做起来 那绝对是赚取功勋点 最简单最轻松的办法了 薛志刚激动地说着 陈凡心头一跳 一场直播 赚九万功勋点 他心里算着 一颗浑石 一千功勋点 九万 那就是九十颗浑石啊 当然 陈凡也知道 各行各业都有撑死的 也有饿死的 薛哥说的刀王 应该算是比较强的头部主播了 不过一想到九万功勋点 他还真有点心动 这时候 郭露也道 陈凡 可以试试 你的刀法是很厉害 而且开直播间的流程很简单 去副五层刷舞者徽章 就会给你分配一个直播厅 直播厅里什么设备都有 你只管播就行 而且 我 包括老薛 老杨 老吕 方如 冯斌 还有其他的人 咱们对哪个没开过直播 就是人气没做起来罢了 郭露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到这 就别怪我炫耀了 请问 咱们对直播史上 人数最高纪录保持者是谁 薛志刚忍不住嘚瑟起来 你你你 行了吧 行了老薛 别说了 最高纪录保持者 也没破两位数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老杨 你四个人 你就是羡慕我 你就是嫉妒我 啊对对对 别说了 求你了 这有啥 别害臊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我那场直播 九个观众 一个义工薰点 我还赚了九点呢 沉凡则舌 最高的薛哥 也才九个观众 果然是称得称死 饿得饿死 陈老弟 试试呗 薛志刚又把目光 转移到陈凡身上 鼓动到 陈凡深吸了一口气 行吧 试试 反正有大家注意在前 我也没啥负担了 他哈哈一笑 好 鼓掌 陈老弟你放心 我们会去给你捧场的 对 老薛一直拿队内 主播人数最高纪录臭屁 我受够了 这次非得把它拿下 受够了加一 哈哈 你们这帮家伙 也太小看陈老弟了 就算你们不捧场 这队内直播人数最高纪录保持者 今天也得一主了 薛志刚大笑道 接下来 陈凡在薛志刚等人的催促下 去了舞者大厦附五层 正如队长郭露说的那样 开直播整个过程很简单 他刷了下舞者徽章 然后就有人 把他领到了一个直播厅里 直播厅里 灯光很亮 设备也很全面 在他面前是一块巨大的屏幕 陈凡点了一些选项 比如进入直播间的付费门槛等等 付费有三个标准 最高是三公寻点 其次是 二 最低是一 陈凡选了个最低的 他是个纯新人 能有人来就不错了 然后他点了下直播按钮 直播就开始了 网上也多了一个新的直播间 七十九层 薛志刚 郭露他们一直在不停地刷新着 这时候 杨柯惊喜道 出来了 出来了 我也刷到陈老弟的直播间了 卧槽 陈老弟不愧是个直播小白啊 直播间的名字都不知道改改 就是平台默认的陈凡的直播间 哈哈 一回生二回熟 下次他就懂了 走 去给陈老弟捧场 冲冲冲 一个直播厅里 陈凡看着大屏幕上自己的直播间 直播间里本来是没人的 不过很快一下涌进来好几个人 下面的字幕也在不断刷新着 薛志刚进入了直播间 郭露进入了直播间 芳如进入了直播间 杨柯进入了直播间 冯冰进入了直播间 哈哈 陈老弟 我老薛来演 薛志刚打赏了主播武功勋点 郭露打赏了主播武功勋点 芳如打赏了 看着队友们的打赏 陈凡连忙道 队长 薛哥你们进来就已经是捧场了 别打赏了 不然我更不好意思 别看到王一场直播就能赚九万功勋点 但他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了 正常情况下 功勋点从积攒是很难的 队友们一下打赏武功勋点 可不少 如果再加上进来是花费的一点 都能去大主播刀王那里 看两次授课了 虽然现在直播间里没有外人 但陈凡也开始讲起来 主要是针对薛志刚目前这个阶段的 郭露等人对刀法一窍不通 他们捧完场就退了出去 只剩下薛志刚了 他听得很认真 一个楼房里 董志躺在床上翻开着手机 他是一名九星舞者 这段时间他天天去野外厮杀 挺辛苦的 今天休息一下 现在看他屏幕上 密密麻麻的都是直播间 董志已经憋了好几天了 心都有些躁动了 他打算找个跳舞蹈的小姐姐 练练手艺 董志不断地刷着 宠信哪个好呢 嗯 陈凡的直播间 哪个陈凡 陈凡不都是在安置点吗 安置点里还能直播 不 不对 外面还有一个陈凡呢 董志心头一跳 会是他吗 他连忙点开直播间下面的头像 放大 我靠 还真是 陈凡开直播了 就冲陈凡的热度 他开直播 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了 董志直接去武者之家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号外号外 陈凡开直播了 论坛人气是非常高的 很快 下面就有了跟帖 陈凡 哪个陈凡 还能是哪个 就是我们最经常说的 精英武者大赛冠军的那个啊 卧槽 真的假的 来了来了 经文我偶像开直播了 必须捧个场 我也去 虽然本人穷逼一个 但几个功勋点 我还是有的 必须支持一波 楼主 直播间名字叫什么 就叫陈凡的直播间 好 名字 朴实无华 陈凡开直播 他能叫什么 总不能跳舞吧 哈哈 什么 陈凡跳舞 几美们 冲啊 前排吃瓜 怎么少得了我 冲冲冲 陈凡直播间里 本来只有薛志刚一人 渐渐的 变成了两人 然后五人 十人 三十 大概十多分钟后 竟然突破了百人 陈凡有些惊讶 在知道队友们的惨淡战绩后 他也做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没抱太大的希望 结果 没想到短短十多分钟 竟然就突破了百人 而这还不算完 不 确切来说 才只是开始 三百 五百 一千 人数增加的速度 比刚才更快了 开播半个小时左右 就突破了一千 陈凡大感意外 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不是说很难吗 天药队史的直播最高纪录 才九个观众啊 他这轻轻松松 就突破了一千 近距离虎摸大佬 沾沾颜值 沾沾强 沾沾牛逼 偶像 康康我 我也是你的粉丝 球眼熟 陈凡GG 什么时候跳舞啊 至今我都背好了 集美们 知道陈凡在直播 我第一时间把美甲都卸了 我也是 我也是呢 不懂就问 看陈凡直播 和卸美甲有什么关系 我竟然瞄懂 我 我不纯洁了 虽然陈凡是初次直播 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阵仗 但没吃过猪肉 还没见过猪跑吗 他前世可是经常看直播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在这里 主要和大家交流一下刀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陈凡说道 然后他继续讲解 陈凡GG 不用那么较真 我们不是冲着学东西来的 我们是冲着你的人来的 对对对 你讲什么 我们都爱听 花痴脸 刀 什么刀 哪有刀 纯粹来吃瓜的路过 我也是 偶像 讲什么刀法呀 讲讲 你在野外追赶五百多万凶兽妖兽 和击杀青妖藤的事呗 我们爱听 负义 加一 陈凡可不想单靠名气 掐烂钱 既然设置了付费门槛 那他还是想让自己的直播间 有些价值的 直接无视掉这些 陈凡继续讲着 至于听不听 那他就不管了 在刀法领域 陈凡的层次太高了 早就超越了刀径 达到了引动天地之力的超凡层次 讲刀法 他完全信手拈来 而且 不管是多么高深的东西 他都能深入浅出 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面前 渐渐的 直播间弹幕的风向变了 从最开始的嬉闹吃瓜 渐渐变成了惊讶 甚至震撼 卧槽 我是来玩的呀 竟然有意外收获 同感 受益良多 我是用剑的 听大佬讲刀法 我竟然误了 万法接通 万法接通啊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感觉突然开窍了 我也是我也是 大佬不愧是大佬 服了 媳妇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直播 别说跪了 我佩服的都五体投地了 我媳妇也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直播 我直接拿给他看 现在人就跪在我旁边 巧了 我媳妇也 对不起 我忽然想起来 我没媳妇 我是个单身狗 我 我是个单身狗啊 对不起楼上的兄弟 忍不住了 我今天真正体会到了 什么叫醍醐灌顶 我修的疾风展 用了两年才小城境界 现在突破小城境界才半年 小城都用了两年 突破到大城 更是不知道要多少时间 五年 十年 万幸 万幸啊 本来抱着凑热闹的心态 来到陈凡大佬的直播间 万万没想到 意外得到了一场天大的机缘 我在疾风展小城才半年啊 就在刚刚 我竟然悟了 一举突破到大城境界 我说的这些 你们可能不信 其实别说你们不信了 连我自己都像做梦一样 陈凡 太强了 楼上的兄弟 谁说不信了 我就信你 因为我和你的感受一样 真的就是醍醐灌顶一般 最后也小有突破 而且小有突破的 肯定不止我们 还有一样的兄弟吗 扣个一 一一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 一一 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 这样高质量的直播客 跪求以后多来点 感谢 胆安 同上 同上加一 哈哈 来陈老弟的直播间 一功熏点而已 绝对让大家物超所值 卧槽 这是 小刀王薛志刚薛前辈 直播间金线大佬 薛前辈 你也在陈凡的直播间啊 薛前辈 听说前段时间 你刀法再进一步 已经能展出完美刀镜了 是不是真的 嗯 是的 这还得感谢陈老弟 多亏了他的点拨 我才顿悟 不然我不知道 要被困到猴年马月 卧槽 卧槽 卧槽卧槽 薛前辈突破 竟然也是陈凡点拨的 小本本 我的小本本呢 陈凡大佬讲的任何一个字 我都不能落下 别说字了 标点符号我都不放过 太对了 笔 我的笔呢 听到人称 小刀王的薛志刚 突破刀镜 都得益于陈凡的点拨 他们一个个的更正中了 找小本本本的 找小本本 找笔的找笔 与此同时 喂 老二 啥 午觉呢 快别TM睡了 速来陈凡的直播间 二舅 你的刀法 不是卡在瓶颈好久了吗 速来陈凡的直播间 既不可失失不再来 喂 小姨妈 啥 约会呢 你都单身三十多年了 还差这回功夫 赶紧来陈凡的直播间 快快快 错过任何一句话 都是天大的损失 陈凡直播间的人数 增加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从一千 变成了两千 然后三千 五千 七十七层的一个房间里 充斥着浓郁的草木精气 钟晴在修炼 顺带的 也在培养青腰藤 青腰藤舒服的两片叶子 一扇一扇一扇地 如果细细观察的话 好像比陈凡见识 长大了一些 嘟嘟嘟 忽然 电话声响起 钟晴一看 是闺蜜朵朵 青青 你家陈凡开直播了 你不知道 朵朵上来就问 陈凡开直播了 钟晴有些惊讶 我还真不知道 中午吃过饭 她就出去了 那怪不得 我说怎么没见你这个宠妇狂魔捧场啊 朵朵笑道 我现在就去 钟晴当即到 嗯 快来 我已经在里面了 很快 钟晴进入了直播间 然后 钟晴打赏了主播石功勋点 功勋点非常珍贵 单次打赏最大额度 就是十点 不过这难不倒钟晴 紧接着 钟晴打赏了主播石功勋点 二连机 三连机 四连机 五连机 六连机 二十连机 三十四连机 根本就不停 直接刷屏了 坏 吉美们 正功来了 你们两口子就饶了我们吧 我还在学习啊 冷冷的狗粮 就朝我脸上胡乱地拍 狗粮我只吃繁琴牌的 其他的没胃口 对 之前是被硬塞的 但吃着吃着就习惯了 现在一天不吃 我浑身难受 哈哈 今天就算撑死 直播不关 我就不退 兄弟们撑住 让狗粮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钟晴还在刷屏 期间 朵朵也打赏了十次 每次都是最大的十一共一百功勋点 一百功勋点可不少了 如果单论功勋点的话 一次三等功也才一百点 另外 朵朵虽然还不是舞者 但别忘了她可是新潮的小公主啊 谢谢钟晴和朵朵的捧场 陈凡感谢着 同时研究了下 把打赏功能给关闭了 这时候 他直播间的人数 已经突破六千了 另外一边 阿三正给杜长泽打电话 阿泽 你同学陈凡开直播了 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我不光知道 还进去了呢 杜长泽得意道 卧槽 你进去了 你连舞者都不是 哪来的功勋点 阿三惊讶 给我爸要的呗 而且阿三 我不光进去了 还给凡德打赏了呢 杜长泽炫耀道 阿三更是惊呼 卧槽卧槽卧槽 行啊 你阿泽 阔气啊 打赏了多少 也没多少 我和我未来的女朋友一起 也就打赏了一百多功勋点而已 杜长泽很谦虚地道 听到这 阿三更是惊得 双手抓紧头发里 虽然钱和功勋点 没有兑换通道 但也能大概地估算一下价值 一百功勋点 大概能买三十颗气血丹 而一颗气血丹 三万多块 粗锐的估算 一功勋点 大概相当于一千块钱 一百多功勋点 那就是十几万啊 也难怪阿三震惊成这样 安拉安拉 都是茫茫语啦 杜长泽像是说着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心里则想着 多多一百 加上我的一点 一百零一 一百零一也是一百多呀 嗯 诚实的我怎么会说谎呢 七十九层 郭露 薛志刚 吕文成 杨科 方如和冯斌 都还在这里 除了薛志刚 其他人捧过场之后 就从陈凡直播间退了出来 现在他们都凑在薛志刚这里 紧张地看着直播间不断上涨的人数 七千了 七千一百了 七千一百五十 七千二百三十 我的天 照这速度 有可能破万啊 陈老弟不愧是陈老弟 牛逼 羡慕哭了 以后谁想再破最高人数的记录 可就难了 这还不是陈老弟的极限呢 我们拭目以待 能打破陈老弟记录的 恐怕只有陈老弟自己了 这时候的陈凡 已经不再关注人数了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 对刀法的讲解中 周文青进入了直播间 赵帅进入了直播间 马达进入了直播间 拱拳进入了直播间 直播间里很清爽 一个弹幕也没有 应该是都在倾听 领悟和记录 而类似于这样的提示 却刷新得越来越快了 与此同时 刀王也在直播 刀王 本名温玉成 现年七十岁整 距零六曾经的超级存在 刀之领域的觉醒者 一手刀法出神入化 九富圣名 为他博得了一个刀王的美誉 这也是温玉成最为骄傲的事情 现在行走在外 他都很少用本名了 都是用刀王 就好比他直播间的名字 就叫刀王的直播间 虽然看起来有些朴实无华 但刀王二字 就是金字招牌 是观看人数的保障 比如今天 他开播一个多小时 人数轻轻松松 就又上三万了 直播厅是属于官方的 旨在鼓励大家 相互交流 分享经验 收益权规主播 官方并不从中分成 现在人数上了三万 一个人是三公勋点 轻轻松松 就是九万公勋点到手了 刀王每周都会固定直播一次 这些年下来 可以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看着直播间 还在不断涌入的提示 刀王心下笑了笑 看来今天的人数 还能往上冲一冲 讲解之余 他又瞄了一眼直播间的人数 嗯 两万九千九百一十 刀王有些错愕 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人在不断进入 总人数没增加 怎么反而减少了呢 揉了揉眼睛 再看 两万八千九百九十 刀王眉头微微皱起 总人数在减少 这种情况 直白点说 就是进入的人少 退出的人多 这种情况 还从来没发生过 进一次自己的直播间 可不便宜呢 要三公勋点 一般进来了 就很少有中途离开的 甚至往往最后 都还会要求自己延长直播 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么多退出的 是我哪里讲错了 M刀王赶紧回想了下之前讲的 好像也没错啊 这时候 直播间的人数 还在不断下降 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直播间的人数 怎么还下降了 不知道啊 进来一次三公勋点 说退就退 好任性啊 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你就说 是这样的 刚才我老表打电话给我 说是陈凡开直播了 让我赶紧去 好像他挺急的 说完就挂了 陈凡 是那个陈凡吗 是 就是精英舞者大赛冠军的那个 卧槽 我偶像啊 偶像开直播了 必须去捧个场 我也去瞅一眼 这消息一出 直播间的人数 一下直降五百多 而且 这势头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陈凡 那个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刀王脸色微沉 本来他对陈凡 还是有些欣赏的 在初级舞蹈学院中途辍学 从底层中崛起 成长速度很快 勇夺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镇压轻腰疼 越级斩杀腰将 创造了不少的奇迹 而且还成了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腰研究员 整体来看 是个好苗子 可听到陈凡在直播 小小年纪 不脚踏实地 没有太过硬的东西 就敢开直播 一看就是靠着热度 划众取宠 割韭菜的 刀王顿时不喜了 就这品行 以后难堪大任 他对陈凡这个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一下好感全无 还有 对那些离开的观众 刀王也有些愤慨 他一周只直播一次 机会何等难得 那些人盲目地追星 把他直播这么宝贵的机会都放弃了 难不成去陈凡直播间 他还能教你们刀法 退一万步 就算能 他堂堂刀王 轻盈刀法大半生 突破刀径都有几十年了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追寻那传说中 神乎其神的超凡层次 论刀法 江南基地是 他称第二 谁敢称第一 放弃这么宝贵的机会 去盲目地追星 毫无价值 可叹 可悲 以后有他们后悔的时候 刀王摇了摇头 下意识又看了引人数 他嘴角一抽 已经下降到两万五了 陈凡的直播间就这么香吗 一个个的都去 兄弟们 让我去探探情况 马上回来 一个弹幕道 好 我们等着 好人一生平安 然后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骗子 到现在都没回来 什么情况啊 搞得 我都有些心痒痒了 别急 让我去看看 放心 我可不会像之前那家伙一样 我一定会回来的 好 相信你 然后 一分钟 两分钟 五分钟 又一个大骗子 陈凡直播间 到底有多大魔力啊 一个个去了都不回来了 是心疼功勋点吗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这次换我去 我一定回来 不 我们不会再信了 除非你发个誓 发誓就发誓 如果我不回来 我就头上发率 卧槽 够狠 我信你了 信了信了 速去速回 然后 一分钟 两分钟 卧槽 发这么毒的事 不会也不回来吧 是个狼面 来了来了 兄弟们 听课听入迷了 差点忘了这事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一个个的去了 都不回来了 长话短说兄弟们 我只能说 陈凡的直播间 是有一点真东西的 严禁于此 先撤 有一点真东西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非得去看看 我也去 一起 刀王直播间的人数 本来一直都在下降 现在几个呼吸的功夫 直接又下降了五千 现在直播间 还有一万六千多人 刀王眉头皱起 心里也有些烦躁起来 本来他以为 自己都一把年纪了 而且都已经这个境界了 应该心如止水了 不会太在乎 直播间人数这些东西了 然而 他发现他错了 原来自己还是不能免俗 刚才那么几个 口口声声说回来的 都没回来 唯一回来的 还直言陈凡的直播间 有一点真东西 现在搞得他 都有些想去看看了 不过他现在开着直播呢 直播间里 还有一万六千 欧布 现在已经变成一万五千人了 人家都是 付了费的 他不能一走了之 刀王有个规矩 一周固定开播一次 一次开播两个小时 现在还不到一个半小时 他还得再坚持坚持 时间在持续 渐渐的 刀王的直播间 几乎看不见进入的提示了 只出不进 这就导致了 在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里 直播间的人数 乘断崖式下跌 一万三 九千 五千 一千 四百 等刀王直播时长 凑够两个小时的时候 直播间人数 已经跌破了百人大关 还有六十六人 刀王面色 深沉如水 这个数字 简直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他从第一次开播到现在 自始至终 直播间都没出现过这么少的人数 哪怕是他每次刚开播的时候 一瞬间 也都涌进来几百人啊 自己兢兢业业 传授刀法 竟然不如一个 靠着一时热度 收割韭菜的年轻人 刀王一万个不服 好了各位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下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说着 他直接关掉了直播 下了波 刀王就去了陈凡的直播间 他今天非得看看 陈凡的直播间 到底有什么魔力 如果让他看到什么不正之风 或者找到什么问题 那他非得好好批判一下不可 甚至会请相关部门 严查问责 他可是距离六层进强者 而且有刀王之名 在江南基地时 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 说白了 他去陈凡的直播间 就是去找茬的 他受追捧惯了 咽不下这口气 此时 陈凡的直播间 刀王进入了直播间 刀王优越感十足地进来了 自己可是刀王啊 九副盛名 来到这个小小的直播间 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进来之前 都已经想象到那样的画面了 比如弹幕 我靠 我没眼花吧 是刀王 刀王前辈 竟然也屈尊到访了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洒花 另外 还有陈凡 肯定受宠若惊 当着直播间的所有人 各种欢迎自己 什么大驾光临了 蓬壁声辉啊等等 可以说想得很大 然而 现在刀王进来了 没有惊呼声 也没有欢迎 什么都没有 甚至 他发现这个直播间 竟然连一个弹幕都没有 这么冷清的吗 他的直播间 可是弹幕超多的 他不禁有些小得意 在这一点上 刀王感觉自己 终于扳回了一城 不过下一刻 他目光落到了 陈凡直播间的人数上 他差点跌掉下巴 九万家 而且进入的提示 还在飞速刷新着 这么夸张的吗 而且 九万多人 直播间竟然连一个弹幕都没有 都在干什么 还能再认真听讲不成 他看向直播间里的陈凡 让他意外的是 陈凡竟然没有大吹特吹 他之前的那些英勇事迹 这倒是和那些 靠热度割韭菜的 有点不同 嗯 刀法 陈凡竟然在讲刀法 好小子 在我堂堂刀王面前讲刀法 这不是扳门洞府吗 明摆着找锤 我姐听听 若是让我发现 哪里讲的不对 那你就惨了 什么无人子弟啊 一瓶子布满半瓶子 光当啊等等的话 他一下就想了一箩筐 而且 他是刀王 如果他想找点错误 那真是太简单了 然后刀王开始听起来 几分钟后 刀王浓眉一条 他忽然感觉 事情好像并不简单 深入浅出 通俗一懂 这陈凡是有点东西的 嗯 这里我也讲过 没想到还能这样呈现出来 还真是别出心裁 这里也妙极妙极 嗯 有道理 他品头论足着 时间在持续 只见刀王十二沉思 十二点头 有时候还会激动地叫上一声好 他已经听得完全入了迷 自己还浑然不觉 全然忘了 他不是来听课的 而是来找茬的 另外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刀王可不止单纯的内行 竟因此到大半生 都能称得上刀法大家了 陈凡讲的东西 对他的触动更大 他完全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冯一新是个舞蹈区的主播 今年二十三岁 他修炼不太行 到现在也就一心舞者 不过身材和脸蛋棒得没话说 他靠着俊美的脸蛋 和火辣性感的身材 获得了一个宅男女神的称号 每天开播都有超多人在守候 烧钱他刚跳完一段火辣的舞蹈 让直播间的LSP们直呼过瘾 不过这时候绑一大哥发话了 让他换个清凉点的衣服 如果是别人冯一新理都不会理 但这位可是绑一大哥呀 冯一新可不是什么新人小白 他非常明白一点 只有把绑一大哥哄高兴了 才会有大把的功勋点进账 别说换衣服了 线下见个面都是常有的事 他很听话的就去换衣服了 冯一新换衣服挺快的 不过他故意拖延了几分钟 然后才迈着步子 款款走进了直播间 结果刚坐下 他直接傻眼了 直播间的人呢 刚才他离开的时候 直播间还有一万三千人呢 这什么情况 以前他去换衣服的时候 直播间里别提多兴奋了 一个个又期待 又猴急的 冯一新也很懂 每次他都会故意拖延几分钟再出来 就是掉他们的胃口 这时候如果运气好的话 还有可能收到几个打赏 现在别说打赏了 连一个人也没有了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难不成是自己玩砸了 时间在流逝 一晃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现在陈凡已经直播两个半小时了 人数也达到了恐怖的十亿万家 刀王听得如痴如醉 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认真 直到陈凡结束讲解的时候 他还意犹未尽 从痴迷状态下回过神来 刀王心中是震战的 讲得太好了 他之前一直苦苦追寻 那刀镜之上 传说中的超凡层次 却没有半点头绪 就像是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碰壁 而今天 陈凡讲述的刀法 严简易改 竟让他有 拨开云雾见天日之感 豁然开朗 有点找到方向了 太强了 后生可畏啊 小小年纪 对刀法的理解 竟然如此之深 了不得 真是了不得 编辟入里 高屋见灵 又深入浅出 讲得通俗易懂 什么是刀法大家 这就是啊 刀王现在还忍不住地回味 而一想到 陈凡直播了两个半小时 自己只听了四十多分钟 他的心都像是在滴血 错意啊 这种高水准的直播 少听一句话 都是天大的损失 他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之前他直播间里 一个个说会回来的 基本上都没回来 也明白了 唯一回来的那位 为什么会说 陈凡的直播间 有一点真东西 还有 他也知道了 他刚进来的时候 为什么九万多人的直播间 很安静 连一个弹幕都没有 M 真是都在认真听课呀 哪里有功夫发弹幕 对了 陈凡为我今后追寻刀法 超凡指明了道路 这是大恩 感谢 必须感谢 刀王心道 他本能地想到了打赏 点拨之恩 打赏再多都不为过呀 然而 就在他打赏的时候 发现陈凡直播间的打赏功能 竟然关闭了 陈凡小友 麻烦把打赏功能开一下 今日听讲 对我而言 受益无穷 不知道该如何感谢 想借打赏 了表心意 现在直播间里 十多万人 还都一游未尽 这时候 他们看到直播间里 飘过了一个弹幕 看到那发弹幕的名字 兄弟们 我没眼花吧 刀王前辈 卧槽卧槽卧槽啊 真是刀王 连刀王也来 陈凡的直播间了 刀王不仅来了 还要打赏 直播间里的 许多人都惊了 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啊 刀王名气很大 很少去别人的直播间 不过 之前偶尔也有过一两次 都是讲刀法的 刀王的眼光 是何等的刀啊 不到三分钟 就把主播训得 像个小学生一样 主播唯唯诺诺 吓得一句话 都不敢说 老惨啊 渐渐的 刀法这块 都不敢直播了 要问为何 都怕被刀王查防啊 现在 刀王到了陈凡的直播间 非但没有训斥 竟然还直言 受益无穷 要打赏 卧槽 惊得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陈凡也看到了这条弹幕 刀王 他知道 应该就是队长口中说的 一场直播 能赚九万功勋点的那位 这样的存在 竟然来自己直播间了 说实在的 陈凡也挺意外的 这位刀王前辈 进入直播间时 都付过功勋点了 你有所启发就好 至于打赏就不用了 陈凡淡然地道 小友 可别称呼我前辈 我不配 你在刀法上的成就 已经远远超过了我 要争论的话 我应该称你为前辈才是 刀王发着弹幕 然后紧接着又是一条 陈凡小友 你刚才讲的 有几句涉及到了超凡层次 就那三言两语 对我触动极大 不知道能不能当面 向你请教一下 我愿意出十万功勋点 作为报酬 看到这弹幕 陈凡还没回答 直播间里的网友 就不答应了 哎 刀王前辈 做人要厚道啊 你这是想吃毒食啊 我们都还意犹未尽呢 要讲也得让陈凡大佬 在直播间讲啊 对对对 陈凡 大佬 下次直播什么时候啊 这次直播了两个半小时 很不错 接下来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上个厕所 然后立马回来给我播 很够意思了吧 十分钟 不同意 生产队的驴 都不敢这么先 对 三分钟 不能再多了 要我说 就应该 把陈凡绑在直播间里 他讲得这么好 少说一句 都是咱江南基地市莫大的损失 同意 你们过分了哈 就算陈凡同意 钟情能同意 斜眼笑 谢谢大家的厚爱 不过暂时 我还是要以提升实力为主 直播的话 看情况吧 偶尔会播一下 陈凡说道 听到这 直播间里一片哀嚎 大佬 不要啊 我的刀法 没有你 怎么能行 陈凡GG 你有这么大的本事 就可怜可怜我们呗 难道我们手里的功勋点不香吗 涨价 强烈支持陈凡涨价 别说三功勋点了 三百功勋点 我们都看 负义 加一 这没用啊 刚才刀王一个人都开十万了 陈凡再次到了声线 然后就果断地关闭了直播间 直播厅隶属于官方 没有抽成 收益权规个人 而且 实时结算 陈凡从直播厅出来的时候 他舞者徽章上 就收到一条短信 是功勋点到账了 这次陈凡一共收获了 十一万八千零五十功勋点 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 一颗浑石 一千功勋点 他这些功勋点能兑换一百一十八克 不知道一百一十八克魂石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应该够了吧 一想到能打破精神力不足的限制 陈凡就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不过 他没直接去密宝库 而是先去了一趟七十九层 队长他们应该都还在 也确实 在陈凡来到七十九层的时候 锅炉他们都还在原来的地方 见陈凡回来 他们一个个都兴奋地起身 陈老爹 你也太强了吧 直播间足足有十一万多人啊 七千人数的时候 我以为是极限了 没想到 是我格局小了 连刀王都去了呢 两个多小时前 陈老爹说想赚点功勋点 两个多小时后 十一万多功勋点就到手了 羡慕死我算了 咱们积攒功勋点多呢 再看看陈老爹 轻松得很 这还是陈凡弟弟第一次直播呢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以后人数还会更多 对 郭露也点头 陈凡要是多花点精力直播的话 那绝对赚妈了 陈凡笑了笑道 功勋点够用就行 太多也没意义 实力才是根本 陈老爹 你真不考虑在直播上发展一下 吕文成诧异地问道 陈凡摇了摇头 吕文成捂住胸口 一场直播十几万的功勋点呢 说不要就不要 他都替陈凡心疼地慌 我倒认为陈老爹说得对 功勋点够用就行 实力才是根本 没有实力 要再多的功勋点也没用 杨柯说道 确实 陈凡是理智的 没有被大量的功勋点 给冲昏了头脑 郭露也点头 队长 你们先坐着 我得再去一趟秘宝库 陈凡说道 大家都一笑 有功勋点了 这是要去消费了 陈老爹这次打算兑换什么宝物 浑石 陈凡目的很明确 陈凡再一次来到秘宝库 上一次是上午来的 这一次是下午来的 凑巧的是 接待的人还是班淑亭 少尉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今天这第二次来 是打算兑换什么东西 秘宝库门前 班淑亭笑着问道 浑石 陈凡也笑了笑 道 哦 少尉最终 还是决定用军功兑换浑石了 看来这浑石对少尉非常紧要 班淑亭带着陈凡 朝秘宝库内走着 同时道 是挺重要的 不过不是用军功兑换 上午从这离开后 我想办法搞了一些功勋点 陈凡道 是吗 班淑亭笑着 他拿出平板 很快调出了陈凡在门口 刷五指徽章时的信息 一看 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 十 百 千 万 十万 十一万八千零五十功勋点 这么多 他可知道 功勋点还是非常难得的 陈凡是九脉镜 正常的九脉镜舞者 一年到头 从年初忙到年尾 都不见得能攒够两万功勋点 十一万多 可能得五六年 而陈凡前后才半天的时间 就弄到这么多 这根本不现实 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动用了非常手段 非常手段 一般人可没有这个能耐 往往这样的人 有着不俗的社会地位 或者有很大的话语权 能量极大 哪怕是陈凡这个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都做不到 十一万功勋点 不是个小数目 那会是谁不遗余力地支持陈凡呢 班淑婷下意识地想着 他梳理着陈凡的交际圈 陈凡的交际圈 其实挺简单的 他本能地想到了一个人 而且 是有且仅有这么一个人 有能力 也有动机帮助陈凡 那就是他的女朋友 钟家大小剑 钟情 嗯 是了 应该是钟家大小剑 出手了 班淑婷越想越是笃定 他看着陈凡俊朗坚毅的面庞 心下不由感叹 想不到连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陈凡少尉 也挡不住软饭的诱惑 当然 班淑婷并没有瞧不起的意思 只是纯纯的八卦罢了 嗯 好像也不能完全说 陈凡少尉吃软饭 少尉还将价值连城的青腰藤 送给钟家大小剑了呢 如果卖掉 他多少功勋点都不到 应该说 他们相互扶持 你帮我 我帮你 双向奔赴 这种美好的爱情 真是让人羡慕 两人并排朝展示区走着 这一路上陈凡 可不知道 这个英姿飒爽的军人小姐姐 脑子里想了这么多 很快 来到一个展示台前 班淑婷站定 少尉 这就是浑石了 上午的时候 已经给您介绍过了 还需要再介绍一下吗 班淑婷问道 不用了 陈凡看着散发着金银光芒的浑石 眼底不由地献出几分渴望 那少尉想兑换几颗 班淑婷看向陈凡 陈凡道 浑石一千功勋点一颗 我的功勋点 最高能兑换一百一十八颗 那就一百一十八颗吧 一百一十八颗 听到这话 班淑婷惊惊地张了张小嘴 首先功勋点是非常难得的 就像刚才说的 一个正常的九迈进五者 一年可能都攒不到两万 其次 功勋点用途很广 不管是秘宝库 还是五级库 或者神兵库 都要用到 另外 它还是硬通货 日常生活中 很多场景也会用到 就算攒到一些功勋点 往往也不会一股脑地 全部拿来兑换浑石 一般都是兑换几颗 像陈凡这样 一下兑换上百颗的 还从来没有过 关键是 秘宝库里 现在库存也没这么多啊 对不起少尉 几年前从玄约秘境 一共出土了2800颗浑石 我们江南基地市 秘宝库分得了320颗 这几年陆陆续续 被兑换了一些 现在江南基地市 秘宝库 总共还有92颗 班淑婷倩一道 只有92颗了 陈凡亚然 随着他问道 那这92颗 能全都给我吗 不会有什么数量限制吧 数量上没有限制 班淑婷道 那还好 那就先兑换92颗吧 对了 那咱们江南基地市秘宝库 什么时候会再补充浑石 陈凡问了句 班淑婷摇了摇头 这个还真不好说 宝物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上次再悬月秘境 只得到这些 想要再补充的话 就得看运气了 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秘境 而那秘境里还得刚好有浑石 陈凡愕然 说白了 就是数量非常有限 那我还想兑换的话 能从其他基地市调过来一些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必须要很高的层面介入 像我们江南基地市秘宝库 评级发掉函 没有哪个基地市 会舍得将自家的宝物让出来 班淑婷解释道 听到这 陈凡了然 八大基地市虽然同属于下国 但也都有着各自的利益 都想把宝物用来培养自家武者 自家武者强大了 基地市才有底蕴 才能更好的 在这个凶兽肆虐的世界生存下去 而班淑婷的话 也很好理解 就是要从高层往下压 我打个电话试试 另外 那就麻烦你 先把这九十二课帮我取一下吧 陈凡道 好 班淑婷在平板上点了点 从陈凡信息列表上 扣出了九万两千的功勋点 然后就去仓库取东西了 而陈凡则拨通了一个电话 是打给下国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孔文旭的 刚才听班淑婷说的时候 陈凡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虽然下国武器研究院掌管的是武器库 和密宝库不是一个体系 但他层次高 他对标的是 下国八大基地市密宝库的同管机构 下国密宝管理局 当然 陈凡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浑石对他至关重要 万一成了呢 喂 陈凡小友电话接通 里面传出孔文旭温和的笑声 孔院长 没打扰到您吧 陈凡客气得很 没有没有 突然接到小友的电话 老头子我还挺惊喜呢 怎么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是有点事 想看孔院长 您能不能帮得上忙 哦 说来听听 陈凡就把事情简单地说了下 大体意思是 他修炼需要大量浑石 而江南基地市密宝库浑石不足 陈凡这么说 孔文旭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陈小友 你先稍等一下 我马上打个电话 待会给你回复 孔文旭是非常看好陈凡的 他对陈凡的事情也非常重视 那就麻烦孔院长您了 陈凡感激到 不麻烦不麻烦 很快 电话挂断 大概过了三分钟 陈凡的电话响了 是孔文旭孔院长 陈凡连忙接通 孔文旭乐呵地笑着 陈凡小友 事情已经办妥了 我刚刚给密宝管理局的老郑打了个电话 这老小子竟然还想趁机宰我一顿饭 不过听到是你 他拍着胸脯立马就硬了下来 还求我 以后有机会 一定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看来这老小子也很看好你啊 密宝管理局的老郑 嗯 老郑 郑荣轩 密宝管理局的副局长 他硬了下来 这事就稳了 密宝管理局应该很快会调集浑石 送往江南基地市密宝库 你等着就是 孔文旭笑道 原来是密宝管理局的副局长 如果能结识 是小子的荣幸 陈凡连道 同时也要感谢孔院长您 小友不用客气 谢我就不用了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就多研究研究古籍 要是能再破译一本 那就真是太好了 孔文旭西记得道 小子记住了 一定 陈凡硬着 对了 浑石可不便宜呢 小友功勋点够不够 需不需要帮衬 孔文旭问道 谢谢孔院长的好意 功勋点的是 我能解决 陈凡道 好 你是咱们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那就是自己人 如果有需要 千万别客气 孔文旭道 明白 陈凡感激道 简单说了几句 双方就挂断了电话 停了一会 班淑廷取了浑石回来了 而且看他的样子 还似是有些激动 他走过来 就兴冲冲地问 少尉 你刚刚打电话 是动用了什么样的关系啊 立马在燕京的密宝管理局 就打来了电话 调动浑石的事情 已经在落实了 一般的关系 可没这效率 你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陈凡亚然 他也没隐瞒 刚才 是和下国武技研究院的 孔文旭副院长打的电话 我也只是试试看 是哦 差点忘记 你还是下国武技研究院的 特邀研究员呢 不过看得出来 孔文旭副院长 是挺看重你的 班淑廷羡慕道 陈凡笑了笑 并没说什么 对了 少尉 刚才我接到的电话说 这次一共调集200块浑石 到咱们江南基地市民宝库 200块的话 你的功勋点可不够咯 班淑廷提醒道 我知道 今天晚上 我会再弄一些功勋点 陈凡道 听到这 班淑廷的美眸 不由得瞪大了几分 这话听到他耳朵里就是 回去再给我女朋友钟情要 可为什么是晚上呢 难道 还得先干活 伺候好了才会给 哎呦我去 有那画面了 和影视剧上被富婆包养 吃软饭的情景 不能说相似 根本就是一模一样 他暗暗心疼陈凡一波 可惜了 自己不是富婆 陈凡并没在这里过多停留 取了魂石 很快就离开了 班淑廷把陈凡送到密宝库门口 陈凡的身影渐行渐远 班淑廷这才收回目光 淑廷 刚当你接待的是陈凡少尉吧 这时候 一个同样短发 英姿飒爽的女兵走过来 摇看向陈凡离开的身影 是的 文雅 班淑廷点头 叫文雅的女兵 也是密宝库的接待员 他们关系挺好的 唉 陈凡少尉 泽泽 真是可惜了 文雅也从陈凡远去的身影上 收回目光 她连连感叹着 文雅 怎么 陈凡少尉吃软饭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班淑廷很是惊讶地道 文雅本能地一愣 我勒个去 陈凡少尉吃软饭 真的假的 快快快 先坐下 这个戏说 她一下两眼放光 心里更是燃起了熊熊的八卦之火 啊 班淑廷一呆 你不是说的这个 我当然说的不是这个了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快说说你知道的 文雅兴奋得到 班淑廷尴尴尬了 她是不想说的 但文雅哪里会轻易地放过她 一直缠着催着 无奈 她只能把陈凡一下 多了十一万的功勋点 以及她的推测说了出来 听完 文雅则舌 她哭笑不得 舒雅 以后少看点影视剧吧 你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 还有理有据的 我要不是知道 陈凡少尉的十一万功勋点怎么来的 我都信了 啊 你知道 少尉的功勋点是怎么来的 你自己看吧 文雅打开五者之家 给班淑廷看 现在五者之家 一个个帖子 都是关于陈凡直播的 班淑廷快速翻看了几个 她小脸一呆 十一万功勋点 竟是陈凡少尉直播的来的 现在五者之家上 除了盛赞陈凡直播的 就是哭着嚎着 跪求陈凡快点直播的 她竟然想成了吃软饭 还得卖力干活才要来的 甚至连干活画面都挠不出来了 班淑廷一下捂住了脸蛋 真是羞死了 文雅 那你刚才说陈凡少尉 可惜了 是什么意思 班淑廷连忙转移话题 大好的时间不去直播 不是可惜了吗 文雅直接道 班淑廷 陈凡从江南基地市密宝库离开后 就回到了五者大厦 她没去77层 因为接下来要吸收魂石 她直接去了静室 一间静室里 陈凡盘膝坐着 在她身前是92块魂石 一个个散发着晶莹的光芒 把这不大的静室 都应要的五彩斑斓 吸收魂石的方法 陈凡之前就了解过了 此时 只见她将一块魂石 贴在额头上 魂石内的能量 像是找到了宣泄口 点点光芒 从魂石上 融入陈凡的眉心 大概一分钟后 一块魂石吸收完毕 这时候 陈凡手中的魂石 已经没了光彩 变得和普通石头无异了 至于吸收一块魂石的感觉 陈凡不是精神念师 精神层面的提升什么的 她也察觉不出来 倒是感觉脑子更清明了一些 就从这点 大体判断 效果还是有的 那么 继续 接下来 陈凡一颗一颗的吸收魂石 时间在持续 就算吸收一颗魂石 只需要一分钟 92颗魂石 也需要92分钟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而陈凡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闭关吸收魂石的时候 她直播的事情 还在继续发酵 在网络上引起的轰动越来 也越大了 毕竟是一场 关乎十多万人的刀法盛宴 舞者之家上 分享突破的帖子 比比皆是 引得那些错过直播的人 各种羡慕 还有惋惜 哎 你说 我今天怎么就出城了呢 错过了这么大一个机缘 单纯的挣这两个鼻子 有何用 楼上别说了 我更惨 我今天就在城内 当时在睡午觉 我哥 还打电话给我了呢 让我赶紧去陈凡的直播间 可我以为是单纯的凑热闹 就没把我哥的话当回事 翻了个身 继续睡了 我 啥也不说了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我也是 听说了 但没去 想着一把年纪了 凑什么热闹 是啊 谁想到陈凡直播间里 不是吹牛聊天 竟然讲起了刀法 虽然知道陈凡刀法不错 但谁能想到这么不错呀 好羡慕今天在陈凡直播间的那十一万多人 好羡慕他们突破 同羡慕 楼上的兄弟们 你们格局小了 我们在陈凡的直播间 收获的可不止一时的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 陈凡有潜入身 给我们梳理了刀之大道 为我们以后修炼刀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意 确实不止眼下 以后也受益无穷 别说了 别再说了 求求了 人已哭晕在厕所 陈凡有这本事 不直播真是可惜了 强烈请求陈凡 再直播一次 对 我们知道他面临着妖族的暗杀 压力很大 有很多事要忙 我们也不贪心 只要再直播一次就好 负义 迟迟 只要陈凡肯直播 涨价都没问题 直播厅最高三功勋点 放开权限 提到一百我也没意见 对 相比于一个那么大的机缘 区区一百功勋点算得了什么 一百功勋点在密宝库 才能兑换点什么呀 请陈凡直播 可不能单纯地喊喊口号 我们要身体力行地行动起来 大家好 我已经给江南基地市官府 和军方的一些领导打过电话 看能不能让他们帮忙请一下陈凡 不过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武者之家论坛最下面有个留言板 大家都去留言请愿 卧槽 都能直接通话江南基地市官府 和军方的一些高层了 楼上这是大佬啊 感谢大佬做出的努力 嗯 刀客温玉成 温玉成 刀王前辈 也是这个名字吧 重名了 还都是用刀的 大家不用猜了 我就是 你们口中的刀王 不过今天在听了陈凡小友的课之后 我就把名字改了 刀王这个称号 我担当不起 以后重新做回刀客温玉成 之后就没有刀王了 如果有 那也一定是陈凡小友 温玉成言辞诚恳的道 刀王前 哦不 温前辈 好魄力 就冲你这点 我给你点个赞 对 好样的 放下过往 重新启航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是需要莫大的勇气 温前辈好样的 666 谢谢大家 希望以后和大家一起进步 还有 大家别忘了去留言板请愿 众人时差火焰高 也许会有用 我已经留言了 接下来就拜托大家了 我也去请愿 我也去 冲冲冲 然后就看到留言板上的留言 在飞速增加 而且越来越快 3000 5000 8000 1万 2万 4万 9万 15万 30万 都是请愿的 希望陈凡能再进行一场直播 几十万人请愿 可不是小事情 这是很快惊动了江南基地市官府 因为陈凡是隶属于军方 江南基地市官府 就把电话打给了军方 军方也是刚刚得到了消息 而且是直接惊动了最高长官徐安 徐安知道这消息的时候 也是很震惊 以一人之力 推动了十多万人武器上的进步 而且 不管是错过的 还是一由未尽的 都在请愿 请愿这事 还是刀王温玉成发起的 陈凡在刀法上的造诣这么高 徐安很快做出指示 去联系下陈凡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再直播一次 毕竟几十万人请愿 名义难为 是 武者大厦 一间近视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 陈凡刚刚将九十二克魂石吸收完毕 吸收了那么多魂石 要说感觉的话 嗯 非常好 具体精神力什么的 对陈凡来说是玄之又玄的东西 看不见摸不到 不过他在其他方面能感受到一些变化 比如 思维更敏捷了 脑力也更充沛了 对世界的感受都好像更清晰了 陈凡对这样的效果 还是很满意的 不过他不知道这样够不够 上次隐身数三十本的时候 都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冲击打成可是要六十本呢 陈凡想了想 先不急 接下来很快还有二百块魂石 调到江南基地市民宝库 等再吸收二百块魂石 他底气就更足了 不过陈凡心里也在算着一笔账 他本来有十一万八千零五十功勋点 购买九十二颗魂石用掉了九万二 现在他手里只剩下二万六千的功勋点了 二百块魂石可是需要二十万功勋点的 还差将近十八万呢 赚取功勋点的方法肯定是开直播 之前的十一万多就是这么来的 不知道一场直播能不能赚够十八万 试试看吧 如果不能就多开一场 陈凡摸了摸鼻尖 今天直播的时候 大家都要求着让他继续直播 他还说要把精力放在五道修炼上 直播只能看情况 没想到这么快又得直播了 不过赚钱吗 不丢人 就在这时候 陈凡的电话响了 是队长郭露打来的 喂 队长 陈凡接通 陈凡 你在哪里 郭露直接问 我在舞者大厦的近视呢 怎么了队长 哦 是这样的 军部在找你 他们给你打电话 没有打通 就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 郭露说道 军部找我 陈凡有些意外 那确实打不通 他的手机是设置过的 没有备注的陌生号码 是打不进来的 他连问道 队长 军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郭露笑道 还能有什么事 肯定是你直播的事情了 现在事情到这么大 你不知道 他有些诧异 陈凡一脸猛 队长 我直播的事情怎么了 下午和你们分开 我就去了密宝库 从密宝库回来 我一直在近视里 闭关吸收浑石 郭露了然 他解释道 下午你直播的效果太好了 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而且 事情持续发酵 不管是看过 意犹未尽的 还是错过你直播的 都求着 要你再直播 刀王还带头发起了请愿 短短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五者之家的留言板上 就有三十万人情愿了 在给你打电话之前 我还去看了一眼 马上就破四十万了 这事影响很大 已经惊动了江南基地市 官府和军方 着实名义难为 军部打电话找你 是征询你的意见 看能不能再进行一场直播 时间上可以你来定 你看什么时候合适 就什么时候直播 只要你答应直播 能让官府和军方 给民众一个交代就行 陈凡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事 都惊动军方和官府了 而且 请愿的人 马上都破四十万了 自己人气这么高的吗 本来兑换魂石 功勋点差小十八万 他都还没信心一次搞定吗 陈凡 那你先考虑考虑 考虑好了对我个答复 我帮你回复军方 郭露道 陈凡直接道 队长 不用考虑了 麻烦您直接回复军部吧 一个小时后 我开启直播 一个小时后 你确定 郭露不由得一惊 陈凡点头道 好好 我马上回复军部 郭露有些兴奋的道 很快 军方和官府 发布了一个联合公告 公告很短 确切来说就一句话 陈凡将在一个小时后 开启直播 这消息一出 整个江南基地市 都直接沸腾了 卧槽卧槽卧槽 真的假的 我不是在做梦吧 军方和官府 发的联合公告 应该假不了 惊喜来得太突然 喜大普奔 陈凡应该是听到了 我们的呼唤 也有可能是军方下了命令 扑哈哈 对不住了陈凡 还得辛苦你一下 下午陈凡直播的时候 我错过了 这次就算天上下刀子 也别想阻止我 别说下刀子了 下美女 我眼睛 也不带窄一下的 佩服 牛逼 美女 什么美女 什么美女 穿衣服吗 穿不穿衣服 是重点吗 哈哈 人在外面吃饭 吃完马上回去 还有一个小时陈凡 就要直播了 你竟然还有心情吃饭 吃个吉尔啊 就是 我都洗完澡 马上就要和女朋友 付距离接触了 站前看了下手机 知道了这消息 我立马明镜收兵 提上裤子就撤了 卧槽 顿时有画面了 这态度没得说 我已经准备好 笔合小本本了 我还沐浴焚香了呢 卧槽 一试赶拉马 我也得准备准备 兄弟们 现在机会已经争取到了 至于能学多少 就全看个人了 奥利给 现在是傍晚时分 滑灯初上 天气也没了白天的炙热 大街上 本该是最热闹喧嚣的时候 但今天街上行人出奇的少 这些不多的行人 也大多步履匆匆 原因无他 距离陈凡直播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江南基地是 军事基地 徐安下令停止了部队的一切活动 晚上就一个安排 那就是全体官兵 准时收看陈凡的直播 就连他这个最高长官 现在也早早地坐在了电脑前 他不时地看向墙壁上的时钟 时钟滴答滴答作响 好像今天的时间 出奇地慢 一个宽敞的练功房内 香炉里 青烟鸟鸟鸟 魏玉成沐浴后 走了进来 原来沐浴焚香的不止一个 仪式感拉满 他盘膝坐下 静静地等待 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江南武大的一个宿舍里 杜长泽也早早地准备好了 自从他觉醒之后 他在江南武大的待遇 也是直线上升 现在住的是单人宿舍 各种家电齐全 很是不错 现在杜长泽坐在电脑前 旁边整齐地放着笔和小本本 他现在器械是194 又有天药特战队提供的 珍贵修炼资源 突破成为舞者 也就最近几天的事 成为舞者后 就要修炼舞技了 要说他运气真是不错 正好赶上了陈凡的直播 下午的直播 他全程都在观看 如果用八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 惊为天人 收获巨大 相当于陈凡提前给他打好了基础 今后能少走很多弯路 这样的机会 可太宝贵了 所以 在得知陈凡晚上还会直播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 就坐在电脑前等着了 哎呦 不行 还得去趟厕所 杜长泽搜的一下起身 冲进了卫生间 他哪里都好 就是有个小毛病 在一些重要关头 或者场合 容易紧张 一紧张就想尿尿 在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里 这已经是第七八次了 包括今天和天药队友 见面的时候也是 当时他可紧张了 那尿意强烈的 差点都没忍住 后面他急匆匆地离开 说是去给他老爹报喜 其实更多的是 急着去厕所 一个小区居民楼里 一对夫妻都坐在电脑前 老公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上显示的时间 老婆则显得有些无聊 老公 这么干等着挺无聊的 要不咱先得尽一下 老婆五妹地凑上来 胡闹 还有十五分钟陈凡 就开直播了 这么短的时间够干什么的 老公言辞拒绝 十五分钟 以你的速度 能来十五次 还有吸科事后烟的时间呢 来吗 老婆撒娇道 老公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三人 现在已经下班了 他们聚在一块 也是在等陈凡的直播 陈凡下午直播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上班 根本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那必须得捧场啊 另外 刘志安三人成为舞者 也有一段时间了 还一直没有修炼武技 现在网上对陈凡直播的评价极高 几十万人请愿 都惊动了官府和军方 他们也刚好凑这个机会 接触下刀法 不过 说来惭愧 他们三人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上班 只去过舞者大厦的任务大厅一次 还是接的最普通的日常任务 所以现在 他们一人只有一功勋点 考虑到陈凡的直播这么火热 进入的门槛 肯定也会水涨船高 网上那些说 打破直播权限 价格提到一百 甚至三百功勋点什么的 他们觉得不太可能 小凡不是那样的人 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不过这么火 还这么有价值的直播 如果还是一功勋点的话 那真心是太便宜了 便宜的都有些不像话了 他们推测 最合理的应该是三功勋点 在平台规则之内 又不是最低的 一切刚刚好 这也是为什么都下班了 他们三个还聚在一起的原因 他们一人只有一功勋点 看陈凡直播需要三功勋点的话 需要他们三个凑凑才可以 现在进入十分钟倒计时了 快了快了 刘志安和韩康都是激动得很 王真则笑着 以前咱们和小凡天天待在一起 现在想见他都得付费了 哈哈 文言 刘志安和韩康也忍不住笑了 下国八大基地市使用的舞者之家 是同一个APP 不过注册的时候会选择基地市 如果选择江南基地市的话 那舞者之家里 基本上就全是江南基地市的舞者 里面的消息 铁子或者一些动态 也都是江南基地市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选择的是燕京基地市 那舞者之家内 就是燕京基地市的舞者 以及燕京基地市的一些相关动态 简单来说就是 软件是同一个软件 但选择不同 内容就不同 当然 这也不完全绝对 在舞者之家的右上方 有个切换基地市的选项 不过一般大家都只关注自家基地市的事情 很少去关注其他基地市的动静 除非有很重大的事情 而现在江南基地市 几十万人请愿的事情 就传到了其他几个基地市 此时 华南基地市 舞者之家论坛上 陈凡 哪个陈凡 现在下国军方不是命令八大基地市 将陈凡统一保护起来了吗 怎么还有一个在外面蹦的 我刚才切换到江南基地市 简单看了下 这个陈凡 是江南基地市 今年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九迈镜 双觉醒 好像有点能耐 是你说错了 还是我看错了 八大基地市的精英舞者大赛时间是统一的 精英舞者大赛的参赛要求 不是六星舞者到九星舞者吗 就是啊 精英舞者大赛结束才多久 一个多月吧 就九迈进了 网上的东西 真真假假 也不能全信 咱们华南基地市 今年的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江青多优秀 多精才绝艳啊 大赛后 到现在 也才二迈进 就是 这世上还能有人比咱们江青更优秀的 随便他们怎么吹 我会幸才怪 江南基地市 这也太浮夸了吧 不就是一场直播吗 竟然还几十万人请愿 这直播能有多好 还能讲得天花乱坠不成 且 管他呢 当他笑话看看 就得了 对对 不止华南基地市 连其他几个基地市 反应都差不多 都没太当回事 甚至他们认为 江南基地市 把陈凡包装得这么好 肯定是想骗他们的功勋点 他们才不上当呢 他们的功勋点 只会花在自己基地市 其他基地市 想都别想 不得不说 现如今 八大基地市 像是八座孤岛 分布在下国广袤的土地上 地狱观念是非常严重的 燕京基地市 下国武技研究院 孔文旭在知道这消息的时候 也是有些惊讶的 几十万人请愿 下国历史上有过 但那都是战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陈凡 都有这么大影响力了 另外 请愿的人就有几十万 看直播的 估计会更多 哪怕一个人贡献一个功勋点 那也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功勋点 孔文旭不经玩耳 下午的时候 他还问陈凡 功勋点够不够用 现在看 一场直播 就能赚这么多 他太够用了 同时他也留了一个心思 小王 孔文旭喊了声 院长 您叫我 一个带着厚厚眼镜的中年人走进来 嗯 给江南基地 事务者大厦打个电话 待会陈凡直播的内容 全程备份 如果讲得真还不错的话 可以考虑收录到 5G研究院5G电子库 孔文旭说道 是 中年人点头 然后快速去执行了 社会发展到现在 已经进入高度文明时代 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手段 也已经达到了超乎想象的程度 就好比付费直播这种 其内容从来没有外写过 不只是没有录屏功能 就算是你拿着另外一个手记录 都录不上 手段就是这么先进 当然 作为官方 下国5G研究院 是有权力命令舞者大厦 从后台调取内容的 一般那都是质量非常高的内容 下国5G研究院电子库收录后 舞者可以去5G库借约 价格可不菲 当然 下国5G研究院 也不是白拿 会有相应的补偿 甚至贡献非常重大的话 那就是立功 之前就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直播视频 被下国5G研究院电子库收录 除了功勋点和5G的奖励外 军方鉴于其做出的贡献 还额外授予了一次三等功 孔文旭也不确定 陈凡讲课会是什么层次 不过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应该是有些东西的 所以 有备无患 如果鉴定后 一般 或者不是太突出 再删掉就是了 某个明亮的房间里 一个宽脸 上面还长满了痘痘的年轻人 正来回踱步 细看 哟 这不是许文吗 最近这几天 他挺烦的 至于原因 全都是因为陈凡 这家伙 最近真是一点也不消停啊 先是在外面追赶凶兽妖兽 然后镇压青妖藤 越级斩杀了妖将 最后还破天荒地 成了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看把这家伙给封光的 能耐什么呀 就你厉害是吧 许文和陈凡不对付 看着陈凡封光 他心里一万个不适滋味 原本以为这样就完了 谁知道这家伙 竟然还搞起了直播 直播就直播呗 又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 真能嘚瑟 让许文深感无语的是 也不知道 这么多人哪根精眉搭队 就吃陈凡这一套 一个个的无脑向前冲 还几十万人请愿 做人的尊严呢 能不能有点骨气了 哼 许文算是看明白了 陈凡这小子 别看外表一副很老实的样子 其实也深谙装逼之道 举手投足之间 就能装一手好X 不过 我许文不服 论装逼 他陈凡照我还嫩了点 装逼如风 长扮无身 懂不懂 拿着这样一手好牌 就完成这 如果换成自己 绝对会装得更好 更漂亮 更轰动 到时候 就不止一个小小的江南基地市了 整个下国八大基地市 都得送我之名 养我神威 M到那时 什么样的下水道 嗨嗨 打着 回想曾经 一开始的时候 许文牛逼哄哄 五考的时候大放异彩 根本就没把陈凡放在眼里 也就刚好听说 三处有个人 突破了五折 那时候对许文来说 陈凡只是他装逼路上的铺路石而已 然后 装逼失败 挨揍了 他就恨上了陈凡 从那之后 许文就把陈凡当成了宿敌 什么都要和陈凡比比 结果次次都是被摁在地上摩擦 但装逼的人 岂会那么轻易地低头认输 就好比现在 陈凡这么风光 要问许文羡慕不 他一点也不羡慕 只有极度和恨 极度的吉尔发子 许文口吐芬芳 骂了几句 然后愤愤道 就算你讲得再好 再怎么受追捧 我也不看 我许某人不是缺功勋点 就是单纯地不看 气死你 许文最近做直播 加上他非常懂炒作 也确实赚了一些 本来今天晚上 他的安排是狂吃 努力变强的 不过看到陈凡 他就烦得很 一点胃口也没有了 许文在凡的时候 有自己的发泄方式 他刚才已经给 小野马一号 到小野马八十一号 挨个发了信息 不过等到现在 一个回复的都没有 尼玛 如果换作之前 他们早就摆成 自己喜欢的姿势了 可恶 可恶啊 发泄失败 还更烦了 许文打开电视 电视上是关于陈凡直播的报道 上网刷短视频 也都是讲陈凡的 逛逛舞者之家 我去 这里更是重灾区 许文越看越烦 到处都是陈凡陈凡陈凡 一点清静的地方都没有 他快速地在舞者之家上 随便切换了一个基地市 呼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许文随便切换的是 华南基地市 他正准备随便逛逛 散散心 结果看到论坛首页的第一个帖子 江南基地市的陈凡直播 引发轰动 几十万人请愿 卧槽 我都切换到其他基地市了 还阴魂不散啊 许文本能的 就要再切换一次 不过他也有点好奇 华南基地市 是怎么评价陈凡的 然后就鬼使神差地点开了帖子 随便他们怎么吹 我会幸才怪 江南基地市 这也太浮夸了吧 且 管他呢 当他笑话看看 就得了 许文顿时乐乐 清一色质疑批判的声音 原来是友军啊 幸好刚才没划走 许文感觉找到了组织 那他可得好好的天拔火 各位华南基地市的朋友 晚上好 我是江南基地市的许文 一脉进 吞噬领域的觉醒者 许文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在下面回帖 嗯 吞噬领域 如果说吃就变强 多没逼格 不符合他的作风 装逼如风 常伴无声 千万物以逼小而不装 要时时刻刻 方方面面 把装逼刻在骨子里 江南基地市的 来我们华南基地市的 舞者之家论坛干什么 就是 看你们的直播去呗 是不是折腾得那么大 没坑到我们 又派你来忽悠了 噗 对得好 华南基地市的网友语气不善 还带着几分警惕 大家别误会 我可不会做那种缺德的事 反而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江南基地市太小题大做了 陈凡名不复实 他是有些能耐 但根本夸张 不到这程度 顶多是他运气好 江南基地市的人愿意捧他 我就很看不惯他那样子 这不 我怕大家上当受骗 能过来提醒一下 许文噼里啪啦一顿输出 言真意切 字里行间都透着真诚 呦 先别开枪 是有局 我四十米的大刀都拔出来了 果然是我们推测的那样 这位叫许文的朋友 你的大大低良心 许文兄弟 江南基地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陈凡的刀法到底怎么样 回复楼上的哥哥 陈凡的刀法只能说不错 但也就那样 反正我感觉是没什么 总之 大家记住一点 别去看就对了 哪怕是一宫勋点 有那我们去舞蹈区 看会小姐姐跳舞 他不香吗 有可 没想到许文兄弟 还是同道中人呢 这小兄弟是个妙人 许文小友 你是江南基地市的 却甘愿冒着很大的风险 到华南基地市的舞者之家 来提醒我们 就冲这点 你就是我们华南基地市的朋友 对 朋友 以后常来玩 谢谢大家 一定来 很快 他就从华南基地市的论坛 退了出来 这让许文尝到了甜头 不仅打压了陈凡 还顺手装了一波 收获了华南基地市的友谊 一箭双雕啊 何乐而不为 于是 许文来劲了 很快东北基地市 燕京基地市等 剩余六大基地市 也都留下了许文的足迹 江南基地市 舞者大厦 七十七层 房间里 钟晴为陈凡整理好衣领 忍不住地赞了句 真帅 今天我男朋友就是最棒的 他骄傲地道 陈凡笑了笑 就你嘴甜 看了下时间 差不多了 那我去了 嗯 钟晴送陈凡到门口 陈凡走进电梯 直接去了副五层 此时舞者之家的论坛里 别提多热闹了 开始了吗 开始了吗 没呢 我一直不停地刷新着呢 楼上 不用一直刷新 这么重大的事情 肯定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显示 咦 也是哈 话说你们功勋点都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好不容易争取到陈凡再一次直播 如果因为功勋点不够 被卡在门外 那还不得哭死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之前直播的付费门槛 最高才三功勋点 这个我们就不用想了 不知道陈凡最后会把价格定到多少 我自己有1200功勋点 又专门找朋友借了一些 凑了2000 不错 横吻 兄弟们 来了来了 陈凡的直播来了 卧槽 冲冲冲 我也冲 当即一个个争先恐后 附五层 一个直播大厅里 陈凡刚点下直播按钮 直播间就一下涌入了上千人 接下来更夸张 人数以几万几万的速度疯狂暴涨 不到一分钟 直播间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5万 而这还远不是终点 洒花 我进来了 我也进来了 进来了 心里也就踏实了 兄弟们 有缘让我们再次相聚 难道就我一个人发现 进来的时候 付费只有一功勋点吗 什么 一功勋点 没注意 刚才只顾着往里冲了 我也发现了 是一功勋点 陈凡太良心了 这不我哭死 还真是 就算不是网上预测的100或者300 至少也提到三点 这么便宜 便宜的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是啊 这不我直接被陈凡的人格魅力 深深折服 陈凡少尉 我兑换了 你破译的那本5S级隐身术 太难了 呜呜呜 今天有空也讲讲隐身术呗 我本身是隐身天赋的觉醒者 已经被难得怀疑人生了 负义负义 我以为笨蛋就我一个 没想到你们也 每个字我都认识 但一组合起来 我就猛逼了 咱俩一样一样的 哈哈 之前我还羡慕你们这些 能拿出那么多军功 兑换隐身术的 现在听你们这么说 我顿时心里平衡了 陈凡破译的隐身术 可是SSSSS级 不是闹着玩的 隐身术 什么隐身术 哪里有隐身术 兄弟们 快将这几个异类的弹幕顶开 讲刀法时间还不够呢 讲什么隐身术 对对对 下次吧 下次一定 我顶 我也顶 直播间弹幕密集的 让人眼花缭乱 而人数还在持续暴涨 15万 29万 50万 73万 到三分钟的时候 陈凡的直播间 突破了90万人大关 人数增加的速度 这才放缓了一些 当然 这个放缓 只是相对而言 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大家晚上好 现在也差不多了 那我就开讲了 陈凡说道 这话一出 密集的弹幕 一下消失殆尽 那整齐的程度 就像是全体被禁言了一样 直播间干净得很 只剩下不断有人进入的提示了 陈凡开始讲起来 他的层次太高了 听他那不急不徐的声音 运筹帷幄 从容自如 条理清晰 简单恶药 有时候简单的一句话 甚至几个字 就能让人毛色顿开 陈凡没有接着下午的讲 也没重复下午讲述的内容 不管是下午在直播间的 还是晚上这些新来的 他都能很好地照顾到 在陈凡的讲述下 他们都像是 被带入了新的天地 一个个都听得非常痴迷 江南军事基地 徐安坐在电脑前听着 他也是用刀的 而且在刀法上的造诣极高 甚至还在刀王温玉成之上 只不过他身居要直 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他的身份 刀法反而很容易地被忽视掉 徐安现在的心情 一点也不平静 从陈凡刚开口 他就心神一震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陈凡讲述的刀法 连他都大为触动 只见他时而皱眉沉思 时而认同地点头 听到兴起 还激动地拿起笔 快速地记录一下 好好好 妙极 真是妙极啊 之前对陈凡的刀法 他也是道听途说 现在亲身体验过 除了佩服 还是佩服 练功房里 温玉成态度端正地 像是个小学生 他一边认真听讲 一边记录着 虽然下午已经听过陈凡讲课了 也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这次 陈凡还是一次次地 让他感到惊艳 这种机会 可遇不可求 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另外 他对陈凡的刀法境界 也有了新的认识 陈凡的刀法 完完全全地领先了这个时代 绝对已经进入了传说中的超凡层次 燕京 夏国武技研究院 看陈凡直播的孔文旭 心头也是一跳再跳 虽然他不修武道 但他大半生都在和武技打交道 虽然不练 但却有着极高的评鉴能力 要知道 整个夏国的武技评级 都是他主导的 陈凡一开口 他就察觉到了不简单 而越是听下去 从最开始的惊讶 转为震惊 然后再到震撼 最后惊为天人 孔文旭心弦震战 一时间 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收录 一定要收录 这要是错过 那就是夏国重大的损失了 武者大厦 七十七层的一个房间里 钟晴也在看陈凡的直播 不过他全程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看着淡然自若讲述着的陈凡 他是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喜欢 钟晴啊 钟晴 你怎么找了一个这么完美的男朋友 钟晴一脸花痴 又幸福的样子 刘志安 韩康和王真三人 本来是准备凑凑看直播的 结果价格还是义工薰点 他们就不用挤着看了 现在 一人捧着一个手机 正看得痴迷 之前 他们对陈凡的实力 也就单纯地知道一个境界 感受并不是太深 现在听着陈凡讲述刀法 他们第一次对陈凡成长的程度 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太强了 他们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 网上所言非虚啊 也难怪会有几十万人请愿 刘志安三人都是发自内心的 为陈凡感到骄傲 江南五大宿舍里 杜长泽也在陈凡的引领下 遨游在博大精深的刀法世界里 他完全沉醉其中 虽然他之前没接触过武技 还是一张白纸 但也正因为这 他可塑性更强 而且初始的时候 就有陈凡这样极高层次的人引路 今后注定受益无穷 时间在持续 直播间人数 现在已经破百万了 达到了惊人的一百零九万 足足一百零九万人 都完全沉醉其中 根本就没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直到陈凡说 直播要结束的时候 他们才意识到 竟然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想想之前 他们等陈凡直播的时候 那一个小时有多难熬 而现在听陈凡讲课 两个半小时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所有人都是意犹未尽 这种毛色顿开 啼湖灌顶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可惜 结束了 这时候 第一个弹幕飘过 这两个半小时的学习 堪比我两年半的苦修 感谢陈凡 说少了 如果你真正明白陈凡小友讲的 那你就会发现 二十年都不止 小友涉及的深度和广度 可能是我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不过现在小友 为我指明了道路 有生之年 也许能冲击一下那传说中的境界 回复这话的是温玉成 卧槽 刀王前辈收获这么大吗 听这么一说 我忽然感觉和刀王听的不是同一堂课了 很正常 温前辈本就是刀法大家 同样一堂课 他理解的层次远高于我们 不过这也说明了一点 陈凡这堂课 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挖掘出来的 只要我们做好了笔记 慢慢参悟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收获 对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的人 笔记我也做好了 以后我这小本本 就是传家宝了 我也是我也是 你也是 楼上的兄弟 我记得你 而且印象很深 媳妇问为什么跪着看直播那次 你强行跟风 结果发现自己根本没媳妇 你媳妇都没有 还传个吉尔 是啊 你妈 我又忘了我没媳妇了 我是个单身狗 我是个单身狗啊 这孩子 以后把没有媳妇刻脸上吧 啥也不说了 收获巨大 感谢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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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弹幕开始袭来 清一色的 都是感谢陈凡 大家客气了 都是各取所需 用不着谢 那就先这样 各位晚安 陈凡说了声 就关掉了直播 直播大厅的合金大门自动开启 陈凡从里面走了出来 同时 舞者徽章上 也收到了一条提示 109万功勋点到账了 这可是109万 他有些欣喜 这些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现在功勋点攒够了 万事俱备 就等魂石调运到江南基地市密宝库了 下午的时候 陈凡和班淑婷互留了联系方式 等魂石调来后 班淑婷会打电话给他 与此同时 这边陈凡直播才刚结束 那边下国5G研究院 就第一时间发布了公告 公告也很简单 就几句话 大体意思是 收录江南基地市陈凡少卫的直播视频 到下国5G电子库 类别为刀法 观看一次 价格为300公勋点 公告上还盖着下国5G研究院 红红的印章 这消息一出 江南基地市最先轰动了 收录到下国5G电子库啊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 一般都是 要有极高的水准 才能有此殊荣 确切来说 之前获得这份荣耀的 可都是战神级别的超级存在啊 陈凡才多少 他才宁迈进啊 被收录到下国5G电子库 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而对一个宁迈劲而言 这份荣耀 更是难得 陈凡是江南基地市的 一定程度上 也代表了江南基地市 所以 这不只是陈凡个人的荣耀 也是江南基地市的荣耀 他们也予有荣烟 陈凡牛逼 收录到下国5G电子库 以陈凡的水平 当得起 下国5G研究院这个决定 是非常英明的 下国无数人将因此受益 噗哈哈 三百功勋点一次 我们看的时候一功勋点 这优越感 不就起来了吗 真好 要说三百功勋点也不算贵 别说三百了 就算是三千功勋点 也物超所值 就如刀王前辈说的意思 这份视频 就是一个无穷的宝藏 以后尝看看 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确实 大赞下国5G研究院 大赞陈凡 隐身术 讲讲隐身术啊 哈哈 哥们 直播都结束了 还没放弃呢 下次吧 下次一定 不止江南基地市 5G研究院的公告 是同时下发到 下国八大基地市的 看到这公告的时候 燕京基地市 华南基地市 东北基地市等 都是大为震动 下国5G研究院下属的 5G电子库可不是二系 收录标准极高 能被收录其中的 哪一个不是有着 极其深远的影响 而也正是因为要求极高 基本上成了战神层次的自留地 以前下国5G研究院 要收录视频到5G电子库 准备工作都要做好久 联系战神 确定时间 各种预告等等 是很隆重的一件事 现在怎么突然之间收录了一份 之前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嗯 江南基地市的 陈凡 这件事 他们好像有所耳闻了 不就是江南基地市 几十万人请愿的事吗 不过包括华南基地市 燕京基地市 等其他七大基地市 都没当回事 也就当个新闻看看 甚至当成了笑话 但现在 下国5G研究院发布公告 让他们忽然意识到 事情好像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以往收录到5G电子库的时候 都很轰动 如果收录的视频 刚好是你所在的类别 那么 不用有任何犹豫 直接往前冲就是了 不过这次发生的太突然了 江南基地市的陈凡 因为今天 他们几十万人请愿的事情 我才知道这个人 他好像才宁迈进吧 是的 明脉中的九脉镜 九脉镜的视频 都能被下国5G研究院 下属的5G电子库收录了 什么时候5G电子库的标准 变得这么低了 就是啊 5G电子库 不是一般需要战神 才能达到那水准的吗 嘿 大家别忘了 陈凡是下国5G研究院的 特邀研究员 现在他的视频被收录 兄弟们 猜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 哈哈 对 人情世卦 之前下国5G研究院5G电子库 收录某个作品的时候 是何等的轰动 而这次 之前一点动静都没有 估计是心虚吧 我倒不这么认为 下国5G研究院 不可能为了一个陈凡 就毁掉5G电子库上百年 才塑造起来的金字招牌 而且几十万人请愿 也不是二戏 也许这陈凡真有点东西 楼上 你可是咱华南基地市的人 你这立场不太坚定啊 不管是江南基地市人 还是华南基地市人 归根结底 都是下国人 我只是客观地分析一下 分析得很好 下次别分析了 我刚从江南基地市 武者之家回来 现在那边已经炸锅了 清一色地对陈凡的直播 评价高的都没话说 都夸到天上去了 看得我都有点兴了 都别吵吵了 反正5G电子库已经收录了 我去尝尝先 不就是300公勋点吗 卧槽 这不是孙哥吗 300公勋点 大概能买100颗气血丹呢 孙哥威武 行了 都等着吧 俺老孙去演 这样的荧幕 在华南基地市 燕京基地市 等七大基地市 都有上演 下国武技研究院 发布了公告 他们轰动归轰动 但多少还有些迟疑 不过有下国武技研究院 武技电子库 这个金字招牌 也不乏有去尝先的 这一尝先不要紧 直接精为天人 博大精深的刀法 在陈凡不及不虚的讲述中 像是抽丝剥茧一般 呈现了出来 清晰明了 又简单恶药 让人一听就懂 有时候的一些直言片语 都能让人受到点拨 有种毛色顿开之感 孙哥 原名孙哥 在华南基地市 也算小有名气 因为名字谐音 大家都爱称呼 他为孙哥 孙哥是九脉进武者 修的也是刀法 现在他看着 武技电子库收录的 陈凡直播的视频 他心头除了震撼 还是震撼 简直震撼到了 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都不敢想象 世间竟有人能将刀法 领悟到如此高深精妙的程度 玄奥复杂的刀法 从他口中讲出来 犹如圣子真言一般 震聋发聩 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就像是在浩瀚的 刀法世界里遨游 真是太美妙了 陈凡刀法造诣之高 完全是给他打开了 一个新的天地 让他明白 原来这才是刀法 之前 他那还自明得意的成就 甚至连过家家都算不上 孙哥坚定地相信 有这样的引路人 就算是一头猪 也能起飞 时间在持续 孙哥完全沉醉其中 直到舞者徽章上 有人发来通话请求 他才惊醒 而一看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多分钟了 喂 孙哥 你不是说尝尝先 给大家说说的吗 怎么没后续了 打电话的是他特战队的队友 六子 你修的也是刀法 赶紧去看 陈凡简直给我们 带来了天大的惊喜 一定要赶紧去看 还有给队长他们说一声 我去论坛回复下 孙哥激动地道 说着 他急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华南基地是舞者之家论坛上 兄弟们 我们错了 啥也不说了 修刀法的赶紧去看 可千万别错过了 错过了就是天大的损失 孙哥发了一个帖子 卧槽 孙哥 你终于回来了 什么 难道陈凡的视频 真有点东西 孙哥 细说一下 喂喂 呼叫孙哥 不过孙哥在发完帖子后 就匆匆忙忙地回去学习了 生怕少听一句话 甚至 一个字 江南基地是 就算说得再好 我们都可以不当回事 但孙哥可是自己人啊 他都这么说 我有点信了 孙哥不但这么说 而且评价有点高啊 啥也不说了 冲了 我也去看看 还有我 如果是假的 也就损失300公勋点 可万一是真的 错过了 那可真是天大的损失了 冲冲冲 这样的一幕 在燕京基地市等其他基地市 同样上演 M 只见下国武技研究院武技电子库内 陈凡视频的点播量 在快速攀升 两个半小时后 一些人陆陆续续地看完了 惊为天人 叹为观止 啼湖灌顶 尿不可言 现在不止江南基地是炸了 连整个下国都炸了 我为之前的无知 感到无地自容 我也是 想到之前的那些不当言论 我的脸都火辣辣的 现在深深的愧疚中 啥也不说了 两嘴巴子不成敬意 就当向陈凡大佬赔罪了 我也是 不扇自己两嘴巴子 我心里都过不去这个坎 怪不得江南基地是几十万人情愿 如果放在华南基地是 我们也不慌多让啊 我想用世间最华丽的词早 来赞美陈凡 奈何没文化 只能大喊一句 牛逼 破一 牛逼牛逼牛逼 我人妈了 陈凡不是华众取宠 而是有真东西的 何止是有 而且是有一点点 我一个不是修刀法的 都大受启发 这三百功勋点 花得值 别说三百功勋点了 就算三千 三万 都误超所值 我感觉比一些战神的收录课都要好 也不是说战神的课不好 只是他们讲的太高端 太高大上了 对我们来说 有点像空中楼阁 而陈凡 他讲的确切来说更高端 但不高大上 反而很接地气 通俗易懂 清晰明了 对 我也是这种感觉 这不我哭死 从此鹿转粉 我不光鹿转粉 以后连脑子也不要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脑粉 哈哈 说实在的 好羡慕江南基地市的人 他们一点功勋 就看了陈凡大佬的直播 而我们 则需要三百功勋点 是啊 三百功勋点 对许多大佬而言 也许不算什么 但对我们这些气血镜的小若鸡而言 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唉 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信呢 兄弟们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谁 江南基地市的许文 卧槽 说起来这家伙 我就来气 虽然我们本来也不怎么信吧 但这家伙还特意跑过来 提醒我们 也真是可恶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战乎局 江南基地市 没必要这么做啊 就好比我们 还巴不得其他基地市的人来 我们这里消耗功勋点呢 我看许文这家伙 就是单纯的坏 下次如果让我碰到他 非得给他做一个三百全的买卖 不用下次了 我现在就切换到江南基地市 今天我要不骂死 他个归孙 我田正的名字就到过来写 嘉一 我要不骂死他 我风云风 名字倒过来念 兄弟们 随我一起冲锋 冲冲冲 这样的一幕 不止在一个基地市上演 然后在江南基地市的 舞者之家论坛上 许文直接被骂上了热搜 不过许文暂时还不知情 他现在忙得很 还记得他之前给小野马一号 到小野马八十一号 挨个发了信息吗 虽然当时都没回 但陈凡直播结束后 一个个的都又回复了 许文本来是有些生气的 不过 他去其他七个基地市逛了一圈 抹黑了陈凡 还顺带地收获了一波好感 这逼装得漂亮 让他心情好了不少 再加上一个个小野马赶过来 那娇滴滴的声音 加上白花花的那啥 好吧 姑且原谅 你们这一次 那就让我看看 谁的下水道需要疏通 哎呀 今天的客户有点多啊 这一夜注定不平静 陈凡直播的事情 在下国5G电子库收入的加持下 在八大基地市的影响力 是超乎想象的 随着时间的持续 造成的轰动越来越大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那就是陈凡直播的口碑 任何一个看过的 都是赞不绝口 强力推荐 于是在各大基地市 很多人连夜去下国5G电子库 观看了视频 当东方破晓 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 下国5G电子库上 陈凡的视频播放量 已经突破了三百万次 看完之后 一个个新潮久久不能平息 太强了 叹为观止 好似拨开云雾见天日 有种豁然开朗之感 收获就不用说了 在观看时受到点拨 当场突破的 独比比皆是 5G修炼多难啊 之前他们修炼起来 都是归宿一样 现在搭上了陈凡的快车 不对 不是快车 应该是搭上了陈凡的火箭 收获巨大 受益无穷 一个个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三百多万人 可是一个不小的体量 现在八大基地市网络上 分享突破和喜悦的随处可见 而以一人之力 推动三百多万人5G进步 算得上一个不小的功绩 下国最高军事指挥部 则呈江南基地市军方 予以陈凡嘉奖 江南基地市军方行动非常迅速 经过商议 鉴于陈凡在刀法上做出的突出贡献 授予一等功 嗯 是的 一等功 这件事的影响和意义 一点也不亚于陈凡斩杀 潜伏在城内的一级妖将 一等功 实至名归 另外 军衔提升一级 这消息一出 江南基地市舞者之家 又是一片欢腾 恭喜陈凡 贺喜陈凡 喜提一等功 陈凡少尉太棒了 还叫少尉 斜眼笑 啊对对 陈凡中尉太棒了 舞者大厦 77层的一个房间里 陈凡还正抱着钟情睡得香甜 在强大的危机之下 他很少睡到这个时候 可能是昨天晚上太累了吧 嗯 是的 直播并不轻松 这时候 舞者徽章震动了下 陈凡被惊醒 伸手去拿舞者徽章 这时候 钟情也醒了 小脑袋在陈凡胸膛上蹭了下 陈凡笑笑 快起床吧 太阳都升老高了 嗯 我去洗漱 然后叫早餐 你在床上再躺会 钟情就像是一个贤惠的妻子一样 陈凡点了点头 这时候 他已经把舞者徽章取了过来 一看 有两条提示 一个是下国5G电子库官方账号发来的 意思是 跪坐已被我库收录等等的一些话 陈凡昨天晚上 就看到下国5G研究院发的公告了 他直播的视频 被下国5G研究院下属的5G电子库收录 这让他是有些意外的 陈凡没想到 自己会有如此殊荣 也很惊喜 这是对他的认可 也是一份荣耀 陈凡从5G电子库发来的信息中 提取了两个重要的点 一个是荣誉证书 已经下发 请注意查收 第二个就是报酬 这个也很好理解 下国5G电子库收录 并不是白拿的 是有报酬的 下国5G电子库给的报酬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一次性买断 另外一个是分成 按照付费的百分比结算 5G电子库 给予陈凡的标准是 买断的话 50万公勋点 这个价格 在买断里算很高了 分成的话 按1%结算 一般播放量低的 都会选择买断 如果对自己很有信心的话 则会选择分成 陈凡心理 是更倾向于分成的 不过在决定之前 他还是稳健地去5G电子库看了下 这过去一夜的播放量 一看 他惊得目瞪口呆 都三百多万了 这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三百多万播放量 一个人观看需要三百功勋点 他有1%的分成 那也有三功勋点了 三百多万人 他就有九百多万功勋点的分成 比他两场直播赚的都要多得多 那想也不用想了 肯定分成啊 陈凡喜不自胜 这简直是天降横财啊 虽然他现在不缺功勋点 但这东西是硬通货 可以兑换5G 可以兑换宝贝和神兵 谁会嫌他多呢 不过这确实也够夸张的 九百多万功勋点啊 如果再加上陈凡第二次直播 赚的一百零九万功勋点 那就是上千万了 陈凡是一个九脉镜的舞者 以一个正常的九脉镜 一年积攒两万功勋点来算 上千万 足足需要五百年 而对陈凡来说 这才过了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而已 如果单论吸金能力 他现在都能比进战神了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凡不禁感叹 命运还真是奇妙 昨天的时候 他还在为功勋点发愁 今天就功勋点自由了 现在他有上千万的功勋点 5G电子库那边 还会陆陆续续地有一些收入 以后很多事情 他就不用再紧紧巴巴 精打细算了 大把大把的功勋点 往外洒都没事 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 确实爽 除了下国5G电子库发来的消息 还有一则是江南基地市军方发来的 相比于功勋点 这个更让陈凡感到惊喜 一等功 竟然是一等功啊 之前陈凡连着获得过两次一等功 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惊喜 因为之前 他对一等功没有需求 但现在不同了 他可还一直记着 5次一等功能够兑换一次觉醒机会的事情呢 觉醒对他来说算得上头等大事 之前陈凡有两次一等功 不过兑换金雷珠的时候 用掉了一次 只剩下一次了 距离觉醒 差了4个一等功 陈凡这么着急地弄魂时 提升隐身术 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着急建功 他本来还想着忙完眼下的事 就着手研究怎么能立一等功的事情 没想到 还没研究呢 一个一等功就到手了 真是个意外的惊喜 而且 正是他急需的 加上这一次 陈凡手里 就有两次一等功了 还差三次 等集齐了五次一等功 他就能兑换一次觉醒的机会 真期待啊 也不知道会觉醒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军方的消息中 除了一等功 还提到了军衔 从少尉晋升为了中尉 这个也还好吧 陈凡并没太大的感觉 他不是冠名 相比之下 他更热衷于追逐实力 因为 这个可以保命 这时候 钟晴洗漱完出来 他看着陈凡 笑道 什么事啊 看你笑得那么开心 陈凡就将下国武技电子库 和一等功的事情 给钟晴说了下 钟晴听了也是惊喜 真棒 他送上香文奖励 一会儿后 钟晴叫来了早餐 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吃着 很是温馨 吃过早饭 陈凡想着今天的安排 不过现在他最主要的是等魂石 也不知道魂石什么时候能到 正想着呢 班淑亭打来了电话 少尉 啊 不对 钟尉 魂石到了 电话里传出班淑亭 带着些许兴奋的声音 好 我立马过去 陈凡也激动地一下站起来 和钟晴说了声 他快速地朝江南基地市密宝库赶去 很快 陈凡来到密宝库 接受检查 存放物品 一套流程完毕 陈凡才被放行 而在密宝库的正门处 班淑亭已经在等候了 陈凡中尉 恭喜了 这才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 你可谓喜事不断啊 班淑亭不无羡慕地道 谢谢 陈凡笑着感谢了一句 很快 他们两人走进密宝库 这次都不用去浑石的展台 班淑亭在刷掉陈凡二十万功勋点后 就去仓库取浑石了 陈凡则静静地等待着 班淑亭的效率很高 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陈凡接过浑石 到 虽然接下来江南基地市密宝库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有浑石了 但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 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这东西对我非常重要 我明白的 中尉 班淑亭点着头道 好 谢谢了 陈凡挥手和班淑亭再见 然后又火速赶回舞者大厦 舞者大厦 静视 陈凡继续吸收浑石 这次有两百块 按照吸收一块浑石 花费一分钟来算 两百块浑石 需要三个多小时的时间 基本上够陈凡忙活一上午的了 陈凡在静视里吸收浑石 钟情也没闲着 他在七十七层的房间里修炼 他觉醒的天赋 是植物清和 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植物系能力 能够调动大范围的草木精气 供给自己修炼 所以 钟情的提升速度是很快的 他现在已经是三脉筋了 提升速度堪称恐怖 当然 一起修炼的 还有小青腰疼 现在 他又长出来一片叶子 浓浓的草木精气包裹着他 他别提多开心了 三片叶子一扇一扇的 舒服得不要不要的 说起来 钟情已经有几天 没回江南武大了 只要陈凡在城内 他好像就没离开过 还挺黏人的 房间里 钟情正秀 修炼着 这时候电话忽然响起 钟情看了下 是自家挥下的吴哲打来的 难道是那件事有消息了 钟情接通 大小剑 电话另一端传来恭敬的声音 让你查的事情有结果了 钟情比较在意地问 抱歉大小剑 那田葵的痕迟 抹得很干净 暂时还没找到太有价值的线索 我打电话来 也是希望大小剑能多给我们几天时间 钟情略显失望 然后郑重道 一定要查出来幕后之人 是 属下明白 电话那头重重印道 通话很快就结束了 挂断电话后 钟情叹了一口气 陈凡太忙了 忙得他都有些心疼 最近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踵而至 有些事情不知道他是忘了 还是没顾及上 比如 这个叫田葵的人 田葵也天天在世纪小区 和舞者大厦蹲守 而且并不是官方的人 明显是用心不良 他被妖将吞天尸地杀虫给吃了 显然他和妖将并不是一伙的 这就是说 除了妖族在暗杀陈凡外 还有另外一伙人 想要置陈凡于死地 陈凡可以忘 也可以没顾及上 但作为陈凡的女朋友 他可一直记着 而且当天他就派人去查田葵的底细 感动我男朋友 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钟情作为钟家大小姐 日常待人谦和 是很平易近人的 不过 要是动了他的逆铃 那可就惨了 而陈凡 就是他那逆铃 一上午的时间 很快过去 陈凡终于把两百块浑石吸收完了 现在他感觉 脑力更充沛了 眼里的世界 好像也更清晰明亮了 还挺不错的 到现在为止 一共吸收了两百九十二颗浑石 应该可以了吧 陈凡心里想着 至少现在比九十二颗浑石的时候 底气足得多 接下来 陈凡就回到了七十七层的房间 把隐身术 复印了几十本 叮 检测到密法隐身术 星号五九 是否学习 系统提示声 回荡在陈凡耳边 陈凡没有直接选择 这次是五十九本 加上之前累计的一本 那就凑够六十本了 很大可能会一下涌入海量的记忆进来 在这之前 他要叮嘱钟情几句 钟情在身边 这个也很关键 上次陈凡 把隐身术修炼到小城的时候 差点丢掉小命 精神枯竭 而且灵魂本源都受到重创 连拥有超速治愈能力的阳哥 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大 然而没想到的是 钟情的治愈能力超乎想象的强大 所以这次 以防万一 陈凡让钟情守护着他 钟情翘脸有些凝重 他知道 陈凡又要进行危险的尝试了 上次看到陈凡那奄奄一息的样子 他都吓哭了 放心吧 我一定好好的守着你 钟情郑重地道 嗯 两人相拥了下 很快 陈凡盘膝坐下 他的手再次放在打印好的隐身术上 丁 检测到密法隐身术星号五九 是否学习 学习 陈凡默念 丁 学习成功 累计六零六零 下一刻 轰 浩瀣磅礴的记忆 如珊瑚海啸般 一下涌入他的脑海 一如往常那般 陈凡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的意识 又回到了那个 在古代封建王朝背景下的自己 就是那个出身不错 是一个小城池的旺族 年轻的时候 和同城的另外一家旺族联姻 在结婚时 恰逢一名先人游历至此 讨了杯喜酒喝 最后赠予了一本他口中的小树 作为新婚贺礼 而这本小树 就是隐身术了 陈凡钻研摸索了大半生 小有所成 上次记忆结束的时候 陈凡以两并发白 家族在他的带领下 也已经发展到周围几个城池 这次的记忆 是接着上次 继续延续的 年事已高的陈凡 就像是睡觉后刚醒来一样 前后没有一点突兀的感觉 一如往常 他绝大部分精力 还是放在了钻研引申术上 日复一日 春去秋来 陈凡的两病从发白 已经变成了全白 现年他已经八十六岁高龄 身体也变得勾楼了许多 这一年 陈凡把家族的产业 交给了几个儿子打理 而他则退居幕后 全身新地投入到了引申术上 陈凡年轻结婚时 有幸得仙人 馈赠的事情 早就传开了 也一直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随着陈家家族的壮大 他这个陈家老祖的名头 也越来越响亮了 甚至很多人都称呼他为仙人 陈凡摇头 仙人法力通天彻地 寿命悠长 他哪里会是什么仙人 顶多是通一点小数罢了 和仙人比 可差得远哪 成仙啊 试问谁不想呢 陈凡也想啊 可惜仙路飘渺 仙凡两格 难觅其踪 现在陈凡都这个岁数了 成仙什么的 他就不奢望了 只求在大县到来之前 能够在隐身术上再进一步 他就死而无憾了 这是他大半生的心血 也成了他的执念 不过想要再进一步 可能也悬了 隐身术 虽然只是仙人口中的小数 但对一介凡人而言 却难如登天 陈凡耗费半生 靠着大毅力 和超乎想象的执着 将隐身术修到小城 已是不易 大成的话 可能需要的时间更多 而现在他年事已高 留给他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陈凡院子里的老槐树 落叶光秃 发芽繁茂 依次交替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次了 这一年 陈凡已是百岁高龄 连他的几个儿子 也都成了老头 现在家族的产业 已经交到了 陈凡的孙子被守中 这些年 有他这个仙人老祖坐镇 陈家的势力 已经扩展到了 王朝大大小小的城池 甚至在京都都站住了脚 在整个王朝中 都能排得上号了 关键 陈家老祖是仙人 让很多势力 包括皇室 都忌惮几分 不过这种表面的繁华 恐怕维持不了多久了 陈凡已经感觉到 大陷将至 没了他这个老祖的威慑 陈家辉煌 恐怕就难以为继了 还有一件最遗憾的事 那就是 这十多年来 虽然他对隐身术的感悟更深了 但依旧没能突破到大成境界 小成无恙 大成无形 圆满无相 他这辈子 已经没希望触及无形的层次了 唉 老怀树下 重重的一声叹息 虽然时日无多 但陈凡仍没放弃 每天还是钻研隐身术 几十年如一日 他都是这么过来的 好像除了研究隐身术 也没什么能让他提起兴趣的了 陈凡觉得 这一生可能也就这样了 如果有来生 投胎的时候 最好能把隐身术也给带上 那样 他就又有时间和他耗了 时间还是一天一天的过去 陈凡距离大线也越来越近了 原本已经毫无悬念 熟料 竟然峰回路转 在他的百岁寿宴上 一个孙子辈 献上了一枚增寿丹 传闻整个王朝 只有皇室才有 也不知道 这后辈是怎么得到的 但不管如何 陈凡大喜 服用增寿丹 可以增寿一甲子 就这样 陈凡又延续了六十年的寿命 日夜交替 春去秋来 一年一年的过去 陈凡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他废寝忘食 如同风魔了一般 一晃五十九年过去了 这时候的陈凡 已经接近一百六十岁了 禁贤老太 忽然有一天 陈家的一个小院里 传出老祖激动亢奋的大笑声 无形 哈哈 无息 三日后 陈凡将自己的毕生心血 整理成册 封面上书 隐身术陈氏小姐 干枯的双手 轻轻拂过书册 陈凡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睛 江南基地是舞者大厦 七十七层的一个房间里 陈凡睁开了眼睛 在消化的记忆里 他度过了七八十年 而在现实世界 也才过去十几分钟而已 怎么样 见陈凡睁开了眼睛 钟晴连忙关切地问道 还不错 没感觉有什么不是 陈凡笑道 听到这 钟晴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他欣喜地抱着陈凡 又蹦又跳 然后他期待地问 那有什么收获吗 他是知道的 上次陈凡冒的风险很大 不过收获也同样巨大 隐身术连精神念诗 甚至时光回溯下的绝对感知 都探查不到 比拥有隐身天赋的觉醒者 不知道强了多少 也正是有这种 神乎其神的隐身能力 才让陈凡 面对妖族无休止暗杀的时候 相对地从容了一些 不然的话 这段时间 陈凡的日子会很难过 夜不能寐 惶恐难安 还有 如果是那样的话 在野外追赶五百多万凶兽妖兽 镇压青妖藤 月级斩杀妖将等等 都不会有了 可现在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完全两个境地 风险越大 收获就越大 这次陈凡同样冒了很大的风险 钟晴当然很期待了 如果这次 也能有和上次那么大的收获 那就太好了 有 陈凡笑着道 真的 钟晴一下惊喜起来 他看起来比陈凡还要激动高兴 不知道的 还以为有巨大收获的 是他呢 快说说 这次是什么样的收获 那你先松开 从我身上下来 我给你展示一下 陈凡哭笑不得 现在他们的样子 钟晴双臂 搂着陈凡的脖子 修长白嫩的眉腿盘 在陈凡腰上 哦 钟晴下来的时候 还有些不舍呢 那你快展示吧 展示完了 我还得上去呢 陈凡 那你看好了 说着 陈凡的身形 直接消失不见了 钟晴翘脸一呆 就这啊 这不就是隐身吗 上次你就有了呀 可不止哟 你摸摸我 陈凡的声音传出来 钟晴照办 他朝着刚才陈凡所在的位置摸过去 这一摸 他惊了 竟然没摸到 他可是知道的 之前陈凡的隐身 只是看不到 探查不到 如果摸 还是能摸到的 就好比之前说的 就算看不到 探查不到他 用大范围攻击 还是能对付他的 而现在 竟然摸不到了 钟晴有些不可思议 他的手 又在陈凡所在的位置晃了晃 确实接触不到陈凡 这也太神奇了吧 钟晴又惊又喜得到 厉害吧 陈凡笑着 他也很满意 同时他为钟晴解释到 之前隐身术 我只修炼到小城境界 这次则是突破到了大城 小城无恙 大城无形 简单来说 小城的时候 只是看不到 或者探查不到我的人 而大城的时候 就连躯体也彻底隐藏掉了 摸都摸不到 钟晴了然 他惊叹道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想到了一类觉醒者 虚化 他们的身形就摸不到 不过他们只是虚化 并不能隐身 别说精神念试地探查了 连肉眼都能看到他们 陈凡笑道 你懂得还挺多 虚化天赋我也见识过 我所在的天药特战小队里 有个冯哥 他就是虚化天赋 确切来说 将隐身术修炼到 大城境界的我 现在大概相当于 隐身天赋和虚化天赋的结合体 嗯 隐身防不了精神念诗 虚化带虚影 确切来说 大城的隐身术 比这两种天赋的结合体 还要强上一些 厉害厉害 这是钟晴发自内心的赞叹 当然了 虽然大城无形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之前大范围攻击的弊端 但也有极限 我大体估算过了 距离三层 或者三级腰降 以及之下 应该伤不了我分毫 距离四层和四级腰降 应该就能对我 造成一定的影响了 再往上的话 对我的冲击就越大 陈凡撤掉隐身术 显出身形来 那就是说 能无视距离三层 三级腰降 以及之下的攻击 这也超级厉害了呀 钟晴欣喜地道 一边说着 大长腿又盘到了陈凡腰上 他捧着陈凡的脸 亲密地道 恭喜你 亲爱的 谢谢你 小可爱 陈凡也捧着钟晴的脸颊 两个人都笑着 对了 这时候 陈凡忽然道 怎么了 钟晴问 刚才让你摸我 我那么大一个人 那么多的地方可以摸 你直接往下摸是几个意思 陈凡揪着钟晴的耳朵 质问道 钟晴的脸 刷的一下就红了 不好意思 习惯了 那声音小的 陈凡贴那么近 都差点听不到 和钟晴嬉闹了一会 陈凡就去了近视 妖族暗杀的事情 还没解决 他也不敢太沉迷于温柔相礼 现在隐身术终于突破到大成了 效果也出奇的好 陈凡也算有了一定的底牌 按照之前的计划 接下来 他就该考虑 积攒一等功的事情了 集齐五次一等功 就能兑换一次觉醒的机会 如果能觉醒 那对他个人而言 将是更上一层楼 陈凡也一直很期待 至于自然觉醒 他就不想了 虽然很多人都是自然觉醒的 但都到现在了 他连一点要自然觉醒的征兆 还都没有 还是老老实实地 攒一等功吧 那怎么积攒一等功呢 陈凡最先想到的 就是直播 毕竟 他刚因为直播 获得了一次一等功 不过想了想后 陈凡把这个思路给否定了 昨天连着两场直播 他已经把刀法讲述得很透彻了 简单来说 就是该讲的都讲完了 再讲 肯定就重复了 效果和影响 肯定不会有之前那么大了 一等功 估计很难了 那换一个直播 直播讲解隐身术 这个受众 没有刀法那么多 好像也不太行 PASS 陈凡又想到了 他之前在城内斩杀了一头妖将 也获得了一次一等功 这个也不太行 首先 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 能击杀妖将 哪怕是一级妖将 其次是 茫茫人海 他也不知道 哪个是妖将了 上次那会 是靠着常泽的窥探未来 常泽也说了 那是完全随机的 可遇而不可求 陈凡还想到了 去队长说的任务大厅 不过那里主要是 赚功勋点的 像一等功 二等功 三等功 可不会明码标价的 在上面挂着 思来想去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陈凡有点犯难了 积攒一等功这事 好像还挺棘手 不过他也不气馁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陈凡思考着 时间慢慢流逝 十分钟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忽然 他眼睛一亮 陈凡想到了 他立的那次二等功 那次二等功 是因为他破译了一本古籍 也就是陈凡现在 非常依仗的隐身术 破译一本古籍 就能荣获二等功 那要一次多破译几本 贡献更大 会不会获得一等功 结果不言而喻 那肯定的呀 如果是之前 陈凡或许不敢这么做 上次把隐身术提升到小城 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这让他警醒 破译古籍 是有很大危险的 所以之后 一直到现在 陈凡都没生过 再去破译古籍的念头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吸收了292块浑石 底气比之前要足得多了 连隐身术这么高深的密法 一下学六十本 他都没问题 那么相对来说的话 他破译古籍的安全性 已经很高了 一次几本 是一个一等功 那他多来几次 一等功不就咱够了吗 想到这 陈凡激动地直拍大腿 可行 绝对可行 他兴冲冲地出了近视 紧接着出了武者大厦 朝着江南基地 事武纪库赶去 为了安全起见 陈凡出武者大厦的时候 就直接隐身了 现在也都知道陈凡隐身的事了 他也没必要遮遮掩掩掩了 在大厅里就当着很多人的面 隐得身 陈凡在街道上快速地奔略 之前他隐身 还得小心地避让行人 别人看不见他 却能撞到他 但现在不一样了 隐身术 大成无形 街上行人虽然很多 但他们和陈凡 就像是在平行的时空一样 就算迎面冲过去 也互不影响 这倒是让陈凡省心不守 速度也能彻底放开了 要知道 速度也是陈凡的长项 彻底放开后 是很恐怖的 短短二十秒 他就从武者大厦 来到了江南基地 事武纪库最外层的大门前 陈凡撤掉隐身术 显出身形癌 中尉 见到陈凡 在门口站岗的两排军人 都是当即敬礼 嗯 陈凡点头回应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然后站定 等待检查 上交物品 一军人连忙笑着制止 中尉 您是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可以自由出入下国八大基地市的 任何武技库 不用接受检查 暂存物品等 陈凡亚然 原来下国武技研究院的 特邀研究员 还有这样的特权 陈凡到了声谢 就大步走了进去 陈研究员 我们又见面了 这次接待陈凡的 还是柳燕 身姿高挑 英姿飒爽 陈凡笑笑 是的 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是他精英舞者大赛 获得了一次 来武技库挑选攻凡的机会 就是隐身术那次 这次研究员到武技库 有什么安排 柳燕一边请陈凡入内 一边问道 想选本古籍研究研究 陈凡说道 那真是太好了 听到这 柳燕有些惊喜 上次陈凡破译的古籍 被下国武技研究院 评定为 SSSSS级 等级高 破译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陈凡轻松就破译了 已经证明了 他在古籍破译上的实力 虽然下国武技研究院 并没有给陈凡施加压力 但不知道有多少人 正期待着陈凡再次破译古籍呢 而今天 他来了 江南基地15级库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建筑 有很多个门 陈凡还是从上次的门进的 所以一进去 还是综合区 他看到的一排排书架上 全都是位被破译的古籍 这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选的 反正都还没被破译 都看不懂 陈凡也很干脆 随便从书架上 抽出一本古籍 就他了 麻烦你帮我踏印一些 好 研究员需要踏印多少本 之前您的权限是30本 但您成为下国武技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之后 就没有限制了 柳燕道 陈凡了然 他又发现一个 武技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的特权 这身份还真好用 还是先来30本吧 好 稍等 说着 柳燕就快速地离开了 五分钟后 柳燕带着一摞踏印好的古籍回来了 谢了 陈凡到了生谢 接下来他并没有在武技库多待 将古籍收起来后 就快速地返回武者大厦了 武者大厦 进室里 陈凡盘膝坐着 他面前是30本踏印的古籍 整个人都显得很兴奋 他暂时也不知道 带出来的这本古籍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武技 现在就像开芒盒一样 下面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陈凡把手放上去 顿时 钉 检测到密法读心术信号30 是否学习 系统提示声响起 陈凡惊讶 又是秘术 隐身术在系统的提示中 也是秘术 也不知道 是自己运气比较好 还是从秘境中挖掘出的这些古籍 品质都普遍非常高 总之 又是秘术 肯定不凡 而且 看名字 读心术 这个前世影视剧里也有啊 陈凡一下就想到了很多应用场景 实用性 和操作空间都很大啊 丝毫不弱于隐身术 他忍不住的 有些激动起来 学习学习 钟情默念 丁 密法读心术学习成功 北纪360 看到这个提示 陈凡心头一震 隐身术小成 30本就可以 读心术竟然要60 读心术的小成 都比肩隐身术的大成啊 岂不是说 读心术的品阶比隐身术还要高 陈凡有些不敢想象 隐身术就已经很恐怖了 是他除了系统外 最大的仪仗 读心术比隐身术还要强 那会是什么程度 卧槽 他这何止是捡到宝了 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 别说只是通过一本古籍就获得这么夸张的能力了 就算是他的觉醒天赋 是这 他都能笑醒 现在累积到360 还差30本 陈凡又火速去了趟江南基地事武济库 中尉 您怎么又回来了 站岗的军人不由地问道 还得取点东西 陈凡道 军人也没再多问 那中尉 请 柳燕在见到陈凡的时候 也是有些惊讶的 陈凡直接说明了来意 好的 研究员这次要多少本 还是30本吧 好 稍等 柳燕抓紧时间去做了 他知道陈凡破译古籍的方式有些特别 是考量 其实陈凡有下国武技研究院 特邀研究员的身份 已经没了数量上的限制 他完全可以一下取得更多 但陈凡并没那么做 现在60本 就是他心里的安全线 如果再高的话 292块浑石带来的提升 可能就有些不够用了 那就很危险了 第一次学习隐身术的教训 还历历在目 安全第一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大概五六分钟后 柳燕带着他印好的古籍回来了 他将古籍交给陈凡 同时道 研究员 你可以留个我的联系方式 你时间宝贵 不用来回跑的 你有什么需要 打个电话 我们可以给你送过去 那挺好 陈凡笑了笑 在互留了联系方式后 他就匆忙地从江南基地 15纪库 赶回到武者大厦 读新术啊 可是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陈凡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因为之前隐身术60本的时候 没什么不是 陈凡想 这次读新术60本 应该也没啥问题 所以他这次就没让钟情守着 免得他知道 又要担心 还是静视力 陈凡盘膝坐在地上 他将第二次去武技库拿来的古籍踏本取出来 手放了上去 丁 检测到密法读新术信号30 是否学习 学习 陈凡毫不犹豫到 丁 学习成功 累计6060 下一刻 山呼海啸般的记忆 一下涌入他的大脑 陈凡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身陷其中 意识也跟着带入到了另外一方世界 他在新的世界 孤孤坠地 所处的是一个古色古香 雕龙画洞的房间 很是奢华 周围聚集了不少身穿工装 模样靓丽的女子 在各自忙碌着 不多久后 一个身穿龙袍 颇具威严的中年男子 兴冲冲地跑进来 他抱起婴儿陈凡 还一直激动地喊着 华儿 寡人的华儿 华儿 寡人 陈凡有些惊讶 他这次带入的角色 出身竟然比 隐身术那次还要好 隐身术那次 是小成的望族 这次竟然成了黄仔 时光如梭 在父皇和母后的万千宠爱下 小陈凡慢慢长大 他非常聪慧 三岁的时候 就能识文断字 五岁时 已经能吟诗作词了 而且还写得 一首好字 在民间 他被冠以了 神童皇子的美誉 皇帝对小陈凡 也自是极为满意 特许小陈凡 可以随意进出 皇宫的文渊阁 文渊阁藏书丰富 包罗万象 转眼 小陈凡已经六岁了 他对这个世界 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和上次隐身术的 那一方世界差不多 这里也有很多 关于仙人的传闻 不过不同的是 隐身术的世界 仙凡两格 陈凡也只是巧合 遇到了一位在外游历的仙人 而这次 陈凡祖上 陈氏皇朝的开国皇帝 就是一位仙人 距今已经有三千六百年了 对仙人而言 凡俗的荣华富贵 只是过眼云烟 老祖在掌管皇朝两百年后 外出游历 去追寻更高的层次了 从此再也没了音讯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 小陈凡也在一天一天地长大 他平时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就酷爱读书 几乎整天都泡在文渊阁中 有一天 陈凡在书架上 找到一本非常古朴的书籍 这书籍的样子 和陈凡在江南基地 事武纪库 看到的古籍是一样的 现实世界的陈凡 不认识上面的字 但皇朝世界的陈凡 那就太简单了 因为这正是 那个世界的通用文字 读心术 这是术法 他之前看的 都是四书五经 或者一些传记之类的 还是第一次接触术法 这让陈凡感觉很新奇 他经不住好奇地研究了下 这一研究 术法的博大精深 顿时吸引了他 让他爱不释手 皇帝第一时间 就知道了这消息 他没想到 自己皇儿 竟然选到了老祖当初 留下的书卷 不过皇帝 也没太当回事 虽然那确实是术法 不过几千年过去了 历代皇室 不知道多少人都接触过 但都没有什么收获 最后都放弃了 先述 玄之又玄 岂是繁俗能轻易领悟的 皇朝所在的冬裕 上万年来 也才出了老祖一个 通天彻地的人物而已 春去秋来 一晃又过去了几年 陈凡已经十岁了 皇帝以为陈凡早该放弃了 结果他还一直在坚持 皇帝不忍他 继续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赵剑提醒过他几次 但陈凡坚持得很 岁月匆匆 一晃陈凡二十岁了 这一年 作为皇帝最疼爱的儿子 他不出意外地 被封为了太子 日生日落 时间如白居过细 三十岁的时候 陈凡就被要求 跟着上朝听证了 四十岁的时候 老皇帝把奏章批阅什么的 都交给了陈凡 陈凡也越来越忙了 但就算再忙 他也从来没放下过 参武读心术 五十岁的时候 老皇帝年事见高 选择退位 陈凡继承大统 接下来更忙了 朝政事一方面 三宫六院也很忙啊 但就算这样 陈凡仍是没有放下 参武读心术 时间就这样 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转眼又是十年后 他也有了很多皇子和公主 有一天 陈凡正在批阅奏折 一个衣着华丽 古灵精怪的小女孩 跑了进来 喊着父皇 怎么了 小十六 陈凡放下朱笔 笑着问 十六公主摇摇头 没说话 不过陈凡却突然一愣 母后说 不能打扰父皇 可我好想让父皇 带我去御花园抓蝴蝶啊 是小十六的声音 但刚刚小十六 明明没有开口啊 他惊喜 又难以置信地 看向小十六 呀 父皇怎么这么看着我啊 难道我偷偷跑到 御膳堂吃东西的事情 被父皇知道了 这一刻 陈凡突然大笑起来 六十年了 足足六十年啊 江南基地事武者大厦 进室里 陈凡睁开了眼睛 在意识回归的刹那 他不由地吃痛 倒吸了一口凉气 整个脑袋都胀痛得厉害 不过比尹申术那次要好很多 虽然头疼得厉害 但还在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尹申术那次 他是天旋地转 整个人就像是要挂了一样 陈凡不免一阵后怕 看来六十本真到他的极限了 庆幸的是 这次有惊无险 陈凡一个念头 虚拟的面板 直接呈现在他眼前 姓名 陈凡 年龄 十八境界 九卖境 气血 四百五十点六万一千万 五计 急风斩 圆满 叠浪刀 圆满 浮光掠影 圆满 金刚身 圆满 百截刀 圆满 超凡 隐身 独心 天地之力 神行 刚交铁柱 刀镜 看着这华丽的面板 陈凡欣慰地笑了 虽然这次有点后遗症 但独心说 小成 迟了 接下来他起身 虽然现在头部的胀痛 在可忍受的范围之内 但终归是不舒服 他要去找钟情治疗一下 镜室的合金大门 是自动感应的 陈凡刚走近 他就自动打开了 每个基地式的舞者大厦 都是各自舞者的聚集地 每天都很忙碌 不管是一层的大厅 还是负六层的决斗厅 一或者七十九层的茶厅 每一层都一样 也包括陈凡所在的四十三层的近视 陈凡刚出去 他视野里就出现了一个人 是个大光头 身上肌肉结实得像铁块 把颈身背心都称得鼓鼓的 大光头应该也是来用近视的 看他正在找对应的近视 而就在大光头走进陈凡视野的时候 陈凡耳边响起了一个粗犷的声音 四千三百九十六 四三九六号近视在哪呢 今天我专门去密宝库 兑换了一些珍贵资源 这次闭关冲击二迈进 十拿九稳了 大光头实际上并未说话 他刚才听到的 是对方的心声 陈凡读心术已经小成 对此倒也并不意外 读心术小成 简单解释下的话 就是他看到谁 就能听到谁的心声 当然 这不是被动技能 而是一个主动技能 想听就能听到 不想听可以选择不听 世界就会清静了 如果是被动技能的话 陈凡不敢想象 还不得被乱死 他和大光头很快擦肩而过 这时候 一个穿着奇兮职业裙的高挑女子 走进了陈凡的视野 一看他这装扮 就能知道 他是这四十三层的工作人员 不穿内衣就是爽 下面钻锋 哇塞 这不是陈凡中尉吗 好帅啊 音音音 我要是能勾搭上他 还用得着这么辛苦的上班 他也很快 从陈凡旁边过去 不过在擦肩而过的时候 还冲陈凡抛了个媚眼 在这个真空职业装的工作人员之后 又有一个人 进入了陈凡的视野 是一个浓妆艳魔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今天看上了一件 非常漂亮的衣服 待会我就约1032号 被胎出来吃饭 这家伙人傻钱多 一定让他帮我拿下 大不了让他占点便宜 在他之后 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猥琐的中年男人 一直在盯着农庄女人看 沃尔啊 这个娘们够骚啊 好想和他谈一笔几个亿的项目 陈凡朝着电梯走去 一路上不断有人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我队友就是个傻逼 钉字库有什么好的 都勒进沟里了 天不生我范德彪 万古武道如长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这就是舞者大厦吗 第一次来 好紧张啊 听到别人的心声 这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不过陈凡也就新鲜了一回 他就撤掉了毒心术 他本来就脑袋胀痛得厉害 听别人的心声 症状好像更严重了 另外 新鲜一下就行了 如果不是必要 陈凡也没兴趣挖掘别人心中的秘密 就好比他刚才听的那些 本就是不相关的人 没什么实际意义 陈凡快步走进了电梯 很快回到了七十七层的房间 这时候 钟晴正在修炼 旁边的小青腰疼 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东倒西歪地打着滚 陈凡回来了 钟晴当即就终止了修炼 不过 当他看到陈凡面色 有些苍白的时候 整个人连忙冲了过来 你怎么了 钟晴扶住陈凡 急切地问 没事 就是有点头疼 你帮我治疗一下 陈凡道 那快躺下 床上 钟晴把陈凡的头 放在自己大腿上 手还紧紧地抱着陈凡 生怕把陈凡弄丢了一样 此时的房间里 草木精气非常浓郁 阴晕之气缭绕 陈凡身心放松 很舒服 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时间的持续 钟晴对自己的天赋 掌控能力也更强了 之前他调动草木精气 整个77层一散的到处都是 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现在已经不会了 草木精气全部聚集在房间里 根本没一散到外面一丝一喉 陈凡一觉睡到中午 醒来之后 神清气爽 完全没了不适感 他发现 钟晴还抱着自己 不过这傻丫头 就这么坐着抱着自己 睡着了 陈凡本来想轻手轻脚地起身 不过钟晴像是受惊了一样 一下醒来 还本能地抱紧了怀里的陈凡 你好点了吗 见陈凡醒来 他连忙问 好了 完全没问题了 陈凡笑着 拂过钟晴的秀发 钟晴长松了一口气 然后眼眶忍不住的有些泛红 你又干什么了 为什么不叫上我 多危险啊 我以为没事呢 我知道错了 陈凡连忙认错 钟晴生气地拧了下陈凡 看起来咬牙切齿 很用力的样子 其实下手很轻 现在也到了午饭的时间 钟晴点了午饭 陈凡已经把钟晴给哄好了 两人有说有笑地吃着 钟晴大体知道陈凡在积攒军功 不过为了什么 他就不太清楚了 也没问 吃过午饭 陈凡就又去了江南基地事务记库 按照他的计划 他是要破译好多本 攒一次一等功的 读心术就是第一本 第一本已经搞定 他要再去选一本 其实他也可以给柳燕打电话 让他们给送来 不过等着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还不如陈凡亲自跑一趟呢 让他们送 比较特殊的情况倒可以用用 很快 陈凡就来到了江南基地事务记库 这次在门口站岗的两排军人 问都没问 只是向陈凡进了一礼 算是打过招呼了 陈凡也点头回应 就直接走了进去 研究员 你又又又来了 英姿飒爽 身姿高挑的柳燕 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有些哭笑不得 嗯 再选几本古籍 这次多准备几本 你随便取吧 陈凡说道 柳燕也没多问 他只当是陈凡带走的那本 破译失败 想换一些试试看 好的 你是特邀研究员 最高可以带出十本古籍 那我就再帮你选九本 每本他因六十本 可以吗 不过按照规定 如果破译不了的话 是必须要在半年内 归还到武技库的 柳燕说道 我明白了 那就麻烦你了 陈凡点头 不麻烦 我先带你去休息室 这次可能时间会涨一些 柳燕说道 很快 陈凡来到了休息室 而柳燕则去忙碌了 时间飞速流逝 大概一个小时后 柳燕回来了 他从空间戒指中 取出了一落落踏印好的古籍 陈凡收进自己的空间戒指里 不多久后 他又来到了舞者大厦的近视 陈凡先取出一种古籍 开始吧 陈凡是有些兴奋的 只要这样套娃下去 一等功很快就能到手了 想着 他把手放在了古籍上 结果 熟悉的 叮 检测到什么什么 是否学习的提示 并没有出现 反而 警告警告 积分不足 无法学习 警告警告 陈凡眼前的虚拟面板上 出现了一个大大的 泛着红光的警告标志 陈凡惊恶 积分不足 无法学习 积分 什么积分 哪有积分 他获得系统到现在 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积分一说 就在陈凡有些猛逼的时候 他忽然看到 犯着红光的警告标志下面 有一行很小的字 积分通过斩杀获得 当前积分不足 陈凡这才了然 他之前还以为 系统学习武技的能力 是无限制的呢 现在看 是自己想得简单了 陈凡回想了下 好像也是 在他修炼 积分斩之前 他在江南基 第四第六屠宰场 杀了很多鸡 所以 修炼积分斩的时候 不受影响 而在后面 陈凡修炼蝶浪刀 金刚身和浮光掠影的时候 那时他已经在野外厮杀了 积分一直够用 所以 陈凡就没什么感觉 还以为是没有限制呢 另外 陈凡还猜想 5G的品阶不一样 系统学习需要的积分 肯定也不同 隐身术和毒心术的品阶 一个比一个高 消耗肯定巨大 两下子就给干光了 系统 能不能解释下 积分获取和消耗的具体情况 陈凡问道 不过问完 他反应了过来 这系统智能有限 不会交流 他摇了摇头 忍不住吐槽道 如果积分还有其他用途的话 以后我一定给你兑换个脑子 陈凡吐槽归吐槽 但也不得不面对实际问题 积分不足 他之前想的 靠破1-5G 积攒1等功的路子 暂时是行不通了 现在我手里没上交的 只有一本毒心术 毒心术虽然品阶上比隐身术要高一些 但凭他一本 就想获得1等功 很玄 陈凡想着 至于先留着 然后去弄积分 再破译 慢慢地积攒出几本来 他摇了摇头 他在精英舞者大赛上 疯狂厮杀了20多天 而后 又在0631号等几个标记点 追赶着兽群疯狂斩杀 有20多天 这两次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杀的凶兽妖兽太多了 不计其数 而杀了这么多 他中间也就学过一本 第级武技百截刀 就是薛哥送给自己的那本 第级武技 应该消耗不了多少积分 而剩下的海量积分 一本隐身术和一本读心术 就给全耗光了 这样粗略算的话 陈凡每破译一本 就得高强度厮杀小一个月的时间 破译几本 就是几个月 连续三次的话 就得一年多 甚至小两年的时间 这时间太长了 陈凡想觉醒的心情 是很迫切的 他可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 积攒一等功的事 只能再另想办法了 那手中破译的这本隐身术怎么办 既然不准备靠破译功法 获得一等功了 那读心术 就没必要攒着了 直接上交就是了 同时 陈凡也有其他一些考量 一来 作为下国武技研究院的 特邀研究员 破译古籍 是他的职责 二来 上次浑石的事情 孔文旭副院长可帮了大忙 他表示感谢的时候 孔文旭副院长当时说的是 谢就不用了 有空多研究下古籍吧 这句话陈凡记得很清楚 那么 这读心术 就当作是送给 孔文旭副院长的一份大礼吧 陈凡笑了笑 然后他拨打了孔文旭的电话 要说接电话的速度 孔文旭绝对是一流的 这次电话也很快接通 喂 陈凡小友 孔文旭温和的声音传来 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了 有事的话 不用客气 直接说就行 孔院长 这次打电话 确实有点事 陈凡道 你说 我尽力帮你解决 孔文旭笑呵的道 他本能地以为陈凡打电话来 和上次一样 是寻求帮助的 陈凡一听 知道对方是误会了 不过他还是挺感动的 连忙道 孔院长 我说的有点事 不是请你帮忙 是有些情况要和您说一下 孔文旭这才了然 笑道 哦 小友 要说什么情况 燕京 下国武技研究院 一间堆满了书籍的办公室里 孔文旭端起茶杯 吹了一口气 正准备喝口茶 我又破译了一本古籍 陈凡直截了当地道 扑吃 孔文旭刚喝进口的茶水 直接喷了出来 小友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孔文旭声音一下高亢了几分 他生怕 是自己听错了 我今天上午去江南基地市 选了一本古籍 已经破译了 是一本读心术 陈凡又说了一遍 好好 好啊 孔文旭激动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同时他也震撼 上午去武技库选的 现在中午才刚过 就破译了 这种恐怖的破译能力 孔文旭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 武技研究院 一个团队 攻坚一本古籍 大半年 几年 甚至十几年 都是常有的事 如果能破译出来 那都是要开庆功宴的 而陈凡 一个人 不到一天 确切来说 都不到半天 就能破译一本 他们破译 叫攻坚 感觉陈凡破译 简单的像喝凉水似的 毒心术 震撼之余 孔文旭注意到 陈凡说的 破译古籍的名字 他心头狂跳 小友 这破译的毒心术 你感觉和之前的隐身术比 如何 孔文旭关切地问 我感觉比隐身术的品阶还要高一些 陈凡说道 死 孔文旭倒吸了一口凉气 上次陈凡破译的隐身术 已经被评定为 SSSSS级 这次的毒心术 比隐身术品阶还要高 小友 我问你 上次你破译隐身术 同样也掌握了隐身术 这次你破译了毒心术 是不是也 孔文旭又连忙问道 陈凡点点头 算是小友所成 好 好 好 听到陈凡的回答 孔文旭又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而且听得出来 他似乎更激动了 小友 你就在江南基地市等着 我马上赶过去 我们见面聊 孔文旭叮嘱了句 然后他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陈凡 孔副院长 又要亲自赶过来 没必要吧 陈凡打这个电话 只是想告诉他 这个好消息 然后把毒心术 上交到江南基地市武技库 就可以了呀 上次隐身术的时候 孔院长邀请他成为特邀研究员 亲自跑一趟 勉强说得过去 那这次呢 好像没有理由吧 喂喂 孔院长 你就是单纯地喜欢出差是吧 有机会就抓住机会 没机会 也要创造机会的那种 燕京基地市 下国武技研究院 孔文旭挂掉电话后 就匆匆忙忙地出了办公室 他一边小跑着往外走 还一边打着电话 飞行器 快准备飞行器 我要立刻去一趟江南基地市 很快 孔文旭来到了停机坪上 这里停放着一架飞行器 飞行器极具科幻色彩 就像是从陈凡前世看过的那些科幻电影里 开出来的一样 孔文旭上了飞行器 驾驶员驾驶着飞行器原地起飞 很快就直冲云霄 虽然灵气复苏背景下 空中也有很多可以飞行的凶兽妖兽 但已经这么多年了 基地市和基地市之间 早就摸索出了安全的航线 三个小时后 飞行器缓缓降落在江南基第15技库的停机坪上 这里早有一辆汽车在等候了 孔文旭上了汽车 急切地就朝武者大厦赶去 终于 在武者大厦 79层 孔文旭见到了陈凡 陈凡已经将读星术 在电脑上敲打了出来 并且打印装定好了 见到孔文旭 他赶紧将读星术的破译版本递过去 熟料孔文旭接过后 只是放到了一边 小友 这个先不急 我问你 你真的学会了读星术 孔文旭表情严肃 非常郑重地问道 陈凡有些亚然 好像孔院长对这点的上心程度 远超过了读星术本身 嗯 是的 他点头 那你说说 我现在 心里想了什么 孔文旭试探地问 因为是要检验陈凡的这个能力 他还故意想了一些 和眼下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整个人那是又紧张 又是期待地看着陈凡 好像这至关重要一样 你在想午饭吃的油闷茄子 味道不错 陈凡笑着说道 听到这 孔文旭一下激动的 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好 好好好 真的 是真的 太好了 小友 你这个能力 真是太及时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陈凡则一头雾水 是这样的 我们下国的几支A级特战小队 深入敌后 从妖族那里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在下国广袤的大西部 出现了一个新的秘境 妖族已经掌握了具体的位置 和一些详细的信息 一个新的秘境啊 价值和意义有多重大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们的这几支A级战队 在付出了极大的伤亡后 擒获了一头知情的妖将 17名聚灵九层镜战死 在归途中 面临着妖族无休止的追杀 22名聚灵九层镜战士 誓死如归 留下来断后 最终让两名队友 带着擒获的妖将 回到了我们的城池 深入敌后 为队友争取时间 誓死如归 陈凡肃然起敬 几支A级特战小队 那么多聚灵九层镜的超级强者 近乎团命 他忍不住有些动容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孔文旭继续说着 秘境关乎重大 甚至能影响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战局 军方用了各种办法 想要撬开这知情妖将的嘴 从他这里知道 关于秘境的具体信息 不过这妖将嘴硬得很 只能决定对他进行搜魂 结果我们下国 觉醒搜魂天赋的觉醒者们 发现这妖将的十海内 有妖族超级强者设下的禁止 强行搜魂的话 他会立刻魂飞魄散 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最后军方了解到 樱花国有一位觉醒的神婆 掌握着强大的独心术 就派人和他们接洽 要说樱花国真不是个东西 他们仗着我们有求他们 漫天要价 清单都列了八页 最离谱的是 他们要求派遣他们的特战队 参与进来 秘境的宝物 还得先让他们挑 孔文旭说到这里就来气 陈凡亚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孔院长更关注 自己独心术的能力了 也明白他在体验过 自己的独心术之后 为什么这么激动 亢奋了 不过陈凡也有些疑惑 孔院长 我们下国的觉醒者那么多 难道就没有独心能力的 还得去请樱花国的神婆 听到这话 孔文旭摇了摇头 咱们下国 还真没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不止我们下国 整个全球联盟 这种能力都极为罕见 确切来说 现在已知的 只有三个 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樱花国的神婆 再一个是天竹国的僧人 最后一个 是漂亮国觉醒的通灵法师 这次事情 天竹国和漂亮国 我们也接触过了 都是一丘之河 欺负我们没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卡我们脖子 不过现在好了 我们下国有了你 你虽然不是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但却掌握了同样的能力 甚至 有了你破译的这本独心术 以后我们下国就可以培养更多这方面的人才 不仅填补了空白 还有可能在这一领域 做大做强 不再受制于人 所以说 陈凡小友 你这次真是太及时 太关键了 孔文旭激动地说着 陈凡惊讶 他没想到 全联盟 拥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这么稀少 更没想到 眼下还有这样的内情 陈凡前世今生 两世为人 提到樱花国 那可是自带民族情绪的 小鬼子还漫天要架 卡我下国的脖子 去TM的吧 孔院长 你刚才说的独心妖将的事 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参与 我感觉我可以试试 陈凡自荐道 当然有资格 你有这样的能力 必须得让你试试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乃还用手 樱花国的鸟气 还有 如果这次真从妖将身上 挖掘到秘境的重要信息 那小有你 可是立了大功 少说也得一个一等功 孔文旭笃定道 一等功 陈凡心头一喜 那真是太好了 我刚好急需一等功 没想到就碰到这样一个机会 看来我又要多一个一等功了 一个 孔文旭笑道 可不止一个 我看都看到两个了呀 两个 陈凡惊讶 是啊 独心术 你这不已经交给我了吗 这可是填补了咱们下国的空白 价值和意义无法估量 这个一等功 已经铁板钉钉了呀 我都可以给你打包票 孔文旭肯定得到 陈凡目瞪口呆 惊喜真是来得太突然了 本来只有一本读心术 他都没抱什么希望 没想到 填补了下国空白 就这么 喜提一等功 意外之喜 真是意外之喜 兑换觉醒的机会 需要五次一等功 陈凡现在手里有两次 加上破译独心术的一次 如果再能把握住 独心妖将的机会 那他就有四次一等功了 距离觉醒 也就差一次一等功了 想到这里 陈凡都忍不住地激动起来 小友 你先稍等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 孔文旭也很激动 好 七十九层的茶厅很僻静 孔文旭匆匆忙忙地来到走廊里 他拨打出一个电话 这一个电话 直接打到了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喂 文旭 电话里传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不过 听起来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和孔文旭差不多 老侯 和樱花国的谈判怎么样了 孔文旭问道 哎 别提了 樱花国还是一直坚持他们之前提的条件 太离谱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答应 现在僵持住了 没有一点进展 对面叫老侯的人 有些无奈的道 听说 你为了这事 没少法 那还用说 最近和他们打交道 凡都凡死了 他们就是 仗着我们有求于他们 有恃无恐 可惜我们没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就算凡也得忍着 而且 还得慢慢地和他们周旋 但秘境不等人啊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 我们挺急的 樱花他们可不急 甚至我们越急 他们越开心 他们就等着我们向他们低头呢 老侯焦头烂额地道 对了文旭 你不是一直都挺忙的吗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他又问道 我确实挺忙的 现在人还在江南基地市呢 我这次出差 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 孔文旭道 老侯苦笑 现在哪有什么好消息 你还能帮我找个 独心能力的决心者不成 老侯 还真让你说对了 我们还真有这样的人才了 孔文旭直接道 别闹了 你不用哄我开心 你有事没事啊 没事我挂了 待会还得和樱花的人视频通话 继续谈判呢 老侯疲惫得道 独心能力的决心者 太罕见了 全联盟就三个 而且 就在下国急需的时候 说有就有 哪有那么巧的事 所以他并没当回事 老侯 我说的是真的 再说了 我哪有闲情在这哄你开心 我们下国真有这样的人才了 还是你们军方的人 孔文旭很认真道 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嗯 也是我们5G研究院的人 听到孔文旭认真的口吻 而且还说得有板有眼 老侯也一下正中了几分 文旭 你说的是真的 那还能有假 那就别卖关子了 快说说 老侯都忍不住有些激动了 孔文旭道 江南基地市军方下属的天耀特战小队 有个叫陈凡的小友 他也是我们下国5G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今天他破译了一本古籍 而这本古籍 名字叫做独心术 陈凡小友破译古籍 有些特别 他破译了 也就掌握了 今天我就是接到陈凡小友的电话 才匆匆忙忙赶到江南基地市的 他的独心术 我已经体验过了 只能说 很厉害 听到这些 老侯又惊又喜 破译了独心术 还掌握了 他顿敢喜从天降 那真是太好了 太及时了 陈凡 我知道这个名字 江南基地市 今年精英舞者大赛的冠军 上次的SSSSS 集领身术 不就是他贡献的吗 侯海激动的 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对 没想到 连你也对陈凡小友有所耳闻 孔文旭笑呵得道 我军方出了这么好的一个苗子 我还不得关注一下 老侯开怀大笑道 他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得知陈凡掌握了独心术 他的心情一下都变好了 正如之前孔文旭说的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而且是天大的好消息 如果陈凡能搞定这件事情 那还和樱花国谈个屁呀 樱花国漫天要嫁 清单都列了八页 也真敢想 不仅如此 还要派遣他们的特战队 染指下谷国土上的秘境 还得以他们为主 老侯早就憋了一肚子气 现在吗 既然这么会做梦 那就让他们慢慢做吧 文旭 你现在和陈凡在一起的对吧 你们等我一会 我马上赶往江南基地市 老侯急切地道 哎哎哎 老侯 你还赶快干什么 该给陈凡小友说的 我都已经替你说过了 待会我再帮你把人带过去就是了 到时候该怎么感谢我 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 孔文旭哈哈笑着 感谢是应该的 不过 文旭 你要明白一点 陈凡可是我军方的人 老侯调笑道 你军方的人怎么了 陈凡还是我们5G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呢 说完 这两个多年老友 都是哈哈大笑起来 挂掉电话 来人 老侯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喊道 首长 很快 一名警卫走进来 站定 敬礼 立刻安排飞行器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江南基地市 老侯下达命令 报告首长 十分钟后 您还有一场和樱花国的视频通话 谈判樱花神婆的事宜 谈个屁 让郑伟和他们谈吧 告诉郑伟 先拖着 一切等我从江南基地市 回来再说 老侯吩咐道 是 老侯很快坐上了飞行器 驾驶员驾驶着飞行器冲天起 直接朝江南基地市的方向赶去 江南基地市这边 孔文旭去打电话 陈凡就一直坐着喝茶 这时候 他看到孔文旭满脸笑意地回来了 陈凡小友 电话我已经打过了 接下来会有一个你们军方的大人物 来江南基地市 你稍等一下 孔文旭温和地说道 大人物 陈凡好奇 嗯 我的一个老朋友 还有 今天可能需要你 跟着我们去一趟燕京基地市 你有没有要收拾的 趁这个时间 你也可以去收拾一下 孔文旭笑着道 也没什么好收拾的 陈凡道 孔文旭点点头 这时候 陈凡的手机响了 是队长郭璐打来的 陈凡赶紧接通 喂 队长 因为是比较安静的场合 陈凡压低着声音道 陈凡 你在哪里呢 速去江南军事基地报道 有位首长从燕京基地市 正在赶过来 而且点名要见你 郭璐急促道 是 队长 陈凡应道 我听说这次来的是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首长 这样的大人物 不知道为什么要点名见你 我猜测 可能是因为直播的事情 郭璐分析着 嗯 一定是这样 郭璐最后 还很笃定地下了结论 陈凡差点笑出来 队长 说来话长 我回头再给您解释 我现在 先去江南军事基地报道 好 两人很快挂断电话 孔文旭也听到了陈凡两人的通话 他笑道 你们军方的反应还挺快的 不过再在这里 也确实不合适了 我们去军营吧 嗯 陈凡点头 不多久后 孔文旭和陈凡 来到了江南军事基地 此时基地内 李兵已经列队等待 阵仗很大 连徐安都在军事基地门口等待 当然 这不是为陈凡和孔文旭准备的 他们来到 也加入了等待的队列 徐安虽然一直在关注陈凡 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很关心陈凡的情况 让陈凡如果有需要的话 就找郭禄 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都行 他还给陈凡留了电话 另外 徐安也招呼了孔文旭 他们是认识的 三人有说有笑的 时间倒也过得挺快 大概两个半小时后 一架飞行器缓缓降落在停机坪上 孔文旭从燕京基地市赶过来 需要三个小时 老侯也是从燕京基地市赶过来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他急切的心情 由此也可见一斑 这时候 一个身板宽阔魁梧的老者 率先走了下来 他浓眉如墨 双眸深邃而又明亮 文旭 徐安 他走过来 笑着招呼道 声音钟气十足 铿锵有力 首长好 徐安直接敬礼 这时候礼宾奏乐 老侯连忙摆手 行了行了 别搞这一套了 他看向孔文旭身边 穿着军装的少年 文旭 这位就是陈凡吧 首长好 陈凡也连忙敬礼 陈凡隶属于江南军事基地 徐安是他的首长 现在他首长都得敬礼 喊首长 这壮硕的老者 身份不简单啊 一旁的孔文旭笑着介绍道 陈凡小友 这位是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侯海司令 是我们下国军方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陈凡心头一跳 虽然他已经知道 这位老者的身份可能不简单 但没想到 这么不简单 陈凡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眼下我们面临的问题 文旭刚才也和你说过了 有没有信心 侯海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凡 报告首长 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陈凡朗声道 在没真正解决问题之前 还是别把话说得太满 文旭说已经体验过了 我也想试试 可以吗 侯海征询道 可以 那我现在想的什么 侯海看向陈凡 手掌在骂鬼子 陈凡直接道 侯海眼睛一亮 就连孔文旭也瞪大了眼睛 刚刚侯海要试试的时候 孔文旭差点忍不住开口了 你老侯是林海静的超级强者 陈凡小友才久迈进 差距太大了 天赋能力也是有境界上限的 这个也很好理解 就好比江河B级特战小队的木然 觉醒的能力是时光回溯 在时光回溯的场景里 他拥有超神感知 但如果比他境界高出一定程度 这个能力就失效了 现在陈凡也是这样的情况 你一个林海静的超级强者 让一个久迈进动用读心术 读不出来才是正常 如果读出来了 那就是奇迹了 侯海当然也知道这点 他就是单纯的想试试陈凡读心术的上限 也没抱太大的希望 读不出来也没问题 毕竟 真正的目标是一个六级妖将 不是他这个林海静的超级强者 当然 如果上限连六级妖将都达不到 那就是空欢喜一场了 而没想到的是 陈凡竟然说对了 境界差距这么大 都能读出他心中所想 侯海怎能不震惊 而震惊过后 就是抑制不住的惊喜和激动 连他这个林海静都没问题 那区区六级妖将 就更不在话下了 好 真是太好了 而就在这时 侯海忽然又意识到一个更为恐怖的点 在他问候 陈凡直接脱口而出是几个意思 就他知道的 联盟三大独心能力觉醒者 櫻花国的神婆 独心之前需要跳大神 准备隆重的仪式 天竹国的僧人需要敲目于念经 形成一种特殊的语 漂亮国的通灵法师 则需要双手触摸到目标的头颅 结果陈凡呢 什么也不需要 真就是脱口而出 一点停顿都不带有的 这 这也太强了吧 虽然陈凡不是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但他掌握的独心术 比联盟三大独心师还要强 好好 好啊 下国有你陈凡 真是幸灾 幸灾 侯海重重地拍了下陈凡的肩膀 对其赞不绝口 孔文旭看到这 就知道陈凡肯定是说对了 他也是大为震动 那么大的境界差距都没问题 他又一次被陈凡惊艳到了 侯海现在一分一秒都不想耽误 他直接拉着陈凡上了飞行器 都已经上了飞行器 他才想起来 还有个老兄弟 文旭 走啊 一块回去 好 孔文旭想了想 也没客气 他知道 接下来陈凡去燕京基地市会做什么 正好跟着去见识下 很快 飞行器原地起飞 然后伴随着轰鸣声 冲天起 留下一脸猛逼的徐安 什么情况 他本来以为 首长是来江南军事基地市视察的 然后顺带点名 渐渐陈凡 结果 首长好像就是冲着陈凡来的 还有 刚才他们在说什么啊 首长问 可以试试吗 陈凡说可以 然后首长又问 他在想什么 陈凡说 首长在骂鬼子 接着 首长和下国武技研究院的恐副院长 两个人都激动得不要不要的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是在对暗号吗 最后应该是暗号对上了 首长兴奋地拉着陈凡上了飞行器 走了 这就走啊 徐安一头雾水 可能是高级机密吧 暗号还挺复杂的 徐安自言自语了句 而就在今天 官方新闻播音员 怀着悲痛的心情 以低沉悲壮的声音 播报了此次39名距离九层进抢者战死的消息 这消息一出 举国震动 全民哀悼 在敌我交锋中 很少有妖王或者领海进抢者陨落 而这次 一下折损39名距离九层进抢者 可以说是下国最近这些年 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 缅怀英雄 向英雄致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青山处处埋中古 何须马格果失还 以万分悲痛的心情 迎接英雄英灵回归 我们在基地市安定的生活 都是一群像他们一样的无名英雄 出生入死换来的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 这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 撑起了我们下国的脊梁 我一定好好修炼 以后也参军入伍 保家卫国 誓死如归 我哭了 这一天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新闻上还说 这次英雄们深入敌后 执行任务 拼掉那么多姓名 是为了一个秘境 是的 在广袤的西部 出现了一个秘境 仅存的两名英雄 带回了一头知情的妖将 现在军方正抓紧审问 进展怎么样了 哎 别提了 我听说 那妖将嘴硬得很 而且石海内 还有强大的静致 强行搜魂的话 会立刻魂飞魄散 现在也没办法 好像正在和樱花国接洽 樱花国有一位强大的神婆 拥有独心的能力 这39名距离九层进抢者 用命换来的 坚决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有人知道后续吗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乐观 樱花国漫天要价 听说他们的要求 光清单就列了八页 最离谱的是 他们还要派遣特战队 参与这次秘境 而且 还得是他们主导 卧槽 要点必连 这是我们下国国土上的秘境 而且是我们39名烈士 用命换来的 他们凭什么参与 还要主导 主导他奶奶的龟孙 坚决不同意 欺人太甚 都什么年代了 小小鬼子 还想骑在我们头上拉屎 小鬼子这次就是吃准了 我们没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 就是用这卡我们的脖子 哈哈 支那人 你说对了 我们就是 卡你们的脖子 怎么了 我就问你们 有独心能力的觉醒者吗 有吗 哈哈 没有的话就乖乖闭嘴 竟然出现了一个鬼子 握日你马 笑你麻痹呢 构草的玩意 再笑 把牙给你打掉 谁的裤装没拉好 把你给露出来了 在这举国悲痛的时候 一个樱花国人大笑着跳出来 直接刺痛了国人的心 这是在下国的伤口上撒盐 很多国人的怒火 一下被点燃了 就喜欢看你们支那人无能狂怒的样子 有种来咬我呀 哈哈 游戏 石井桑 你爹来了 还有我爹干活 感谢支那 为我们樱花找到了一处秘境 哈哈 秘境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最终会是我们的 奉劝支那军方 赶紧答应我们的要求 秘境可不等人 等到时候错过了 大家都没得玩 现在是支那集 我们不急 我们就慢慢地和他们好 他们迟早得向我们低头 石井桑 你这话说的不对 虽然我们不急 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要是把我们的耐心给磨光了 那清单再给他们加几页 不过分吧 哈哈 小田君 还是你弟说的有道理 国人早就气炸了 各种国粹问候这几个鬼子 不过国人越骂 这些鬼子反而就越兴奋 甚至 他们还拿下国刚刚为国捐躯的 三十九名聚邻九层进抢者开玩笑 国民的怒火 更是彻底地被引爆了 全联盟除了鬼子 还有两个独心觉醒者 我们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 也不能便宜了樱花狗 别独自玩意 就知道在网上耍威风 只恨抓不到 不然看我不抽死他们 看他们那嚣张的嘴脸 一直把独心神婆挂在嘴上 老天啊 我泱泱下国 怎么就不出一个独心能力的觉醒者啊 是啊 不然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受制于人了 小鬼子 别嚣张 心仇旧恨 早晚和你们清算 哈哈 现在话别说得太满 你们这时候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接下来向我们低头的时候 扇在你们脸上的嘴巴子 小小支那 我们樱花还拿捏不了你们 哈哈 此时 陈凡乘坐的飞行器 正缓缓降落在燕京的一个军事基地时 这里就是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所在地了 侯海在飞行器上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相关的部署 飞行器降落之后 他直接带着陈凡进入一栋堡垒 然后一行人进入电梯 不是向上 而是向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 伴随着钉的一声 电梯打开 这堡垒的地下 四面是建筑 中间是镂空的巨大空间 他们来到一个大厅 此时 大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首长 见侯海到来 在场所有人都是敬礼 嗯 侯海点了点头 大厅前面的一面墙 全是玻璃 这玻璃是单向玻璃 从大厅里往外看 能看见 从外面往里看 是看不见的 透过玻璃 居高临下 陈凡看到了一头狼形的怪兽 这应该就是 那头妖匠了 妖匠庞然大悟 现在匍匐在地上 也有几层楼高 他的四肢和脖子 都被锁链束缚着 这锁链非常粗大 三四个人都合抱不过来 而且是六级材料铸造而成的 比陈凡的战刀和作战符等级都要高 现在妖匠匠匠在地上 一动不动 陈凡 这就是我们抓到的那头妖匠 天罡灵溪狼王 侯海给陈凡介绍 同时 他指着旁边的 一名身穿军装的中年男人道 这位是兽语觉醒者乔星德 也是我们下国军方的首席兽语专家 考虑到 你只能听到心声 但听不懂兽语 待会让乔专家辅助你 心比去歌 你只需要把听到的 妖匠心里发出的声音 学出来 剩下的交给乔专家就行了 侯海考虑的 还是很周到的 明白 陈凡点头 你好 陈凡中尉 久仰大名 乔星德道 陈凡受宠若惊 连忙道 首长好 他看乔星德的奸章 可是大笑军衔 也是 这里毕竟是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应该是军方大佬最多的地方了 好 接下来就全仰仗你们了 侯海有些激动 又有些紧张 其实不只是他 在场很多人都是如此 反倒是已经接下重担的陈凡 心里很平静 不是陈凡心大 而是对自己 有着绝对的信心 之前在江南基地市的时候 能读到林海静超级强者的心声 这点是他没想到的 而经过那次验证后 陈凡对读心术 也有了新的认知 林海静超级强者 都没问题 六级妖将 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 很快 有士兵给陈凡和乔星德戴上了耳机 然后就带着他们 再次走进了电梯 电梯又向下了十几层 从电梯出来后 又走了一段路程 他们这才来到了一个厚重的合金铁门前 这里有重兵把守 合金大门缓缓打开 只有陈凡和乔星德进去 陈凡站在十几米外 看着这个庞然大雾 有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和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天刚灵溪狼王本来在睡觉 刚刚厚重合金大门开启的声音 惊醒了他 他睁了下眼皮 看了下眼前两个渺小的人类 然后有些无趣的 又闭上了眼睛 这时候 陈凡听到了一个声音 这些人类 还真是不死心 这一天都审问多少次了 还让不让狼狼休息了 陈凡有些惊讶 他竟然能听得懂 完全没有障碍 这是超出他预料的 陈凡心下震撼 想了想 他也大概明白了 就算他听不懂授语 但只要属于心生的范畴 就应该没问题 震撼之后 陈凡则是忍不住的惊喜 这次的毒心术 真是捡到饱了 属实有点牛逼啊 天刚灵溪狼王 闭上眼睛假妹 他其实也无聊得很 心里在碎碎念着 哼哼 就算他们审问再多次也没用 休想从我口中得知 任何关于霸虎秘境的任何消息 反正还有十天的时间 霸虎秘境的通道 就会完全形成 撑过十天 他们就算知道了 也晚了 乔星德一直看着陈凡 他等着陈凡 模拟妖匠的声音 准备破译 不过陈凡却直接告诉他 首长 这次的秘境叫霸虎秘境 现在通道还没彻底稳定 我们大概还有十天的时间 乔星德呆了呆 陈 陈凡 你能听得懂兽语 他不可思议地道 陈凡摇头笑道 我听不懂兽语 不过属于新生范畴的话 我就能听得懂 乔星德亚然 厉害厉害 他冲陈凡竖起大拇指 由衷地赞叹 此时 侯海等一众人 还在高处通过玻璃看着 在陈凡两人进去的时候 他们都紧张地平住了呼吸 现在播音器里 响起陈凡的声音 首长 这次的秘境叫霸虎秘境 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欢呼沸腾起来 陈凡牛逼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我们不用受樱花国的鸟气了 还吃定我们下国了 让他们有多元滚多元 一些将领 甚至激动的眼眶 都在泛红 这可是39名烈士 拼掉性命换来的情报 他们怕最后一无所获 让39位英雄白白牺牲 而且 在过去的这一天里 着实被樱花国恶心的够呛 心里憋了太多的委屈 这一刻 百感焦急 所有的压力 怒气 和不快 都在这一刻释放了出来 陈凡 太及时了 就连侯海 也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孔文旭也是激动地不能自已 天罡灵溪狼王心里 还在碎碎念着 不过这次我真是佩服刚烈妖王 他是真的稳了 他刚从前线回去 得知了霸虎秘境的事情 就向妖皇大人强烈建议 要在所有知情者的 尸海内设下禁止 当时很多妖将和妖王都反对 认为 他是小题大做 完全没必要 包括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 不过现在看 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备无患 万无一失 刚烈妖王 真是稳不续传啊 陈凡听着 刚烈妖王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陈凡 想办法 挖出这个霸虎秘境的位置 这时候 陈凡和乔兴德的耳机里 响起侯海的声音 陈凡点点头 他想了想 然后对乔兴德道 手掌 我们得引导他 往霸虎秘境的位置上想 咱们这样 陈凡在乔兴德耳边 嘀嘀咕咕了一阵子 乔兴德听了陈凡的计划 眼睛一亮 甚至他都有些想笑 论鬼点子 还得是你们年轻人啊 乔兴德感叹 然后 他用授语冲天罡灵溪狼王喊道 你以为你不说 我们就找不到秘境的位置了 你想得太简单了 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几个大概的位置 第一个是在昆仑山附近 沙雕 还昆仑山呢 你咋不说天山呢 天罡灵溪狼王心里吐槽着 第二个 是天山 哟 还真有天山呢 啊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都说人类智商高 我看也不过如此 一群大聪明而已 乔兴德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天罡灵溪狼王给鄙视了 他继续说着 天罡灵溪狼王 这时候大概也明白了 这是故意诈我呢 给本狼狼玩这一套是吧 随便你们怎么说 反正狼狼从始而终就是一个表情 就算你们真猜对了地方 就是那个人类原来叫敦煌的地方 也看不出我有什么表情变化 陈凡一下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首长 密敬在袁敦煌地界 陈凡道 这可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信息 大厅里 侯海等一众高层都一下振奋起来 终于知道大体位置了 太好了太好了 立刻调出袁敦煌室的地图 侯海激动的道 是 很快 袁敦煌室的立体投影呈现在众人面前 报告首长 袁敦煌室面积3.12万平方公里 有名沙洲 位于陈凡 袁敦煌的面积很大 尽量锁定详细的位置 侯海对着话筒道 是 陈凡应道 然后他给乔兴得了一个眼神 乔兴得瞄懂 简单来说 就是第一阶段顺利结束 接下来进行第二阶段的计划 这时候 乔兴得装模作样地接起了电话 什么 好 好好好 天罡灵溪狼王虽然听不懂人话 但乔兴得的声音很大 杂杂呼呼的 好奇的他眼睛睁开看了下 然后又闭上了 接下来 乔兴得很是激动地 用授语对天罡灵溪狼王道 你不说也没关系 刚刚我接到电话 我方已经从其他妖族身上 取得了重大突破 且 吹吧 天罡灵溪狼王心中不屑 不过他心里也有些狐疑 难道人类 还抓到了其他妖族 乔兴得继续说着 秘境是在原敦皇帝界 听到这 天罡灵溪狼王经的 差点破防了 卧槽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是哪个龟孙泄露了秘密 能不能有点出现 就不能向我学习吗 软骨头 狼狼我问候你十八倍祖宗 天罡灵溪狼王心中愤慨 天罡灵溪狼王虽然还是趴在那里 闭着眼睛 表面上看 可之前没什么不同 但现在他心里可一点也不平静 我不知道那龟孙是谁 但他最好 也就说个敦皇 千万不能再说了 敦皇地界很大的 人类就算是地毯式搜索也没用 他们是绝对不会想到 霸虎秘境的入口 在一个月牙形状的小琥珀下面 听说那里之前还是人类的著名景点 叫什么月牙全 那龟孙要是连这个也说了 狼狼就不是单纯地问候他们十八倍祖宗了 我得炒他十八倍 陈凡一直聆听着 敦皇 月牙全湖底 陈凡直接把准确位置说了出来 月牙全并不大 知道了这些 基本上算是确定秘境的位置了 听到陈凡说的 大厅里 侯海等人都是欢欣鼓舞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太棒了 真是太棒了 陈凡牛逼 立刻派遣侦察营 前往敦皇月牙全 注意隐蔽行踪 不要打草惊蛇 严密关注秘境的最新动态 和后方保持联系 侯海果断下令 是 一名将领亢奋地硬道 乔兴德现在也是激动得很 他没想到 原本很艰巨的任务 这么轻轻松松地就完成了 甚至都没用他怎么翻译 最大的用处 反而是配合陈凡演了一场戏 在两人从里面出来后 乔兴德还一直对陈凡赞不绝口 而里面的天罡灵溪狼王 这时候是有些猛逼的 什么情况啊 怎么走了 之前一次审问 都有几个小时呢 这次才多大会 别走啊 卧槽 不能是那个龟孙已经招了吧 我艾地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与新号百分号人民币警号 天罡灵溪狼王 在口吐芬芳中 等陈凡再次返回大厅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都是 为弃鼓掌 侯海更是激动地握住陈凡的手 陈凡 这次你 可是立了大功 他重重地道 陈凡笑笑 信不辱命 说着 他透过玻璃 看向下面的天罡灵溪狼王 之前他从这里往下看的时候 天罡灵溪狼王在睡觉 没有心理活动 所以他什么也没听到 但现在 他听到天罡灵溪狼王在各种咒骂 什么龟孙 软骨仔 十八被祖宗什么的 此早很华丽 骂着骂着 天罡灵溪狼王 忽然停了下来 哈哈 我懂了我懂了 其实我应该错怪人家了 与其让人类一直无止无休的审温挖掘 不如直接告诉他们 他们知道了秘境的位置 也就死心了 接下来肯定就是派人去秘境了 不过 我们是妖族啊 最为狡诈 肯定会留了一手 我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他是刘的那一手了 哈哈 秘境啊 人类肯定高度重视 肯定派出最强的战力 最少也得是领海境吧 去吧去吧 去了就傻眼了 这霸虎秘境的规则 最高只允许九级妖兽 或者九脉进入内 别说领海境了 人类的巨灵进去了 都得干瞪眼 妙啊 以境为退 不知不觉的 就把人族玩弄在鼓掌之中 哈哈 狼狼服了 现在大厅里 还是各种庆祝激动的声音 只有陈凡心头一跳 好阴险 首长 我刚刚又获取了一条关键的信息 这时候陈凡说道 哦 所有人都看向陈凡 这霸虎秘境的规则 最高只允许九脉进 或者九级妖将进入 听到这话 在场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震 就连侯海也是一惊 秘境事关重大 太重要了 在获取霸虎秘境位置后 他心里本能想的 就是出动领海境 这也是下国表面上 能出动的最强战力了 没想到秘境的规则 进入的极限 只有九脉进 这情报太重要了 若是下国真出动了领海境 哪怕是聚领境 去了都得干瞪眼 侯海一阵后怕 好 侯海重重地拍了下陈凡的肩膀 赞叹不已 陈凡 这次多亏了你 我代表军方 代表下国民众 感谢你 另外 为了以防万一 接下来还得麻烦 你在这观察一段时间 报告首长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陈凡道 好 好孩子 侯海等一众高层 并未在这里多待 刚刚获取了秘境的重要情报 他们需要 商议部署 接下来的行动 很快 这里就只剩下孔文旭和陈凡了 不过孔文旭也没待太久 他也要走了 陈凡送孔文旭到门口 他对孔文旭 是很感激的 这次 如果不是孔文旭的关系 能直接联系到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侯海 恐怕就算陈凡有读心术的能力 事情也会曲折很多 小友 留步吧 孔文旭挥手再见 孔院长慢走 陈凡也挥手 孔文旭离开后 他又回到了大厅里 透过大大的玻璃 看着下面的天罡灵溪狼王 这个自称狼狼的妖将 还在那里闭着眼 碎碎念着 不过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而另外一边 网上的骂战越来越厉害了 下国八大基地市的网络上 都出现了不少樱花国的人 他们各种叫嚣蹦跳 炫耀嘚瑟 各种优越感 不断挑战着下国民众的底线 看着下国人一个个怒火滔天的样子 樱花国的人反而闹得更欢了 好像他们以此为乐 就是嘚瑟 就是恶心你们 恶心完了之后 你们还得反过来求我们 还得乖乖地把下国的秘境分出来 我们樱花国也想低调啊 奈何实力不允许啊 我们樱花国是优秀的民族 流淌的是高贵的血 活该如此 不服你来咬我啊 就在这时候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发布了一条公告 公告就一句话 经研究 终止和樱花国接洽 然后上面盖着一个大大的印章 这公告一出 在下国网络空间上 各种蹦跳的樱花国人 忽然有些傻眼了 国人则都沸腾了 牛逼 我们下国人是有骨气的 这要是答应了 就是耻辱 我们下国永远都会在樱花国面前 抬不起头来 鬼子们 继续嘚瑟呀 装逼呀 玩砸了吧 不过也有人在担忧 解气是解气了 但秘境怎么办呢 天竺不靠谱 漂亮国太远 樱花国本来是唯一的希望 现在也破灭了 是 可不能让39名英雄 白白牺牲 相信军方 一定会有办法的 而就在短短几分钟后 军方又发布了一条公告 这次公告更短 已获知秘境位置 以及其他详细信息 然后 还是盖着大大的印章 这消息一出 全国震动 卧槽 真的假的 是啊 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咱们的官方 什么时候发布过虚假东西 对 牛逼666 哈哈 我就知道 咱们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终止和樱花接洽 肯定也不是一气用事 果然 果然啊 下国军方威武 下国军方在发布公告之前 已经正式通告了樱花国 在接到终止谈判消息的时候 樱花高层是有点猛的 好端端的 怎么终止谈判了 他们可是一直胜券在握的 认为已经把下国拿捏得死死的了 这突然的终止谈判 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难道是自己樱花国的人 去下国玩得太过分了 嗯 很有可能 樱花国高层立即联系下国 大体意思是 樱花的一些人 伤害了下国的感情 他们对此道歉 秘境牵扯重大 还希望下国以大局为重 恢复谈判 下国回复 道歉是应该的 恢复谈判就不用了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 下国发布了 已经获取秘境位置等 相关信息的公告 樱花国高层一看着 顿时有些不淡定了 怎么就破译了呢 是谁帮了下国 天竹 还是漂亮国 樱花赶紧确认了下 结果都不是 他们顿时好像明白了什么 下国在这玩 欲擒故纵吗 用这种方法 逼迫樱花让步 不得不说 下国这一手 玩得真不错 他们差点就上当了 假装已经获取 秘境信息了是吧 行 那咱们就耗着 反正急的是你们 现在已经是夜里九点了 最迟明天早晨 下国肯定就撑不住了 还不得可怜巴巴的 来求我樱花 然后第二天早晨到了 下国没有一点动静 很快 中午也到了 下国还是没有联系樱花 樱花国高层 有点不淡定了 这下国也太能沉住气了吧 行行行 你赢了 樱花国高层主动联系下国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 条件可以降一点 下国 真不用了 已经获取信息了 下国的回复 在樱花国高层眼里 就是对条件还不满足 接下来就是两国的对话 大体意思如下 樱花国 那再降点行了吧 下国 不用了不用了 真不用了 樱花国 别不知足啊 差不多就行了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下国 听不懂人话是吧 樱花国 好你的下国 这是要放弃 秘境了是吧 您唯玉碎 不唯瓦全 虽然秘境是在你下国 但也是我们全人类的 你这么浪费资源 我去联盟告你 下国 滚泥麻痹 几个小时后 樱花 下哥 消消气 这时候千万要以大局为重 秘境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条件 我们统统不要了 只要让我们派遣特战队就行 下国 撒泡尿 照照自己再说吧 樱花 下哥 有话好好说吗 要不条件你开 我们尽量满足 下国 鬼子 放弃幻想吧 别联系了 忙着呢 然后樱花了解到 下国正在紧锣密鼓的选拔人员 好像有什么大动作 难道下国真的已经获取了秘境的详细信息 樱花哭晕在厕所 而外交层面上的这出大戏 让整个下国都沸腾了 举国上下 大快人心 牛逼牛逼牛逼 解气 真是太TM解气了 之前樱花国有多傲慢 后面就有多卑微 哈哈 还拿捏我们 还优秀的民族 高贵的血脉 给你脸了 撞我国威 此生不回路华下 燃起来了兄弟们 我们军方都发布公告了 小鬼子还抱有幻想呢 给老子有多远 就滚多远 哈哈 之前憋屈得很 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 舒服了 这局势突然一个180度的急转弯 差点闪了我的腰 是啊 别说小日子没反应过来了 就连我们也差点没反应过来 我想知道的是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咱们军方 怎么突然就掌握了秘境的相关信息 难道腰将被我们感化了 谁知道呢 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 之前军方把能试的办法都试了 都不行 最后只剩下独心这一条路了 要不然 我们也不会忍着樱花那么离谱的条件 还和他们谈判 是 我也听说了 之前能试的办法都试了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 但事情发展到这种局面 咱们军方 肯定有高人相助 负义 加一 民人不做暗示 正是在下 胡说 明明是我 谁尿黄 快来慈醒他们两个 有糖尿病的注意避让 千万别让他们尝到一点甜头 哈哈 咦 小鬼子们呢 继续出来蹦打呀 怎么不蹦了 还用说 肯定夹着尾巴逃走了呗 在咱们下国撒完野 逃走就没事了 哪有那么容易 我非得去樱花国 恶心他们去 对对对 来而不往非理也 兄弟们 我将带头冲锋 冲冲冲 现在下国上下一片欢腾 无不是拍手称快 八大基地市 不管是网络上 还是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 在议论这件事的 这突然的反转 着实让人惊喜 大家比较统一的猜测 是下国可能有高人相助 毕竟之前能试的办法都是过了 那到底是何方高人 力挽狂澜呢 大家众说纷纭 各种猜测 五花八门 而就在当天的中午 下国武技研究院 发布了一条公告 大体意思是 授予我院特邀研究员陈凡 一等宫 至于立宫的原因 是这样描述的 特别重大 不方便宫事 虽然现在下国的焦点 在秘境和反击樱花上 但这消息一出 还是引起了一些关注 卧槽 偶像又立一等宫了 恭喜 撒花 牛逼 陈凡拿一等宫 跟完似的 火九剑 立宫原因竟然是特别重大 不方便宫事 第一次见这样的说辞 是下国武技研究院 授予的 肯定是陈凡又破译了什么古籍 嗯 应该是 会是什么古籍呢 官方越不说 我越好奇了呢 上次陈凡破译的隐身术 是SSSSS级 官方公告都不是这样的说辞 这次都直接重大到 不方便宫事了 岂不是说 这次破译的古籍 比上次的SSSSS级 隐身术的品阶 还要高 撕 细撕极恐 陈凡大佬 什么时候开直播呀 讲讲隐身术啊 难哭了 哈哈 楼上的哥们 还没放弃呢 心疼三秒钟 扑哈哈 不好意思 没忍住 而这边下国武技研究院 刚刚发布完公告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也紧跟着发布了一条公告 内容是 鉴于江南基地市 陈凡中尉的突出贡献 特授与一等宫 至于立功的具体原因 和下国武技研究院 如出一辙 也是特别重大 不方便宫事 这消息一出 全国民众 有点不淡定了 什么情况 陈凡又一个一等宫 别人拼上性命 都不见得有一个一等宫 陈凡大佬隔着批发进货呢 楼上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和下国武技研究院的公告 怎么那么相似呢 也是特别重大 不方便宫事 喂喂喂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你不能连这也抄作业吧 下国军方总指挥部 和下国武技研究院 这还联动起来了 时间一致 连公告也出奇的一致 我嗅到了非同寻常的味道 卧槽 现在我们不是都在猜测 是哪位高人力挽狂澜吗 会不会是陈凡 陈凡 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如果是陈凡的话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有点想不通啊 各位 小弟在这献丑了 简单的联想了一下 说的如果不好 大家误喷 之前的咱们下国的情况 大家都是知道的 急缺毒心师 会不会陈凡破译的古籍 就是毒心术之类的 而且 就像之前的隐身术一样 他破译了 也掌握了 陈凡掌握了毒心术后 帮助军方获得秘境信息 卧槽 楼上的想象力不错 来跟我写小说吧 哈哈 我细评了一下 好像也有点道理啊 夏国军事总指挥部 和夏国武技研究院的这次联动 绝对不是巧合 两则公告 好像什么都没说 但又好像说了什么 总之 你猜 从昨天到现在 陈凡来到燕京军事总指挥部 已经整整一天了 在这段时间里 他除了听取妖将的心声之外 也注意到了 夏国和樱花国外交上的这场好戏 能为国解忧 尤其还牵扯到了小鬼子 陈凡是很骄傲和自豪的 前世今生 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仇国恨 如果有朝一日 打小鬼子 他绝对能爆发出 百分之一百二的力气 另外 陈凡也看到了 夏国武技研究院 和夏国军事总指挥部的 两次公告 两次一等功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但真获得的时候 还是让他欣喜不已 加上这两次一等功 他手里就有四次一等功了 还差一次 就能兑换觉醒的机会了 陈凡真的好期待啊 同时也很好奇 他到底会觉醒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还有一点 不管是夏国武技研究院的公告 还是夏国军事总指挥部的 都没有提及他读心术的事情 而是统一用了 过于重大 不方便公事的字眼 武技研究院 和军事总指挥部 算是有心了 没有暴露读心术 给他藏了一手底牌 这挺好 读心术带给陈凡的惊喜 丝毫不弱于隐身术 这也将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王牌 尤其现在 他还面临着妖族暗杀的情况下 施展毒心术 有人要对他不利 他能提前预警 能够大大的保证他的安全 就好比上次吞天式地杀虫那次 如果那时候 陈凡有毒心术 就算没有杜长泽的提醒 吞天式地杀虫 也进不了他的身 他会早早地把周边的人筛选一遍 就在这时 一名士兵迈着铿锵的步子走了进来 陈凡中尉 手掌请你过去 好 陈凡点头 很快 他跟着士兵走进了电梯 电梯一路上行 来到地面 陈凡终于出了城堡 这时候 外面已是深夜 繁星点缀夜空 一闪一闪的 士兵带着陈凡 在基地内 又是走了一阵子 最终来到了一个办公室前 士兵把陈凡带到这里 就离开了 报告 陈凡在门外大声喊道 静 房间里传出一道中气十足 又带着几分威严的声音 陈凡推门走进去 侯海本来正在批阅文件 看到陈凡进来 他就放下了手中的笔 笑着招呼道 来了 快坐 陈凡也没扭捏 大大方方地坐在了旁边的沙发上 侯海端着一壶茶走过来 陈凡连忙接过 先给侯海倒了一杯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陈凡 你在地下大厅里 守了一天一夜 辛苦你了 侯海说道 报告首长 倒也不怎么辛苦 陈凡笑道 侯海也笑了笑 他感叹道 这次多亏了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后面的局势 我都不敢想象 关于这次你立功的事情 文旭特意打电话给我商量 一来读心术确实事关重大 二来他的意思是 不公事 能给你留一张王牌 我觉得文旭说的有道理 所以两次公告 都没提到读心术的事情 希望以后 你能好好利用这张王牌 陈凡了然 原来是这样 谢谢首长 谢谢孔院长 能藏下一张底牌 确实非常重要 他道 侯海点点头 你已经在下面 盯了天网灵溪狼王 一天一夜 也没有什么新的情报了 待会我派专机 送你回江南基地市 接下来的几天 好好准备 还有一场硬仗在等着你 准备 硬仗 陈凡有些疑惑 是啊 昨天我们的侦察营 连夜到达了敦煌的月牙泉 传回的情报 和从天网灵溪狼王口中得到的 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出去昨天 那过去的一天 还有九天的时间 霸虎秘境的通道 将彻底稳定 我们商议后 决定第八天启程 所以 你能准备的时间 也不多了 侯海道 陈凡惊讶 首长的意思是 这次前往霸虎秘境的名额 有我一个 前往霸虎秘境的事 属于高层部署 根本不是他该考虑的 他没想过 也没想着争取什么的 现在得知这个消息 他本能的 还是有些意外的 除了意外 还有的 就是惊喜了 这毕竟是秘境啊 秘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宝物啊 其他的不说 就江南基地市的五级库 秘宝库 和神兵库 里面很多的宝贝 都是从秘境中得来的 也包括 陈凡急缺的 魂石等等 当然有你的名额了 侯海笑道 就我们了解到的 你还是九脉镜吧 是 陈凡点头 那就对了 你是九脉镜 而且之前 依靠隐身术 就斩杀过妖将级的存在 就冲这点 不是要有你的名额 而是必须要有你的名额 不只是你 你所在的天药特战小队 也是全部出动 这次我们下国会出动 三万名九脉镜舞者 这三万名九脉镜 绝大多数是特战小队 也有一些是从军团中 选拔出来的 秘境事关重大 这次我们下国能有多大的收获 就全看你们的了 而我个人 是对你抱有很大希望的 好好加油 侯海勉励道 是 陈凡惊喜 原来整个天药特战小队 都在名单里 那挺好 和队友们在一起 可以有个照应 当然 也不要掉以轻心 妖族肯定也会在 秘境规则之内 派遣最强的战力 说白了 这次秘境是一次机遇 更是一次挑战 我希望你们 都活着回来 侯海宇众 心肠道 明白 陈凡重重道 陈凡从侯海那里出来后 就去了停机坪 飞行器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他坐了上去 飞行器原地起飞 而后呼啸着 朝江南基地势的方向飞去 现在距离霸虎秘境开启 还有九天的时间 军方决定第八天出发 这点陈凡 还是很赞同的 这次毕竟是深入敌后 去得太早 在那边等着 不确定因素太多 风险很大 稍微提前一些去 最合理 飞行器破空飞行 速度极快 大概两个半小时后 飞行器缓缓降落在 江南基地势舞者大厦楼顶的停机坪上 这时候夜已经深了 陈凡在路上的时候 就把他今天回来的消息 告诉了钟晴 这时候 陈凡从飞行器上走下来 他冲飞行器驾驶员挥手再见 驾驶员也挥了挥手 然后飞行器再次冲天而起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陈凡 这时候 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 陈凡朝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靠着停机坪上的灯光 他看到了一个曼妙的歉影 不是钟晴 还能是谁 钟晴正欢喜地跑过来 然后一下把自己投入到陈凡的怀抱中 你怎么跑这上面来了 陈凡笑着问 在房间里等着就行了呀 我想你啊 想更早地看到你 就到这里来了 钟晴一笑 等多大会了 没多大会 你吃饭了吗 我上来的时候 提前叫好了夜宵 还是我女朋友贴心 我还真有点饿了 希希 也不看看你女朋友是谁 走 咱们赶紧去吃 好 两个人牵着手 相爱的人在一起 好像空气都是甜的 很快 他们来到77层的房间里 桌子上 果然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饭菜 陈凡去洗了个手 坐下来 钟晴也笑着 坐在陈凡身边 陈凡用筷子夹了一口 饭菜已经有些凉了 放在这里少说 也得有一个小时了 饭菜是钟晴临出去的时候叫的 也就是说 钟晴至少在楼顶上 等了一个小时 这傻丫头 还说没等太久 陈凡有些感动 又有些心疼 这时候 钟晴也吃了一口 呀 菜凉了 我赶紧再点一桌 他连忙道 陈凡笑着制止道 不用了 这么热的天 两点刚好 快坐下吃吧 钟晴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道 那好吧 陈凡大口地吃着 看起来吃得非常香 钟晴这才不再纠结菜凉的事情 来 这个大鸡腿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呢 我男朋友真是太棒了 去燕京基地试了一天 带回来两个一等功 而且是下国军事总指挥部和下国武技研究院 亲自颁发的 他笑着道 我女朋友奖励的 那我可得好好品尝一下 陈凡故作夸张地道 惹得钟晴哥哥直笑 看着陈凡大口地吃着 钟晴满心里都是幸福 陈凡连续获得两次一等功的事情 轰动很大 钟晴当然也知道了 他也很开心 至于因为什么立的功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和下国武技研究院 都用了过于重大 不方便攻势的字眼 那显然 是高度机密 他当然也不会问 他只要确定 对陈凡是好事就行了 至于好奇心什么的 他可没那么大 你也吃 陈凡加起一块美食 送到钟晴嘴边 钟晴张开樱桃小嘴 轻轻含住 眉眸都笑成了月眼 时间在持续 陈凡回到江南基地市的时候 大概是夜里十一点了 现在夜更深了 两个人还在有说有笑着 你喂我一口 我喂你一口地吃着 很温馨 也很甜蜜 这一顿饭吃了好久 吃完的时候 都已经过零点了 这时候 很多人已经进入了梦乡 滴滴滴滴滴滴 忽然陈凡的电话响了 陈凡一看 笑了笑 是长泽 他接通 唯 长泽 凡哥 杜长泽也叫道 陈凡笑着道 你这家伙 都这么晚了 给我打电话 就不怕我已经睡了 杜长泽黑黑一笑 凡哥 我知道你没睡呢 我不光知道你没睡 我还知道 你从燕京基地试回来了 陈凡亚然 你梦到了 是滴 杜长泽怪笑一声 要不然 我也不会这么晚了 还给你打电话 陈凡忍不住地赞叹 长泽这窥探未来的能力 除了有点随机之外 其他的属实无解 新比去哥凡哥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今天突破到五者了 这都多亏了咱们战队 给我提供的修炼资源 还有凌哥用重力辅助我 为了庆祝突破五者 同时感谢战队的支持 我明天中午在新潮 请咱们天药的所有人吃饭 队长 薛哥他们 我都通知过了 现在我可告诉你了 明天你可一定要来啊 杜长泽说道 听到这 陈凡有些惊喜 长泽 你突破到五者了 那是好事啊 恭喜恭喜 明天我一定到 谢谢凡哥 那就先挂了 好 挂断电话 杜长泽突破到五者了 钟晴笑着问 是的 不错不错 挺快的 钟晴道 对了 长泽不是喜欢朵朵吗 最近他们有没有进展啊 陈凡问 不知道啊 这两天我一直在修炼 也没顾上和朵朵联系 明天我旁敲侧击地打探一下 钟晴坏兮兮地道 这个可以哦 陈凡也笑着 将桌子上的饭菜收拾了后 两人洗了澡 这个时候的钟晴就已经不叫钟晴了 请叫他正式 很快一夜过去 第二天陈凡一觉睡到上午十点多 钟晴还在睡 陈凡点了早餐 然后去洗漱 一切收拾妥当 钟晴刚好醒来 两人一块吃了早餐 吃完已经十一点了 杜长泽把包厢号发给了陈凡 这时候他已经到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陈凡笑着和钟晴说了声 然后就开始动身前往新潮大酒店 陈凡赶到的时候 队长郭露以及一众队友也都是刚到 陈老爹 见到陈凡 他们都笑着招呼道 队长 薛哥 吕哥 林哥 方姐 陈凡也一一打着招呼 凡哥 快坐快坐 杜长泽人逢喜事精神爽 脸上的每一块肉好像都在笑 陈凡入座 陈老爹 我们都看到公告了 也真有你的 去了一趟燕京基地市 拿了两个一等工回来 吕文成感叹着 他羡慕坏了 是啊 我们入伍都十多年了 一等工长什么样还没见过呢 灵铁山道 陈凡老爹 牛逼就完事了 阳科哈哈道 陈凡也笑着 运气 都是运气 他谦逊得很 陈老爹 你这还叫运气 我算了算 你才服兵衣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已经拿了五次一等工 一次二等工 一次三等工了 如果你这也叫运气 那你的运气 为你也太好了吧 冯兵调侃着道 哈哈 在场所有人都是哄堂大笑 陈老爹 现在网上都在传 你就是那个 这次帮助下国军方 从妖将口中 获取秘境信息的高人 是不是真的 还有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和下国武技研究院 对你一等工的描述 都用了特别重大 不方便公事的字眼 你到底干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薛志刚忍不住好奇地问 听到这话 不用陈凡回答 坐在薛志刚旁边的方如 玉手直接拧起她的耳朵 都说了特别重大 不方便公事 那就是高度机密 你还问 你好奇心咋那么大呢 方如这一套动作 太熟练了 从抬手 到抓到耳朵 再到拧着转圈圈 一气呵成 如行云流水 熟练地让人感到心疼 嗯 当然不是为方如心疼 是薛志刚 哎哎哎 疼疼疼 撒手 快撒手 错了没 错了错了 薛志刚连连求饶 方如这才松开 好不容易从魔爪中解脱的薛志刚 连忙从座位上跑开 老吕 给我换个位置 不换 换换吧 哥 亲个 吕文成不为所动 老杨 老杨 别找我 薛志刚几乎球了一圈 最后还是 委屈巴巴地坐在了原来的位置 众人都哈哈大笑 要说一物详一物 这话说的是真没错 方如好像天生就是薛志刚的克星 在天药特战小队里 对薛志刚来说 方如的话 比队长的命令都好用 经过这个小插曲 大家都把刚才薛志刚的好奇给忽略掉了 而且包厢里的气氛 也变得更欢快了 郭露私下打量了下 道 长泽 咱们在的这个包厢 应该属于新潮的次顶配了吧 消费可不便宜 而且这样的包厢 一直都很紧俏 一般都得提前一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能预定到 我们这次算是比较突然的了 能订到这样的包厢 不简单啊 吕文成和杨柯 也都知道这情况 他们也是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嘿 队长 我可没这个本事 是我一个同学 心比剧隔 杜长泽笑着 笑中带着三分扭捏 还有一分害羞 郭露等人这才了然 陈凡知道杜长泽口中说的同学 肯定是朵朵 朵朵是新潮大酒店的小公主 她是有这个能力的 不过 长泽 你这扭捏 害羞 是几个意思 生怕别人看不出来有问题 陈凡随口问了句 长泽 你和朵朵 他真就是随口一问 不过还没等陈凡把话说完 在听到朵朵名字的时候 杜长泽就一下紧张起来 情绪激动得道 凡哥 你可别乱想啊 那天晚上送朵朵回去的时候 我真没强吻他 朵朵也没打我 我的脸也没肿 朵朵也没给我上药 也没因为感觉下手重了 给我三个月的考察期 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情绪激动 所以语速极快 像是机关枪一样 一口气说完了 包厢里忽然变得安静了 陈凡 郭露 吕文成 薛志刚 方如 林铁山 杨科 冯冰等 所有人都是面色古怪 而在短暂的安静之后 则是一阵暴笑 他们都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杜老弟 你是认真的吗 扑哈 常泽 别紧张 信了 我们真信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激动到语无伦次 招供都没见这么利索的 杜老弟 你是来搞笑的吧 常泽弟弟 你还真是傻 人家小姑娘 说是给你考察期 其实就是已经接受你了 真的 杜常泽听到方如的话 一下惊喜起来 真的也没用啊 人家朵朵又没给你三个月的考察期 陈凡也遇到 大家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杜常泽闹了的大红脸 只能善善笑着 那就让我们恭喜杜老弟吧 这是双喜临门啊 恭喜 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 所有人都举杯 接下来的气氛更活络了 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席间 对了 李哥 你最近也有喜事啊 杜常泽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笑着说道 我 吕文成有些意外 难道杜老弟看到了我的未来 我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喜事要发生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次去秘境 我获得了什么重大机缘 他有些激动地问 吕哥 秘境不还有好多天呢吗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看到的未来 最远也不超过四天 杜常泽说道 薛之刚好奇心又发作了 杜老弟 你就直说吧 老吕他遇上什么好事了 陈凡和郭露等人 也都看着杜常泽 他们也挺好奇的 杜常泽就没再卖关子 直接道 吕哥要脱单了 碰到真爱了 卧槽 老吕碰到真爱了 老树冯春啊 老吕 提前恭喜了 听到这 大家顿时起哄起来 吕文成老脸一红 他连忙摆手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都四五十岁的人了 年纪都一大把了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对象 真爱什么的 就不想了 杜老弟 你快打住吧 别拿我开玩笑了 他告饶道 吕文成年轻的时候 很有冲劲 一门心思都放在了武道上 现在上了岁数 加上身为C级特战小队的成员 刀口填血 出生入死 也很难给人家一个稳定的生活 渐渐地 找对象的心思就淡了 老吕 得想啊 怎么能不想呢 你看人家老薛 和你岁数差不多 就还在天天嚷嚷地找真爱 找对象的 杨柯笑道 老吕 你现在这样想 那时还没遇上真爱 真爱要是来了 你挡都挡不住 冯冰哈哈笑着 这时候 陈凡也开口道 吕哥 你还没亲身体验过 长泽窥探未来的能力 不知道他的厉害 他既然说了 那你就等着瞧好吧 应该就在这最近几天了 一听老吕 都要找到真爱了 薛志刚顿时有些坐不住了 杜老弟 我呢 看到我的真爱没有 这几天 我可天天给你发信息 叮嘱这事呢 薛哥 你的是我记着呢 还没看到 我一定加把劲 杜长泽说道 一定哈 薛志刚再三叮嘱道 方如撇嘴 就你这木头疙瘩 还一直热衷于脱单 老老实实地吃你的东西吧 说着 他将一个大虾 重重地放在薛志刚的餐碟上 薛志刚本来是想硬气一波的 那么多人看着呢 就知道欺负我 你让我吃我就吃 我老薛不要面子的吗 这话都已经到嘴边了 不过看到方如那不善的眼神 薛志刚一个机灵 算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还是决定从心一波吧 然后 他用最凶的语气 说了最耸的话 吃就吃 这一幕 差点把在场众人憋出内伤来 郭露忍俊不禁地摇了摇头 他心中感叹 方丫头说志刚是木头疙瘩 真是一点也没冤枉他 顿了顿 郭露收回心思 他又看向杜长泽 长泽 接下来有件事要拜托你 七天后 我们添药 除了你之外 都将动身前往大西部 探索秘境 如果可以的话 你最近多留意一下 看能不能看到 那时候的一些情况 他神情稍稍严肃了几分 秘境非同小可 是机遇 更是挑战 这次咱们下国 投入了三万名 九卖进的舞者 妖族肯定也会在 秘境的规则之内 投放最强战力 这是一场硬仗 听到这 薛志刚 吕文成 杨科 林铁山 方如 冯斌 包括陈凡等所有人 表情都是正中了几分 还是队长想了周到 如果我们能提前 获知未来的一些情况 那就能掌握先机 未雨绸缪 卢天锐赞同的道 我忽然发现 咱们天药特战小队的人员 配备有点高啊 别说其他C级特战小队了 就算是B级和A级 也没有这待遇啊 薛志刚大笑着道 牛逼就完事了 大家也都笑了 杜长泽道 放心吧队长 我一定会在这上面 多下功夫的 我现在突破到了舞者 对天赋 好像有了一丝丝干预的能力 我估算了下 之前是完全随机 现在大概能做到 万分之一的概率 听到这 陈凡 郭露等人眼睛都是一亮 窥探未来的能力 非常无解 唯一的弊端 就是完全随机 现在杜长泽突破到舞者后 竟然对这能力 有了一定的干预 虽然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 但这也很厉害了 能干预 就已经很夸张了 杜老弟 厉害 薛志刚由衷地道 然后他下一句 我未来对象的事 就拜托你了 抓点紧老薛 之前还没发现 你还是个媳妇迷啊 杨科打去道 滚滚滚 陈凡 这几天你也好好准备一下 现在你 可是咱们天药的最强战力 而且前不久 你还斩杀过一级妖将 在这次都是九脉镜 和九级妖兽的情况下 你的竞争力非常强 在秘境里 你有可能会获得不错的机缘 当然 话虽是这么说 但你 也别掉以轻心 不排除其他基地市 或者妖族阵营 也有像你这样的天骄精英 郭露叮嘱道 我明白 队长 陈凡重重点头 吕文成不禁感叹 时间过得真快啊 还记得陈老弟刚加入天药的时候 事宜迈进 因为境界低 都不能和我们一块执行任务 现在一转眼 他都已经是咱们天药的战力天花板了 方如笑道 不是时间过得快 是陈凡弟弟提升得太快了 如果细算的话 陈凡弟弟加入天药 也就一个多月吧 听到这 吕文成呆了呆 不只是他 就连杨科 林铁山等 也都是一乐 是啊 不想不知道 一想吓一跳啊 这顿饭 一直到下午两点才散场 兵主敬欢 新潮大酒店的门口 大家相互告别着 走了队长 拜拜老杨 再见 吕文成告别完 也一步一步地下着台阶 就在这时候 迎面向他走来一名女子 女子身形高挑 留着其间长发 模样并不是多惊艳 但很耐看 吕文成忽然有些悸动 不知不觉地 竟然看入迷了 好像目光 怎么也从人家身上挪不开了 他呆立在原地 女子石尖上 很快地和他擦肩而过 那一刹那 沉寂得心 竟然有了一些躁动 怦然心动 对 就是怦然心动 现在他脑海里 全是人家的身影 之前吕文成 是绝对不相信 什么一见钟情的 但这一刻 他忽然信了 刚才那一眼 让他有种想恋爱的感觉 走啊老吕 愣什么呢 后面的杨柯走上来 笑着问道 吕文成呆呆地回了句 杜老弟说得没错 我好像真的遇到真爱了 哪呢 杨柯惊讶 他四下观望 吕文成没在管杨柯 他快速地拾尖上 追了上去 见状 杨柯哈哈大笑 刚才还说不想呢 果然都逃不过真相定律 陈凡回到了舞者大厦 真的 听陈凡说了朵朵和杜长泽的事 钟情惊地瞪大了眼睛 然后止不住地咯咯直笑 杜长泽胆子还挺大 不过也算歪打正着 结果是好的 嗯 陈凡也笑着 两个人闲聊了一会 陈凡起身 他道 接下来我要去干正事了 正如侯海首长和队长郭露说的那样 秘境非同小可 是机遇 更是挑战 到时候 人族和妖族的精锐 免不了一场恶战 他必须要好好准备一下 陈凡想的是 他现在手里已经有四次一等功了 如果能再获一个一等功 就凑齐了五次 就能兑换觉醒的机会了 如果在出发之前 能够觉醒 自是再好不过了 会更有底气一些 听到陈凡的话 钟情点点头 好 那我去洗澡 你等我 陈凡 还有我去 正事和正事 傻傻分不清楚 陈凡从舞者大厦出来 现在他最急缺的 就是一次一等功 至于如何立功 之前陈凡还有些犯难 但现在有了独心术 他的可操作空间就大了 现在陈凡已经有了想法 正常在野外斩杀一头一级妖将 并且有视频为证的情况下 能得三十功勋点 而上次陈凡在城内斩杀了那头吞天势地杀虫 也是一级妖将 获得的却是一等功 为什么呢 道理很浅显 因为潜伏在基地式的妖将 就是一颗随时都会引爆的炸弹 这种潜在的威胁 后果无法估量 揪出来他 就相当于化解了一场灾难 而陈凡现在想的也和这差不多 就是去把潜伏在江南基地式的妖族给揪出来 能杀的就杀 不能杀的上报 如果能再发现一头妖将 那妥妥的又是一次一等功啊 就算找不到妖将 有其他的妖兽也行 积少成多也能获得一等功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他有隐身术 不干这个 都有点可惜了 陈凡来到街道上 他这次并没有隐身 目之所及 都是来来往往的行人 顿时 各种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呀 这不是陈凡吗 他是真牛逼 我要是能有他一半就好了 今天刚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女朋友长得真标志 就冲着 他这个兄弟我交定了 街上人那么多 我偷偷地放个屁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一压 前面的小姑娘 看着打扮得挺时髦的 做事也太没把门了吧 放个屁 都放成交响乐了 还TM韭菜味的 我看到陈凡大佬了 也不知道大佬什么时候 直播讲一下隐身术 宝宝真是难哭了 马上就要去霸虎秘境了 每次秘境都伤亡惨重 这次肯定也不例外 人族和妖族的一场大战 在所难免 这次我把家底都拿出来了 一定在秘宝库 选个保命的宝贝 老天给我关上了一扇门 还TM把窗户给我汗死了 我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距离九层镜 身上军工无数 住别墅 睡美女 银行卡里的钱 花不完 根本花不完 我始终相信 只要肯努力 什么样的 牛我都能吹得出来 这天天保持着人样 真难受 啥时候是个头啊 人类的娘们也不带劲 浑身毛太少了 要说还得是我妖族的 浑身毛茸茸的 陈凡捕捉到这个新生 他顿时一个机灵 很快 他就锁定了一个人 是个年轻人 看起来二十多岁 穿着宽松肥大的衣服 歪戴着帽子 脖子上还挂着铁牌项链 完全是彭克嘻哈的风格 嗯 我竟然遇到了一个陈凡 而且还是最大名鼎鼎的那个 可惜妖王回去了 而我也只是九级妖兽 不然的话 这个陈凡难得露面 正是击杀他的好时候 他看着我干什么 随你看 你还能看出 我的端倪不成 我化形 可是妖王大人施展的手段 在江南基地是潜伏六年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彭克年轻人 心里骄横得很 不过表面上 在两人目光接触的刹那 他客气地冲陈凡笑了笑 算是打了招呼 陈凡也笑了笑回应 他本来是要直接出手的 但想到吞天式地杀虫那次 那次动静 闹得还是挺大的 在基地室内 是不能无故动手的 陈凡想了想 逃出手机 拨打出一个电话 喂 陈凡 电话里传来徐安的声音 上次见面的时候 徐安和陈凡 是互留了电话的 首长 我需要向您请示一下 陈凡道 然后他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下 大体意思是 他发现了潜伏在江南基地室的妖兽 妖兽现在是人类形态 他想动手 听到这 徐安一下激动了 陈凡 你发现潜伏在江南基地室的妖兽了 妖兽也是人类形态 我的天 妖族到底对我们基地室 渗透到什么程度了 你提供的这个消息 非常关键 还有 我现在下达命令 由你执行特别行动 放手去做吧 当然 也注意安全 徐安道 是 很快电话挂断 这相当于报备过了 陈凡就没什么顾虑了 他直接朝刚才那朋克年轻人走过去 陈凡朝我这边走过来了 路过 还是冲我来的 他心里有点不淡定了 事实证明 陈凡就是冲着他来的 而且走过来 战刀直接架在了他脖子上 陈 陈凡中尉 这是闹的哪一出 我没得罪过你吧 彭克年轻人不悦道 你没得罪过我 不过你暴露了 陈凡似笑非笑道 彭克年轻人心头一跳 不能吧 我在江南基地市 潜伏了那么几年 都没事 第一次见到陈凡 就暴露了 这家伙是炸我的吧 不过这个陈凡 最近闹出了很大的名头 他是有点邪门的 彭克年轻人 一时间有些拿不准了 怎么 不信 陈凡嘲弄的一笑 你再不动手 就没机会了 九级妖兽 听到这 彭克年轻人的脸色 瞬间大变 陈凡竟然准确地 说出了他的境界 现在 他是一点也不怀疑了 马德 真暴露了 在人类基地时被发现 横竖都是死 给他拼了 彭克年轻人 毛子一下 变得胸利起来 瞬间爆起 他的身体开始膨胀 身上宽松的衣服 直接被撑烂了 不过 他才区区九级妖兽而已 还没等他恢复本体 陈凡的刀劲夹杂着无可匹敌的锋芒 直接透体而出 彭克年轻人 那四人四兽的脸上 表情骤然凝固 九级妖兽 死 变身才变了一半 依稀能看出来 是一头牛腰 街道上熙熙攘攘 这边的动静 顿时就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骚乱朝着四周快速地蔓延开来 我靠我靠我靠 怎么了怎么了 有人当街杀人了 卧槽 真的假的 好大的胆子 他以为自己是陈凡呢 还真就是陈凡 啊 那没事了 偶像动手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好比上次的妖将 总之记住一点 陈凡是不会错的 对对 无脑性陈凡就对了 咦 好巧 你也把脑子扔了 是啊是啊 对陈凡 要什么脑子 无脑粉就完事了 号外号外 最前沿的消息 陈凡击杀的那人 是一头牛腰 我就说嘛 我自始至终都淡定了一笔 因为我知道 肯定有反转 果不其然 机操物六 啥也不说了 陈凡牛逼 破音 在陈凡击杀牛腰 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就有一只治安署的巡逻小队 快速赶了过来 陈凡中尉 我是治安署巡逻七分队的队长张力 为首的小队长 正是张力 他向陈凡敬礼 张队长你好 陈凡也招呼了声 然后到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明白 张力应声 陈凡很快离开 哈哈 省吃俭用 今天终于兑换了 一本地级功法 准备出城的第六百二十五天 反正都实验六百二十四天了 也不差这一天了 我还没去过新潮大酒店呢 啥时候 能去吃一顿啊 再也不让走后门了 今天在城外收获不错 给儿子买点好吃的去 八个 小小之那竟然给脸不要脸 他们以为 这样就能将我们拒之门外 那也太小看 我们樱花了 我表面上是夏国人 但心早已归属樱花 而且 我是九迈镜 也在这次前往秘境的队伍中 虽然芝娜的保密措施做得不错 我现在还不知道秘境的位置 但等那天我到了 肯定就知道了 而我身上有信号追踪 会实时地 把位置传递给太郡 泽泽 到时候樱花神兵天将 小小之那肯定傻眼了 而我 字不用多说 又是奇功一剑 嗯 陈凡 他盯着我看看什么 陈凡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生 而且很快就在人群里 锁定了这个新生的主人 是一个身高一米六左右 表面看起来很老实本分的中年男人 陈凡看向他 他也看向陈凡 四目相对 目光短暂地碰撞 中年男人连忙闪避开来 陈凡心中冷哼一声 相比于凶兽妖兽 这种吃着奶还骂着娘的汉奸 更可恶 他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脚将其踹翻出五六米远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中年男人都没反应过来 他现在都是猛逼的 治安署的人第一时间就冲了过来 还是刚才的巡逻小队 他们大概猜到 今天陈凡可能有大动作 所以 留下了两位兄弟 收拾九级妖兽那边的残局 其他人都是不远不近地 跟在陈凡后面 这不 在陈凡出手的第一时间 他们就冲了上来 中尉 这个也是妖兽吗 小队长张力问道 他连妖兽都不如 是个汉奸 我曹塔玛勒的逼 小队长张力顿时抱了粗口 还没等中年男人爬起来 他过去光光两脚 队长 什么情况 汉奸 卧日 整个巡逻小队都上了 一阵拳打脚踢 治安署当街动手 这还挺稀奇的 不过一听是汉奸 我尼玛 群情激愤 说到汉奸 大家都是恨之入骨 到后面治安署的人 不得不赶紧把那中年男人给拖走了 稍微慢点 汉奸都得被打死了 中年男人心里快憋屈死了 他是酒麦境啊 被陈凡一脚中创 然后被一群人给殴了 毫无还手之力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耻辱 五 一个路口 陈凡蹲着 看着躺在地上的乞丐 乞丐看起来一把年纪了 头发乱糟糟的 面色蜡黄 衣服也破烂不堪 在他身前摆着一个小盆 盆子里放着一些钞票 小哥 行行好吧 多少都是新意 当然 不帮也没什么 还请让一让 不要影响我的生意 老乞丐声音沙哑 善善笑着 看起来人畜无害 我都已经看你三分钟了 继续装 陈凡冷笑着道 装什么 你这人有病吧 给不给钱 不给钱赶紧闪开 老乞丐不悦地道 陈凡懒得和他浪费口舌 出刀快如闪电 老乞丐还没反应过来呢 斩刀就已经架在了 他脖子上 再不出手 就永远没机会了 啊 杀人了 来人啊 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有人欺负我 一个乞丐 还有没有良心 有没有天理啊 老乞丐大喊大叫起来 他一边喊着 心里还冷笑着 我知道你是陈凡 那又如何 我是乞丐啊 这个身份 就是我最好的保护色 我可知道 你们人类往往爱心泛滥 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 而我现在 更是弱势中的弱势 陈凡当街欺负一个可怜的乞丐 哼哼 马上就有好戏了 他都已经想象到 接下来会围过来很多人 对着陈凡口诛笔伐 各种批评 谴责的画面了 就算你之前再怎么风光 惹了我 这次非得把你搞臭不可 这里是交叉路口 人流量本来就大 果然 如他想的那样 很快就聚拢过来很多人 不过人是围过来了 但接下来的发展 好像有点不太对 是陈凡中卫 喂 老头 你犯什么事了 老乞丐一愣 啊 没有啊 明明是这人欺负我一个老头子 大家给评评理啊 且 少来了 我偶像都盯上你了 你还能多清白了 就是 我看这老头 就不像好人啊 这乞丐肯定有问题 有大问题 坦白从宽 抗拒从年 老头 你故意喊人卖惨 这是想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去对付陈凡吧 不得不说 你还是有点小心机的 不过 你忽略了一点 我们都是陈凡的死忠粉啊 还是没脑子的那种 快如是招来吧 不然都用不着偶像动手 我们就把你给办了 老乞丐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直接傻眼了 这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这些人没对着陈凡 口诛笔伐 怎么还都把矛头 对向自己了 尼玛 有脑子的人类 他不怕 但没脑子的事 真可怕 现在这情况 很明显无法善了 他眸子里闪过一抹胸利 该死的人类 统统去死吧 他突然爆起 身体开始膨胀变化 眨眼间就成了一头三米多高的老狼 陈凡早有防备 动手比狼妖更快 老狼刚显出本体 锋利的刀径夹杂着天地之力 浩瀚磅礴 瞬间将其轰杀 钉斩杀八级妖兽 嗜血狼王 气血家系统的提示声响起 才八级妖兽而已 对陈凡来说 当然不在话下 老狼被轰杀 现场众人都是欢呼鼓掌起来 好 干得漂亮 陈凡牛逼 话说 我们这也算和陈凡并肩作战了吧 算 必须算啊 何止是并肩作战 我们刚当明明和陈凡一起 出生入死了呀 说句过命的交情 不过分吧 哎哎 你们还是太含蓄了 一头强大的妖兽 潜伏在我们基地市 伺机而动 就像是一颗随时都会引爆的炸弹 我们临危受命 在陈凡中卫的带领下 不畏艰难 齐心协力 众志成成 勇敢地和妖兽做斗争 期间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有位兄弟 刚买的新衣服 被绷上血了 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还有一位兄弟 刚才就数他声音最大 对付妖兽 嗓子哑了有何妨 还有一位兄弟 此处省略八万字 终于 陈凡中卫带领我们 排除万难 解决了隐患 取得了这次行动的胜利 卧槽 嗓子都喊哑了 输出全靠吼 让你这么一家功 顿时高大上了 吹牛还是你专业 我已经录下来了 等年纪大了 给孙子吹牛逼 就照这个吹 夜幕降临 江南基地市 灯光璀璨 陈凡一直忙到现在 一下午的时间 他共揪出了九头妖兽 外加一个汉奸 妖兽都被当场杀了 汉奸则被治安署的人带走 已经转交给了军方 军方第一时间进行审问 能做汉奸的 本身就不是什么硬骨头 他很快就招了 就这卖国贼的所作所为 任谁听了都想砍了他 军方下令当场处决 陈凡忙了一下午 这期间 徐安过得也很不平静 在陈凡给他打电话请示的时候 他本来以为就那一头妖兽 万万没想到 那只是开始 紧接着就抓了一个汉奸 然后又一头妖兽 又又一头妖兽 又又又一头妖兽 徐安心头的震惊 是一次强过一次 最后他都有些麻木了 汉奸啊 化形为人的妖兽啊 都是人 很难看出什么破绽的 如果是一个 还能说是巧合 或者收到了相关的情报 但一下这么多 那就说不过去了 他很好奇 陈凡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而且还一抓一个准 在震惊之余 他还有些庆幸 又有些后怕 在陈凡揪出的这九个妖兽中 有两个是要参加 接下来的秘境行动的 这样的自己人去了秘境 比其他妖兽更可怕 随时都有可能被刺 那样的情景 徐安简直不敢想象 还有是那个汉奸 也在前往秘境的队伍中 而且还会第一时间 将秘境的位置传递给樱花国 死有余辜 真是死有余辜啊 秘境本来就凶险万分 樱花和夏国并不怎么和睦 对夏国将士来说 他们甚至比妖兽更危险 在夏国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樱花国骑兵突降 夏国狼要平白增加多少伤亡 多亏了陈凡 多亏了陈凡 徐安止不住地感慨着 想了想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陈凡的电话 首长 陈凡很快接通 陈凡 还在忙吗 徐安问道 现在不忙了 一下午的时间 消息都传开了 心里有鬼的 应该都藏起来了 我这都逛了 一个小时了 没一点收获 这正准备回去呢 陈凡苦笑着道 徐安点点头 今天辛苦你了 我本来以为只有一头妖兽 没想到你给了我天大的惊喜 不管是斩杀妖兽 还是揪出汉奸 都太关键了 你这是奇功一剑 既然现在也不忙 那就说说吧 有什么想要的 我全力满足你 他笑喝得道 首长 这些够一个一等功吗 陈凡试着问道 你想要一等功 嗯 徐安笑了 你这一个一等功 可不止哦 怎么这也得一个一等功 外加一个二等功 听了这 陈凡惊喜 多个二等功什么的 他倒不在乎 他对二等功没需求 只要能够一等功就行 好 情况我知道了 你就等着吧 徐安笑着道 是 陈凡开心地应着 他现在确实开心 心心念念的五次一等功 终于要凑齐了 马上就能觉醒了 现在他更期待了 而且好奇 自己会觉醒什么样的天赋呢 想着念着那么多天 终于马上要解开谜底了 陈凡回到舞者大厦 来到77层 他刷了下房卡 推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饭菜 钟晴正拖着下巴等待着 听到开门的声音 他一下惊喜起来 回来了 嗯 陈凡笑着点头 晚饭还没吃的吧 快去洗手 钟晴甜甜地道 陈凡笑了笑 去洗手了 回来有人等着吃饭的感觉真好 虽然这是酒店 但也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家的温馨 吃过晚饭 钟晴收拾餐桌 陈凡也没闲着 他忙着找小青腰藤呢 陈凡没回来前 小青腰藤想在哪里滚 就在哪里滚 滚来滚去的 别提多惬意了 但只要陈凡一回来 这人好汹汹 宝宝好怕怕 他会一溜烟地藏起来 之前陈凡也没在意 不过渐渐地 也勾起了他的恶趣味 小青腰藤越躲 陈凡就越找 慢慢地 捉弄小青腰藤 变成了他的乐趣 终于 陈凡在书桌地下找到了他 这小家伙智商越来越高了 藏在下面 竟然还不忘 用两本书盖在自己身上 陈凡把他抱了出来 小青腰藤的几片叶子 扑闪扑闪的 每一个细胞上 都写着抗拒 再给你一次机会 去藏吧 陈凡笑着松开手 小青腰藤搜得一下滚没影了 那我开始找了呀 看着这一幕 钟情忍俊不惊 多大的人了 你还和小青腰藤玩起来了 不过 说归说 看到陈凡这样他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平常陈凡崩得太紧了 太忙碌了 难得这样放松一回 另外 今天陈凡的心情好像挺不错的 应该是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吧 大概夜里九点 江南基地市发布了一条公告 大体说的就是白天的事 斩杀妖兽和揪出汉奸 避免了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 意义重大 特寿与陈凡中尉一等宫一次 二等宫一次 本来大家都还在热切议论着白天的事 这消息一出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陈凡又又又立一等宫了 撒花 就冲白天陈凡 揪出妖兽和汉奸的事 必须一等宫走起 羡慕妈了 俺也一样 昨天俩 今天一个 除了牛逼我 还能说啥了 陈凡两个字 就代表着无尽可能 牛逼 破阴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不管是画形的妖兽 还是汉奸 隐藏的都是一个比一个深 陈凡是怎么看破他们的 而且十拿九稳 楼上 那不叫十拿九稳 明明是一拿一个准 滑稽 哈哈 我觉得 陈凡应该是能嗅到妖族的气味 能嗅到妖族的气味 那汉奸怎么说 我猜陈凡大佬应该是有火眼金睛这样的能力 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真面目 你太高看火眼金睛了 我就是这能力 今天九个妖兽里 我见过其中一两个 他们画形的手段非常高明 根本看不穿 别瞎猜了 大佬的世界 起事等能揣测的 喊好你们的牛逼666就行了 哈哈 对 虽然今天陈凡只揪出来十个 但无形中形成的威慑 是无比巨大的 一个漆黑的房间里 何高飞正惶恐不安地走来走去 他表面的身份 是下国江南基地市的 一名九脉禁武者 实际上则是化为人形 打入人类基地市的妖族暗棋 他在江南基地市 已经潜伏七八年了 一直安全得很 他本来是很安心的 他自信 只要自己不主动暴露 这些愚蠢的人类 永远都不可能发现自己 但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夺得精英武者大赛冠军的那个陈凡 一下午的时间 接连拔出了九个妖族暗棋 甚至还揪出了一个汉奸 这让他一下有了巨大的危机感 从下午知道这情况 他就一直躲在房间里 入户门上上了好几把锁 连他在的这个房间的套门也上了锁 除了门 还有窗户都拉上了窗帘 他现在锁在的这个房间的窗户 更是直接用木板封死了 完全封闭 即便都是晚上了 连灯也不敢开 就算这样 他还有点不放心 谁知道 陈凡那么准确地揪出妖族和汉奸 是掌握了什么样的能力 自己做的这些管用吗 何高飞在人族基地时那么多年 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恐惧过 不知道其他兽现在怎么样了 何高飞忐忑不安地想着 他是妖兽 漆黑的环境 对他影响不大 只见他来到一张桌子前 桌上摆放着一块 像盘子一般大小的石头 石头很圆润 平整 何高飞将手触摸在上面 顿时 圆润平整的石头 泛起了晶莹的光芒 光芒凝聚 一行行字快速浮现出来 这是妖族特殊的交流方式 类似于人类的交流群 可以交流 但不知道对方都是谁 也不知道 彼此在人类基地是潜伏的身份 卧槽 吓死瘦瘦了 我也吓个半死 这个陈凡又发什么神经呢 那么多陈凡 都没他一个人让我们头疼 他的能力 有点层出不穷啊 太难了 我们不是人 但他是真的狗啊 同情在江南基地市的兄弟 还好我在东北基地市 这疙瘩暂时安全 安全个屁 早晚的是 我想知道的是 陈凡到底是通过什么能力锁定我们的 我挖了个地窖 现在躲在地下 安全吗 谁知道呢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三十六计 走位上策 我明天一早就走 再也不来了 太吓人了 我东西都收拾好了 我也走 小蜜要紧 你们都走啊 不要丢下我 你也走就是了 我也想啊 可我走不了啊 走不了 什么情况 哎 说来话长 妖王大人负责这次暗杀陈凡的行动 大家都知道 妖王大人他太稳了 他不光暗杀陈凡 为了知己知彼 还安排了一些人 成为了陈凡 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现在在安置点呢 管控的可言啊 想走都走不了的那种 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但我莫名想笑是怎么回事 扑哈哈 一夜很快过去 蓄日东升 预示着又是新的一天 虽然昨天晚上 因为马上要觉醒了 激动的有些失眠 但并不妨碍陈凡今天早早的起来 钟晴还在睡梦中 陈凡并没有打扰他 简单收拾了下 就外出了 陈凡觉醒的心情 是很迫切的 之前苦于一等宫不够 只能拖着 现在 他终于攒齐了五次一等宫 他恨不得立刻觉醒 出了舞者大厦 现在路上行人还不太多 他一路风驰电掣 很快就到了江南基地市密宝库 接下来就是接受检查 暂存物品等一系列流程 陈凡是下国武技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在下国的任何一个武技库 都能自由出入 不过也只限于武技库 在密宝库就没了这样的特权 陈凡中尉 请 检查完毕 士兵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谢了 陈凡大步走进去 士兵看着陈凡离去的背影 难掩崇拜之色 很快 陈凡再次见到了班淑亭 身形高挑 短发 英姿飒爽 班淑亭笑着 中尉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陈凡也笑着 中尉这次来密宝库 是想选什么宝物 浑石可没有忧 这次不是未魂石来的 我想兑换一次觉醒的机会 陈凡道 听到这 班淑亭经的张了张小嘴 之前他带着陈凡逛密宝库的时候 就察觉到 陈凡似乎对觉醒时很感兴趣 不过当时他也没多想 毕竟 陈凡已经双觉醒了 双觉醒 就已经非常罕见了 三次觉醒 更是还从来没有过 没想到 今天他真冲着觉醒时来了 班淑亭是很震惊的 不过想到网上的一句话 陈凡就代表了一切可能 扔掉脑子 喊好牛逼666就完事了 想了一遍这句话 陈凡中尉三觉醒 好像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 毕竟他是陈凡啊 同时 他还想明白了一点 怪不得陈凡中尉 最近接连立下那么几次一等功 因为觉醒时 需要五次一等功啊 不过 也不得不说 陈凡中尉真是强 一等功 可不是寻常人想要就能有的 恐怕也只有陈凡中尉 想到就能做到吧 陈凡看班淑亭有点愣神 伸手在他面前轻轻晃了下 班淑亭这才回过神来 歉意地笑了笑 中尉 请 很快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了密宝库 班淑亭带着陈凡 静止来到了觉醒时前 陈凡看着这个两米多高 散发着晶莹光芒的巨石 其内能量汹涌 似是有着神奇的魔力 我记得上次你说 动用觉醒时 需要耗费极为庞大的资源 那现在 需要准备一下吗 陈凡问道 班淑亭笑着道 不需要 每次觉醒时用完 都是会重新赋能的 现在你看到的觉醒时 就是最佳的状态 同时 他还给陈凡解释 这觉醒时 一年 也用不了几次 毕竟需要觉醒的人 可能凑不起五次一等功 能凑起五次一等功的 可能没了多余的觉醒种子 能像中尉这样 两者兼备的 很少 陈凡点点头 这个确实 五次一等功 就算是他也费了不少功夫呢 而一般有能力获得五次一等功的 肯定都觉醒过了 就他是个特例 班淑亭再次确定了下 陈凡是否兑换一次觉醒的机会 陈凡给了肯定的回答 然后班淑亭在平板电脑上点了记下 五次一等功的 就被扣除了 这个扣除 只是对患上的扣除 一等功的荣誉 肯定是还在的 班淑亭给陈凡简单说了下使用方法 为什么是简单的说了下 因为使用起来 就是很简单 手贴上去就行了 和斗志力三段差不多 陈凡上前几步 站在了觉醒时镜前 他深吸了一口气 星星念念了那么多天 终于要解开谜底了 即便是到了现在 他脑子里 还是会止不住地畅想 陈凡在前世的时候 可是个资深小说迷 对于天赋能力这块 他了解的很多 什么课金 神豪 百倍返还 召唤 熟练度 模拟 选择 牵刀 简化 纳切变强 复制等等 嗯 纳切变强 这个就算了 钟晴那么深爱着他 他可不能辜负了他 陈凡甩了甩头 将脑海里的思绪都甩开 他伸出手 缓缓贴到了觉醒时上 顿时 哄 陈凡只感觉一时一下 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仿佛看到了蔚蓝的星球 看到了浩瀚无垠的星河 又好像看到了生命的起源和毁灭 无尽星空 上演着无限的可能 一个个壮丽璀的场景 对陈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 这一刻 时间好似静止 又像是一眼万年 这就是觉醒时候的感觉吗 这是他最后的念头 渐渐地 他进入了物我两望的空明状态 好似入到了一般 与此同时 陈凡的石海内掀起波澜 如风起云涌 怒海惊涛 山崩地裂 归于混沌 好似要重塑天地一般 当然 这些外人并不知道 甚至连陈凡也不知道 班淑亭并未离开 觉醒一般都很快 正常也就三分钟到十分钟之间 这么短的时间 也就稍微等等的事 本来班淑亭是很轻松的 不过渐渐地 他面色有些凝重起来 他看了下时间 都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陈凡还没有觉醒完毕 而且现在看 还丝毫没有结束的意思 班淑亭有些不淡定了 他在密宝库工作 见多识广 他知道 觉醒的时间越长 代表着觉醒的天赋越高 他本来想着 陈凡最多也就十分钟 结果 陈凡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 这本来是好事 但 不好 班淑亭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不由地变了变 觉醒的时间长是好事 但不知道 陈凡具体还要多久 而觉醒十一次赋能 只能支撑二十分钟 万一中途能量不足 那后果是很严重的 觉醒失败是小 还很大 可能会造成反噬 甚至危及性命 虽然现在刚过十分钟 也许再不到二十分钟的时候 就结束了 但他是惩罚啊 班淑亭觉得 必须得提前做好准备 接下来需要大量的灵石 灵石是灵气复苏下的一种产物 里面蕴含着精传的能量 可以用来给觉醒十负能 不过班淑亭只是密宝库的工作人员 调动灵石什么的 已经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 他赶紧向上级汇报情况 江南基地市密宝管理局的局长 叫池星叶 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 他正在办公室里服案工作 这时候电话响了 喂 小八 怎么 池星叶平静地问道 班淑亭快速地把事情汇报了下 什么 池星叶惊得一下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陈凡觉醒 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还完全没有结束的意思 超过十分钟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觉醒十一次赋能 可以支撑二十分钟 一般是绝对够用了 可以说是 不会有任何意外 但不出意外 还是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而且 陈凡表现出的潜力 是有目共睹的 他一定二十分钟内会结束 这个谁也不敢说 池星叶一下紧迫起来 觉醒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是常识 连班淑亭都知道 他这个江南基地市秘宝管理局的局长 当然更知道了 如果中断的话 觉醒失败 那都是小事 整个人都有可能被废掉 甚至性命都堪忧 他可是陈凡啊 江南基地市的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江南军方的好苗子 甚至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都非常看好陈凡 而且他还是下国武器研究院的特邀研究员 下国无数舞者心目中的偶像 如果他觉醒被中断 甚至因为中断而有个三长两短 那他何止是罪人 全国崇拜陈凡的那些武者 一人一口唾沫都能将他淹死 小班 你赶紧调集零食 就说我说的 我马上就到 是 局长 班淑亭快速行动起来 迟新叶挂掉电话后 便夺门而出 快速地朝着密宝库的大厅赶去 不一会儿 他匆匆忙忙地赶到了 局长 班淑亭喊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迟新叶连忙问 在觉醒时的赋能池里 又投放了可以支撑20分钟时间的零食 班淑亭道 迟新叶点点头 心下烧安 别人觉醒最多10分钟 为了安全起见 每次都赋能双倍的时间 就是20分钟 现在又补充了20分钟 这就40分钟了 就算陈凡天赋再了不得 应该也够用了吧 然后他和班淑亭 就在这里等着 时间再持续 第一个20分钟 已经用完了 很快就到了30分钟 时间只剩下10分钟了 而且 陈凡觉醒 还是完全没有结束的意思 迟新叶有点不淡定了 快 继续投放零食 陈凡非同小可 可千万不能在他负责的密宝库 有什么闪失 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然后 又20分钟过去了 迟新叶擦着额头上的汗 快 快 零食 正常觉醒 10分钟就是极限了 现在陈凡都快60分钟了 超过10分钟的 还从来没有过 超过60分钟的 那更是天方夜谈啊 迟新叶不敢想象 陈凡这是什么妖孽啊 觉醒的天赋 这得是多么逆天啊 班淑亭也是心惊肉跳 他今天可能要见证奇迹了 时间还在持续 本来一个小时过去了 很快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迟新叶调来了几个人 专门负责投放零食 快 继续 迟新叶不知道已经说了多少次这样的话了 投放零食的次数 也早记不清了 陈凡可真能造啊 这哪里是觉醒 分明就是个吞金兽啊 回头一定要找老徐报销 他的心在低险 这可都是密宝库的家底啊 不过渐渐的 他也不心疼了 因为麻木了 又二十分钟后 继续继续 迟新叶喊着 局长 咱们密宝库的零食快要支撑不住了 最多还能支撑四十分钟 一个男性工作人员说道 啊 迟新叶心弦一颤 江南基地市密宝库的零食储备量 是非常恐怖的 不过 赋能一次觉醒时 消耗的零食太庞大了 这几个小时 一直不间断地补充 可不 再后的家底也支撑不住啊 迟新叶来不及心疼这海量的零食 他忽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密宝库的零食不足了 陈凡的觉醒还是会中断啊 得赶快想办法凑零食啊 迟新叶一下着急起来 四十分钟 只剩下四十分钟的时间了 谁知道陈凡觉醒 还需要多长时间 保险起见 他必须尽快凑出零食 而且 需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一次赋能 二十分钟 都是庞大的数量 去哪凑这么多零食呢 迟新叶急得走来走去 他首先想到了 下国密宝管理局 之前也是有问题 就找上级 都已经习惯了 不过他很快否决了 只剩下四十分钟了 有点来不及了 忽然他一拍脑门 对啊 找老徐呀 这是他的军官 烂摊子就得交给他 迟新叶赶快掏出手机 徐安正在开会 这时候 他的警卫推开门 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 首长 您的电话 是江南基地市密宝管理局的 迟新叶局长打来的 他说有急事 非常非常急的事情 关于陈凡中尉的 警卫道 哦 徐安听到陈凡的名字 赶紧接过来 老池 什么是这么急 陈凡怎么了 老徐 陈凡在借助觉醒时觉醒 已经觉醒三个多小时了 还没结束 我密宝库的灵石已经告急 赶快调集灵石送过来 事态紧急 持新叶一点也不敢耽搁 直截了当地道 听了这 徐安脸色一变再变 就连遇会的一些将士 也都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甚至怀疑自己 是不是听错了 陈凡又觉醒 他已经双觉醒了呀 再觉醒 那就是三次觉醒了呀 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还有 借助觉醒时觉醒 最多也就十分钟啊 而陈凡 三个多小时 我的天 人家论分钟 他论小时 用觉醒时觉醒的用时越长 觉醒的天赋就越强 这个常识 他们也都是知道的 三个多小时啊 陈凡这是要觉醒什么样的天赋 他们不敢想象 这也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喂 老徐 你在听吗 持新叶着急的道 啊 哦 在在在 徐安这才从巨大的震撼中 缓过神来 回过神来的他 顿时激动亢奋起来 陈凡再觉醒 都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这觉醒的能力 绝对超乎想象啊 好 好啊 同时 他想到持新叶刚才说的 秘宝库的灵石告急了 徐安一下就有了紧迫感 觉醒是万万不能中断的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老池 你那边的灵石 还能坚持多久 徐安急声问道 剩下的灵石 最多还能支撑四十分钟 持新叶道 好 我明白了 你们先稳住 剩下的交给我 徐安重重地道 很快电话挂断 所有人听令 道 挂断电话后 徐安雷厉风行 开始紧急部署 一团二团三团 负责调集军区储备的灵石 送往密宝库 快 一定要快 是 立刻三名将领 齐声应道 四团五团六团 立刻前往密宝库 执行警戒任务 从现在起 江南基地市密宝库戒严 禁止外人出入 徐安再次道 是 同时在调集十支币 及特战小队 巡逻戒备 同时 整个江南军区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随时听从调动 明白 还有一点 事关重大 在没结束之前 一定做好保密工作 好 行动 徐安最后两个字落下 所有将领 都是小跑着离开 快速行动起来 军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正常来说 徐安这个首长 是要坐镇军中 指挥调度的 但他现在哪里能待得住 他身形快如闪电 一路奔略 朝着密宝库赶去了 啥 为啥不坐车 车太慢了 事态紧急 徐安恨不得第一时间赶到密宝库 只有亲自守着陈凡 他才安心 觉醒三个多小时了 还没结束 这事情太重大了 绝对不容有失 徐安速度极快 五分钟后 他就来到了江南基地神密宝库 老池 徐安快步走进来 老徐 你来了 池星夜招呼了聚 一旁的班淑亭 则连忙敬礼 手掌好 徐安点点头回应 然后关切道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诺 陈凡一直就这样站着 除了临时告急之外 其他的还好 池星夜道 徐安看向陈凡 现在的他 一手贴在觉醒时上 就那样站着 就像是一个雕塑一样 表面上看去 风平浪静 但那里如何 恐怕只有陈凡自己知道了 放心吧 老池 临时马上送到 徐安说了句 听了这池星夜 稍稍松了口气 他笑道 老徐 这次你的这位军官 可是把我密宝库的临时储备 都给耗干净了 我现在哭都找不到地方了 回头你看着办哈 哈哈 老池 看你那小气的样子 行行行 只要陈凡能顺利觉醒 我们军区补偿你行了吧 还有 你老小子就偷着乐吧 陈凡觉醒用时这么长时间 觉醒的能力肯定非常强大 他在你这里觉醒 你不跟着沾光 我看啊 这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你少说也是大功一件 徐安笑着道 池星夜黑笑了声 他当然知道这些 陈凡在他负责的密宝库觉醒 如果做不好 陈凡觉醒失败 或者有什么闪失 那他罪责就大了 但反过来说 经历过几个小时后 陈凡顺利觉醒 那他可就跟着沾大光了 之前池星夜还有些心惊肉跳 因为临时告急 但现在拉上了徐安 江南军区的临时储备 很快就会续上 只要临时足够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仿佛已经看到一个大功劳 在向自己招手了 那脸上的褶子 都掩盖不了他的喜意 时间还在持续 从陈凡开始觉醒 到现在 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 秘宝库的临时储备 彻底耗干了 不过江南军区的临时 早就送来了 无缝衔接 徐安是江南军区的最高首长 他对自己的家底 是非常清楚的 以觉醒时的消耗速度来算 江南军区的临时 大概能支撑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肯定足够了吧 而且现在已经过去四个小时了 就说现在的四个小时 陈凡都已经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了 一下把觉醒时觉醒的记录 提高地突破到了天际 徐安和池星叶两个人在等待着 班淑亭已经离开了 现在 他们都是很期待 已经那么久了呀 陈凡到底会觉醒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时间还在持续 陈凡是一大早来的密宝库 密宝库的临时储备 支撑了四个小时 大概就是中午左右 而现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 陈凡觉醒用时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八个小时了 而随着时间的持续 徐安和池星叶的心头也是狂跳不止 我的天哪 八个小时了 这是什么妖念 池星叶惊颤的道 徐安则脸色一变 不好 怎么了老徐 池星叶连忙问 临时 临时只剩下两个小时的了 谁知道陈凡觉醒 还要持续多久 必须尽快再筹集临时 徐安神情凝重的道 虽然还有两个小时 但他可不敢冒险 而且 整个江南基地市 也就军区和密宝库 有临时储备 像武技库神兵库之类的 是没有的 所以 要调集临时的话 要从其他基地试掉 这是需要时间的 池星叶也一下紧张起来 陈凡觉醒都到现在了 如果临时跟不上 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打电话 向下国密宝管理局求援 池星叶直接道 别了 陈凡是我们军方的人 这就已经够麻烦你们了 还是我来吧 说着 徐安就掏出手机 开始拨打电话 这通电话 直接打到了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侯海正在研究 霸虎秘境的事情 这时候 一名将领快步走了进来 首长 江南基地市的徐安将军 打来了电话 说 陈凡在借助 觉醒时觉醒 密宝库和江南军区的 灵石都快被耗空了 请求立刻支援 侯海心头一跳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江南军事基地 和江南密宝库 这两个地方的灵石储备 是非常充足的 现在灵石告急 难道陈凡一次觉醒 还能用几个小时不成 侯海有些不可思议 正常借助觉醒时觉醒 最多也才十分钟啊 他赶紧接过电话 喂 徐安到底是什么情况 侯海严肃问道 事态紧急 徐安就简最重要的说 他急切道 首长 陈凡觉醒 已经十个小时了 江南基地市临时告急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听到这话 侯海心神俱正 十 十个小时 刚才他往最离谱的想 也就敢想几个小时而已 结果 十个小时 震惊之余 便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 好 好啊 夏国这是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天才啊 侯海惊叹不已 虽然之前 陈凡也很惊艳 但经过这件事 又刷新了他对陈凡的认知 借助觉醒时觉醒 用时时间越长 觉醒的天赋就越强 别人十分钟 就已经是极限了 而陈凡十个小时 还不算完呢 这比他之前印象中的陈凡 经验十倍都不止啊 太强了 真是太强了呀 侯海赶紧下令 徐安 一定要保护好陈凡的安全 就算是天塌下来 你也给我顶着 千万不能让任何外界情况 打扰到陈凡 临时的是我来安排 这个你不用担心 听到这话 徐安大喜 是 挂掉电话 侯海短暂地思索了下 他立刻又拿起了电话 给距离江南基地市 最近的华北基地市 和东南基地市 两个军事基地 做出指示 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将全部的临时 运往江南基地市民宝库 十万火急 不得有误 打完两个电话 侯海心里算了算 一个军事基地的临时储备 大概能支撑 觉醒十六个小时 华北军事基地 和东南军事基地 两个加在一起 也就是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按理说 已经很是夸张了 如果再加上 之前的十个小时 就是二十二个小时 都快是一天的时间了 谁用觉醒是觉醒 能耗时一天啊 之前侯海想都不敢这么想 但这是陈凡啊 陈凡的厉害 他是见识过的 就好像这个年轻人身上 有着无限的可能 思来想去 就算两个军事基地的 临时储备调运过去 他还是有些不踏实 索性 他又拿起了电话 命令剩余的五个军事基地 也全部将临时储备调运过去 有备无患 陈凡觉醒已经十个小时了 觉醒的能力肯定超乎想象的强大 甚至有可能成为下国的希望 未来的战神 坚决不能有失 时间很快 在侯海命令下达之后 除江南之外的其他七大军事基地 都快速行动起来 虽然平日里基地市之间 都各有各的小心思 但在重大事情上 同为下国 他们是一点也不会含糊的 一车车的零食送上了运输机 然后运输机呼啸起飞 朝着江南基地市的方向赶去 江南基地市 秘宝库 秘宝库建筑的最顶层 是很神秘的 整个秘宝库 哪怕是作为局长的持心业 都没上去过 视线来到顶层 这里是一个巨大空旷的大平层 没有一点遮挡 上面是大片大片玻璃 形成的穹顶 光线非常明亮 这里除了一人一扑团之外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那人是个白眉垂地的老者 静静地盘膝坐在那里 一动不动 呼吸也非常微弱 微弱的 仿佛他就是一块山石 一个雕塑一样 但可不要小看了这位老人家 他就是坐镇江南基地市 秘宝库的超级强者 夏国的护国战神之一 算起来 已经有279岁的高龄了 虽然白眉老者 早就不问世事 但他的存在 就是夏国的底气 夏国的脊梁 和定海神针 最强的战力之一 到了他这种层次 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 避古境界 吃饭什么的 对他来说 已经没必要了 靠天地之间的灵气 就能维持身体的机能 和境界进展 这些年 白眉老者足不出户 一直在这里闭关 只会分出一丝神念 感知秘宝库的情况 毕竟这是他的职责 这些年倒也安好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不过 忽然他一下睁开了眼睛 双目明亮而深邃 其内更是透着一抹惊诧 下面秘宝库大厅的一片区域 他竟然感知不到了 只要神念一靠近那片区域 就像是泥牛入海一般 很快就消失得干干净净 甚至 那片区域 还让他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感觉 现在他一丝神念的探查 如泥牛入海 只是断了和那一丝神念的联系 这还算是好的 心比剧隔 他感觉 如果强行全力探查的话 很大可能会遭到反噬 白眉老者心下惊议 已经到了他这个境界 放眼全球 能让他嗅到危险的事情不多了 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难道是妖族的那几个老家伙 突袭江南基地是密宝库了不成 他眉头微皱 应该不是妖皇 虽然江南基地是密宝库内宝物众多 但还不至于让妖皇以身射险 白眉老者身形一闪 直接消失在原地 在出现时 已经站在了半空中 对 没错 就是悬空而立 对他这种层次的超级强者而言 这不算什么 白眉老者俯看着下面 密宝库那道还算平静 没有什么骚乱 外面有军队在戒严 还有一些特战小队在巡逻 除了气氛稍微紧张了一些外 其他的都还算正常 白眉老者身形再次闪烁 这次直接出现在了密宝库的大厅中 他朝神念无法探查的区域走过去 来到地方的时候 他有些惊诧 原来是个小娃娃 在用觉醒时觉醒 觉醒竟然有这么大的动静 不简单 不简单啊 白眉老者感叹着 他距离侯海和慈兴叶很近 但两人好似对着白眉老者视而不见 其实 不是视而不见 是他们真看不见 白眉老者的层次太高了 就算他不是隐身天赋的觉醒者 也能很轻易地 隐藏自己的身形和气息 听着侯海和慈兴叶两个人的谈话 白眉老者深邃的眸子中 惊讶之色更是浓郁了几分 用觉醒时觉醒 已经十个小时了 闻所未闻 闻所未闻啊 下国这是出了一个了不得的小娃娃啊 不错不错 估计再有几十年 我们这些老家伙 就能退下来歇一歇了吧 白眉老者抚恤笑着 心下想着 他身形一闪 再次回到了最顶层的空旷空间中 他不怎么过问俗事 也没打算现身 只要确定密宝库没什么乱子 他就放心了 回到顶层 他又是盘膝坐下 仿佛又化成了一块石头一般 现在江南基地市的民众 也嗅到了非同寻常的味道 卧槽 怎么了 江南军事基地 怎么突然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了 不知道啊 好像是密宝库那边出事了 密宝库已经临时关闭了 好几个军团在那里戒严 好像还有B级小队在周围巡逻 卧槽 动静不小啊 密宝库可是江南基地市的重敌 有超级强者坐镇 谁想不开啊 竟然去那里犯事 看军方这高度戒备的驾驶 好像事情还挺严重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今天其他七大军事基地的运输机 陆续赶到了我们江南基地市 而且都降落在了距离密宝库最近的停机场 可能也是为了密宝库的事来的 天呐 事情都已经严重到这程度了吗 都需要把密宝库的宝贝紧急转移了 谁知道呢 耐心等官方的消息吧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天药特战小队的群里 现在也聊得热火朝天 他们毕竟是C级特战小队 消息比普通的民众要灵通一些 你们都知道密宝库的消息了吧 知道了 好像是有一位大佬 在密宝库借助觉醒时觉醒 是啊 都好几个小时了 利用觉醒时觉醒 花费的时间 以前最高都不超过十分钟 这位大佬倒好 别人论分钟 他论小时 觉醒时间越长 觉醒的天赋就越强大 几个小时 会觉醒什么样的能力 不敢想象 大佬就是大佬 牛逼 你们猜会是谁呢 这哪能猜得到啊 最近 咱们江南基地市 有没有风投正盛 或者展露锋芒的人 嗯 要说风投正盛 展露锋芒的人 我还真想到一个 他都符合 谁 薛志刚顿时好奇起来 陈老弟啊 哈哈 哈哈 群里一阵哄笑 陈老弟已经双觉醒了 迄今为止 双觉醒已经是人类的极限 所以不可能是他 嗯 同感 同感个屁 就是陈老弟啊 这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杨柯 突然冒跑道 而且说得很肯定 卧槽 老杨 你怎么才来 忙什么呢 还有你 怎么这么肯定是陈老弟呢 吕文成问道 我和杜老弟在一块呢 杜老弟受伤了 我来给他治疗 杨柯道 杜老弟受伤了 怎么回事 严不严重 大家都关切地问道 还好 只是灵魂受到一些反噬 问题不算大 稍微休养一下就好了 杨柯回复道 反噬 怎么回事 难道常泽弟弟 也和之前陈凡弟弟一样 修炼了什么武技 用脑过多 不是和陈老弟那样 不过和陈老弟有关 杨柯道 据杜老弟说 昨天晚上的时候 他做梦看到了陈老弟未来的一角 场景是 陈老弟在密宝库 借助觉醒时觉醒 而就在陈老弟手 放在觉醒时上的一刹那 杜老弟就感觉脑袋一阵刺痛 画面就结束了 这个结束 不是窥探未来后的那种结束 而是被硬生生掐断了 或者说 好像有什么未知的力量 屏蔽了窥探 为此杜老弟还遭到了那种力量的反噬 也幸好杜老弟的天赋能力还很弱 所以遭到的反噬也很弱 不然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杨柯语气凝重 听完这些 包括郭露在内的天要作战小队的成员 都是惊得目瞪口呆 杨柯这番话里 透出了很多信息 我的天哪 那位引起 那这么大动静的觉醒大佬 竟然是陈老弟 用觉醒是觉醒 花费几个小时 陈老弟这是要逆天啊 郭露也惊叹 那是陈凡还没觉醒成功呢 就能屏蔽掉长泽的窥探 这有点厉害啊 不敢想象 不敢想象啊 刚才我们还在猜那位觉醒的大佬是谁 感觉不管是谁 都有些不可思议 现在知道是陈老弟 那我就好接受多了 嗯 再离谱的是 放在陈老弟身上 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波我只能给陈老弟8点4分 因为他本来就有1.6 薛志刚赞叹道 有1.6 确实有1.6 哈哈 大家一阵哄笑 之前得知 有大佬在江南基地式秘宝库进行觉醒 他们只是当个新闻看看 但现在得知是陈凡 是他们天药的人 他们顿时都有些期待起来 觉醒那么几个小时了 最终会觉醒多么逆天的能力呢 江南基地是秘宝库 徐安和池星叶还在这里守着 现在他们已经得知 华北军事基地等7大军事基地 都送来了零食 这让他们心中踏实了不少 各大军事基地的零食储备都差不多 江南军事基地能支撑6个小时 其他军事基地的大概也是这样 剩余的7个军事基地 一个能支撑6个小时 就相当于又多了42个小时 徐安心下惊叹 这些应该够了吧 这可是整个下国军方的临时储备啊 如果再不够 就只能盯上各大基地式的秘宝库了 如果还不够 徐安不敢想象 那都不是惊喜了 都成惊吓了 想想应该不至于 不过 如果真到了那种情况 相信国家哪怕是从国际上高价购买 也不会让陈凡的觉醒受到影响的吧 陈凡啊陈凡 你到底还要觉醒到什么时候 又会觉醒出什么样的能力呢 在下国广袤的大西部 某地 这里崇山峻岭 风鸾叠杖 古墓参天 常年雾气缭绕 就在这连绵不绝的山脉上 共有18座棋风 高耸入云 直插天际 悬崖峭壁 很是陡峭 他们周围的灵气 比之其他的地方 也更加的浓郁 这18座棋风 代表了18位妖王 他们每个麾下 又都是妖将妖兽凶兽无数 此时 其中一座棋风上 一个巨大的洞府内 刚烈妖王正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 他就是这18妖王中的一位 刚烈妖王从前线回来 已经有几天了 原本以为回来后能安稳一些 至少能离那天命之子远一点 万万没想到 是他想简单了 就算是回到了大后方 依旧没能摆脱陈凡的阴影 刚烈妖王刚回来的时候 就得知了霸虎秘境的事 和其他妖王的激动亢奋不同 他在知道这事的时候 本能的心头一跳 连眉头都紧锁了几分 虽然秘境是他们妖族发现的 人类还不知道 但以他熟读各种圣经的经验来看 这霸虎秘境 怎么看 怎么都是给那个天命之子 也就是 那个叫陈凡的 那杀不死的小强准备的呀 别看人类现在还不知道 但刚烈妖王 基本上已经断定 人类一定会知道 哎 遇到这样不讲道理的人 真的好烦啊 不过 凡归凡 他毕竟是妖族阵营 而且还是妖王 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样的事情发生 他只能尽量地阻止 当然只是尽量 按照圣经上说的 基本上很难 也只能是进人事 听天命了 于是 他就找到了十八妖王中的老大 金雕妖王 建言献策 提议在所有知情妖族的十海内设下禁止 十八妖王 结为了异性兄弟 金雕妖王是九级妖王 不管是论实力还是寿命 都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至于刚烈妖王 排行第六 日常被称呼为老六 当时刚烈妖王建议的时候 金雕妖王是没放在心上的 就连其他妖王 以及一些妖将 都认为没必要 太小题大做了 刚烈妖王心里苦啊 他有种世人皆醉我独行的感觉 就算这样做了 还不一定能阻止呢 你们都长点心吧 刚烈妖王执着得很 一遍一遍地 去找老大金雕妖王 金雕妖王被他磨得 也真是没脾气了 最后才接纳了他的建议 不过金雕妖王 也给了刚烈妖王一个建议 老六啊 以后少看点小书吧 对于这个建议 刚烈妖王才不听呢 不让他看圣经 比杀了他 还让他难受 再说回正题 就在两天前 妖族的暗线 从人类基地史传回了消息 果不其然 最终还是没能阻止 人类知晓霸天秘境的事 人类都在猜测 到底是谁力挽狂澜 从妖将口中 得知了霸虎秘境的信息 有些人猜测是陈凡 只有刚烈妖王知道 必须是陈凡 绝对是陈凡啊 这些他用脚指头 都能想得到 圣经上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这么好的机会 简直就是送上门 给天命之子装逼的呀 陈凡破解了 霸虎秘境的详细信息 同时这次 他也一定会前往霸虎秘境的 这些刚烈妖王 从一开始知道 霸虎秘境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果不其然 事情正在一点点 朝他预想的那样发展 圣经不愧是圣经 成不起我 按照圣经上的定律 这次别看是妖族 先找到的霸虎秘境 但其实只是给人家做嫁衣的 天命之子 就是天命之子 一切都像是安排好了一样 在刚烈妖王眼里 这所谓的霸虎秘境 不过是陈凡成长路上的 一块垫脚石而已 好乏啊 没杀了这个陈凡 他反而阴魂不散了 虽然刚烈妖王知道 天命之子 根本不讲道理 但既然处在了对立面 他感觉自己还是要做点什么 不做点什么的话 估计用不了几年 陈凡就会以无敌之姿 降临这片山野 哪怕他从现在就开始逃 但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估计也没用 还是那句话 天命之子 是根本不讲道理的 如果按照圣经上说的 那他早晚还是会 落在陈凡手中 这该死的命运 总感觉拿错剧本了 我才应该是主角啊 唉 现在这情况 有点不好办啊 当然 就算怎么也逃不掉 刚烈妖王 肯定也不会就这么任命的 他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在积极行动 他知道 问题是解决不完的 只有解决掉制造问题的人 才能一劳永逸 虽然陈凡是天命之子 各种不讲道理 但只要自己的手段足够稳健 还是有希望将其斩杀的 嗯 对付非常之人 就得用非常手段 他已经有了计划 他这个计划很稳 在妖族 有一件从秘境中得来的质宝 这质宝 有着恐怖的诅咒之力 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击杀目标 质宝的等级非常非常的高 就连人类领海精的超级强者 也没有招架之力 不过就是因为质宝的等级太高了 需要他们18位妖王同时出手 才能催动 而且代价极大 这质宝没使用一次 上面就会多一道列文 可以说能使用的次数 是用一次少一次 现在已经非常岌岌可危了 在支离破碎的边缘了 估计也就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现在这质宝 就在他大哥金雕妖王手中 而刚烈妖王要做的 就是说服大哥金雕妖王 连林海静超级强者 都得隐恨西北 就算刚烈妖王 再怎么保守的估计 也得有八成的把握 能击杀陈凡 不过也正是因为太稳了 怎么说服大哥金雕妖王 成了他最头疼的事 他已经找大哥金雕妖王好几次了 每次提及这计划 都被大哥敷衍应付 刚烈妖王知道 大哥肯定感觉很不可思议 击杀一个小小的九脉镜 竟然动用那件质宝 而且要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 他们都是妖王 小小的九脉镜 在他们眼里 简直如蝼蚁一般 唉 大哥还是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啊 圣经上的反派 刚开始都是这么想的 都很自信 很不羡 但真到了那时候 毁之晚矣 这可关乎他的身家性命啊 刚烈妖王 坚决不能让事情 发展到那样的地步 他来回夺步 不行 我还是得去找大哥 今天就算是磨 也得磨得大哥点头 这绝对是击杀陈凡最稳的手段啊 成功率十之八九 拖得越久 杀的难度就越大 说着刚烈妖王快速地出了洞府 他在崇山峻岭之间 飞掠而行 大概十多分钟后 来到了另外一座棋峰上 这棋峰古墓参天 悬崖峭壁 很是险峻 在棋峰的顶端 有一个气派的洞府 这里就是金雕妖王的居所了 大哥 大哥 刚烈妖王一边朝洞府内走 一边大声地喊着 洞府内 人身雕头的金雕妖王 正上下起手 在一头狐妖身上探索着 狐妖是他通过能力划行过的 身披薄纱 身段恶魔妖娆 很是妩媚 到了他这种层次 已经更趋向于人类的审美了 听到刚烈妖王的声音 正准备深入交流一下的金雕妖王 顿时没了兴趣 甚至有些头疼 他挥了挥手 让狐妖退下 然后就来到了外厅 老六 你怎么又来了 不是刚回去没多久吗 金雕妖王头大得很 大哥 还是我之前给你说的那句话 事关重大 绝非而谢啊 安老朱恳求大哥再考虑考虑 而且事不宜迟啊 越拖变数就越大 刚烈妖王急切地道 听到这 金雕妖王感觉脑壳子更疼了 他先招呼刚烈妖王坐下 凳子是十凳 上面扑着虎皮 老六 我的六弟啊 如果是其他事 我还能凑合着答应你 但这件事 牵扯到诅咒神盘啊 而且是诅咒神盘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可是咱们的底牌 能击杀一个人类的灵海镜强者呢 明明能击杀一个灵海镜 现在你却让我拿出来 去击杀一个小小的酒麦镜 未免太大财小用了吧 金雕妖王揉着眉心 他这个六弟 什么都好 就是太稳了 都说杀鸡烟用牛刀 但如果是老六的话 别说是牛刀了 如果有的话 屠龙宝刀他都能用上 太稳了 稳得都让人有些无法理解 大哥 你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那陈凡不是普通的酒麦镜武者 他比灵海镜武者的威胁要大得多 别说一个灵海镜啊 就算十个八个灵海镜 都比不了一个陈凡 如果现在我们不用非常手段灭掉他 以后咱们十八个兄弟 早晚都得死在他手中 我这不是威严耸听刚烈妖王严肃的道 听到这金雕妖王都被逗笑了 这还不叫威严耸听 对对对 这不叫威严耸听 这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他们可是妖王啊 对面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类 酒麦镜武者而已 在他们眼里 就是威丽一般的存在 就算是这个威丽 成长速度不错 那也只是一个成长不错的威丽 还远远达不到 威胁他们的程度 退一万步 就算以后 有可能威胁到他们 但他现在只是酒麦镜啊 随便拍个高点的妖匠 就能除掉了 哪里用得到 用掉诅咒神盘唯一的机会 刚烈妖王一看 金雕妖王这表情 就知道 刚才的劝说 一点效果也没有 顿了顿 他道 大哥 现在我们的头等大事 就是霸虎秘境对吧 这个是自然 金雕妖王点点头 秘境关乎重大 说不定又能挖掘出不少宝贝 那我这么跟你说 如果不除掉这个陈凡的话 我们霸虎秘境 绝对讨不到好果子吃 甚至不管前期 我们占据多大的优势 总之最后 都会被陈凡力挽狂澜 刚烈妖王笃定道 而且 大哥 你想想这些年 我很少出纰漏吧 也为咱们规避了很多风险吧 还有 上次我说的 人类一定会知道霸虎秘境的消息 这也灵验了吧 大哥 你一定要信我 刚烈妖王着急的道 金雕妖王点点头 这个倒是真的 老六 你是说这个陈凡 也会参加霸虎秘境 他眸子泛起锐利的光芒 一定会 而且会成为我们这次霸虎秘境行动中的最大隐患 刚烈妖王斩钉截铁的道 之前你说他是九脉镜 而且成长速度非常快 那会不会他已经突破到聚灵镜了 金雕妖王推测道 不可能 陈凡成长速度是很快 但他最近这段时间提升境界这块 肯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耽误 总之 他现在绝对还是九脉镜 嗯 圣经上都是这么写的 而且大哥 别忘了吞天使地杀虫啊 陈凡这个九脉镜 可是能击杀妖将的九脉镜 刚烈妖王急切地道 听到这 金雕妖王不由地警惕了几分 那趁现在还有时间 我们立刻动用在人类基地式的暗棋 不计代价地将其轰杀就是了 想了想 金雕妖王直接道 刚烈妖王摇摇头 没用的大哥 我做事够稳健吧 在前线这么久 杀掉的陈凡不计其数 但愣是杀不了他 天命之子啊 本身就是不讲道理的 大哥 现在咱们十八兄弟的性命 都在你一念之间啊 心比去隔 趁现在还有机会 等有一天 陈凡真的强势降临在我们这里的时候 那就晚了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呀 算我求你了 刚烈妖王情绪有些激动 他忽然一下单膝跪地 老六 你这是干什么 快起来 金雕妖王吓了一跳 连忙搀扶 大哥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了 刚烈妖王无比坚决地道 金雕妖王着实无可奈何 好一会儿 他长叹一声 多少有些妥协了 刚才他听刚烈妖王说的 心里也有点犯嘀咕了 陈凡真的这么邪乎 罢了 本真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试试吧 希望老六没有猜错 不然可就白白浪费了诅咒神盘的最后一次机会啊 好了好了 起来吧 答应你了 金雕妖王叹息 又有点心疼的道 真的 刚烈妖王一下大喜 他一下起来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金雕妖王问道 事不宜迟 越快越好 最好就是马上 刚烈妖王道 行吧 那我现在就通知其他的兄弟 金雕妖王道 谢谢大哥 刚烈妖王兴血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马上回来 不多久后 十八妖王齐聚 其他妖王在得知 要用诅咒神盘 击杀一个九脉禁武者的时候 都是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这么稳健的风格 不用想就知道 这是老六窜腾的 不过 既然他已经说服了大哥金雕妖王 他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很快 金雕妖王一挥手 诅咒神盘凭空出现 诅咒神盘 差不多有墨盘大小 上面刻着玄奥复杂的纹路 透着一种阴森诡异的感觉 让人如寒芒在背 其他十七位妖王 已经占好位置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圆 围着诅咒神盘 只有刚烈妖王的位置还空着 那刚烈妖王在干什么呢 他正忙着给每个妖王发东西呢 发的东西 是一个水灵灵的果子 这叫月华灵果 是产自十万大山的奇珍异果 有着极强的疗伤效果 有疗伤圣果的美誉 六哥 你这是干什么 哈哈 老六 杀个小小的酒迈进而已 而且是借助诅咒神盘 你不会认为 我们还会受伤吧 一众妖王都笑了 纷纷打句道 刚烈妖王也不在意 善善笑着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 惊雕妖王也忍不住摇了摇头 老六这性子 太稳了 分发完月华灵果 刚烈妖王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然后十八妖王同时发力 催动诅咒神盘 诅咒神盘上那些玄傲复杂的纹路 竟然开始蠕动起来 一股阴森诡异的能量冲天起 刚烈妖王心下狂喜 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步 陈凡 就算你在 怎么是天命之子 这次也给我死吧 然而 下一刻 碰 诅咒神盘瞬间支离破碎 包括惊雕妖王和刚烈妖王在内的十八个妖王 像是遭受了某种强大的反噬 一个个遭受重创 几乎同时喷出大口鲜血来 然后 月华灵果派上了用场 江南基地是 秘宝库 陈凡还在觉醒时前一动不动 一如往常 十八位妖王动用至宝暗算他 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也完全不知道 有这事 时间还在持续 现在已经是深夜 陈凡从一大早来到这里 到现在 已经过去十多个小时了 一晃眼 天色方亮 新的一天到来了 足足一天一夜 陈凡的意识 终于回归了本体 他首先感受到的 是有些僵硬麻木的身体 看来自己保持一个姿势 时间应该不短了 陈凡简单活动了下身体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检查他觉醒的能力 他很快就发现了 和之前的不同 他看到了一个球 在他的石海里 正常来说 别说一个九脉精了 就算是林海静的超级强者 都无法感应到石海 但陈凡此刻却清晰地看到了 那球有拳头大小 按金色 看上去有金属的质感 上面布满了玄傲复杂的纹路 给人一种古朴沧桑的感觉 像是经历过万古 穿梭了无尽的岁月 陈凡有点疑惑 虽然他看到了一个球 但并没有感应到 具体有什么能力 总不能单纯地 就看到一个球吧 就在陈凡狐疑的时候 叮 检测到神秘物品 正在解析中 系统的声音 回荡在耳边 陈凡一喜 这系统真是太及时了 他正愁琢磨不透石海中的圆球呢 这帮手就出现了 陈凡耐心地等着 忽然 系统发出急促的声音 滴滴滴滴滴滴滴 神秘物品超出系统上线 解析失败 解析失败 陈凡呆了呆 在他的认知中 系统是很强大的 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这圆球 竟然超出了系统的上限 陈凡不敢想象 眼下这种情况 这虽然解析失败了 但也没完全失败 至少他让陈凡知道了 这暗金色的圆球 是有一点东西的 不过具体能力 还得慢慢挖掘 徐安和池兴叶 还在这里 不过现在 他们在折叠床上睡了过去 他们一直在这里守着 昨天后半夜的时候 无聊的有些犯困 此时 听到些许的动静 徐安和池兴叶都一下惊醒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陈凡 徐安顿时惊喜 陈凡 你觉醒结束了 是的手掌 陈凡笑着道 陈凡 你苏醒多久了 池兴叶连忙问道 陈凡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 是咱们江南基地 室密宝库的 池兴叶局长 这次保障你顺利觉醒 老池也功不可没 池局长好 谢谢你 陈凡感谢 然后回答道 我刚刚苏醒过来 池兴叶赶紧看了下时间 他一待 整整一天一夜 24个小时 他认真记录下来 这将是觉醒时 觉醒史上新的记录 陈凡 你可真是了不得呀 正常用觉醒时觉醒 最多都不超过十分钟 而你 足足用了一天一夜 消耗的零食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密宝库和咱们军区的零食 都被你耗光了 我还向下国军事总指挥部求援 侯海首长 连下国八大军事基地的零食 都调过来了 徐安给陈凡讲述着 听了这些 陈凡惊讶 竟然过去了一天一夜 而且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他之前也了解过 在用觉醒时觉醒的时候 用时越长 觉醒的天赋就越强大 正常的极限是十分钟 而他 竟然一天一夜 24个小时 陈凡都有点不敢相信了 十分钟就是极限了 24个小时 觉醒的能力会多么恐怖 难怪都超出了系统的上限 这也再一次侧面印证了 暗金色圆球的不凡 陈凡都忍不住的 有点小激动了 同时陈凡也有些不好意思 给两位以及国家添麻烦了 哈哈 没事 国家还巴不得多出现几个 像你这样的妖孽呢 徐安笑着道 对 杂锅卖铭铁也高兴 持兴夜也道 对了陈凡 你这次用了这么久 觉醒的什么能力 徐安期待地问道 持兴夜也看向陈凡 他也很好奇 用觉醒时 觉醒24个小时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他也想知道 会觉醒什么样的逆天能力 觉醒了个球 陈凡道 徐安和持兴夜 咋着 有情绪 对觉醒的能力不满意 徐安试探着问道 陈凡哭笑不得 不是的手掌 是我真的觉醒了个球 在我的尸海里 具体有什么能力 还不知道 还得慢慢挖掘 徐安和持兴夜 这才恍然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暂时不知道具体能力也没关系 放宽心 你觉醒时间前所未有的长 能力肯定很逆天 徐安宽慰了句 陈凡点点头 通过系统 以及时常的侧面印证 他也感觉有些非同一般 都一天一夜了 徐安让他先回去休息一下 距离前往霸虎秘境还有几天 还有时间摸索觉醒的能力 陈凡点头 他和徐安 持兴夜告别 就从秘宝大厅里走了出来 陈凡一边走 还一边尝试着沟通 湿海中的暗金色圆球 但没啥反应 他从大厅出来 不知不觉的 已经来到了秘宝库 最外围的铁门前 就是有士兵站岗 接受检查的地方 中尉 这是您的物品 一个士兵道 陈凡这才回过神来 好 他接过空间戒指 戴在了手上 做完这一切 陈凡本来叫走了 不过 在他目光无意间 掠过厚重铁门的时候 煤油来的 生起了一种饥饿感 陈凡有些诧异 这种饥饿感 并不是生理上的那种饥饿 比如肚子饿了 让他无法理解的是 现在 他竟然是对这厚重的大铁门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食欲 食铁 陈凡心头一跳 这是什么怪品啊 可以肯定的是 之前他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么 陈凡一下就想到了 刚觉醒的暗金色圆球 果然 他从暗金色圆球上 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渴望 还有一丝丝的激动雀跃 要吃铁 怎么吃 我可吃不下去 陈凡有些匪夷所思 他的手摸了摸厚重的铁门 这玩意咋吃 要是直接抱着铁门肯 那画面 安由我去 无法直视 肯定会被当成神经病吧 陈凡正想着 而就在他手接触大铁门的时候 忽然 铁门消失了 陈凡 站岗的两排士兵 陈凡是猝不及防的 一些士兵甚至在揉眼睛 他们在怀疑 是不是眼花了 陈凡本能的有点慌了 卧槽 这可怎么解释 当着你们的面 我偷了你家大门 顿了顿 他善善笑道 不好意思 刚觉醒的能力 还有点控制不住 为首的士兵也善善笑着 没事的中卫 一个铁门而已 我们再装一个就是了 陈凡感谢 然后赶紧撤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狼狈 但他心里 还是有些激动的 至少 他对石海中的暗金色圆球 有了新的发现 简单来说 就是石铁 陈凡看了看 看手上的空间戒指 以及脖子上的吊坠 空间戒指并非铁器 是一种蕴含着空间属性的玉石 替身傀儡 更像是木质雕刻 这些暗金色圆球 都不感兴趣 也幸好他不感兴趣 一个金色傀儡 能保三条命吗 还有空间戒指 如果他连这也吃的话 那他以后就和空间戒指绝缘了 带上一个 他吃一个 陈凡匆匆地朝武者大厦感 武者大厦功能齐全 里面就有卖生铁材料的 既然发现了暗金色圆球石铁的属性 那他决定就沿着这个线索摸索下去 看看到底会怎么样 现在街上行人已经很多了 一些新声传到了陈凡的耳朵里 现在他已经养成了本能 隐身术和毒心术 至少会保持一种 他从密宝库出来后 没隐身 所以 下意识地开启了毒心术 密宝库还是关闭状态 今天又白跑了一趟 明天再来看看吧 卧槽 陈凡 我竟然见到偶像了 麻痹 黑心商家 刚才吃的肯定是过夜的包子 我们妖族也没针对密宝库 有什么行动啊 不知道人类搞这么大的阵争 是在干什么 我现在一点情报 也没打探到 陈凡正走着 忽然他一愣 妖族的奸血 虽然现在立功不立功地无所谓了 但既然发现了 肯定不能放过 陈凡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人 是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陈凡一个剑步冲过去 身形如电 同时 九级材料的战刀出现在手中 快 这一切太快了 快到也就眨眼的功夫 一刀落下 本来是要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 制服对方的 结果 陈凡还保持着刚才挥刀的姿势 但 刀没了 手里空空如也 同时 陈凡能感受到 石海中的暗金色圆球 似是在欢喜 很满足的样子 连我九级材料的战刀都吃 大哥 你是真不跳 也真不客气啊 而且也不分个时候 正用着呢 现在陈凡这架势 就很尴尬 他速度太快了 快到那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都没看到陈凡出刀 关键到后面 刀也没了 从他的角度上来看 就是一个年轻人 搜的一下冲到他跟前 架着手 做了一个造型 别说 这突如其来的 还真吓他一跳 定睛一看 我靠 是陈凡 他顿时慌了 二话不说 撒腿就跑 前天陈凡的战绩 他可记着呢 他这次来打探情报 也是冲着 也是冲着很大危险的 就怕碰到陈凡 结果还真碰上了 陈凡哪里能让他逃了 快速地追上去 将其制服 治安署的巡逻小队 很快也赶到了 陈凡将剩下的事 交给了巡逻小队 就继续朝武者大厦赶去 说实在的 他现在有些头大了 本来以为按金色圆球 只石铁 没想到他连九级材料的 战刀也不放过 那可是 他加入天药特战小队的时候 战队送给他的 是他现在正用着的作战兵器 当然 陈凡并不是单纯的 心疼一件九级材料的战刀 他现在账户上有两百多亿 功勋点更是有一千多万 可以说是要钱有钱 要功勋点有功勋点 九级材料的战刀 他可以再买 关键是 按金色圆球 这不分场合的吞兵器 陈凡只要拿着 他就有一个就吞一个 这让他怎么战斗 要知道 接下来还要去霸虎秘境呢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秘境本身就凶险万分 总不能让他赤手空拳的上吧 陈凡不免有了一些紧迫感 他这乃是觉醒了能力啊 分明就是觉醒了个小祖宗啊 接下来 陈凡快速地来到了武者大厦 他想试着看能不能将这小祖宗喂饱 喂饱了之后 应该就不会吞他的兵器了吧 陈凡在一家店铺购买了价值一千多万的升铁 为什么是一千多万 是陈凡经过详细的计算 估算出暗金色圆球的饭量了 不 不是的 是因为他的空间戒指 只能装下这么多 购买完升铁后 陈凡就来到了近视 价值一千多万的升铁 是很庞大的 陈凡不可能一下都取出来 接下来就是 他取出来一堆 暗金色圆球就吞一堆 配合得很默契 陈凡空间戒指中的升铁 也在一点一点地减少 而暗金色圆球 则吃得不亦乐乎 时间在持续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五个小时过去了 十个小时过去了 天黑了 足足一天 陈凡都在近视里 就算暗金色圆球 吞的速度不慢 但毕竟是一千多万的升铁 数量非常庞大 陈凡一次取出的升铁可不少 几乎都塞了半个近视 然后手放上去 巨大量的升铁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 整整一天了 他们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过程 陈凡都有些麻木了 他重复机械地坐着 忍不住哈欠连天 是挺无聊的 而暗金色圆球 却还是兴奋得很 他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都吃一天了 还没有一点吃饱的迹象 时间飞速流逝 一夜很快过去了 暗金色圆球 吃得还是很带劲 陈凡一直重复着一个动作 已经彻底麻木了 他一手拖着腮 一手重复着动作 这种枯燥的工作 真吉尔不是人干的 时间还在持续 暗金色圆球 刚吞完一批升铁 陈凡下意识地 再次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东西 不过早就无聊的他 并没有注意到 空间戒指中的升铁 已经耗干净了 这次本能取出的东西 不是升铁了 赫然是惊雷珠 就是那个之前 陈凡在秘宝库 花费一次一等功 和一次二等功 兑换的能够击杀 九级妖将的宝贝 陈凡还没反应过来 暗金色圆球 则一下激动兴奋起来 几乎搜的一下 惊雷珠不见了 这时候 陈凡才一下惊醒 刚才 那好像是 惊雷珠 被暗金色圆球吞了 我尼玛 这也吃 那玩意可有点猛啊 能击杀九级妖将吗 陈凡一下毛骨悚然 惊雷珠是能吃的吗 这一点也不忌口 乱吃 惊雷珠 不能在自己石海中爆炸吧 陈凡一下担心起来 然而 想象中的可怕后果 并没有出现 甚至 他从暗金色圆球身上 还感受到了一种 无比满足的情绪 那好像是在说 嗯 棒棒的 这个够问 陈凡抹了一把冷汗 这 着实有点牛逼 至于 惊雷珠 吞就吞了吧 反正他还有一颗 崩天珠呢 只要人没事就好 这次也算刷新了 他对暗金色圆球的认知 现在生铁没了 陈凡打算再去购买生铁 看能不能一口气把暗金色圆球喂饱 让他消停会 再有几天就要动身前往霸虎秘境了 用不了兵器可不行 暗金色圆球吃了那么多生铁 外加一颗能量恐怖的惊雷珠 陈凡也细细地观察了下他的变化 变化还是有的 圆球身上多了一些微弱的光芒 之前只是一个暗金色的圆球 现在成了一个发光的暗金色圆球了 就是光芒不是太亮 当然 对陈凡来说 有变化就好 不就是生铁吗 继续买 他手里还有两百多亿呢 而且他现在是酒卖进 想要赚钱 速度是很快的 陈凡就不幸 还填不上这个无底洞 他这就要再去购买生铁 不过他的注意力 还在暗金色圆球上 这时候 暗金色圆球 又传递出一丝波动 那意思好像是 尝过酒级材料的战刀 和惊雷珠后 已经不满足生铁了 哭哭唧唧 可怜巴巴的 想要点好吃的 陈凡想了想 也大概明白了 应该是材料等级越高 效果就越好 效率也就越高 之前他以为暗金色圆球 就是实铁 所以就购买了生铁 其实 这可能是效率最低的了 而且太费时间了 想想刚过去的这一天一夜 陈凡本能的一个哆嗦 他可不想再 机械麻木地工作了 好 就带你去吃好吃的 陈凡决定道 钱 或者说财富 就是男人的胆 陈凡从近视里出来 就直接朝着江南基地 世神兵库赶过去 最近 陈凡成了江南基地 世武纪库 和秘宝库的常客 不过神兵库 还是他第一次来 这里的安保等级和流程 和武纪库 秘宝库都差不多 陈凡接受检查 暂存了物品后 走了进去 因为是军官的身份 也会有人专门接待 不过在陈凡看到接待的那人 以及接待那人看到陈凡的时候 咦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发出一个声音 陈凡中尉 那人笑着道 陈凡也有些惊喜 是你啊 你不是在舞者大厦的兵器大厅吗 怎么调到神兵库来了 接待的人 他认识 就是当初他刚成为舞者 去兵器大厅购买兵器的时候的 那位小姐姐 那时候 陈凡囊中羞涩 百列出来的兵器 他一件也买不起 最后还是向这位小姐姐 说明了情况 小姐姐一点也没有看 比起陈凡的意思 还耐心地给陈凡推荐了便宜的长刀 最后 陈凡花了四万五千块 购买了他的第一把长刀 小姐姐对待工作的认真 耐心 和热情 给陈凡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没想到 今天会在神兵库见面 小姐姐笑着道 我本来是在兵器大厅工作的 不过后来突破到了六星舞者 达到了入伍的标准 加上我本来 在兵器大厅的工作经验 最终通过选拔 调到了神兵库工作 陈凡中尉 重新认识一下 我叫温婉 很高兴能接待你 温婉笑容甜美 现在的她一身军装 短发 柔美中又多了几分殷勤 你好 陈凡也笑着道 温婉带着陈凡走进神兵库 神兵库虽然和五级库 密宝库职能不一样 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 都主打一个大字 神兵库内也非常巨大宽敞 里面根据刀剑斧锤等 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每个区域都大得很 温婉知道 陈凡是用刀的 她带着陈凡 直接来到了刀兵区 这里的架子上 摆放的都是刀 琳琅满目 长刀短刀 单刀双刀 各式各样的都有 温婉还给陈凡介绍 神兵库的兵器 都是入籍的 有九级材料的 八级材料的 七级材料的 目前 下国最高的材料等级 是六级 再高的话 也有 但就不是造出来的了 只能去秘境碰碰运气了 至于不入籍的 在舞者大厦的兵器大厅就能买到 陈凡了然 她之前用的战刀 就是九级材料的 在九级之上 还有八级 七级 甚至是六级 她之前的战刀 被按金色圆球 给吃了 正好也缺一把衬手的战刀 那这次肯定要换得更好的 嗯 前提是 得先把某个小组宗位保 陈凡是第一次来神兵库 温婉详细地给她介绍着 包括刀兵的价格 长短 锻造方式 等各种数据 这让陈凡对这里 也有了大体的了解 主要是价格方面 九级材料的兵器 因为长短 重量等方面的因素 价格在1000公勋点 到3000公勋点之间 如果粗略 换算成钱的的话 大概就是 100多万到300万多万 八级材料的兵器 价格更贵 差不多有10倍 在1万到3万公勋点之间 换算成钱的话 大体就是1000多万 到3000多万 至于7级 又是10倍 在10万公勋点 到30万公勋点之间 换算成钱的价值 大概是一个多亿 到三个多亿 至于6级 没有现成的 这种级别的 往往都是定制 价格根据客户的要求定 但比之7级材料 至少也是10倍起步 毕竟 定制的 往往都是很贵的 中卫这次打算选一把什么样的刀兵 介绍完 温婉笑着问 如果是定制的话 需要多长时间 陈凡现在不差功勋点 当然首先考虑最好的 不过他接下来还要去霸虎秘境 他要考虑 时间上能不能来得及 定制的话 是要慢一些的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温婉到 那就去看看7级材料的刀兵吧 陈凡说道 他根本等不了一个月 别说一个月了 现在满打满算 距离出发霸虎秘境 还有五天的时间 好 很快 温婉带着陈凡 来到了7级材料的刀兵区 陈凡一直是用长刀的 所以他主看长刀 另外 随着他的境界不断提升 之前那9级材料的战刀 有些轻了 这次的重量 也是一个考量 一会儿后 就这个吧 陈凡指着陈列架上的一柄长刀 说道 那我取下来 您试试 看合不合适 温婉道 听了这话 陈凡连忙摆手 不是了 不是了 一试就没了 他能感觉到 自从进到神兵库后 按金色圆球激动的哈喇子 都快掉出来了 温婉 哪有买刀兵不试试的 这怎么说 也是几十万功勋点呢 换成钱 就是几个小目标呢 而且 不是也就不是了 怎么看陈凡中尉 还有点避之不及的感觉 好像 七级刀兵扎手 陈凡选的这把刀兵 算是七级刀兵里最贵的了 足足三十多万功勋点 换成钱的话 都快四个小目标了 陈凡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就付了款 这让温婉不禁感叹 想想两三个月前 陈凡中尉连购买一个最普通的兵器 还要掂量掂量呢 现在大手一挥 都能够买七级材料的刀兵了 这让他也很是佩服 当然 温婉知道 这还不是陈凡的极限 之前陈凡直播轰动那么大 他当然也注意到了 他知道 陈凡有着极强的吸睛能力 别说一把七级材料的战刀了 就算是十把 甚至几十把他也能买得起 这个年轻的小帅哥 早已不是那个出出茅庐的穷小子了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能买得起 肯定也不会有人买那么多 兵器这东西 有一个就够了 一个七级材料的战刀 才花了三十多万功勋点 陈凡看了下 他舞者徽章上的余额 还有一千五百多万呢 这三十多万 连个零头都没用掉 是的 陈凡现在舞者徽章上 有一千五百多万功勋点 当时两场直播 大概有一千一百万左右 但别忘了 他的一个视频 还被下国五级电子库收录了 是有分成的 这可是个摇钱术 每天都会结算 这几天 陆陆续续的 又给陈凡挣了四百万功勋点 陈凡看着功勋点 他当然没忘了 来神兵库的正式 我再购买一千万功勋点的兵器吧 款式 材料什么的 没什么要求 你看着选就行了 陈凡说道 啊 温婉本来还正感叹着 陈凡短两三个月的变化 忽然听到这话 他本能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或者说 陈凡中尉再给自己开玩笑 然而陈凡直接就要刷武者徽章 温婉小脸一呆 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哎真的啊 一千万功勋点的兵器 一个人要那么多兵器干什么 吃啊 当然 这只是温婉心里想的 说出来就不礼貌了 还有 一千万功勋点啊 如果换算一下的话 是多少钱 一功勋点 大概相当于一千块 十功勋点是一万 一百功勋点是十万 一千功勋点是一百万 然后 一七得七 二七一十四 三八妇女节 五一劳动节 六一儿童节 哎呀 乱了 全乱了 可结果 陈凡真的刷了一千万的功勋点 温婉金的小嘴都张了张 接下来的时间 他怀着极度震惊的心情 忙碌起来 大概半个小时后 一千万的货 终于配齐了 其中三千多把 九级材料的战刀 花费四百五十万功勋点 三百把八级材料的战刀 也花掉了四百五十万 剩下的一百万功勋点 温婉给陈凡选了 三件七级材料的战刀 这三把战刀 都是照着陈凡之前 购买的那一柄选的 估计是想着 陈凡能备用什么的 也算是有心了 看着成堆的战刀 温婉的心弦 都是忍不住地颤了颤 一千万功勋点啊 这可是一千万功勋点 正常的一名九卖进五者 按一年两万功勋点算 十年二十万 一百年才两百万 需要五百年 才能赚够这么多 现在陈凡中卫 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的 就花了 而且他实在想不通 他要那么多兵器干什么 饭卖 饭卖的话 卖得便宜了赔本 卖得贵的话 人家干嘛不来神兵库买 都又不傻 哦 对了 售卖兵器 是要有许可证的 私自贩卖 属于违法行为 想不通 温婉是真的想不通 总不能真的吃吧 陈凡现在没有空间戒指 空间戒指在门口被存放了 只能让温婉帮忙带过去 这种情况还没发生过 密宝库的规定 存放空间戒指 本身是没错的 毕竟选一把兵器而已 轻松就能带出来 但谁能想到 有一天 有人一下购买三千多把兵器呢 好 谢谢了 陈凡在大门口取了空间戒指 温婉将成队的战刀放了出来 陈凡则收了起来 门口站岗的两排士兵 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惊呆了 他们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多兵器 吃啊 他们也本能的这么想 陈凡和温婉挥手再见 他必须得走了 因为小祖宗在闹了 有点等不及了 陈凡走在路上 他一个念头 手里就同时出现了好几柄战刀 然后战刀很快消失 接着再出现几柄 再消失 不知道的 还以为陈凡是把战刀 从空间戒指里取出来 放进去 一直反复着玩呢 殊不知 一次都是几千上万 甚至更多的功勋点 石海中的暗金色圆球 别提多高兴了 他像是遇到了丰盛的大餐 吃得不亦乐乎 不过也不得不说 八级九级材料的战刀 确实比生铁效果要好得多 随着暗金色圆球不断进食 他身上的光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变得明亮起来 江南军事基地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而且连密宝库 也被封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 很多人都在等着官方的相关公告 终于 针对此事 官方给出了解释 大体意思就是 有武者在密宝库 借助觉醒是觉醒 耗时罕见的超过了十分钟 官方以及军方都高度重视 临时采取了措施 连最终觉醒用时 一天一夜都说了 可以说 除了公布陈凡的名字之外 官方基本把情况都如实地公布了出来 这消息一出 整个江南基地是顿时掀起轩然大波 我的天 我听到了什么 利用觉醒时觉醒 用时一天一夜 我人傻了 是啊 谁啊这是 太牛逼了吧 利用觉醒时觉醒 耗时越长 觉醒的天赋就越强 十分钟就已经狠了不得了 一天一夜 我都不敢想象了 难道就我一个人关注 觉醒时一天一夜 需要耗费多少零食吗 卧槽 一次觉醒 而且是十分钟内 都需要消耗庞大数量的零食 一天一夜 那消耗超乎想象啊 听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明白 其他七大军事基地 为什么来咱们江南基地使了 为什么 扑哈哈 来送零食的呗 单凭咱们江南军事基地 和秘宝库的零食储备 可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 哈哈 这算是举全国之力了吧 牛逼啊 确实牛逼 不过大家说 会是谁呢 这哪能猜得到 很简单啊 但凡这种牛逼轰动的事情 还找不到人的 一律按陈凡处理 卧槽 精辟啊 哈哈 原来是道友啊 你也把脑子给扔了 巧了 我也是呢 加一 感觉把脑子扔掉之后 我整个人都通透了 浑身散发着睿智的光辉 就是就是 脑子是负担 兄弟们 跟我一起喊 打倒脑子 哎呦我去 这都一群什么人啊 疯了 真是疯了 哈哈 我也疯了 让我们一起摇摆 接着奏乐 接着舞 时间还在持续 吃高级材料的刀兵 效率确实比升铁高得多 而且方便 就算走路都不耽误 这次陈凡没有专门去进食 来到舞者大厦后 他就去了77层 他在这里的房间 之前是润天开的 不过在陈凡从野外回来之后 钟晴就直接包了一年 把这里当成了他们的临时小窝 我回来了 陈凡推门走了进来 不过 看了看 钟晴并不在 应该是回江南五大 或者回家了吧 他给钟晴发了一条信息 把他回来的消息告诉他一声 让他不用担心 信息刚发过去 陈凡的手机就响了 是钟晴打来的 陈凡接通 你回来了 电话里传来钟晴有些惊喜的声音 然后他关切的道 觉醒的怎么样 还好吧 你怎么知道 我是去觉醒了 消息挺灵通的呀 陈凡笑着道 官方的解释 陈凡也看到了 是说了 有人在密宝库 借助觉醒时觉醒 但并没有公布他的名字 所以现在钟晴一下说出来 陈凡还是有点意外的 西西 不是我消息灵通 你忘了 还有个杜长泽呢 是他灵通啊 钟晴笑着说道 陈凡惊讶到 长泽看到我觉醒的场景了 估计也只有这样了 那长泽知不知道 我觉醒的 到底是什么能力 同时 他又连忙问道 听到这话 钟晴哥哥直笑 我的小傻瓜 你都觉醒完了 不知道自己觉醒的能力 还得问人家杜长泽 陈凡笑着道 怎么说呢 我还真不知道 我觉醒的是什么能力 现在也只知道 他有点特别 特别 怎么特别了 特别什么 钟晴惊讶地问 特别能吃 陈凡福鹅 有些头疼的道 暗金色圆球 本来正大块躲影 吃得不亦乐乎呢 在听到陈凡这话的时候 速度明显一停滞 二哈瞪眼 JPG 你礼貌吗 特别能吃 谁吃 你是说 我觉醒了 我觉醒了未知的能力后 你变得特别能吃 是吗 钟晴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不是我 我觉醒了个球 是他特别能吃 陈凡道 钟晴小脸呆了呆 觉醒个球 特别能吃 咱感觉怪怪的呢 听起来没一句好话呀 顿了顿 他道 刚才我听杜长泽说了 他没看到你觉醒的具体情况 在看到你手放在觉醒时的时候 画面就被屏蔽了 像是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干预了他的窥探 为此 杜长泽还遭到了反噬 今天我就是陪朵朵来看他的 陈凡一愣 钟晴这句话里 信息有点多呀 常泽受伤了 还是因为自己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常泽窥探未来的能力 那么无解 竟然在自己觉醒的时候 被屏蔽了 还遭到了反噬 陈凡本能的就想到了 暗金色圆球 也只有他了 那时候 暗金色圆球还没形成啊 都有这样的威力了吗 精神 甚至命运层面上的防偷窥 这暗金色圆球 果然是有一点东西的 本来除了吃就是吃 现在看 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好 不错 终于发现了 暗金色圆球的一个优点了 连窥探未来都能屏蔽 看来有暗金色圆球 坐镇尸海 他精神层面的安全 就有很大的保障了 之前的时候 陈凡肉身防御很强 但精神防御几乎为零 他为此还有些发愁 面对精神层面的攻击 毫无招架之力 现在暗金色圆球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意外之喜 陈凡赶紧多拿出几柄战刀来 暗金色圆球 吃得更开心了 嗯 上道 就是下次注意礼貌 杜长泽现在受伤了 还是因为他受伤的 陈凡也打算去看望一下 他让钟晴在那等着 他很快就到 然后陈凡直接隐身 一路风驰电掣 几分钟后 就来到了江南五大校门外 因为是要看伤员 当然不能空着手 陈凡还特意购买了一个果篮 他来到宿舍的时候 杜长泽 朵朵和钟晴都在 杜长泽正躺在床上 朵朵在细心地照顾他 钟晴则坐在椅子上 一直看着门口 陈凡刚出现 他就激动地跑了过去 大长腿很自然地 就攀到了陈凡的腰上 开心地道 你来了 陈凡也笑着捏了捏他 宠溺道 快下来 在外面呢 钟晴古灵精怪地吐了吐舌头 看他这个样子 真是忧郁忧忧 最终他 有些不舍地放下长腿来 杜长泽和朵朵 也看到了陈凡 凡哥 本来躺在床上 还声音着的杜长泽 一下激动地坐起来 不过似是又反应过来 自己这还病着呢 赶紧一手捂着头 缓缓地躺下了 哎呦 哎呦呦 凡哥 兄弟我现在受伤了 就不能招呼你了 你随便坐 哎呦 哎呦呦 朵朵 你说我不会是不行了吧 别瞎说 刚才杨大哥和清清都说 你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哪里疼 我给你揉揉 朵朵把杜长泽的头 放在自己的玉腿上 很认真地按摩起来 哎呦 哎呦呦 朵朵 你真好杜长泽 躺在朵朵怀里 还哎呦哎呦的 陈凡看得一愣一愣的 兄弟 你这哎呦哎呦的 是舒服的吧 真有你的 陈凡和钟晴相识一笑 知道杜长泽没事 他也就放心了 学安已经向侯海 汇报了陈凡的情况 觉醒是觉醒了 不过具体能力 还需要时间摸索 这样的情况也有 而且这也急不得 侯海也只能希望 陈凡在出发霸虎秘境之前 能摸透并且掌握他的新能力吧 除了向下国军事总指挥部汇报 其他七个兄弟军区 徐安也要表示 一下感谢 虽然帮助江南军区 帮助陈凡 是下国军事总指挥部下达的命令 但他作为当事方 不能连句话都没有 尤其是华北基地市和华南基地市 运来的零食也都给消耗干净了 这时候徐安正在和其他七大军区的首长视频连线 老伙计们 这次事情真是多亏了你们 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这份情我永远记着 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江南军区的 尽管开口 绝对有求必应 徐安说道 老徐 客气了 咱们老哥几个 年轻的时候可都是并肩作战过的 是啊 而且你会下出了一个这么了不得的苗子 也是我们下国的希望 帮你也是帮我们自己 对 一切都是为了国家 我靠 今天太阳从西面出来了 我怎么感觉那么不对劲呢 都大半辈子的交情了 谁还不了解谁 徐安笑骂 我看你们是有事吧 什么事 直接说就行 或者是看上我们江南军事基地 什么好东西了 说吧 只要不太过分 给给给 都给 这次徐安是真心感谢 所以也敞亮得很 老徐 这话 让你说的 我们能拿你的东西吗 就是 要说有事的话 我们还真有点事 但可不是要拿你的东西 我们只是 想请你帮个忙 对对对 有话直说 徐安笑着 这一群家伙 看来是早有预谋了 其中一位军区的首长说道 老徐 我们听说前几天 你们江南基地市 抓了不少前夫的妖兽 还抓了一个汉奸 对吧 是有这事 徐安点头 就是陈凡做的 嗯 那你看 能不能让陈凡 也来我们基地市转一转 随便帮忙揪几个妖兽了 或者汉奸什么的 那军区首长 恳求得到 就这事 徐安亚然 这事就不小了 这些前夫的妖兽和汉奸 都是不定时炸弹 一个个暗地里图谋不轨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惹出大乱子了 后果不堪设想了 另一位军区首长说道 徐安想了想 也点了点头 也确实 前夫的凶兽妖兽 甚至妖将 危害性是很大的 行 那这件事 我就替陈凡答应你们了 不过具体时间 我还要和陈凡商量一下 另外 你们也知道 还有几天就要前往霸虎秘境了 七个基地市 平均算下来 一个基地市一天都没有 还要算路上的时间 所以效果上 你们也别抱太大的预期 徐安说道 这个我们明白 只要陈凡能来 随便抓几个就行了 全揪出来不现实 主要是那种威慑 一名军区首长说道 徐安点头 陈凡和钟晴 刚回到武者大厦 就接到了徐安的电话 徐安把情况给陈凡说了下 听了之后 陈凡也点头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人家帮了他 现在人家有求于自己 这个忙 必须帮 首长 那我下午就出发 陈凡当即道 好 那你到时候来军事基地 我给你准备好飞行器 徐安说道 他知道陈凡的品性 有恩必报 所以 在当时他才敢 替陈凡答应下来 是 陈凡应道 钟晴有些不舍地看着陈凡 是要出去执行任务吗 嗯 去其他基地是 陈凡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没事 很快就回来了 那我帮你收拾东西 钟晴强笑了下 很好的 把心里的失落给 隐藏了起来 陈凡这次出去 不知道要几天 而接下来不多久 又要去霸虎秘境 他本来以为 这几天能和陈凡在一起的 现在看 希望也破灭了 钟晴不禁有些责怪自己 都怪自己还不够强 不能和陈凡并肩作战 如果他现在 也是酒迈进 不就能和陈凡一起去霸虎秘境了吗 宝物不宝物的无所谓 他是钟家大小姐 吃穿不愁 修行上 他也有了植物系觉醒者的 至宝青腰疼 他就是单纯地想 陪在爱人身边 接下来 我要更努力才是 钟晴暗暗地道 中午 两人在一起吃午饭 吃过午饭后 陈凡就动身去了江南军事基地 徐安早就把一切安排好了 陈凡登上飞行器 飞行器原地起飞 卷起巨大的风浪 然后呼啸着飞向远方 陈凡第一站去的是 距离江南基地市 最近的华南基地市 飞行时间大概四五十分钟 这四五十分钟的时间 陈凡也没闲着 手里快速地出现一把把战刀 出现得很快 消失得更快 就这样几十分钟 加上之前的时间 现在空间戒指里的三千多把战刀 消耗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了 石海里的暗金色圆球 光芒也更明亮了几分 飞行器缓缓降落在华南军事基地 华南军方的人 早就在这里等候了 甚至华南军事基地的最高首长 一个和徐安看起来差不多年纪的老者 也赫然在列 要知道 陈凡还只是个中卫啊 一个军区首长 亲自接待一个中卫 这是极高的礼遇 不过 虽然现在 陈凡是中卫 但他们可都没真把他当成中卫 陈凡之所以还是中卫 是因为他入伍时间还短 以陈凡现在表现出的潜力 今后的成就 绝对不在他这个军区首长之下 甚至有望达到 那至高的护国战神层次 成为下国最强战力 陈凡中卫 欢迎欢迎 华南军事基地的首长秦冰 清和的和陈凡握手 首长好 陈凡先是握手 然后站定 敬礼 好好好 没那么多规矩 放轻松一些就是秦冰笑着 虽然他还是第一次见陈凡 但他对陈凡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有潜力 也有能力 而且还很沉稳 完全没有这个年纪常有的骄狂 要知道 陈凡才十八岁啊 能有这种心性 实属难得 陈凡 我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住处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秦冰安排的还是很周到的 不用了手掌 就几十分钟的飞行时间而已 我直接行动吧 陈凡说道 行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会有人协助你的 秦冰说道 陈凡点点头 心比去隔 陈凡走在华南基地市的大街上 这里也是很繁华喧嚣的 形形色色的人从他视野里走过 各种各样的心声 回响在他耳畔 现在我气血九十二 还有小一年的时间 明年五考 有机会冲击重点五大 这个小哥哥好帅 音音音 私房钱被没收是小 但敢藏私房钱 这罪过就大了 谁能救救我 我都不敢回家了 只要你肯吃苦 这辈子就有吃不完的苦 只要你肯受气 这辈子就有受不完的气 只要你肯干活 这辈子就有干不完的活 只要你肯摆烂 这辈子什么都不用干 去你的先苦后田 让我辛苦一年又一年 素质低一分 快乐多一吨 自私多一点 欢乐更明显 我是江南基地市的 因为经常忘了自己没女朋友 而被嘲笑 甚至有些家伙 让我把单身刻脸上 呵呵 瞧不起谁呢 这次我来华南基地市 就是来见网友的 如果顺利的话 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 忘记没有女朋友了 因为我有了 哈哈哈哈 这人神经病吧 好好地突然大笑什么 吓得我耐疼 在江南基地市前伏的妖兽 今天一点声音也没了 估计是都跑了 还好我在华南基地市 还能再坚持坚持 我妖兽获得一次化行的机会不容易 得好好珍惜 卧槽 那时 是陈凡 完了 一人撒腿就跑 陈凡当然也锁定了他 从那人奔跑的速度上来看 实力应该不强 大概六级七级妖兽的层次 他身形奔略 急速追赶上去 六七级的妖兽而已 单论速度 陈凡都能比见四级妖匠了 所以 几个呼吸的时间就追上了 而且赤手空拳 就将弓杀过去 吼 那人知道在劫难逃 发出一道瘦吼声 身体更是急速膨胀 碰 变身才进行到一半 就戛然而止 陈凡一拳将其轰飞出去 身躯重重摔落 地面上的石板 都被砸出了裂纹 半人半瘦的样子 已经昏死过去 一拳而已 太不耐揍了 这动静在周围 引起了不小的骚乱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基地室内动手 不知道啊 不认识 卧槽 是陈凡 我在下国武器电子库上 看过他的视频 他竟然 来咱们华南基地室了 呀 他就是陈凡 他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 今天终于见到他的人了 是陈凡 那没事了 陈凡前两天在江南基地室 抓了好几个潜伏的妖兽 还抓了一个汉奸 这次应该是华南基地室 请他过来的 好帅 赤手空拳 就镇压了一头妖兽 这句话陈凡听在耳朵里 额头上 不由地挂起了黑线 不提这事 还能交个朋友 他心里 又是把暗金色圆球 给吐槽了一百零八遍 暗金色圆球 传出一丝波动 你礼貌吗 我就问你礼貌吗 陈凡中尉 这时候 一支特战小队 快速赶了过来 接下来交给你们了 好 陈凡快速地离开了 时间在持续 陈凡一直在街上逛着 当然 看似他在逛街 其实他可忙了 一边听着心声 还一边给暗金色圆球投着石 一下午的时间 很快过去 除了最开始的 那头六七级的妖兽 陈凡又揪出来三头妖兽 其实这都是最开始两个小时的战绩 到后面潜伏的妖兽 应该是知道了消息 藏起来了 或者逃走了 后面的两个小时 一个妖兽的踪影也没找到 当然 这一下午的时间 陈凡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抓了四头妖兽 而是给暗金色金属投石 现在他空间戒指里的战刀 只剩下两百多把了 三千三百多把 快喂完了 暗金色圆球的变化 也是很明显的 现在他周身的光芒 已经不能用明亮来形容了 都有点耀眼了 把他的石海 都映现得很是绚丽 暗金色圆球的变化 让陈凡很受鼓舞 手里还有两百多把战刀 继续喂 喂完还不够的话 也没事 他还有五百万功勋典呢 大不了再买再喂 陈凡相信 总有喂饱他的一天 对下午的战绩 陈凡感觉有点差强人意 才四头 不过秦冰已经很满意了 四头妖兽也能避免很大的动荡和伤亡了 还有 抓多少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形成的这种威慑 从华南基地市离开 陈凡又乘坐飞行器 连夜来到了华北基地市 华南基地市和华北基地市 一个在江南基地市的东南方向 一个在江南基地市的偏东北 两个基地市的距离是相对远一些的 在下国基地市和基地市之间的交流必须借助飞行器 因为地面上基地市和基地市之间都是荒野 到处都是凶兽妖兽 而且在灵气复苏的背景下地域扩张 基地市和基地市之间动辄都是上千里的路程 想想看飞行器还需要小一个小时呢 在地面上就算不考虑安全问题 时间上也让人有点无法接受 陈凡倒是在舞者之家的论坛上 了解到漂亮国有强大的空间系觉醒者 用手在虚空画圈圈就能构划出长久存在 并且稳定的空间门 这空间门很是奇特 在这个基地市跨过去之后 就到了另外一个基地市 非常方便 不过即便是在全球联盟的时代 以漂亮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依旧始终对下国抱有很大的敌意 甚至为了阻止下国分享到空间门的便利 还特意出台了政策 他们将其当作了一种战略筹码 我们方便快捷 而你下国基地市和基地市之间 还得花费大把的时间飞来飞去 千万别小看这些 因为这能牵扯到方方面面 影响其实还挺大的 他们用空间门上的领先 不断扩大着对下国的优势 陈凡感觉这和前世的格局差不多 不过前世是经济贸易战 武器禁售等等 而在灵气复苏 武道昌盛的背景下 就显得更直白了一些 当然 就这点手段还压不弯大夏民族的脊梁 陈凡在论坛上还看到 下国也在积极研究这领域 是政法中的传送阵 不过政法一脉 太过悬崗复杂 至今进展非常缓慢 华北基地市对陈凡的接待规格也非常高 手掌亲自接机 本来他们是要陈凡休息一下 明天再开始行动的 不过陈凡看了看时间 现在时间还不算晚 他决定立马行动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半 华北基地市的大街上 滑灯璀 晚上也没了白天的炙热 街道上行人如知 很是繁华喧嚣 在飞机上的时候 陈凡已经将剩余的两百多把战刀 也喂完了 暗金色圆球上的光芒 更是绚丽了几分 不过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 他一不留神 把七级材料的战刀 也全贡献出去了 也就是说 现在陈凡手中 没有一件衬手的兵器了 别说衬手了 不衬手的也没有 不过想到小祖宗还没吃饱 有兵器也用不了 他也就没再纠结这事了 时间在持续 陈凡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各种心声浮现在他耳边 晚上吃的这家油泼面真地道 被绿的时候我忍气吞声 被甩的时候我一言不发 山好友的时候我毫无波动 但38号技师离职了 我心如刀脚 陈凡 他快速过滤着各种信息 要在其中寻找有用的线索 忽然 陈凡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快速搜索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人 刚刚得到的消息 华南基地市那边也出事了 这人类基地市果然不能呆了 该死陈凡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来华北基地市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明天我也走 不过 我堂堂一级妖将 是要面子的 可不能像妖兽那样 灰溜溜地走 临走我也要搞拨大的 搞点什么大动作呢 陈凡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来华北基地市 事不宜迟 今天晚上一定踩好点 明天搞完就撤 一个中年男人正想着 忽然他一抬头 远远看到了一个人 他瞳孔猛地一说 陈 陈凡 该死 真是该死 他没想到 陈凡竟然来得这么快 在中年男子看向陈凡的时候 陈凡也已经锁定了他 目光碰撞 似是在空气中擦出了火花 短暂的一个刹那 两个人都没敢轻举妄动 中年男人眸子深沉 他早有觉悟 在人类基地市 只要被发现 那就插翅难飞了 人类基地市内 都有超级强者坐镇 别说他一个一级妖将 就算是妖王来了 也是在劫难逃 中年男人眸子里泛起一抹凶力 忽然 他动了 既然逃无可逃 那么 他临死也要拉上陈凡垫背 不过动作要快 人类的超级强者 估计很快就会赶来 还有 陈凡的战力不足为虑 但要防范他隐身 所以 要快快快 一击必杀 中年男人 急速轰杀向陈凡 他速度快地超乎想象 虚空中都带起了一连串的残影 他这速度 已经远远超过了 普通一级妖将的范畴 应该是在速度上 比较有优势的妖将 同时 如果时间放慢一百倍的话 就会发现 中年男人 在急速轰杀向陈凡的过程中 他的身体 也在膨胀变大 眨眼的功夫 就变成了一头三米多高 五米多长的巨大螳螂 双翼在闪动着 变化本体后的他 速度再次提升了一个档次 他是一级妖将 双刀螳螂 两条粗壮的前肢 就是他自带的双刀 天生的刀客 繁祖的神通 就是刀法和速度 而且 是把刀和速度 很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刀法以快著称 双刀挥动之间 寒芒乍现 一股无与伦比的锋锐气息 瞬间宣泄开来 说时迟那时快 虽然相距还有一些距离 但那种霸道斥烈的锋芒 让陈凡脸上的肌肉 都像是在被刀割一样 几乎本能的 他如临大敌 他现在是九脉镜 虽然之前也有过 击杀一级妖将的辉煌战绩 但那是在偷袭的情况下 才得手的 如果正面对抗的话 一级妖将 他只能勉强一战 当然 陈凡现在也可以隐身 而且现在他的隐身 还更近了一步 就算双刀螳螂的攻势 再怎么猛烈 大成无形的隐身术 也能很好地规避掉伤害 不过他脱身是很容易 但这是在城内 周围都是人 如果陈凡不能吸引 双刀螳螂的火力 那么周围的人 肯定就要遭殃了 这可是一头妖将啊 在人类超级强者赶来之前 不知道会造成 多么巨大的伤亡 陈凡几乎没有迟疑 但凡有一点办法 他都不能退 大手一挥 嗯 我刀呢 啊 对 我没刀 精神高度紧绷之下 陈凡竟然忘了这茬 在这危急关头 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可是一级妖将啊 不是他之前双拳 就能镇压的那些低级妖兽 在有战刀的情况下 他应付起来都很吃力 这没刀 那就更不用说了 陈凡心急如焚 说时迟那时快 这一切看似漫长 其实只是在电视火光之间 中年男人从冲杀 到变身成双刀螳螂 只是短暂几个呼吸的时间 现在眼看就要轰杀到陈凡跟前 而陈凡还在迟疑该如何应对 快有点来不及了 实在不行 就只能隐身先躲过这致命一击了 刀啊 没刀啊 陈凡心急如焚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他只感觉食海一阵 So 暗金色圆球飞了出来 陈凡呆了呆 他甚至感觉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暗金色圆球竟然能从食海中飞出来 这时候的暗金色圆球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然后咔咔咔 伴随着一阵金属碰撞交错的声音 暗金色圆球 在快速地变形 就像是变形金刚一样 在极为短暂的时间 就从一个暗金色圆球 组合变化成了一柄战刀 战刀一米多长 刀柄的尽头 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龙头 刀身就像是从龙头里吐出来一样 不管是刀柄还是刀身上 还都刻着暗金色的纹路 高端大气上档次 看着造型 着实有点帅 还很拉风 最最最关键的是 这刀竟然发光 通体散发着橙色的光芒 如刀芒在喷涂 同时 在这龙头战刀出现的一刹那 一股无形的肃杀之气 瞬间宣泄开来 肆意而霸道 一种无可匹敌的姿态 像是宣示着他王者归来 在他的光芒之下 双刀螳螂的锋芒 被衬托得瞬间黯然失色 陈凡来不及过多的惊叹 双刀螳螂已经轰杀到身前 他几乎本能地抓起龙头战刀 战刀挥动 刀镜 叠加 天地之力 陈凡一下爆发出了他的最强战力 哄 双刀碰战刀 那是极致的锋芒 一股似是肉眼可见的能量连衣瞬间荡漾开来 战斗的余波 直接将周围好多人都先飞了出去 现场一片混乱 很多人大口咳着血 也顾不得伤势 爬起来就赶紧跑 双刀螳螂有些惊异 他本来是有把握 一击必杀的 没想到 竟然被陈凡挡住了 而且他一下就感受到 陈凡手里的战刀 很势不凡 竟然发光 这是非常罕见的 轰轰轰轰轰 一人疑兽在疯狂拼杀 他们同为刀法和速度渐长 短暂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拼杀碰撞了几十刀上百刀 快 实在太快了 快到躲在远处围观的人群 都看不真切 只感觉眼花缭乱 双刀螳螂越战越是心惊 在他的预想中 陈凡战力是不怎么样的 毕竟是久迈进的武者而已 上次能击杀一级妖将 吞天势地杀虫 也主要是靠偷袭 但现在 他别说压制陈凡了 竟然还有点难以招架陈凡的攻势 双刀螳螂越战越惊 陈凡则是越战越是惊喜 正常来说 久迈进的他 正面对抗一级妖将是有些吃力的 不过 在这龙头战刀的加持下 他竟然占据了上风 双方激战正憨 双刀螳螂的心情 越来越沉重了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不用人类的超级强者出手 陈凡都能灭了他 当即 双刀螳螂心一横 反正必死无疑 那就 同归于尽吧 双方本就在快速地轰杀 一秒几十刀上百次地碰撞 忽然 双刀螳螂面对陈凡的一击 他竟然没有收刀阁挡 也没有闪避 攻势却更加猛烈 一往无前 说时迟那时快 双方的刀交错而过 轰 陈凡的刀劲 结结实实地轰击在了双刀螳螂身上 而就在随后的0.0001秒 双刀螳螂的攻势 也会落在陈凡身上 这是以命换命 同归于尽的打法 0.0001秒啊 正常如此短暂的时间 陈凡是肯定反应不过来的 更别说闪躲了 然而 就是这么短暂的时间 陈凡的身形突然消失了 几乎眨眼的功夫 陈凡又出现了 毫发无伤 陈凡就是靠着短暂的大乘无形的隐身 避过了这次致命的一击 正常如此短暂的时间 就算陈凡有隐身 也是来不及施展的 那陈凡是怎么做到的呢? 别忘了 他还有读心术 在双刀螳螂心里 有了和他同归于尽想法的时候 他已经提前做好准备了 双刀螳螂承受了陈凡的一击 生命力正在快速地流逝 他本来以为在生命的弥留之际 能够看着陈凡被轰杀 那他也死而无憾了 然而 陈凡眨眼的功夫 消失又出现 毫发无伤 安然无恙 双刀螳螂 双目一凸 这 他死不瞑目 叮 斩杀一级妖将双刀螳螂 气血加一千 听到系统的提示声 陈凡长松了一口气 同时 心里还隐隐有些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 正面击杀一级妖将 当然 这其中是有龙头战刀的加持 不过陈凡想了想 龙头战刀 是按金色圆球变化组合成的 按金色圆球 又是他觉醒的产物 他本身就是自己实力的一部分 嗯 是我凭着自身的实力 击杀了双刀螳螂 嗯 没错 就是这样 刚才形势危急 陈凡也来不及观察 现在他细细地打亮着龙头战刀 手轻轻拂过刀身 感受着他肆意而强势的锋锐 真是个好东西 陈凡不由地赞叹 嗯 这时候刀身发出一阵轻盈 明显在抗议 说我是东西 你礼貌吗 陈凡感受到了这股情绪 他亚然 即便现在表面上是龙头战刀 但实质还是按金色圆球啊 陈凡笑笑 这家伙 说他是个东西 还不乐意了 这边一场大战结束 刚才的动静是很大的 越来越多的人聚拢过来 我的天哪 是一级妖将双刀螳螂 陈凡杀的 牛逼牛逼 刚才发生了什么 太快了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我也是 快得都看不真切 同感 我就感觉 那中年男人 刷的一下变成了双刀螳螂 刷的一下 又攻杀到了陈凡面前 而陈凡也刷的一下 手中多了一把发光的战刀 然后刷刷刷一阵子 双刀螳螂死了 你刷得真好 下次别刷了 之前陈凡在江南基地市 击杀一级妖将 吞天式地杀虫的时候 是靠着隐身偷袭 这次可是实打实的正面击杀 难道陈凡已经突破到聚灵境了 应该没有 听说陈凡还在这次 前往霸虎秘境的名单里 那说明陈凡还是九脉镜 九脉镜就能正面击杀 一级妖将了 不得不说 陈凡更强了 你们看 陈凡手里的战刀会发光啊 这就有点牛逼了 我三舅老爷 他发小的儿子的老丈人 曾经在秘境中得到过一把宝刀 金剑定 属于惊人的二级材料 就那还不发光呢 听到这 现场激起一阵惊呼声 从秘境中得到的 二级材料的宝刀都不发光 陈凡的战刀却发光 很明显 不简单啊 人群里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他拉着妈妈的衣角 有些兴奋的喊道 妈妈 妈妈 我也想要一个大哥哥那样的玩具 按金色圆球 二哈瞪眼 JPG 小朋友 你礼貌吗 生气了 当即 龙头战刀咔咔咔一阵组合变形 又恢复到了 按金色圆球的样子 然后搜的一下 消失不见了 哇 小朋友惊呆了 还会变形呢 他更想要一个这样的玩具了 其他众人 也都是眼前一亮 不过 他们只当是陈凡将 按金色圆球 收入空间戒指中了 殊不知是按金色圆球 自己回到了石海中 现在正赌气地悬浮在那里 闹情绪呢 一头潜伏在华北基地市的 妖疆被斩杀 这可是一件大事 现场不知道是谁 带头鼓掌起来 然后很快就是雷鸣般的掌声 不多久 一支B级特战小队 也快速赶了过来 看着被击杀的 一级妖将双刀螳螂 他们心头都是一颤 这可是一级妖将双刀螳螂啊 即便他们是B级战队 也有距离境的强者 但想要击杀他 也得费不小的功夫 陈凡中尉 辛苦了 这支B级特战小队的队长 是一个面如刀削的男子 他声音红亮 很是感激的道 陈凡笑了笑 接下来就麻烦几位了 接下来 他又行动起来 陈凡当街击杀 一级妖将双刀螳螂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 华北军事基地最高首长这里 首长惊得一下站起来 他本来想着 陈凡能帮忙 揪出来几个凶兽妖兽 或者该死的汉奸 就不错了 没想到竟然一下 抓了一条大鱼 好 好啊 华北军区的首长 激动得很 然后他迫不及待地 拿起了电话 喂 老徐 什么 徐安听了之后 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当然 震惊之后 就是抑制不住的欣喜和兴奋 陈凡真是太给江南军区 太给他长脸了 而且 陈凡竟然都能正面击杀一级妖将了 已久迈进 击杀一级妖将啊 这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的霸虎秘境 下国的希望就更大了一些 很快 一则公告在江南基地市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说来也奇怪 这则公告 是来自华北基地市的 华北基地市的公告 怎么会在江南基地市 引起轰动呢 原来 公告虽然是华北基地市发的 但牵扯到的人 却是江南基地市的 公告是一份加奖令 大体内容就是 江南军区的陈凡中尉 在华北基地市 挖出并且斩杀一级妖将 双刀螳螂 功勋卓著 特授予一等功 然后公告上 盖着红彤彤的 华北军区的印章 牛逼 偶像又一个一等功 这一等功 都拿得手软了吧 太强了 这次的一等功 还是华北基地市授予的 陈凡太丢我们 江南基地市长脸了 机操物六 喊好牛逼就完事了 羡慕哭了 我也想成为陈凡这样的人 你 心 想 实力 你不想 我刚刚切换到 华北基地市 去看了下 陈凡这次击杀的是 一级妖将双刀螳螂 论实力的话 比之前的吞天式地杀虫 还要厉害一些 然而 这次陈凡是正面击杀的他 心比去隔卧槽 岂不是说 陈凡更强了 我也去看了 确实是正面击杀 而且是在很短暂的时间 现在华北基地市那边 很多人都在讨论陈凡的兵器 他的战刀 会发光 武器 发光 很罕见啊 不是罕见 是根本就没见过 我的天哪 大家快别讨论 发不发光了 看咱们江南军区 刚刚发的公告 怎么了怎么了 我靠 陈凡军衔从中尉 晋升为上尉了 我已经不知道 在陈凡身上 说了多少次牛逼了 兄弟们 陈凡上尉对我喊起来 其实论军功 陈凡的军衔早够了 只是他的入伍时间太短 所以一直压着 就连上次中尉军衔 都是破格提升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再一次破格提升 对此我没有一点意义 相反 我举双手双脚赞成 加一 俺也一样 夜已经很深了 陈凡击杀双刀螳螂 形成的威慑 是巨大的 在这之后 他又在华北基地室内 逛了许久 愣是连一头凶兽都没找出来 估计现在都吓坏了 现在时间不早了 陈凡就在华北基地室 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 陈凡上了飞行器 华北基地室官方和军方 都来送行 接下来 他要去燕京基地室了 陈凡上尉 再见 军区首长挥着手 飞行器上 陈凡敬礼 然后舱门缓缓关闭 飞行器带起狂风 呼啸着冲天气 飞行器是有专门的驾驶员 陈凡是坐在后面的乘坐舱 从华北基地室 赶往燕京基地室 大概要飞一个多小时 之前陈凡这个时候 就是给暗金色圆球投位 不过他之前的储备 已经消耗光了 还没来得及补充 还别说 就这么干坐着 还有点无聊呢 陈凡看着窗外 飞行器在云层中快速穿梭 忽然 他思考到了一点 这飞行器 按金色圆球吃吗 这念头一出 连陈凡自己都吓了一条 他赶紧打住 这可不行事啊 也幸好陈凡所在的乘坐舱 都是皮革包裹 主打一个舒适 平常也摸不到金属 不然 万一碰到刚才金属什么的 就凭那小祖宗 完全不分场合的作派 他真有可能 从万米高空上摔下去 万米高空啊 陈凡经不住一个哆嗦 以后还真得小心一点呢 这时候 陈凡一个念头 暗金色圆球 就从石海中飞了出来 悬浮在他面前 之前他从来不敢想 石海里的东西 还能飞出来 也没这样想过 但从暗金色圆球 自己飞出来后 他大概也摸索到了一些东西 暗金色圆球 可以自由出入石海 他用意念 也可以将它召唤出来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 他绝大部分时间 都是以暗金色圆球的形态存在 比如在石海的时候 就是暗金色圆球 并不是之前拉风龙头战刀的样子 陈凡猜测 暗金色圆球 才是本质的核心 变化组合成的龙头战刀 应该只是他的一种形态 现在暗金色圆球 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他正围着陈凡飞来飞去 传递给陈凡的情绪是 饿死了 快喂饭 撒泼打滚硬 先忍一忍 等到了燕金基地市 先去给你买吃的 陈凡安抚道 暗金色圆球 是陈凡觉醒的产物 他和陈凡心意相通 能听懂陈凡的意思 听到这话 他消停了下来 对于暗金色圆球 能听懂他的话 陈凡一点也不意外 他不仅能听懂 而且耳朵还贼灵 尤其在你说他坏话的时候 他会立马质问你 礼貌吗 陈凡看着悬浮在面前的 暗金色圆球 喂 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你有没有名字 陈凡笑着问 听到这话 暗金色圆球上 传递出一种 有些疑惑的表情 圆球向左转了半圈 又往右转了半圈 这是摇头 不知道是没有 还是忘记了 那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吧 陈凡道 暗金色圆球 传达出狗头狂点的意思 他似乎很开心 有名字 就不用被畏畏畏地称呼了 会显得很有礼貌 他期待地等着自己的新名字 陈凡妈撒着下巴 很认真地想了想 你很不简单 胃口非常好 而且还能变化成 龙头战刀的形态 肆意霸道 威势无凭 还乖巧听话 内心丰富敏感 一说 你是东西 你就抗议 说明你很聪明 而且是大大的聪明 陈凡继续说着 你是智慧和泛亮的完美化身 就冲这点 我就非常看好你 我似乎已经看到了 你在未来横推万古 无敌于世间的绝世风采 所以 暗金色圆球 听得心花怒放 哇塞 不说别的 这话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是在夸我的吧 用那么多华丽的词枣 来赞美我 哈哈哈哈 肯定会起一个好名字 期待硬 所以 就叫你礼貌吧 陈凡说到 他还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这个名字好 暗金色圆球 二哈 瞪眼 GPG 接下来一人一球的交流大体如下 暗金色圆球 给人家起名字叫礼貌 你礼貌吗 陈凡 礼貌啊 名字都带着礼貌 还不礼貌 暗金色圆球 礼貌 陈凡 不喜欢 不喜欢也没事 我还想了几个备用的 你自己选吧 暗金色圆球 顿时又燃起了希望 然后就听陈凡一个个地说着 富贵 煤球 钢弹 暗金色圆球听完 差点哭了 相比之下 礼貌好像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真是个起名废柴 亏他刚才还心生期待呢 暗金色圆球 哦不 礼貌一声叹息 一个多小时后 飞行器降落在燕京基地市的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陈凡没有过多的耽搁 他很快就行动起来 陈凡先去了一趟燕京基地市的秘宝库 把五百万的功勋点 全部兑换成了兵器 主要是八级和九级材料的战刀 总数在一千七百把左右 这下那个叫礼貌的暗金色圆球 可高兴坏了 又开始了 他愉快的进餐时间 在这之前 他已经吃了那么多 现在还能狂吃 陈凡猜测 之前那龙头战刀 肯定不是暗金色 礼貌的极限 之前吞了三千多把 七八九级材料的战刀 还有一颗金雷珠 让他有了变化 那么现在还能吃 接下来积累的能量会如何 肯定还会有新的变化 对此 陈凡很期待 时间在持续 陈凡在燕京基地市 搜寻了大半天的时间 一点斩获也没有 应该是之前 斩杀双刀螳螂造成的影响 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不管是妖兽还是汉奸或者其他潜伏在下国图谋不轨的萧小之辈都吓得藏起来了 或者逃走了 虽然没有斩获 但这也不视为一个好消息 这就是请陈凡巡查基地市最开始的预期 也算是达到了想要的效果 接下来陈凡马不停蹄地又离开了燕京基地市到了东北基地市 然后西南基地市 珠三角基地市 一晃三天过去了 这三天里 陈凡将剩下的几个基地市巡查了一遍 都没什么收获 基地市巡查了一遍 陈凡的任务也完成了 而且一晃三天过去 现在距离下国集结赶往霸虎秘境 也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 这一天 陈凡要休整一下 蓄日东升 明媚的阳光洒布在每一个角落 江南基地市 舞者大厦 一架飞行器 缓缓降落在楼顶的停机坪上 陈凡连夜赶路 终于在天亮的时候 回到了江南基地市 他只有这一天的时间了 明天就要 集结前往霸虎秘境了 陈凡还有很多事要做 因为上次陈凡回来 大半夜的 钟晴傻傻地在楼顶等着他 所以 这次陈凡回来 并没有提前告诉他 很快 他乘坐电梯来到了77层 房卡一刷 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虽然现在还是大清早 但钟晴已经起床了 此时的他 正趴在阳台前 正正地望着外面 在出神发呆 连陈凡开门 他都没有听到 陈凡笑了笑 这时候 小清妖藤发出叽叽叽的声音 他看到了陈凡 虽然之前他挺害怕陈凡的 而且 这个人还一直捉弄他 但一连几天不见 在看到陈凡的时候 他本能的 是有些惊喜的 小清妖藤的声音 惊扰了钟晴 钟晴回过神来 他本来是看向轻妖藤的 不过 目光却看到了 那个他无比想念的人 钟晴一下惊喜起来 你回来了 他像是乳焰龟巢般 把自己投入到陈凡的怀抱中 发什么呆呢 那么入神 陈凡笑道 你说呢 还不是在想你 钟晴风情万种地 撑了陈凡一眼 陈凡哈哈一笑 时间飞速流逝 一上午的时间 陈凡都是和钟晴在一起 分别了几天 他们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心情是非常愉悦轻松的 就连空气都像是甜的 陈凡和钟晴 依偎在沙发上聊天 而小清妖藤 则是在床上 惬意地滚来滚去 这次陈凡离开了几天 他好像也不是太怕陈凡了 至少现在不躲了 似是看到小清妖藤 在床上滚来滚去 很好玩 石海中的某礼帽 有点坐不住了 他也飞了出来 落在了床上 最开始的时候 小清妖藤看着李帽 李帽也看着小清妖藤 好像还有点认生 不过 就像是小孩子的关系 建立是很快的 他们两个很快就玩在了一起 一块滚来滚去 很欢快的样子 陈凡福娥 能和小清妖藤完成这样 李帽的心智 绝对不超过三岁 以后喊他 得加个小字了 在钟晴看到小李帽的时候 还挺惊讶的 陈凡告诉他 这就是自己觉醒的那个球 钟晴感觉挺新奇的 问有没有名字 陈凡就告诉他 叫李帽 钟晴笑着说 这名字真奇怪 陈凡也笑笑 说 没办法 他自己选的 李帽当即二哈瞪眼 JPG 有句MMP 不知当不当讲 幸福的时光过得 总是那么快 很快一上午的时间就过去了 吃过中午饭 陈凡去了杜老板的仓库 去看望三位叔 陈凡最近都挺忙的 就算是他在基地室内 也和三位叔有段时间没见了 秘境是机遇 更是挑战 尤其这次还要深入妖族腹地 他这次离开 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来 钟晴是钟家大小姐 他是不用怎么担心的 要说陈凡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三位叔了 所以他临走之前 过来看望一下 同时还给他们准备了充足的修炼资源 足够他们用好久了 刘志安 韩康 王真三人在见到陈凡的时候 自是惊喜得很 他们在一起叙旧 叽叽喳喳的 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时不时还传来阵阵开怀大笑的声音 就仿佛回到了曾经 临分别时 陈凡将准备好的修炼资源给他们 韩康和王真说什么也不要 还和陈凡拉扯了好一会 最后还是一直一言不发的刘志安开口 都收下吧 别让小凡担心 韩康和王真一冷 他们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秘境 毕竟还是危险啊 他们没在吭声 只是默默地收下了陈凡送的修炼资源 和三位叔分别之后 陈凡回到了舞者大厦 七十九层 天药的队友们正在这里小聚 陈凡也来到了这里 明天就要出发前往霸虎秘境了 看得出来 大家是又激动 又紧张 谁也不知道 此去会发生什么 在秘境里获得机缘 亦非冲天的游 但没再回来 永远长眠在里面的 也更多 如果求稳的话 可以不去冒这个险 但身为舞者 又遇到了这样的机会 谁甘心放弃 舞者 就因一往无前 无所畏惧 更何况 他们还是军人 如果连军人都退缩的话 谁还来保家卫国 回去 都好好准备一下 有家人的陪陪家人 明天一早 在舞者大厦门口集合 郭璐严肃地说道 是 所有人都硬着 陈凡回到77层房间的时候 钟晴正忙着摆放碗筷 桌子上是丰盛的晚餐 这些都是钟晴自己做的 酒店房间里没有厨具 他下午特意回家了一趟 在家坐好 打包带回来的 一会儿 陈凡和钟晴坐下 快尝尝 钟晴笑着道 陈凡夹起一口吃了起来 钟晴美眸 期待地看着陈凡 就像是一个等待老师 夸奖的小学生一样 嗯 真不错 陈凡表现出很惊喜的样子 听到这 钟晴开心极了 一顿饭 他不停地给陈凡夹菜 贴心的 就像是一个贤惠的小媳妇一样 至于小青腰疼和小礼貌 则还是百万不厌地 在床上滚来滚去 画面温馨且美好 一夜很快过去 天色放亮 陈凡早早地起来了 他发现 钟晴起得更早 连早餐都已经准备好了 别饿着肚子出发 钟晴满是不舍的道 吃过早饭 一切收拾妥当 门口 陈凡和钟晴 深情相拥 足足两酒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等你回来 钟晴动情的道 分别最是伤感 更何况 这一去又异常凶险 他百感焦急 美眸中都没忍住 泛起了雾气 你在基地市 也要好好的 陈凡嘱咐道 很快 陈凡走进了电梯 和钟晴挥手再见 江南基地市某处 一个独栋别墅 锅路关上了大门 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家 最后毅然决然地离去 很快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同一时间 薛志刚 吕文成等 也都在出门 另外一处 冯斌和妻子相拥 安心等我回来 不多久后 他也大步朝着舞者大厦赶去 这样的一幕 不只是天药特战小队 也不只是江南基地市 现在 下国八大基地市 都是如此 三万名九脉进舞者 将在今天出征 很多地方都在上演着 离别的一幕 江南基地市 舞者大厦门口 很多舞者小队 都选择在这里集合 因为陈凡就住在舞者大厦 所以天药作战小队里 他来得最早 不过 到了九脉进这种层次 速度都是很快的 不一会儿 队友们都陆续赶到 队长 薛哥 吕哥 方姐 阳哥 陈凡都打着招呼 郭露道 陈凡 都准备好了吗 陈凡点点头 那就好 陈老弟 这次 我们终于要并肩作战了 薛志刚 搂着陈凡的肩膀 哈哈笑着 阳科也道 陈老弟九脉进 就能击杀一级妖将 厉害得很 他现在可是我们天药的大腿 等到了秘境 兄弟们可要报警了 哈哈 队友们都是大笑 陈凡也笑道 阳哥 你就别拿我开涮了 这时候吕文成道 也不知道霸虎秘境内 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了队长 上次你让长泽兄弟留意一下 有什么消息吗 郭露摇了摇头 长泽窥探未来的能力 好是好 就是随机性太大 没那么容易 众人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好了 咱们天药这次 除长泽之外 所有人都到齐了 接下来 我们就前往江南军事基地吧 这次我们江南基地市 共出动3700名酒迈进 都会在江南军事基地集合 然后前往燕京基地市的 夏国军事总指挥部 其他基地市也是如此 最后从夏国军事总指挥部 一块出发 前往岳崖泉 郭露说道 嗯 好 陈凡 薛志刚等都是点头 很快他们就要行动起来 就在这时 郭露的电话忽然响了 拿出来一看 是长泽 郭露接通 电话刚接通 里面就传出 杜长泽激动兴奋的声音 队长 有了 有了 郭露惊异 长泽 什么有了 难道是你看到了秘境的情况 对对对 是的队长 我终于梦到了 杜长泽还是很激动的样子 听到这话 郭露本能地惊喜起来 薛志刚 吕文成 和陈凡等人 也都赶紧凑上去听 在前往霸虎秘境之前 能提前知道里面的一些情况 哪怕是很短暂的一些画面 那也是很关键的 好 长泽 你看说说 你看到了什么 郭露连忙问道 杜长泽直接道 我看到的是薛哥 而且只有薛哥一个人 周围没有你们 薛哥应该是落单了 我看到的画面 薛哥是在一个巨大的建筑里 老薛落单了 他在巨大的建筑里干什么 有没有危险 方如有些急切地问道 薛哥没有危险 至少我看到的那短暂的画面 是安全的 他在那巨大的建筑里 在置头子 薛哥置了一个三点 激动地直拍手 我就看到了这些 杜长泽道 这头子 众人面面相去 这是去秘境啊 如果说薛志刚在寻宝 或者在拼杀 他们一点也不会觉得意外 不过 这头子 是几个意思 薛志刚也有点摸不到头脑 他平常都不玩这个的 去了秘境 不去夺宝 不去和妖族拼杀 却自己一个人挽起了头子 还有 我怎么落单了 秘境内危机四伏 显向还生 一个人落单是很危险的 如果和队友在一起的话 他们的各种能力相互配合的已经很默契了 会更踏实一些 方如瞪了薛志刚一眼 等进秘境的时候 我就找个绳子 把你拴上 省得你乱跑 你以为我想啊 薛志刚小声嗶嗶 行 长泽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我们会好好想一想的 锅炉道 很快电话挂断 包括陈凡在内的众人都在思考 秘境里 为什么要玩头子 他们都想通过杜长泽提供的这线索 推测出霸虎秘境的更多信息 不过 基本上没什么头绪 先走一步算一步吧 现在我们想不明白 也许等赶到月牙全的时候就明白了 再不济 进入秘境后 这个谜底肯定能解开 郭露苦笑着道 大家也都无奈地笑了笑 此时也有不少战队集合完毕 已经开始动身前往江南军事基地了 天耀特战小队也开始行动了 不多久后 江南军事基地 一个巨大的操场上 江南基地市的3700名久迈进 在此集合完毕 然后有序登上运输机 运输机非常巨大 一次投送兵力 达到了惊人的1300人 不多久后 三架运输机起飞 朝着燕京基地市的方向赶去 接下来 就是两个多小时的飞行 这让陈凡不由地 又想到了漂亮国的空间门 如果夏国也有空间门 那就太便利了 从江南基地市 到燕京基地市 就像是跨过一道门那样简单 省时省力 基地市之间飞来飞去的 动不动就是一个小时 几个小时的 太麻烦了 真希望夏国的传送阵 能早日有所突破 早日落地 还有 打破漂亮国的封锁 不争馒头 争口气 运输机的巨大机舱内 一个个酒脉 竟舞者成牌坐着 没有人交谈 都在闭目养神 陈凡本来也闭着眼睛 靠在座位上 不过小礼貌闹了起来 总结起来 就一个字 啊 陈凡在巡查基地市的时候 在燕京基地市 购买了500万公勋点的 入籍材料兵器 在而后的三天内 就已经消耗光了 在那时 陈凡的1500万公勋点 也消耗殆尽了 他只有钱了 钱是不能在密宝库 买东西的 而入籍材料 以及入籍材料的兵器 只能在密宝库 所以 没办法 昨天小礼貌的伙食 又降到了生铁的层次 生铁效果差 头位也很麻烦 这时候在飞机上 周围都是人 他不可能一下弄出来 一堆钢铁 再忍忍 等到了秘境 我请你吃大餐 你想吃什么都给你 陈凡安抚道 换句话说 就是先给小礼貌 画个大饼 让他先冲冲击 小礼貌一听着 顿时激动地 在石海中转圈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再饿一会也好 腾腾肚子 待会能多吃点 清澈的愚蠢 JPG 时间飞速流逝 又是一个多小时后 江南基地市的 三架运输机 降落在了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 军事基地 这里是在燕京基地市的外围 面积超级大 有种一眼看不到头的感觉 一架能容纳 一千三百多人的巨大运输机 降落在这里 根本不起眼 此时 除了江南基地市的运输机 其他基地市的运输机 也在陆续降落 一支支作战小队 在奔跑集结 队形整齐 踩在地上的脚步声 都没有丝毫的凌乱 陈凡走下运输机 看着眼前的场景 一种军队特有的铁血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天耀特战小队 一共十八人 也跟着江南基地市的大军 快速移动起来 大概半个小时后 巨大的军事基地上 分裂成八个方阵 这代表了下国的八大基地市 每个方阵都有三千多人 规模超级巨大 如此大的规模 却没有一点的混乱 队列整齐 纪律严明 现场鸦雀无声 每一个将士的脸上都是肃穆庄重 带着几分杀伐之气 很快 以侯海为首的军方高层 来到了方阵前的主席台上 下方就是一个个整齐的方阵 此时 颇有几分沙场点兵的意味 一名高级将领 小跑着来到主席台下 报告首长 此次我方应到三万人 十到两万八千五百人 未到一千五百人 这未到的一千五百人 都没能联系上 他声音洪亮 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 侯海点点头 这未到的一千五百人 而且还联系不上 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军方对此也早有预测 只是没想到 有这么多 真是多亏了陈凡啊 要不是他最近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一千五百人 到了秘境中 就不是战友了 而是可以从背后捅刀的敌人 不知道要造成多么巨大的伤亡 那种后果 侯海不敢想象 就在这时候 江南军区 陈凡尚未出炼 侯海声音如金雷般 乍响在天际 虽然队伍极其庞大 但所有人都能听得真切 话音落下 是 在千米之外的地方 传出了陈凡的声音 队伍太大了 陈凡快速奔跑着 好歹他速度够快 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就来到了主席台下 站定 敬礼 侯海看着陈凡 露出了笑容 他并没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陈凡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寻查八大方阵 虽然已经有1500人 自动退出了 但不能排除 有铤而走险的 霸虎秘境事关重大 千万马虎不得 接下来 陈凡走上高台 视野囊括了一个方阵 顿时各种心声 在耳边响起 正如徐海想的那样 霸虎秘境至关重要 千万马虎不得 如果现在的队伍里 还有妖族 或者其他图谋不轨的 萧小之辈 那后果是会很严重的 所以 陈凡很慎重 一个方阵 他足足听了15分钟 再三确定安全后 才把目光投向下一个方阵 时间再持续 第三个方阵 第四个方阵 第五个方阵 一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陈凡将八个方阵 全都检查了一遍 他转身 冲侯海摇了摇头 侯海这才长松了一口气 陈凡读心术的厉害 他是领教过的 就连他这个领海进强者 都无法逃避 现在陈凡没发现异常 那他就很放心了 很快 到我们下国 在联盟内的处境 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秘境 有多少将士 金戈铁马去 马戈果失还 又有多少将士 甚至连遗体都没能带回来 他们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也是我们的英雄 更是为了国家 不畏牺牲的铁血军人 虽然 每次都伤亡惨重 但我们从来没有退缩过 也退无可退 在我们的身后 就是国家 就是人民 这次的秘境 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今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而这次 重担落在了你们身上 希望你们 能肩负起这份重托 英勇作战 在秘境中收获多多 最后 都能凯旋归来 我代表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 以及全国人民 感谢你们 徐海声音传遍全场 慷慨激昂 鼓舞人心 全体将士的神情 都是庄重肃穆 他们感受到了 肩上的重担 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 光荣使命 热血在这一刻沸腾 保家卫国 征战沙场 保家卫国 征战沙场 两万多名将士 齐声大喝 声势震天 直冲云霄 侯海动容 看着一个个 带着战役的面孔 他眼睛忍不住 有些湿润起来 死去两万八千五百人 不知道归来 又能有多少人 他们 都是下国的好狼 无愧于军人的荣耀 收拾了下情绪 侯海继续开口道 按照商议好的计划 我们定在今晚十一点出发 大家先在这里休整 我们已经为将士们 准备好了营帐 以作战小队为单位 一个作战小队 一个营帐 另外 营帐内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物资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解散 是 所有将士齐声应道 玄机方阵开始解散 一个方阵的某处 天药小队的众人 就是在这里 过路道 我已经收到咱们 天药营帐的位置了 我们先过去 陈凡 薛志刚等天药众人 都是点头 这时候 一眼看不到头的军事基地内 已经支起了一排排的营帐 密密麻麻的 延伸向远方 营帐和营帐的间距也挺大的 陈凡一眼都没看到镜头 吕文成见陈凡遥望 笑着道 一共一千两百个营帐 一排一百二十个 前后距离五千四百米 共十排 他是精神念师 一念之间 一切都尽收眼底 吕哥 还是你厉害 陈凡笑笑 郭露 薛志刚等人文言 也都笑了起来 不多久后 天药作战小队众人 找到了他们的营帐 营帐内非常宽敞 住下他们十八个人 绰绰有余 营帐内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摆放了十八份物资 每份物资上都有对应的名字 郭露率先打开他的物资包 一套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一个特殊环境下的局域通话耳脉 国旗袖章 郭露一个个地说着 忽然他惊呼 我的天 替身傀儡 这次竟然连替身傀儡都有 文言大家都是惊喜 军方这次好大的手笔啊 两万八千多人呢 两万八千多个替身傀儡 不管是和妖族厮杀 还是秘境内 都凶险万分 有替身傀儡 我们心里也踏实一些 大家都惊叹 除了替身傀儡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也很了不得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比七级材料的战刀还要贵 这一套作战服 差不多需要四十万功勋点 咱们为国而战 国家也真是一点也不含糊啊 杨科感叹道 都换装吧 郭露道 是 很快大家都忙活起来 方如先出去了 他们在一起 很多事已经很默契了 现在大家先换 等换完后 所有人出去 方如再进来 这种事经常发生 陈老弟 你怎么不换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呢 好东西 薛志刚说到 陈凡苦笑 他当然知道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是好东西 不过小礼貌也知道 是好东西啊 再见到作战服的时候 小礼貌 就像是见了骨头的 小狼狗一样 有点拉都拉不住的感觉 陈凡一点也不怀疑 只要他一碰作战服 作战服立马就被吃了 陈凡摇了摇头 这个确实没办法 不过好在 他隐身术已经大成了 在应付伤害上 更加得心应手 对作战服的依赖性 也不是太大 吃就吃吧 陈凡拿起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果不其然 眨眼的功夫就没得了 薛志刚道 陈老弟 你穿上啊 怎么还收空间戒指里了 薛哥 我没收到空间戒指 是作战服被吃了 被吃了 谁吃了 薛志刚不解地问 郭露等人也都看过来 陈凡笑着道 我上次觉醒 觉醒了一个球 那小家伙是个十足的吃货 他不光吃了这件 七级材料的作战服 当时还连我的战刀也吃了呢 这还不算完 后来我的一千五百万功勋点花光 也没能喂饱他 听到陈凡的话 大家都是惊得呆了呆 一千五百万功勋点 这对他们可是天文数字 他们都是酒迈进 之前计算过 一个正常的酒迈进 需要五百年才能攒下一千万 天哪 这是觉醒了能力 还是觉醒了一个祖宗啊 也幸亏是陈老弟 如果换做他们 更为不起啊 很快 郭露 薛志刚 吕文成 林铁山 杨柯 冯冰等人都换完了 陈凡倒是简单 把国旗袖章贴在了衣服上就完了 其他的东西则收入了空间戒指中 接下来 他们出去 换芳如进来 不一会儿 芳如也换好了 现在天色还早 很多特战小队换好行装之后 都从营帐内走了出来 陈凡找了一个相对空旷的地方 继续投喂小礼帽 现在小礼帽也是陈凡的重要仪仗 接下来 估计还有惊喜 能多喂点 就多喂点 当然 作战符只是个小插曲 现在喂的话 还是升铁 郭露 薛志刚他们 也都跟了过来 陈凡意念一动 取出一大堆升铁 这一堆升铁 有一人多高 数量是很大的 只见陈凡把手放上去 心比去隔 那成堆的升铁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消失着 薛志刚 吕文成等人都是感觉很新奇 哇塞 这么能吃 薛志刚惊呼道 确实太能吃了 吕文成也道 杨柯笑道 比那些吃播还能吃 小礼帽 三句话 不离人家能吃 你们礼帽吗 哼 生气了 对了陈凡弟弟 上次你在华北基地市 斩杀一级妖将双刀螳螂的时候 都传你有一件会发光的武器 不会就是他吧 方如问道 是的方姐 就是他 陈凡道 陈老弟 能让我们看看吗 我们还没见过会发光的武器呢 薛志刚好奇地道 方如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就你话多 陈凡笑着道 这个没什么的 当然可以看了 小礼帽当即传达出一丝波动 那意思好像是 说我能吃 还想让我变身 给你们看 没门 陈凡当然知道 小礼帽有情绪了 不过一个心智三岁的小家伙而已 他还不是随意拿捏 陈凡给小礼帽交流 稍微用了那么一点点语言的艺术 他们说你能吃 你不得证明给他们看 你吃可不是白吃的 吃了可厉害着呢 到时候 你浑身发光 还不得亮下他们的眼睛 小礼帽一听 哇塞 好耶 两眼都是小猩猩JPG 对 我就是要亮下他们的眼睛 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想到这里 小礼帽都不用陈凡调动 自己就飞了出来 然后暗金色的球体 咔咔咔一阵组合变形 眨眼的功夫 一把通体 散发着成光的长刀 悬浮在了空中 也不知道是因为小礼帽 又吃了五百万功勋点的战刀 还是这小家伙 故意显摆 总之这次他身上的光芒 更加绚练了一些 这一下 确实把薛志刚 吕文成等天药众人 惊得够强 发光的武器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尤其是龙头战刀上 那宣泄着的五匹锋芒 让他们如寒芒在北 都是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 小礼帽一脸傲娇 对了 要的就是这效果 然后 他又很快变回本体 飞入陈凡的石海中 陈老弟 牛逼 厉害厉害 薛志刚等人都是由衷的刀 时间稍稍退后一些 在小礼帽还没出来变身之前 不远处的一支特战小队 正看着陈凡这边 华子 看看陈凡的战力值是多少 一个队友怂恿道 这不太好吧 叫华子的那人说道 没事的 我们又没恶意 只是单纯的好奇 嗯 这个应该没什么 要不我们过去和陈凡打个招呼 告诉他 你觉醒的能力 是能够看到每个人的战力值 估计陈凡还巴不得让你帮忙看一下呢 哈哈 是 毕竟谁不想知道自己的具体战力 队友们都轻松地笑着 叫华子的那人 想了想也是 他也没什么心理负担了 行 那我看看 然后就见他双手从眼上划过 顿时他的眼睛泛起了晶莹的光芒 几乎同时 他视野内的天药特战队众人头上都出现了一串数字 郭露等人的战力值都在九脉镜的正常区间 唯独陈凡 华子精的目瞪口呆 怎么样怎么样 队友们看到华子这表情都连忙问道 华子精颤道 陈凡是九脉镜 但战力已经达到了距离一层镜的门槛 十万战力 听到这话 队友们也都是心头一震 果然 虽然他是九脉镜 但他的战力达到了距离镜的门槛 十万战力 在距离一层镜中算比较弱的 不过陈凡还有隐身术 配合隐身术的出其不易 击杀一级妖将 还是有可能的 上次在华北基地市 都在传陈凡正面击杀了一级妖将双刀螳 是怎么回事 双刀螳螂可不简单 战力值估计在十三万左右 在一级妖将 或是距离一层镜中 都是非常强大的了 正面击杀的双刀螳螂 可能是谣传吧 应该还是借助了隐身术偷袭 队友们闲来无视 谈论着 就在这时 小礼貌变身了 卧槽卧槽卧槽 华子尖叫起来 在他的视野里 陈凡的战力只在快速地攀升 十万零两千三百五十 十一万两千六百三十 十三万零四百五十 十四万九千九百 眨眼的功夫 战力值就从十万 飙升到无限接近十五万 从距离一层镜的最低门槛 一下上升到了 该境界的战力天花板 怎么了怎么了 ,队友们都连忙问 华子把情况给队友们说了下 队友们心头都是泛起滔天巨浪 之前他们还认为 陈凡正面击杀一级妖将双刀螳螂是谣传 现在十五万的战力值 他们信了 十五万战力 灭杀双刀螳螂 毫无悬念 这时候 华子也有些疑惑 说来也奇怪 我这看战力值的能力 正常兵器是不加战力值的 怎么陈凡的兵器加战力值 而且还加那么多 搞不懂 搞不懂 同时 一个营帐里 东方特战小队的众人 都刚换装完毕 其中一个看起来二十七八岁 模样清秀的男子 一脸苦笑 队长 我好紧张啊 要不还是让我回去吧 我早就跟您说了 您就是不听 硬是把我给拽来了 你还不了解我 虽然我是九脉镜 但很虚 空有境界 随便一个八脉镜都能虐我 而且 从成为舞者到现在 我基本上都没怎么厮杀过 武技武技不行 实战经验 实战经验不足 你们非要带着我这个脱油瓶干什么呀 说话的年轻人叫唐天赐 现在他很是忐忑不安 队友们都笑着 并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唐天赐还絮絮叨叨地说着 队长 还有各位队友哥哥们 咱们可说好了 这是你们硬拉着我来的 如果到时候 我拖了你们的后腿 你们可别怪我 还有 如果遇到什么危险 你们可要记得救我呀 听了这些 队友们笑得更大声了一些 天赐 你自己什么能力 心里没点逼输吗 就是 怀你遇到危险 别说一个秘境了 就算蓝星爆炸 估计你也遇不上危险 哈哈 天赐兄弟还说 从成为舞者 都没怎么厮杀过 实战经验不足 你就不想想 为什么厮杀那么少 还不是因为 凡是想对付你的 都遭遇了不祥 运气爆棚 却过分胆小 你这家伙 东方特战小队的队长 这时候也道 天赐 对于别人来说 实力很重要 但对你来说 实力那是次要的 你就当它是个 摆设就行了 你觉醒的能力是气欲 你一路走到现在 各种奇欲 天上掉馅饼 你自己不清楚吗 就是 队友们都打去 但我还是害怕呀 哥哥们 唐天赐苦着脸道 一想到 都是九麦静 和九级妖兽 就他一个弱姬 说八麦静能虐他 是没错 但那是要脸的说法 其实 五麦也可以 也难怪他这么害怕 害怕个吉尔 迄今为止 我见过形形色色的觉醒者 但像你这样 是气运的 还是独一分 一个队友 笑着搂着 唐天赐的肩膀说道 老弟 别怕 你只顾着张嘴就行了 老天会给你喂饭的 咱们东方特战队 谁不去都行 九天赐你不行 哈哈 对 秘境本来很大一部分 就是靠运气的 有天赐这个无敌幸运心在 我们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而且逢凶化吉 顺风顺水 哎呀 我差不多有两个小时没败了 我得赶紧拜拜 一个队友忽然想起来 然后他立马站起来 双手合十 冲着唐天赐 就是鞠躬一败 唐天赐连忙跳开 明哥 别败我呀 会折瘦的 而且 我哪有那么神啊 我运气是有点 但也就那样吧 我自己 都有很多心愿 没实现呢 哈哈 你有什么心愿没实现 就算没实现 那也是暂时的 早晚会实现的 队友们笑着道 比如 我想认识江南基地市 今年的精英舞者大赛冠军 陈凡 他太牛逼了 我是他的无脑粉 说到陈凡的时候 唐天赐一脸的崇拜 之前他在江南基地市 我在东北基地市 太远了 现在我们都在 下国军事总指挥部的 军事基地 好想和偶像认识一下 这次要不是想着偶像也来了 有机会认识他 甚至会和偶像一起 并肩作战 就算队长绑了我 我也不来 唐天赐坚决地道 陈凡确实厉害 队友们也都点头 这个不服不行 天赐 陈凡现在就在营地啊 你既然这么崇拜人家 想认识他 那就去找他 一个队友道 唐天赐道 营地现在上千的营帐 我去哪里找 而且 就算我知道偶像的营帐 我也不能去 太唐突了 万一给偶像留下不好的印象 那就坏了 我期待的和偶像认识 最好是那种不期而遇的场景 唐天赐畅想着 队友们都笑着打趣 你要求的还挺高 还要不期而遇 唐天赐挠挠头 然后也跟着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陈凡还在给小礼帽投位 郭璐 薛志刚 吕文成等队友们 都围坐在一旁 这时候 薛志刚站了起来 想去厕所放个水 有趣的兄弟吗 哎呦 让老薛一说 我也有点感觉了 走走走 我也去 陈凡刚好喂完一堆 也起身 我也去 几个人笑着 朝厕所走去 方如美好气地脆了一口 上个厕所 还成群结队的 因为是营帐 营帐内 是不具备独立卫生间的 所以 在营地里东西两侧 临时搭建了公共厕所 陈凡他们现在 就是朝着公共厕所赶过去 画面一转 东风特战小队的营帐里 唐天赐本来正舒服地 躺在床上 和队友们谈笑 哎呦 他忽然感受到了一种 强烈的尿意 来世还非常凶猛 不行了哥哥们 想撒尿 我得赶紧去趟厕所 说着 唐天赐夹着腿 嗖地一下窜了出去 这把队友们 看得一愣一愣的 天赐不是刚去过厕所吗 这是有点尿频啊 尿频不可怕 还有点尿急啊 天赐还行不行了 这么年纪轻轻的 哈哈 队友们都不厚道地大笑起来 这时候 公共的南厕所 陈凡和队友们 正有说有笑地 从里面走出来 刚走到厕所门口 忽然一个人 和他迎面撞了一个满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人模样清秀 二十七八岁的年纪 不是唐天赐 又是谁 唐天赐知道 是自己太急了 他一个劲地低着头道歉 没事 你没事吧 陈凡开口道 唐天赐一愣 这声音 有点熟悉啊 他一下抬起头来 偶像 那一刻他别提多激动了 偶像啊 真是偶像 你好你好 我是唐天赐 是东风特战小队的 我老崇拜你了 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唐天赐激动得 有些语无伦次 双手还紧紧握着陈凡的手 你好 陈凡也很客气 真没想到 上个厕所 还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知道 因为最近的一些事情 自己在舞者中 应该是有一些人气的 但这么热情的粉丝 他还是第一次见 这让他有些哭笑不得 又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招架才好 薛志刚 吕文成 杨柯等几人 也都是笑着 唐天赐好不容易 见到陈凡真人 他一直激动地 抓着陈凡的手 各种倾诉 多么多么的崇拜 多么多么的仰慕 还把陈凡的很多事迹 如鼠家真的讲出来 对了 偶像 我能和你合个影吗 为了 唐天赐满是恳求得到 可以啊 这不过小事一桩 陈凡爽快的就硬下了 不过 这对陈凡来说 是小事一桩 对唐天赐这狂热粉来说 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接下来 是杨柯帮忙拍的照 唐天赐各种感谢 在陈凡和薛志刚等几人都离开后 他还在那里欣赏着合照 心里那叫一个美啊 今天真是太幸运了 不仅见到了偶像 还拿到了一张合照 哇塞哇塞哇塞 真是太棒了 然后他转身就以最快的速度 朝东风特战小队的营帐奔跑而去 他都有些迫不及待的 要给队友们炫耀炫耀了 很快 唐天赐兴冲冲地回到营帐里 队友们都正谈笑着 见到他回来 都是有些惊讶的 天赐 这么快 不会就低答两下吧 哈哈 队友们打去道 什么呀 你们看 唐天赐被打去惯了 也不在意 他兴奋地拿出和陈凡的合照 挨个地炫耀了一遍 队友们一看 都呆了呆 然后他们都对视了一眼 还说什么了 天赐这臭小子的运气 实在是无解啊 刚才还说想认识陈凡 这就认识了 还和人家合照了 对了 不期而遇 这应该也算不期而遇吧 不过这不期而遇的地方 可能稍微有点 哈哈 天赐 这时间不对啊 算上你去厕所路上的来回时间 再加上你和陈凡合照的时间 你和陈凡合照之前 肯定得聊两句吧 不可能上去就拉着人家拍照吧 况且还有人帮你拍的 这零零总总的时间加起来 你离开的这回 已经很紧张了呀 我想问的是 你上厕所了吗 唐天赐一愣 对啊 我是去上厕所的呀 哎呀 忘了 他本来又激动又兴奋的 连尿意都忽略了 不过现在一被提醒 那种感觉更强烈了 都有点要决低的迹象了 唐天赐立马用手捂住 二话不说 扭头又窜了出去 营帐内传出队友们 哈哈大笑的声音 时间飞速流逝 从中午到日落西山 再到夜幕降临 陈凡除了吃晚饭 其他时间大部分 都是在投喂小礼貌 说到晚饭 这里是军营 有吹噬板 是不会饿到的 吃过晚饭后 一辆辆军绿色的大卡车开进来 全是压缩肉干等 野外生存的补给食品 然后开始分发 虽然大家来之前 都自己准备了很多 但此去不知道要多久 军方还是会统一配发 一千多个帐篷 两万八千多人 就算是有很多士兵在配发 也忙碌到晚上九点才结束 又休整了一个小时 所有将士开始集结 晚上十点半 陈凡和天药的队友们 开始登机 晚上十一点准时行动 一架架运输机原地起飞 带着巨大的轰鸣声 朝着西方而去 很快就消失在天界 侯海等一众军方高层 目送着大军出征 敬礼良久 这次前往敦煌月牙全 夏国出动的 不只是两万八千五百名 九脉镜的武者 还有十名林海镜强者 以及上百名距林镜的武者 虽然他们不能进入霸虎秘境 但他们有着自己的职责 那就是保护着两万八千五百名 出征将士 在进入霸虎秘境前的安全 这毕竟是进入妖族腹底 妖族可是有十八妖王的 夏国当然要有所防范 至于更高的妖皇 以及夏国的护国战神 在历次秘境争夺或者大规模战争中 这种层次的从来都不插手 双方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主要是那种存在的毁灭性太强了 权力出手的话 整个夏国疆域都要被打得支离破碎 到那时 夏国境内所有生灵都得完蛋 也包括妖族 那是禁忌般的杀伤力 不到最后迫不得已 出动这样的存在都很慎重 久而久之就达成了这种默契 下面的怎么斗都可以 但如果妖皇和夏国的护国战神出手的话 那真就是彻底先桌子了 都别玩了 两万多军中将士去前线 为国而战 其实在大后方的也并不轻松 命令下去 从即刻起夏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侯海脸色凝重的道 现在夏国一下抽掉了两万八千五百名 九脉进武者 这在夏国 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了 而且还有十名岭海进 上百名聚岭进 国内力量相对薄弱 而且还是秘境问世的关键时刻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加强防范 一些国家 一直暗地里小动作不断 是 很快 国家机器行动起来 八大基地市 先后宣布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因为灵气复苏 地域扩张 从燕京基地市 飞到圆敦黄月牙全 需要五个小时的时间 晚上十一点出发 大概第二天凌晨四点到达 这集留出了相对宽松的时间 又不会让出征将士 在妖族腹地等待太久 这看似很平常的出发 以及到达的时间 背后都是军方各种计算 精密计划确定下来的 陈凡很无聊地坐在机舱内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都是这样 要飞五个小时 在这里也干不了什么 挺无聊的 而且因为接下来要到秘境 要面临着拼杀 大家的心情都是又紧张又亢奋 这种状态下 想睡都睡不着 只能干瞪着 陈凡又想到了漂亮国 对夏国封锁的空间门 有那玩意 真是太方便了 夏国的专家研究传送阵 还得什么时候啊 行不行啊 现在他甚至都想自己上了 一架架运输机在漆黑的夜幕下飞行 时间在一点一点地流逝 这时间煎熬且漫长 终于 时间来到了凌晨四点 巨大的运输机开始降低高度 这预示着他们即将到达这次的目的地 曾经的旅游胜地 月牙泉 几分钟后 运输机落地 后舱门打开 所有将士立即进入作战状态 所有人下飞机 重复 所有人下飞机 快快快 陈凡以及所有人的耳脉中 都传出下达的命令 当即 一个个都快速有序地走下运输机 陈凡跟在队伍中 走下运输机 陈凡踩在松软的黄沙上 借着萌萌的月光 陈凡看到的 是高低起伏的沙丘 一眼望不到尽头 在沙漠环绕的一个低洼的地方 有一个小型的湖泊 南北长大概百米 东西宽约二十多米 湖泊弯曲 呈月牙状 陈凡知道 月牙泉 就是因此得名 月光照耀在湖面上 波光凌凌 虽然周围都是荒漠 但临近月牙泉的地方 有着小片的绿洲 绿洲之中 依稀能看到一些建筑的废墟 毕竟是曾经的旅游圣地 有建筑并不稀奇 所有人原地待命 重复 所有人原地待命 而麦里再次传来声音 当即 所有将士齐刷刷地蹲在原地 全场鸦雀无声 下国军队向来纪律言明 另行禁止 这一点上 是许多国家的军队 无法比拟的 时间在持续 而麦里不时传出新的消息 陈凡也了解了不少当下的信息 经过精密的推算 霸虎秘境的通道 大概在六点三十分左右 彻底稳定 也就是说 他们还要在这里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另外 陈凡还了解到 此时妖族的妖兽大军 就在月牙圈的另外一面 这次妖族足足投入了五万多的九级妖兽 看来 是要比人类有更多的斩获 这消息一出 在两万八千多人的队伍里 引起了小小的骚动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九级妖兽的数量 几乎是下国军方的一倍了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战争 会更加残酷 心比去隔 倒是陈凡 一点也不怕 九级妖兽而已 他连一级妖将都能杀 九级妖兽再多 那也只会变成他的气血 甚至 他现在都想过去大杀特杀 最近一段时间 陈凡一直在基地室内 连气血提升都基本停滞了 现在知道 妖兽大军就在对面 他都有些跃跃欲试了 不过 最终还是忍住了 下国这次 有林海静强者带队 妖族队伍里 肯定也有妖王级别的存在 九级妖兽他可以随便杀 但妖王 别说妖王了 他的大成隐身 最多只能抵消四级妖将的攻击 如果五级妖将大范围攻击的话 他都吃不消 直接过去 还是太冒险了 而且也违反军令啊 不管是下国这边 还是妖兽大军 心思都在霸虎秘境上 所以 虽然双方相聚只有树里 但都没有轻举妄动 都是耐心地等待着 时间在流逝 天色渐渐放亮 太阳虽然还没升起来 但已经把东方的天际 映现了一片火红 终于 时间一点一点地 来到了六点三十分 就在这时候 大德忽然震战了一下 沙丘上的黄沙 都在抖抖锁锁地向下滑去 看月牙湖 吕文成急切地提醒道 他是精神念师 周围的一切都在他的感知中 陈凡 锅露 薛志刚 灵铁山 杨科 方如 冯冰等得到提醒后 都是看向月牙拳的方向 只见月牙拳的湖底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然后月牙拳的湖面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水位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湖水倒灌 锅露发出惊呼 轰隆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 湖底那耀眼的光芒 一下绽放开来 形成一个光幕 覆盖了整个月牙拳 其上光芒流转 如同粘稠的水木 各小队注意 各小队注意 霸虎秘境通道彻底开启 出发 重复 各小队注意 耳脉里传出急切的声音 这一刻 所有将士身上都燃烧起了战役 冲啊 杀 兄弟们跟上 黑压压的人群 急速冲向月牙拳 而与此同时 阵容更为庞大的妖兽大军 也在开始冲锋 黄沙翻腾 大帝都在阵战 都跟上 别吊断 锅露一边向前冲 一边大声喊着 陈凡等所有队员 都紧跟在他身后 方如一部分注意力 放在了薛志刚身上 生怕这家伙 不声不响地跑落单了 这可是秘境 里面可能会非常凶险 还有成背于己方的妖兽 处境比预想的还要艰难 长泽弟弟看到的未来是老薛落单了 如果顺其自然 那么那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发生 当然 如果加以干预 是有机会改变未来的 方如心里想着 唉 他叹息一声 这个木头疙瘩啊 下国这边两万八千五百人 妖族那边是五万多九级妖兽 总数足足有八万 全都冲向月牙湖 月牙湖这一百多米长 二十多米宽的地方 那么庞大的数量 到时候 月牙湖肯定容不下 会变得异常拥挤 很快双方就只隔着一个月牙拳了 跨过月牙拳 两边的前锋 就要短兵相见了 沙 下国将士们气势震天 吼 妖兽也是怒吼咆哮 双方都是一往无前 没有半点退缩 不过 想象中的双方拼杀并没有出现 不管是下国将士 还是妖族的妖兽 在接触到覆盖了整个月牙拳的光幕的时候 就凭空消失了 这应该是进入霸虎秘境了 双方更是振奋 加速向前冲 铺天盖地的人和兽冲入其中 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了 很快就轮到天药特战小队了 冲在最前面的锅路率先接触到绚丽的光幕 他身形直接没入其中 紧接着 薛志刚 方如 吕文成 林铁山 杨柯 冯冰 卢天瑞 陈凡是最后一个 不过他们速度一个个的都很快 说是最后一个 前后也不差两秒钟 这绚丽的光幕 浓稠的就像是水幕 陈凡踏入其中 顿时眼前的景象发生了变化 本来的喧嚣 喊沙声怒吼声 统统消失了 队长他们也不见了 还有前面成千上万的人族将士 以及铺天盖地的妖兽 统统不见了 陈凡打量着周围 这似乎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 小天地内 寂静无声 四下全是虚无 看不清 又好像没有尽头 唯独中间 耸立着一座塔 这塔极具视觉冲击力 通体金属打造 充斥着冰冷沙伐的气息 塔身很高 一层一层地叠加 直至没入云端 巍峨磅礴 又带着几分沧桑之意 像是在这里 存在了无尽的岁月 来到这陌生的空间 陈凡高度戒备着 小礼帽刷的一下 变身成龙头战刀 出现在手中 隐身术和毒心术 不管有用没用 全都施展开来 欢迎来到霸虎试炼 空灵清脆的机械声 忽然从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响起 请进入霸虎试炼塔 开启试炼 试炼 机缘和危机并存 霸虎试炼塔共108层 每一层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也都有各自的设定 有的是挑战 也有的是惩罚 在挑战和惩罚中 支撑不住 就可能会丧命第一层为起点 所有试炼者 需要在第一层内 寻找一枚头子 头子是试炼的关键 从第一层起点开始 至头子 头子点数多少 就能在当前层数的基础上 上升相应的层数 完成每层的相关设定后 可以至头子 继续试炼 也可以选择退出 试炼没有时间限制 但会有伤亡 最后 能到达第108层 极为通过试炼 通过试炼 会获得极为丰厚的奖励 友情提示 第一层内有3000只 9级妖兽层次的机械霸虎 他们会追杀任何闯入的生灵 所以 寻找头子 要快 祝你好运 头子 陈帆一下就想到了 长泽看到的未来 说是薛哥独自一人 在玩头子 之前他和队友们 怎么都没想明白 现在一下就误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不过 听刚才的介绍 怎么感觉那么熟悉呢 这 这不就有点类似于 他前世玩的飞行棋 大富翁之类的游戏吗 虽然细节上也许不同 但听起来 大体玩法差不多呀 每一层都有相应的设定 可能是挑战 也可能是惩罚 全看着头子了 运气好的话 就能规避掉不好的层数 顺风顺水 运气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惨了 也不知道 这霸虎试炼塔里 设置的挑战和惩罚 都有什么 陈凡开始感觉 这霸虎秘境 或者说霸虎试炼 有点意思了 不过 就是有点担心 他会不会是个飞球 陈凡来到霸虎试炼塔前 站在境前 试炼塔的威额大气 更是让他有种 自我渺小的感觉 这霸虎试炼塔 且不说里面怎么样 就说同时八万多的人和妖兽 同时试炼 却又能互不干扰 就像是在平行空间一样 这就很不简单 希望队长 薛哥他们都能照顾好自己 陈凡深吸了一口气 从刚才的介绍 他已经知道了 在第一层要做的 和要面对的是什么了 要找头子 还要面临着 三千只九级机械霸虎的追杀 刚才那声音 还有轻提示 要快 快 男人不可快啊 至少陈凡可以不快 对别人来说 久迈进的他们 要面对三千只九级机械霸虎的追杀 是个很大的挑战 很难坚持太长时间 所以要快 但陈凡就不同了 九级妖兽的层次而已 再多他都不怕 陈凡有隐身 他可以慢慢地寻找 咦 不对 既然是等同于九级妖兽 那斩杀 应该也有气血的吧 我的天 如果是的话 那这第一层 哪里是挑战 分明是霸虎试炼 给他送上的一份见面大礼啊 不杀光三千霸虎 他都不会去找头子 陈凡来到霸虎试炼塔的入口处 试炼塔没有大门 入口是一块巨大的光幕 其上光芒流转 很是神意 陈凡感觉 和他前世玩大型3D 游戏副本的入口 有点相似 很快 他走了进去 顿时 眼前的情景象 再次变换 正如之前机械声音介绍的那样 霸虎试炼塔的每一层 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陈凡小心戒备地打量着四周 他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戈壁滩 荒凉 潇涩 几乎看不到什么植被 这场景一眼看不到镜头 不知道有多大 在这么大的地方 想要寻找一个头子 难度挺大的呀 不过幸好不是一进来 三千机械霸虎 就蜂拥而至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这次参加试炼的 很少能扛得住 陈凡暗倒 当然 他没事 别说三千九级生命的机械霸虎了 就算三万陈凡也没压力 他曾经创下的记录 可是追赶着五百多万凶兽妖兽 到处跑的 其中的九级妖兽都不在三万之下 陈凡快速行动起来 他速度极快地在戈壁滩上穿梭着 可能和别人不同 他不是忙着找头子 相反 他是在找机械霸虎 才奔略出几千米 陈凡就有了发现 那是一头两米多高 五米长的猛虎 通体由金属打造成的猛虎 四肢 利爪 虎头 身躯 虎尾等等 全都是金属 不过骨骼关节等设计得非常精密 动作非常矫健 行动起来 和正常的猛虎 没什么区别 一双虎目 泛着湛蓝色的光芒 就像是两颗宝石 此时正四下巡视着 陈凡感觉很新奇 这是他第一次见 这么高科技的生命 现在下国的科技水平 虽然也不低 但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忽然 那机械霸虎 扫描到了远处的陈凡 吼 他当即 发出一声怒吼 怒吼如惊雷 回荡在这荒芜的戈壁滩 伴随着这一声怒吼 戈壁滩上 到处都响起了唬哮声 像是在回应 然后陈凡就感觉 大地都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一头机械霸虎发现目标 所有机械霸虎 全都会围杀过来 陈凡大体理解了 不过 正合我意 他握紧了龙头战刀 双目煞时间 战意生腾 此时 那最先发现陈凡的机械霸虎 已经急速朝着陈凡扑杀过来 一头两米多高 五米多长的全金属大虎 是极具视觉冲击的 给人的感觉 比同级的虎类妖兽还要威猛 而且异常矫健 一个飞扑 泛着幽冷光芒的金属利爪 眨眼间就要洞穿陈凡的身体 同时 全金属的大口张开 咬向陈凡的脖子 陈凡一刀斩出 刀镜加持着天地之力 卷起无匹的锋锐气息 瞬间轰杀而至 咔嚓擦 是金属切割的刺耳声音 这一击 斩入了机械虎躯的半截 陈凡惊讶 浩强的硬度 正常来说 他这一击 轻松就能将九级妖兽拦腰截断 而现在面对机械霸虎 竟然只是斩入了半截 因为被斩断了半截的缘故 应该是某些机械或者链接被斩断 机械霸虎后半截的身躯 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不过 他利用前肢的力量 就算是爬着 速度也是极快 还在朝陈凡攻杀 陈凡有些惊讶 这机械霸虎像是没有痛觉一样 身体一半不能行动了 还是凶猛的很 有点不简单啊 随即他又是一刀 虎头滚落在地上 还在爬行攻杀的机械霸虎 动作顿时一致 庞大而且沉重的机械霸虎 响荡一下砸落在地上 激起一阵尘土 叮 斩杀九级生命 机械霸虎 气血加五百 系统的声音响起 陈凡忍不住一喜 机械霸虎是机械生命 自身没有气血 本来他还有些不确定 斩杀了机械霸虎之后 他能不能获得气血 思考过后 他认为大概率是有的 因为 以他现在对系统的了解 击杀增加气血 好像并不是全看被击杀目标的气血强弱 有这方面的因素 但不多 真正的关键 应该是生命 有无生命 现在 事实也证明了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斩杀机械霸虎也会获得气血 那这三千只机械霸虎 真就是一份大礼啊 这时候陈凡感受到小李茂传递出的波动 哈哈 知道知道 怎么会忘了你 陈凡笑着 他走过去 将手贴在刚刚被斩杀的机械霸虎上 机械霸虎的身躯异常坚硬 质感比陈凡之前接触到的七级材料还要好 小李茂早就饿坏了 直接开动 机械霸虎那庞大的金属身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着 现在他还保持着龙头战刀的样子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享用大餐 不管是什么形态 都改变不了他吃货的本质 都能吃 短短十几个呼吸 机械霸虎那庞大的金属身躯 就被吃得干干净净了 这时候 小李茂心里那个美啊 好吃好吃 还要还要 陈凡笑了笑 还有 多着呢 这时候 大地震战得越来越厉害了 放眼看去 四面八方都是机械霸虎正围杀过来 嗖 陈凡也动了 一头机械霸虎本来在急速冲杀 在他的视野里 入侵的人类还挺远 可就眨眼的功夫 那人类突然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他手起刀落 这只机械霸虎感觉天旋地转 他第一次以这样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躯体 威猛霸气 不错不错 就是有一点 我头呢 哦 头在地上滚着呢 惊 我头在地上滚着 随之意识断开链接 钉 斩杀九级生命 机械霸虎 气血加五百 说时迟那时快 这看似缓慢 其实只是 发生在极为短暂的瞬间 陈凡手起刀落 展露了一头机械霸虎的头颅 紧接着 另外一头机械霸虎的力爪 已经贴近了他的身体 眼看陈凡的身体 就要被冻穿 如此危急的时刻 正常是根本来不及躲避了 然而 就在力爪 洞穿陈凡身体的千分之一个刹那 陈凡消失了 力爪划过了空气 随之陈凡又出现了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那机械霸虎 同龄般的虎目一瞪 在那如此短暂的瞬间 他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陈凡消失 出现 然后回手一刀 龙头战刀 直接洞穿了机械霸虎的脖梗 钉 斩杀九级生命 机械霸虎 气血加 这边刚斩杀了一头 那边同时几头机械霸虎 又围杀了上来 陈凡再次隐身 现身 挥刀 快 实在太快了 看似缓慢 这一连串的击杀 其实都在极为短暂的瞬间 而越来越多的机械霸虎 也正朝这边攻杀过来 陈凡战意生腾 就连小礼帽变身的龙头战刀 喷吐的刀芒 都更赤裂了几分 这可关乎他的饭碗啊 他当然卖力得很 时间在持续 陈凡疯狂杀杀杀 系统的提示声都变得密集起来 这是久违的感觉 好久没有杀得这么痛快了 而且 看着虚拟面板上的气血 在不断攀升 他心里一种踏实的感觉 油然而生 在陈凡和机械霸虎拼杀的时候 下国其他的两万八千多将士 以及妖族的五万多九级妖兽 也在遭遇同样的情况 也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也是全金属 威猛矫健的机械霸虎 不过像陈凡这么猛 硬刚机械霸虎的 不多 有的将士很不幸 刚进入霸虎试炼塔的第一层 不远处就有机械霸虎 然后一声唬啸后 找来了更多的机械霸虎为杀 堪堪几个呼吸 替身傀儡就碎了 这意味着帮忙抵挡了一次致命攻击 而没了替身傀儡后 锋利的金属铁爪 很快洞穿了他的身体 将士无力地倒在了血泊中 也有九级妖兽勇气可加 直接和机械霸虎拼杀 一只还能旗鼓相当 但越来越多的机械霸虎赶来 很快 他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当然 更多的将士和妖兽 直到面对三千只九级生命的机械霸虎 无法立敌 他们都是尽可能地 避免惊扰机械霸虎 同时小心翼翼地移动 寻找霸虎试炼极为关键的道具 头子 第一层的一个平行空间里 戈壁滩上 方如正在急速地奔略 后面是黑压压的机械霸虎群 他是速度领域的觉醒者 速度上虽然不如陈凡那么变态 但也达到了正常距离三层的水准 甩开九级生命的机械霸虎不难 但现在方如一点也不敢大意 机械霸虎从各个方向围追堵截他 虽然他速度上领先 但千万不能被包围了 一旦被包围 那处境就难了 方如一边快速地奔略 防范被机械霸虎合围 一边急切地寻找头子 忽然 他一喜 他看到头子了 在不远处的碎石中 有一个长宽高 大概都是二十厘米的头子 就摆放在那里 他急速冲过去 捡起头子 然后置头子 一气呵成 置头子成功 点数二 空灵清脆的机械声响起 下一刻 搜得一下 方如消失不见了 同样是第一层 也同样是戈壁滩 一头通臂猿王 正手持着狼牙棒 疯狂拼杀 这通臂猿王 虽然是九级妖兽 但距离妖将 只有一线之差 实力异常地强大 而且 这头通臂猿王 还是反祖妖兽 反祖神通 狂化 九级妖兽层次的通臂猿王 身形本来就很高大 有九米多高 壮硕无比 尤其是粗壮的双臂 更是充斥着 无与伦比的力量 而现在通臂猿王 已经进入狂化状态 狂化之下的他 身形暴涨到二十多米高 庞然大雾 如同小山一般 就算是机械霸虎在他面前 都显得小巧了一些 狂化的通臂猿王 周身宣泄着无比的狂暴霸气 手里的狼牙棒 又粗又大 有五六米长 根本没有任何的花哨 一棒子挥过去 就算是硬度极高的机械霸虎 也要被一下砸得支离破碎 在被机械虎群包围的时候 他一个野蛮冲撞 几十上百的机械霸虎 就被撞得四下乱飞 威猛无匹 强悍的 简直令人发指 在别人都在第一层拼杀的时候 唐天赐还在霸虎失恋塔外的小天地里 犹豫徘徊 他现在差点哭晕在厕所 这搞鸡毛啊 他之所以赶来秘境 最大的依仗 就是队友呢 现在倒好 队友们都不见了 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刚才的规则介绍 唐天赐可是听得很清楚 在第一层可是有三千只 九级妖兽层次的机械霸虎 会追杀所有外来的生灵 我滴个乖乖 还三千 棒得他都吃不消啊 他境界都是各种奇遇 天才地宝提升来的 真正的实力虚得很辣 这还怎么玩 队长 明哥 你们都在哪里啊 我 我害怕 他刚才一直在研究 怎么退出去 研究到最后 他意识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近来容易 退出去难 而且退出的办法 刚才介绍上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进入霸虎试炼塔 完成任何一层的挑战 可以继续置头子 也可以在那时候 选择退出 也只有那个时候 才能退出 也就是说 这霸虎试炼塔 他唐天赐不进 也得进 要不只能耗死在这里 我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我胆小 我害怕呀 他在霸虎试炼塔的入口处 已经徘徊了好一会了 一直不敢进 三千只机械霸虎啊 想想都毛骨悚然 不过 不进也没办法 终于 唐天赐心一横 闭着眼睛冲了进去 穿过了光幕 和其他人的情况一样 也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卧槽 这么大的地方 去找一个头子 算了 我还是在外面耗死算了 唐天赐想都不想 扭头就要走 不过之前的入口光幕 已经消失了 这 唐天赐气的一脚 将一块不大的石头 踢飞了出去 石头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动 传来一道撞击声 像是撞翻了什么 这时候 空灵清脆的机械声响起 智头子成功 点数 六 当即唐天赐化为一道流光 直接消失在原地 几乎同时 他出现在了第七层 他本来是在第一层 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加六 刚好是第七层 和他一起出现的 还有一个长宽高 各有二十厘米的头子 这时候 唐天赐是一脸猛逼的 啊 就这 不过如此啊 之前的介绍 说的煞有介石 什么有三千机械霸虎 机械霸虎呢 我一个也没见到啊 纯纯地吓唬人啊 而且还要找头子 这头子就差摆在 试炼者的面前了 而且自己随随便便 就弄了一个六点 轻轻松松地 就来到了七层 这什么霸虎试炼塔 也不拿啊 刚才规则介绍 说得那么狠 故意的吧 考验试炼者的胆量 对 一定是这样 呼 好险 差点就被骗了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摆在了唐天赐的面前 还退出吗 说实在的 在发现了霸虎试炼塔的真相后 他又不是那么急着退出了 整个霸虎试炼塔 也才108层 我现在已经在第七层了 以我的运气 其他的可能不怎么靠谱 但在炙头子上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次次六点 很正常啊 这么算下来 我再炙个十六七次 就能登顶了 真不难啊 要不试试 唐天赐妈撒着下巴 认真的思考着 嗯 试试就试试 我那么勇敢 还能被这点小试炼吓到 他心里如是地想着 覆盖了整个月牙圈的光幕 也就是霸虎试炼的入口 前后维持了三分钟 也就是在所有下国将士 和妖族妖兽冲进去后的 一分钟左右 光幕收敛 试炼的入口关闭了 而紧接着 就在这片天地之间 以虚空为幕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投影 投影上是一座 巍峨磅礴的金属高塔 通体反射着冰冷的光芒 极具视觉冲击力 而在第一层对应的旁边位置 是一个个的头像 这头像 有人的 也有妖兽的 密密麻麻 现在 不管是守护在外面的下国高层 还是妖族的妖王妖将 都在看向这巨大的高塔投影 他们都能在那密密麻麻的头像里 找到几方的人 这表达的意思 已经很明了了 这应该是说 这些在第一层 对应高度的头像 人就在第一层 这是在表达 谁在第几层 高塔投影的一侧是头像 另外一侧 则是两串巨大的数字 其中一串标注着总试炼者数 80352 另外一串数字 则是标注着伤亡数 冒号000000 在下国将士和妖族妖兽刚进去的时候 两串数字就是这样 不过很快 两串数字开始变动起来 80350 80300 80000002 00050 000350 总试炼者数在不断下降 伤亡数则在不断攀升 下国这次行动的最高首长名为 周振虎 是一个双并灰白的老者 同时也是一名林海静的超级强者 看着不断变动的数字 他的心头也是逐渐沉重起来 虽然他不知道 秘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投影上数字的含义 已经很清楚了 这每次的数字变动 都意味着一次牺牲 虽然这里面有妖兽 但肯定也会有下国将士 总试炼者数下降得快 伤亡数就上升得快 很快 伤亡数就突破了1000 要知道 从进入秘境 到现在 才五分钟啊 周振虎面色深沉 拳头都紧紧握了起来 这1000的伤亡中 不知道有多少我下国将士 不止周振虎 其他下国的强者 此刻看着投影 心头也是又紧张又沉重 而在数字不断变化的同时 有些头像 直接出现在了第三层 也有出现在第二层 第四层的 最高的就是第四层 看头像 是九级妖兽通臂猿王 这意味着 妖族暂时领先 妖族那边 顿时传来欢呼咆哮的声音 周振虎他们听得真切 就在这时 一个头像 直接从第一层 出现在了第七层 是下国将士的头像 之前最高的才四层 五层六层是空白 现在出了个七层 断层第一 下国这边 也一下振奋起来 秘境 宝物是一方面 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和妖族的争锋 这会影响今后的战局 事关重大 首长 是东风特战小队的唐天赐 一名聚临近的将领 激动地道 好 好好 周振虎一脸说了几个好字 就在这时 在月牙湖的位置 陆续有人和妖兽出现 一看 他们都受了很重的伤 鲜血淋漓的 触目惊心 霸虎试炼塔的规则是 在每层完成挑战 或者相应的设定之后 可以继续置头子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 现在出现的这些 人和妖兽 都受了重伤 应该是在完成第一层 找头子的考验后 选择了退出 他们也确实没了一战之力 Soul Soul 下国这边有聚临近的精神念师 第一时间 就将下国的将士 挪移了过来 而妖族也同样用手段 带走了他们的人 井水不犯河水 这个时候 双方的注意力都在秘境上 也都不想节外生枝 伤员被挪移过来 立刻有治疗领域的觉醒者 开始救治 首长 这秘境是一次试炼 里面有一座霸虎试炼塔 伤员急切地向周振虎等人 汇报里面的情况 听完之后 周振虎也了解了霸虎试炼塔的规则 没想到是这样 他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 也第一时间向侯海做了汇报 而这个时候 伤亡数已经达到了两千 徐海在得知伤亡数的时候 心都在低血 这两千的伤亡 就算对半的话 那下国将士也占到一千了 一千个就迈进 一千个下国的将士啊 而且 这还只是开始啊 传回的关于秘境的消息 只限于侯海等一些军方高层知道 暂时这还属于高度机密 一个是怕引起国内的紧张和恐慌 毕竟 两万八千五百名出征的将士 就意味着两万八千五百个家庭 他们会猜测 担心 这伤亡中 会不会有他们的亲人 儿子会担心爸爸 妻子会担心丈夫 父母会担心儿子 另外一方面 一些对下国不友好的国家 比如樱花 漂亮等 知道下国正在探索秘境 他们早就 等着幸灾乐祸 看下国的笑话呢 下国现在忙得很 没工夫去应付他们 八大基地是 除了军方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之外 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一如往常 而也就是 在这一天 钟情出城了 小青腰疼 站在他的肩头 这次 他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视线再次回到月牙泉 周震胡等人 现在还在紧张地 看着巨大的虚空投影 现在伤亡数已经达到了两千八百三十二 看得他们揪心不已 不过也有好消息 第一层里 有一多半下国将士的头像 出现在了第二层第三层或者第四层 这意味着 他们顺利完成了第一层的挑战 找到了头子 现在第五 第六层还是空白 唐天赐依旧保持着断层第一 下国这边是这样的情况 妖族妖兽同样是 也有很多头像从第一层分散到其他层数 之前密密麻麻 还很拥挤的第一层的头像里 现在少了很多 首长 情况已经统计出来了 一名军官赶快将统计好的数据拿给周震虎看 周震虎看着平板电脑上的数据 这份统计很详细 包含了第一层有多少下国将士 第二层有多少下国将士 第三层 一直到第六层 甚至还和原有的数据库对比 第一层都有谁 第二层都有谁 被统计上的 都是还活着的 用28500的总数 减去这些 就是下国伤亡的人数 现在2832的伤亡数里 下国将士占了1230 这还是有替身傀儡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替身傀儡 这伤亡的数字肯定会更高 继续保持数据更新 周震虎心头沉重 是 对了 陈凡呢 周震虎忽然想到了陈凡 他连忙问道 陈凡久迈进 就能击杀一级妖将 实力了得 是这次秘境 军方最看好的人 报告首长 陈凡上尉还在第一层 军官回应道